第1061章 我就是霸道 你 你这是 看见秦飞拿出来的东西 苏妹和关妙一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秦飞拿出来的丹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 你们要出发闯荡冒险 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们准备的 这是我这几天时间加紧炼制出来的一批丹药 你们全都带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虚 可是局里之前已经给我们发过丹药了 这事关妙一开口说道 可话刚说完他的嘴 就让苏妹给捂住了 要知道 局里给他们这些参加集训营的人发丹药 可是话为了绝密 谁都不可以外传 所以 关妙一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规定 不要忘记我们所签订的东西 苏妹在关妙一耳边低喝道 我乃武安局战王 任何绝密在 我这都不是秘密 你过于紧张了 这时 秦飞淡淡说道 虽然她不知道也没参与这些事情 但以她的身份 她自然可以主动去探听 所以 关妙一此举并不算违反规定 更重要的是 秦飞提取到了其中的重要消息 武安局开始大肆给大家发丹药了 明王在自己的指导下 才刚刚学会练丹 但现在武安局内部 就已经开始有丹药流通了 明王这速度够快的 也可以说 武王实在是太狠了 竟然逼得明王没日没夜的练丹 以自己当前的水准 他哪怕是一天不吃不喝不睡 顶多练制十几枚不到二十枚丹药 但现在 苏妹和关妙一都已经拿到了丹药 可见明王肯定没有时间休息 没错 他是战王 是我们武安局的领袖 对他咱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见秦飞说这话有道理 关妙一立刻挣脱了苏妹的手说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 本来苏妹还想和关妙一反驳两句 可话到嘴边 他却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说什么了 因为关妙一说的话 的确有道理 秦飞如果要探知这些消息 也就是动动嘴的事情 根本就隐瞒不住 能把你们手里的丹药 给我瞧瞧呢 这时秦飞忽然岔开了话题问道 没问题 关妙一十分大方地 将自己领到的一枚丹药拿了出来 正是补气丹 将丹药接过来 秦飞仔细端向了一下 随后还给了关妙一 这丹药的确有一定的效果 但要和我的相比起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话倒不是秦飞拖大 本来秦飞所炼制的宁气丹 就要比补气丹高一个等级 外加上秦飞对火焰的控制 比冥王更加精巧 在这种情况下 他炼制出来的丹药 自然要力更甚 苏妹和关妙一 可是自己的女人 如果他们真的碰上了危险 秦飞更加希望 他们用自己的宁气丹 而非这个补气丹 今后你们若是碰上危险 请第一时间服用我给你们的丹药 至于局里发这个 完全可用于安全之时 恢复力量 秦飞对苏妹两人说道 秦飞 你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心领了 只是这些丹药的价值太大了 我们也用不了这么多 老话说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一旦别人知晓 他们身上携带了如此之多的丹药 那保不齐就会动什么歪心子 丹药嘛 够用就行 犯不着带这么多 对啊 我们一人拿几枚就足够了 官妙衣也在一旁复合道 丹药是靠灵药炼制而出 而灵药的价值 他们两人心中都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怎么能安心 收下如此之多的灵药 出门在外 有备无患总归是好的 这是我精心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所以 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秦飞的声音很坚定 丹药没了 他可以重新炼制 可如果苏妹和官妙衣要是没了 那他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这些丹药秦飞既然拿出来了 那他就绝不会收回去 秦飞 我知道你想对我们好 可咱们送东西 也要遵从现实吧 你说 我们今后要是当着别人的面 把这丹药拿出来 那他们会不会眼红 会不会因此而盯上我们 我看谁敢 杀气直接从秦飞身上席卷而出 谁要是这样做了 我会直接扒了他的皮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污 到时候 我们远在异国他乡 你就算是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所以 你就不要给我们这么多的丹药了 收回去吧 我秦飞送出来的礼 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 如果你们不要 那我马上把这些丹药丢进垃圾桶 秦飞斩钉截铁的说道 你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苏妹有点生气 不管是无理取闹也好 不讲道理也罢 总之这些丹药 你们要一枚不落的给我收下 谁要是不听话 我当场取消 你们进入集训营的资格 如果说之前秦飞说的话 还不是很好使的话 那这句话 无疑是杀手锏 要知道 苏妹和关妙依为了进这集训营 可是费了不小的功夫 如果秦飞当真给他们取消的话 那他们变强的念想 岂不是要落空 秦飞 咱能不能不要这么霸道 这时 关妙依有些委屈的问道 很抱歉 我就是这么霸道 而且 我也有这个权利 把你们踢出集训营 我说到做到 所以 你们就不要继续挑战我的底线了 我从来只听说过 强买强卖 但这强行送礼的 尚还是首次碰到 你是真害怕手里的东西 送不出来是不是 苏妹哭笑不得的说道 对别人来说不是 但对你们来说是 都是自己的家人 秦飞自然要力所能及的 给予他们最好的 多带一点丹药 就多几分保障 所以 秦飞根本不会和他们讨价还价 一句话 收下丹药你们 就可以继续参加集训营 要不然 你们一会儿就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回家吧 秦飞淡淡的对他们两人 下了最后通牒 你 秦飞拿参加集训营的事情 来威胁他们 苏妹和关妙依 根本就反抗不了 所以 当两人对事业以后 只能默默地 将秦飞给的丹药收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得先谢谢你的好意 丹药我们就收下了 这时苏妹开口说道 嘴上的谢谢毫无诚意 我看这里的床挺宽的 你休想 哪知秦飞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苏妹和关妙依 七七喝止了 没错 我就是想 秦飞直接忽略了中间那个字 来了 第1062章 被拒绝 尽管他并不想秦飞 在武安局总部的宿舍里瞎狗 可哪挡得住秦飞啊 最终屈服在了秦飞的威视之下 整个宿舍里 响彻的全是令人面红耳赤的谜谜之音 一番剧烈的战斗过后 秦飞心满意足地从宿舍走了出来 他并没有打算离开武安局 而是去找到了武王 来到武王的修炼密室 郑桥武王和冥王都在这里 目光从冥王身上一扫而过 秦飞发现 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十分萎靡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人有十天半个月都没有睡觉一样 站着随时都能倒下 看来这几天时间里 他实在是被累得够呛 眼神中都看不到半点光芒 像是被掏空 冥王 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不然就照你这般疯狂下去 搞不好十天半个月 你就要被炸干了 秦飞善意地对冥王说道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 听秦飞这样说 冥王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苦笑 战王 手里有这么多灵药 你不分给大家 却只给自己人 这私心未免也太重了一点吧 这时武王对秦飞说道 武王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或者说炼制丹药的灵药 全是我自己花钱所够 我分给自己人不犯法吧 而且我也没有义务分给所有人吧 秦飞翻了翻白眼说道 多一枚丹药 就等于多一重生命保障 这东西关键时刻是能拿来救人的 这样吧 既然你这么想要我手里的丹药 那咱们打个商量 只要你能满足我的一项条件 那我就把手里剩的丹药拿给你们 你说 武王没想到秦飞既然肯同意 一时间他既意外又谨慎 因为他和秦飞交易了这么多次 他太清楚秦飞的秉性了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所以他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才行 我需要派遣一只属于我的小队伍 在暗中保护他们 秦飞没有犹豫 直接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这种事情会直接泄露我们的小部队行踪 你觉得可能吗 武王冷笑了起来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可能不可能不业我们商量之后才知晓 如果你的诉求是这个 那我们就不必谈了 关乎武安局的行动部署 武王怎么可能退步 所以他的态度十分明确 那就是此事没得谈 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武安局的重要决策 记住是任何人 也包括你自己吗 秦飞追问道 废话 当然包括我自己 如果任何决定 我们都能够招令西改 那武安局还有什么规矩可言 所以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但要我们可以不要 但规矩绝不能被破坏 之前秦飞要在武安局安全通道上面修房子 为此武王已经破例过一次了 但这一次秦飞是更严重的违反规定 那武王肯定不会再开这个口 秦逊营的一切行动全都是绝命行动 如果行踪向秦飞这边泄露了 一旦出了问题 那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好吧 本来秦飞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既然武王态度这么坚决 那秦飞也没有再坚持 有些原则可以破坏 可有些原则却不可动有 很显然秦飞就是触碰到了后者 那我以战王的身份 来问问这集训营的一些细节 总可以吧 集训营是由武王和冥王商议 秦飞到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 这集训营到底是个什么集训方法呢 这个问题你让冥王来慢慢跟你解释吧 说完武王手臂轻轻一挥 顿时一股秦飞无法反抗的力量 就在他的面前爆开 他和冥王被硬生生的推了出来 这傻人啊 动不动就把人往外面推 我们又不是没长脚 回头看了一眼武王的修炼密室大门 秦飞顿时嘟嘟当当的抱怨了起来 行了 别说这些了 你赶紧替我调理一下身体 这时冥王拉了秦飞一下说道 这几天他完全就是无休止的在练丹 中途都不带歇息一下的 或者再说吧 冥王的状态的确很差劲 如果他再不休息 怕是铁打的人也要倒下 所谓的调理 无非也就是 秦飞拿自己的真气 在冥王体内过一圈 而等到秦飞运功结束 冥王的脸色已经好看了不少 呼 这下舒服多了 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冥王这才对秦飞说道 所谓的集训营 其实就是把人送入到不同的战场当中去 让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接受魔力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激发人体潜能 可现在的地球上 哪里还有战场 秦飞疑惑道 表面上的确是没有战场 可在寻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争斗却是无处不在 就比如我们武安局一样 每年都要经历的大大小小战役几十起 这些都可以划分为小型战场 那你能给我说说 苏妹和关妙一江会划分到什么区域吗 秦飞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秦飞 这种机密 你还是不要询问了 我们不能因为你 一个人的原因 就主动破坏全盘打局 冥王苦笑着回答道 我可以教你炼制比补气单 更高级别的宁气单 秦飞抛出了自己的条件 别说是宁气单了 你就算是要教我炼仙单我 也不能告诉你这些 其实一开始 他和武王开始筹备这个计划的时候 想过要把秦飞拉进来 可武王却说 秦飞喜欢意气用事 外加上 一旦他的人进了集训营 搞不好秦飞 就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没有让秦飞加入进来 现在看来 武王果然是高瞻远主 秦飞的确是个不稳定因素 每一个小队伍的行踪 都是绝密消息 这是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所以你就不要想着 从我这打听什么消息了 他们的行踪不泄漏 我们才能够保证 他们不会被暗魂组织 这样的邪恶势力发现 武安局虽然是华夏的国家安全部门 可谁也不知道 武安局内部有没有别国的细作 一旦他们的行踪被人发现 那武安局这边 肯定是来不及救援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死守秘密 只要最高层 不把具体行动路线抖出来 那别人也就无从得知了 至于秦飞刚刚说的 明王和武王除了秦飞自己外 恐怕谁也不会信任 真不能说 武王不肯告诉自己 现在竟然就连明王也不肯告诉自己 一时间秦飞颇有些泄气的感觉 我知道你担心你的人 可咱们武安局的人 谁不是爹妈生爹妈养的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 局里全都会一视同仁 所以此事就不用过问了 我只是单纯的 不想他们出事罢了 秦飞吐出了一口气解是道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鸟笼里飞不出熊鹰 你如果不懂得放手 那他们永远也做不到独当一面 做亲生父母的 尚且要看着自家孩子远行 你又何必把他们硬生生拴在身边 况且 他们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集训营 这说明他们有一颗变强的心 此事就无需再插手了 也别想从我嘴里 套出半点有用的东西 那好吧 人家明王好话歹话都已经说完了 如果秦飞还追问 就是在故意打压人家的进取之心 他一路都在变强 别苏妹何观妙依 同样也有这种想法 只不过 他们没有秦飞这样的机缘 只能选择进集训营 这是我手里剩下的全部补气丹了 大概有20枚 你拿去给大家分了吧 说话间 秦飞将自己空间戒指中的补气丹权 拿了出来 宁气丹秦飞 刚刚全拿给了苏妹何观妙依 所以 他只剩下了补气丹 好 那我替所有即将参加集训营的人 谢谢你 将秦飞的丹药接到手里 明王十分郑重地说道 这三天时间 他虽然在武王的监督下 一直都在练丹 可他这个初学者 在炼制丹药的时候 仍存在着不小的失败率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所炼制出来的全部丹药 根本就不够这第一批 参加集训营的人分 苏妹何观妙依 之所以能先分道 那也只是因为 他们比其他人修为更强 价值更高罢了 眼下有了秦飞拿出来的这些丹药 那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人手一枚了 说这些就太严重了 先拿去给大家分了吧 行 今天晚上参加集训营的人 就得出发前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所以 明王也没有犹豫 立刻拿着丹药去发放了 而在明王去分发丹药的时候 秦飞也来到了姚世杰所在的位置 自己可是姚世杰的师父 既然现在来了基地 那怎么也得去看看他 敲响姚世杰的宿舍大门 很快秦飞见到了他 师父 看见秦飞 姚世杰对着他一拜之后 恭敬叫了一声 不错 目光从姚世杰身上一扫而过 秦飞很快就满意地点了点头 因为他的境界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破到了凝神出气 什么不错 姚世杰被秦飞说得一愣 我说你修行得不错 竟然都已经突破到了凝神出气 这一次的集训营 你报名参加了没有 回师父 没有参加 姚世杰回答道 没参加 这一次轮到秦飞一阵了 第1063章 大哥你救我啊 要知道集训营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魔力武安局的这些人 姚世杰作为武安局 新一代的年轻天骄 他肯定在武安局的 重点培养对象里 可他竟然不参加集训营 这不是平白错过了 这么一个好机会吗 为什么没报名参加 秦飞忍不住问道 因为我的境界 已经快要突破到凝神中期了 我打算等修为突破到凝神中期后 再去参加集训营 姚世杰老老实实地说道 你哦 听到这句话 哪怕是秦飞 也忍不住对姚世杰 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一旦他修为突破到了凝神中期 那神境后期 也不见得能杀了他 这绝对是实力的巨大飞跃 自己身为他的师父 那自然也脸上有光 秦飞没想到 姚世杰这个后修炼的人 竟然还能赶在所有人的前面 这弄不好 今后他还能把自己给超越了 若是真有这么一天 自己这个当师父的 可就丢人了 师父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要闭关修行了 这时 姚世杰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他的时间宝贵 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之上 就比如说 之前明王请客 他都没有露面 而是一直待在了基地中修行 那你好好修行吧 自打上次的事情过后 姚世杰的性格已然大变 秦飞也不知这究竟是好还是坏 好的是他现在全身心都铺在了修炼这一条路上 坏的是 秦飞担心他的性情会变得孤傲 总之 这事有利又有弊 从姚世杰这里离开 秦飞又去见了姚江一面 并且向他询问了 最近有关于姚世杰的事情 而姚江的回答 让秦飞大吃一惊 因为姚世杰从年前一直到现在 都未曾离开自己的宿舍一步 过年他没有回家 别人敲门他也不开 甚至就连姚江这个当父亲的 去敲他的门 他也不开 姚江为此正心中担忧呢 他可就姚世杰这么一个儿子 如果姚世杰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别担心 他现在好端端的 而且修为即将突破到宁神中期 到时候 他恐怕也会成为咱们武安局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了 大家都敲不开姚世杰的门 而自己却可以 看得出来姚世杰还是有一颗感恩之心的 因为秦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相当于给了他第二次性命 他既然能给自己开门 那说明自己在他心中还是有分量的 一个尊师重道的人 想必今后也不会成为坏人 这倒是让秦飞松了一口气 而当秦飞问及有关于集训营的事情之时 姚江却表示他并没有参加进去 不是他不想 而是武安局有硬性规定 超过三十岁的人一律没有参加集训营的资格 姚江现在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没有提交申请的资格 自己无法参加集训营 为此姚江内心还颇为遗憾 毕竟他从进入武安局以来就经历了很多的战斗 而现在这明摆着能磨砺的机会他却无法获得 当然心中爆汗 他望了姚江父子之后 秦飞又见了诸葛胖子一面 和之前秦飞见诸葛丽的时候不同 当时的他可是吨位高达一百八 十足的大胖子一个 甚至称得上是整个武安局当中最胖的选手 而现在他顶多也就是一百五十斤 看起来瘦了不少 大哥你得救我啊 一看到秦飞 诸葛丽就像是看见了大救命一样 哭着喊着就冲上来抱住了秦飞胳膊 你好端端的又没有死 我救你干什么 嫌弃的看了一眼诸葛丽抱着自己的胳膊 随后秦飞浑身一震 请客间 诸葛丽被他硬生生弹飞出去了数米之远 大哥 你是不知道啊 那性情的实在是太变态了 不仅每天要给我安排诸多的训练任务 而且我睡觉都只能睡三个小时 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诸葛丽满脸都是委屈之色 不清楚的 恐怕还以为是秦飞欺负了他 这不挺好吗 秦飞瞥了诸葛丽一眼 有人给你制定修炼计划 并且给你指路 你应该感谢人家才是 我感谢个屁 诸葛丽满脸都是愤恨之色 他这是在故意压榨我 这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 我特忙 打住 秦飞伸出手 打断了诸葛丽 接下来要说的话 你不用给我说这些废话 我就问你一句 你想不想变强 当然想啊 可是变强 你知道姚世杰现在是什么境界吗 秦飞又一次打断了诸葛丽的狡辩 什么境界 秦飞的话 引起了诸葛丽的强烈好奇 要知道 自打秦杰把他收为徒弟之后 他已经许久都没有见过姚世杰了 而他也向秦杰打听过 有关于姚世杰的情况 那秦杰哪会告诉他这些啊 只说 他恐怕给人家提携都不配 诸葛丽在追问 那么接下来他所迎接的 肯定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秦杰训练他 可没有把他当人看 完全就是往死离整 正因如此 诸葛丽才会倍感委屈 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他已经突破到了宁神中期 秦飞平静地回答道 什么 诸葛丽的声音 强行提升了数个分贝 一双眼睛瞬得浑圆 他没听错吧 姚世杰这混蛋 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宁神中期 这绝不可能 对 一定不可能 大哥 开玩笑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诸葛丽面部表情 极为不自然地说道 如果你觉得 我是在和你开玩笑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他求证 行 找就找 说着 诸葛丽立刻起身往宿舍那边走 一下子停了下来 只见他神色僵硬地转过了头 随后才满脸哭丧地对秦飞说道 大哥 你告诉我 你刚刚是骗我的 对不对 是不是骗你的 你自己去看看 不就明白了 秦飞立刻冷笑着回答道 算了 我还是不去了 诸葛丽现在的境界 才突破到巨棄后期 他就算是见到了姚世杰 又能怎么样 他可是早就知晓 姚世杰已经突破到了宁神期 就算是对方没有突破到宁神中期 那收拾他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与其自己过去找不痛快 那还不如发愤图强 尽全力地追赶对方 想当初他和姚世杰修为差不多 可这才多长时间 他竟然就被人家全方位超越 作为一个从小就接触修炼的人来说 他心中的颓废感还是挺强的 大哥 这件事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说说另外一件事 有什么委屈 你能不能一次性给我哭诉完 你不知道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吗 秦飞满脸都是无语之色 大哥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姓秦的 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他竟然给我报了咱们局里的集训营 我听说参加这集训营的存活率 甚至都不到一半 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不想去 贪生怕死 可不是强者作风 而且这集训营都还没有开始你 就在这里散布谣言 你难道就不怕冥王抓住你 然后把你的舌头割了 集训营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训练他们 有死伤率是正常的 至于说死伤率会达到一半 秦飞估计没有这么离谱 因为若是这样的话 武王和冥王 可能就不会展开这样一次行动了 武王局本就人少 如果再以这样的死伤率弄下去 那武王局可能就是名存实亡了 估计诸葛丽就是为自己害怕 而找的一个借口 我还这么年轻 可不想英勇就义 所以大哥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去说说 我不想参加这什么集训营 诸葛丽满脸都是拒绝 你觉得我说了管用吗 秦飞反问道 管用 怎么不管用 你的面子这么大 那老头肯定不敢和你唱反调的 那你可真就看错我了 你的事情得你自己去说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自己又不是诸葛丽的妈 外者说秦杰这样做也是为了诸葛丽好 自己更没有理由插手了 倘若今后参加集训营的人都有所成就了 到时候诸葛丽这个大胖子 又跑来怪自己怎么办 所以这种事秦飞不会管 也不想管 大哥 你不爱我了 见秦飞不肯帮自己出头 一时间诸葛丽满脸都是忧怨之责 滚 哪知他话才刚说完 秦飞一脚就踢在了他的身上 将其踹飞出去了十几米之远 发情商一边发去 别在这里恶心我 秦飞满脸嫌弃的说道 我只是没事过来看看你们 可不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 你接下来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你如何才能够在前线活下来吧 这算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啊 我不活了 你们都想要我去送死 听到秦飞的话 诸葛丽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一样 一屁股就跌坐在了地上 像个泼妇一样大喊大叫了起来 还好这里没人 要不然指定叫人家看笑话 不活 那你现在就自吻吧 秦飞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把倒霉弹的武器 哐愣一下就丢在了诸葛丽的面前 咕噜 看着脚下的东西 诸葛丽一时间愣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秦飞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他这么年轻才不愿意死 秦飞这是搞他呢 第1064章 急讯迎出发 嗯 怎么不喊了 看到诸葛丽一脸发猛地坐在地上 秦飞开口询问道 大哥 你难道就不能配合 我一下吗 诸葛丽无语道 我好像没有权利配合你眼这些 而且你看看那边是谁来了 秦飞所指的方向看去 原本还坐在地上 一脸生无可恋的诸葛丽 就像是屁股上安装了弹簧一样 瞬间就从地上崩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他脸上的异样表情 也全部转化成了谄媚之色 师父 您老人家怎么有空跑这儿来了 一边小跑 一边诸葛丽还在演戏 只可惜 秦杰老早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他几乎看到了整件事的全过程 所以 他哪会给诸葛丽好脸色看啊 几乎就在诸葛丽 才刚刚冲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抬起腿 就是一脚 砰 一气呵成的一脚 将诸葛丽踹飞出去了二十几米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还好这武安局总部里面的地面是特制的 这才没有让诸葛丽砸出一个大坑来 可饶是如此 诸葛丽也险些被这一腿踢的断气 秦杰对他 可是真的打 就插下杀手了 好的东西不学 竟学些歪门邪道 你这是 替老夫抹黑 替你的尸门抹黑 我现在就罚你 回去抄一百遍门规 有问题没有 秦杰黑着脸 对诸葛丽问道 没 没问题 诸葛丽一脸苦涩 但却一点也不敢反抗 要知道 秦杰为了约束他的行为 那门规起码上万字 这要是抄一百遍 估摸着他的手也要废了 这哪里是教自己修行的师傅啊 这简直就是活颜忘 诸葛丽甚至觉得 秦杰肯定是上天派遣下来惩罚自己的 简直把自己往死里整了 滚吧 秦杰对诸葛丽 那是真的严苛 看得秦妃眼皮子都忍不住一跳 虽然他不知道 秦杰口中的门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通过观察诸葛丽的表情 秦妃就知晓 这指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混账东西 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让你看笑话了吧 支走了诸葛丽 秦杰也迈步走到了秦妃进前 这算哪门子笑话 不过我觉得 你的教学方式的确是有点欠妥 你就不怕 把他彻底搞崩溃 然后判出师门 呵呵 你看他胆吗 秦妃冷笑一声 随后瞥了秦妃一眼说道 他要是不想要自己的两条狗腿 那他倒是可以这样干 行 还是你厉害 不得不说 诸葛丽这个大胖子 已经让秦妃拿捏得死死了 打又打不过人家 那他只能被动承受了 这魂球平日里懒散惯了 如果我再不强加压力 估摸着他就要废了 我这可是为了他好 行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叫人方式 秦妃对姚氏杰的调教方式 就是放养 而秦妃这样的性格 明显不适合放养 或许秦妃这样效果更好 和秦妃简单交谈了两句后 秦妃聚到了自己的休息室 每一个待在总部这边的武安局成员 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休息室 秦妃自然也有 只是当他来到自己的那一间休息室之时 他却发现里面早就已经住了人 而且还是自己不认识的人 湛王你有什么事吗 看着站在门外的人 宿舍里的这位武安局成员 满脸都是疑惑之色 没事 你好好休息 武安局的未来还要靠你们支撑啊 秦妃老气秋横的朝对方说了一句话 随后他一脸尴尬的离开了这里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宿舍竟然被其他人住进去了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吗 这也太坑了 想到这儿 秦妃顿时气冲冲的跑去找冥王理论去了 你这是怎么了 见秦妃气冲冲的跑到自己跟前 冥王一愣后赶紧询问道 还问我怎么了 我问你 我在咱们基地内的宿舍 为什么被其他人搬进去住了 被别人住了 冥王挠了挠头 随后看向了自己旁边的这间屋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房子好像一直都没有人住过吧 他用手指了指旁边的这间房说道 嗯 这房才是我的 看着冥王所指的房间 秦妃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 而冥王也很快反应了过来 反问道 你该不会跑你之前的宿舍去了吧 嗨嗨 没有的事 你别瞎猜了 秦妃干咳两声 马上就出言否定了 只是冥王哪里听不出 秦妃这话里的尴尬意味啊 他轻笑了一声解释道 是这样的 从你接受战王封号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在咱们武安局拥有了一间独立的休息室 嗯 就是我旁边这一间屋子 豪华单人套房 还带卫生间 你管这叫豪华 目光往这间休息室里瞥了一眼 秦妃马上就忍不住摇头了 所谓的休息室里 只有一张桌 外加一个卫生间 这恐怕都比不上外边几十块钱 一晚上的黑旅馆 和别人的宿舍相比起来 这难道还不够豪华吗 你这不是偷换概念吗 其他的宿舍的确环境更差 就连最基本的私人卫生间都没有 不过武安局作为华夏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外加上住在这里的又都是修炼有成之人 说实话 这点条件的确是差了点 秦妃 你别总拿外界来和武安局做比较 这是奉献的地方 不是贪图享乐之地 只要大家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够了 叔父从来都是留着死人去享受的 明白吗 是 你们说什么都有理 懒得和你说了 既然自己在武安局总部有属于自己的休息室 那接下来就方便多了 秦妃直接走进了属于自己的这一片空间 并且顺势就将房门给关了起来 参加集训营的人 晚上才会从武安局这边出发 自己作为战王 那是肯定要参与相送的 要不然 别人恐怕都还以为他 这个战王形同虚设呢 你这小子 见秦妃把自己关在了门外 冥王苦笑一声 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 秦妃虽然嘴巴有点毒 但心肠却是好的 只要有这一点 那就足够了 其实 武安局之所以这般装修 那完全是因为 过去最上面的那位曾说了 一定要发扬前人艰苦朴素的精神 要不然也不会如此 不过这些话 冥王估计就算是和秦妃解释了 也没用 反正这家伙 又不经常在这住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秦妃感觉自己 在休息室里 还没有待多久 他的房门就被人给敲响了 秦妃 赶紧出来 集训营的人 一会儿就要出发了 听到这声音 秦妃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仿佛有那么一瞬间要停止 他是真不想苏妹和观妙一走 可他们偏偏又要走 而且 自己还没有什么的理由阻止他们 来了 想到这些事情 秦妃便觉得心中沉重 迈着略显沉重的步子 秦妃跟随着冥王 来到了即将出发的大广场 苏妹和观妙一 他们这些第一批参加集训营的人 已经集结好了 黑压压的一片 估摸着得有四五十人 这些人 可都是经过武安局这边 精挑细选出来的 全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诸葛丽这个大胖子也在其中 正一脸生无可恋的盯着秦妃看 一百遍门规 他都还没有抄完 就让秦杰硬生生拎到了这里来 他知道 自己恐怕逃不过这一劫了 秦妃不帮自己 他只有玩玩 特别是 当他在队伍中 还没有看到姚世杰的时候 他更是心中难受 凭什么 他一定就要参加这集训营 但姚世杰却可以不用来呢 立正 看到冥王和秦妃到了 这些人全都站得笔直 目不斜视 秦妃 你要不要讲两句 这时冥王开口问道 不讲了 你自己来吧 秦妃直接拒绝了 按照五安局的规矩 无论执行何种任务 那都少不了战前演讲的 冥王讲的 那叫一个滔滔不绝 振奋人心 但秦妃的一颗心 却是有些微凉 因为他的眼睛 一直都在盯着人群中的苏媚和观妙异 而他也发现了 他们两个人 都不敢和自己的目光对视 一直都在躲闪 一番演讲下来 在场的这些人 齐齐发出了怒吼的声音 大家的情绪 都让冥王给调动了起来 而随着冥王演讲结束 武王也现身了 集训营 可是五安局少有的大任务之一 而且关乎五安局未来的命运 武王当然要出来相送 诸位 山高路远 我将在这儿等着你们修成归来 武王的话很少 说完这句话后 他就闭嘴了 在诸多武安局成员眼中 武王是神秘的 是严厉的 所以 他没有必要多说 他得维持自己的人设 是 现场再度气息爆 发出了震天之音 我希望 你们今后都能一个不落地丢回来 现在大家就出发吧 这时 冥王挥了挥手 请客间立刻有一队武安局成员 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们是各个小队的队长 将带领他们的队伍 前往不同的地方历练 看着苏妹合观妙衣 也在别人的带领下 即将离开这里 秦飞再也忍不住了 你们这队等一下 秦飞强行叫住了苏妹他们这一队 湛王大人 您有何吩咐 苏妹他们的队长开口问道 这儿没你的事 你去前面等着 是 第1065章 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迈不来到苏妹合观妙衣的近前 秦飞看着近在咫尺的两人 随后这才低声说道 此行路途既遥远又危险 你们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 如果真碰上了解决不了的麻烦就跑 我虽然还做不到个人武力 称霸这颗星辰 但保护你们还是绰绰有余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秦飞 你就放心吧 我们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 我一定会活着归来的 这时苏妹故作轻松说道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 现在你们要走 是不是得给我一个拥抱 秦飞问道 来吧 苏妹率先张开了自己双臂 而秦飞也没有犹豫 直接将苏妹那柔弱无骨的娇躯 拥入到了怀里 这一次 她抱得格外用力 那双手勒的苏妹都险些喘不上来气 不过 苏妹并没有说什么 亦没有挣扎 她用自己的双手 轻轻环抱住了秦飞的腰 两人似乎正在享受这一刻 独属于他们的世界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见秦飞和苏妹竟然抱着不肯松开了 一旁的关妙一立刻就有意见了 行 我让给你 苏妹倒是大方 直接把秦飞放开了 而几乎就在她放开秦飞的这一刹那 关妙一直接就是一个虎扑 她跳起来搂住了秦飞脖子 而后整个人挂在了秦飞身上 你放心吧 我和妹儿姐一定好好地回来 你一定要在家里等我们 说完关妙一更是大胆 直接稳住了秦飞 没脸看 看到关妙一竟然对秦飞做这样的事情 一时间 武王和明王都忍不住别过了头 果然还是年轻好啊 激情四射 明王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一阵深情的升稳过后 秦飞恋恋不舍地把关妙一放了下来 你们走吧 说完这句话 秦飞转身就走 出发 而在不远处的那个小队长 听到了秦飞这句话之后 也没有犹豫 立刻叫出了出发口号 每一支小队伍 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耽搁 随着大家都进入到地下隧道乘车出发 原本还黑压压的出发广场 现在空荡荡的一片 只剩下了秦飞和明王武王 别担心 都是成年人 没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这时明王安慰了秦飞一句 但愿吧 秦飞 把你的手伸出来 就在这时 武王忽然对秦飞说了一句话 你想干什么 秦飞神色一紧 开口询问道 让你伸出来 你就伸出来 难不成我还会害你不成 武王神色一沉 行 我倒想看看 你搞什么要额子 秦飞伸出自己手 送到了武王面前 原本秦飞还以为 武王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自己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武王 并没有拿东西出来 只是在他手心处写了一个字 他写字的速度飞快 快到人的眼睛都反应不过来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武王转身就走 等到他走了之后 秦飞这才如梦初醒 如果他刚刚没有记错的话 武王在他手心写了一个飞字 难道这就是苏妹和观妙依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吗 除了这个解释 秦飞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 看来武王也并非是油言不尽 他还是有心善这一面的 冥王 认我这个朋友吗 将武王的恩情记在心中 秦飞又把目光放在了冥王身上 这儿没有外人 你有话就说 用不着拐弯抹角 冥王道 这集训营今后归谁管理 还能归谁 只有我 冥王苦笑着回答道 武王作为武安局领袖 他兼顾的是全局 而具体的细节任务 就只能落在冥王的头上了 既如此 那今后一旦苏妹和观妙依遭遇了危险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通知你有什么用 你难道还能长翅膀 飞他们面前去 冥王翻了翻白眼道 刚刚武王动作太快 他也没有弄清楚 武王到底对秦飞的手做了什么 所以 他对秦飞说的这句话 自然倍感无语 我能不能长翅膀 你就不用管了 总之你就给我一句话 这事儿到底行不行 既然你都向我开口了 你觉得 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秦飞对冥王的帮助可不小 又教他医术 又教他炼丹 现在秦飞这点 小事求到他头上了 他只能答应了 多谢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秦飞没有再迟疑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要处理 先走一步了 行行行 你走吧 冥王接下来还要继续炼丹 所以 即便秦飞不走 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了 毕竟武王可是又给他下达了一批单要炼制的任务 这需要花费他大量的时间 从武安局出来 秦飞便直奔龙女所在的区域而去 依旧是哪个废弃的矿洞 只不过和上次来时不同的是 龙女和秦纳姆的人并没有再发生冲突 而且在龙女的驯服之下 这些黑人全都老实了下来 毕竟要是他们在虎狗 可能他们连自己的栖身之地都得弄没了 主人 您怎么来了 当秦飞来到矿洞里面的时候 龙女满脸都是意外之色 怎么 不欢迎我来 秦飞问道 欢迎 自然欢迎 说到这儿龙女忍不住向秦飞说起了这几天 她的训练成果 这些秦纳姆的手下刚开始的确是桀骜不逊 可经过上次的事情过后 这些人全都开始老老实实地接受她的训练 并且效果还不错 就比如说 现在他们的配合攻击就挺不错的 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他们能派上用场了不 应该 可以吧 龙女有些不确信地说道 她不过才训练这些人几天 都还没有实际操作过 所以 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 她自然也不清楚 既然可以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下达一项新的任务 是 听到秦飞的话 龙女身躯一阵 随后眼神中也流露出了光芒 要知道 自打回华下后 她一直等着秦飞的命令 她是专业杀手出身 存在的意义 就是在暗中执行任务 叫人还真不是她的长相 听到秦飞的声音 那几个黑人也迅速围拢了上来 很显然 他们也对秦飞嘴里的任务兴趣十足 主人 不知道您想要杀谁 这时 龙女疑惑问道 此次任务不是让你们去杀谁 这样吧 你们明天早上就出发 直接前往非洲大地 并且保持静默 秦飞想了想说道 苏妹和关妙 一今天晚上才刚刚出发 就算是他们赶到非洲 恐怕也要等明天才会执行任务 所以 从时间上看 是来得及的 啊 回非洲 龙女上没有什么表现 但这几个黑人 却是奇奇大叫了出来 要知道 他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非洲逃出来 但现在秦飞却让他们回去 一旦他们被人抓住 那岂不是死得连骨头渣子都不上 不行不行 我坚决不去非洲 实在是太可怕了 想当初暗魂组织击杀 他们这些人的时候 完全就是见一个砍一个 连全尸都不带流的 正因如此 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 跑来华夏投靠基纳姆 可现在秦飞到好 竟然又把他们弄回非洲去 这不是叫他们去送死吗 混账东西 见这些黑人 竟然想要拒绝执行任务 龙女的脸色 立刻就垮了下来 之前我怎么教你们呢 要坚决执行上司给的命令 无论是何种命令 皆是如此 可我们还不想死啊 其中一个黑人苦着脸说道 我只是让你们去非洲大帝 等候我的下一步命令 没有让你去送死 你难道听不懂人话吗 本来秦飞就对这些黑佬 印象不怎么样好 现在见他们 竟然反驳自己的话 他自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 甚至他都想一脚 将对方踹死 不过最后 秦飞还是忍住了 因为这些黑人 好歹也是基纳姆的人 不看僧面看佛面 他总的卖基纳姆一个面子 原本这种任务 派给基纳姆是最合适的 但奈何基纳姆实力太高 一旦他去了非洲目标 实在是太大了 到时候 暗魂组织再从中横插一脚 只怕会弄巧成拙 所以派遣龙女 他们过去是最好的选择 龙女 明天一早 你们就出发 倘若这些黑人不听话 全部驱逐出境 是 秦飞并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就算没有这些黑人存在 龙女他们 一样可以发挥出作用 主人 那我们的训练还继续吗 龙女又问道 如果这些黑人不脱离队伍 那当然继续 如果他们不肯去 那你们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扎根下来 记住 平日里没事之时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自己在外面敌人可不少 龙女他们上次就被人当做把柄抓住 拿来威胁自己 秦飞可不想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他要的是 龙女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而不是变成自己的软肋 主人放心 我们一定坚决执行任务 龙女的声音坚定有力 对了 如果你们钱不够用随时找我 不用再去执行杀手任务了 忽然秦飞就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连忙对龙女说道 他可不想龙女等人 因为钱而破坏自己的计划 第1066章 准备后手 苏妹合观妙依将去非洲大地 寻求突破的契机 秦飞能做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了 但要送了 人也安排了 接下来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从龙女他们所在的矿洞中出来 秦飞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随后 他这才回到了自己停车的地方 开车返回了明月一号 回到家里 慕容清露雪晴以及染灵都在 只是家里一下子少了两个人 这让秦飞的心里 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一屁股坐在沙发之上 秦飞一动也不想动 秦飞 你回来怎么不开灯啊 真是吓死个人 楼下的慕容清 听到楼下开门的动静 立刻打开房门出来查看情况 而当他看到是秦飞回来之时 他原本紧张的神情 这才慢慢放松了下来 他们走了 看着从楼上走下来的慕容清 秦飞呆呆地说了一句 哈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他们走了 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看你的魂 好像都让他们给勾走了 慕容清白了秦飞一眼 随后这才说到 他们走了 不还有 我和雪晴姐和灵儿吗 你不会孤独的 说话间慕容清主动坐在了秦飞身边 随后 他用手臂勾住了秦飞脖子 让他斜躺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你可是堂堂武安局战王 整个龙都手屈一指的大人物 如果让别人知道 你为了两个女人 伤心成这个样子 指不定 他们还会怎么在暗地里编排你呢 哼 我看谁敢 秦飞冷哼了一声 这嘴长在别人身上 你管得了一个 难道还能管住所有人的嘴不成 慕容清用手轻轻抚摸着秦飞脑袋 低声说道 别想这么多了 去我房间里早点休息吧 我相信明天你可以继续做回你自己 那你呢 秦飞抬起头问了一句 我当然也要休息了 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呢 那走吧 一夜温存 第二天 秦飞早早就从慕容清的房间离开了 因为一道强大气息已经来到了别墅之外 是基纳姆 大哥 你怎么把他们又弄回非洲去了 一见面 基纳姆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要知道 这几个黑人 可是他在非洲那边最忠实的小弟 也是实力最强大的几个人 他们好不容易才从非洲逃出来 但现在 秦飞又把他们给弄回去了 放心吧 暗魂组织不可能一直盯着他们这些小人物 你太过启人忧天了 而且 我只是让他们换个地方接受训练 只要他们能管住自己的腿 暗魂组织也不会找到他们的 暗魂组织的确很强 据点遍布全球各地 可距离圣域试炼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的报复早就已经结束了 区区几个神境 还不值得他们大动干戈 好了 我早就和你说过 我手底下不会养闲人 他们既然吃我的饭 那就要付出一定代价 如果你还要执意和我争辩什么 那你大可以打电话 让他们脱离队伍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见基纳姆还想说什么 秦飞直接拿话堵住了他的嘴 果然 这句话一出 基纳姆立刻就不说话了 基纳姆虽然是地道的非洲人 可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上从来都没有白吃的午餐 既然他的人都已经归顺到了秦飞旗下 那自然就要接受秦飞的统一调配 就如同他自己一样 他现在不也要帮秦飞在暗中保护人吗 大哥 刚刚是我冒犯了 我向你道歉 基纳姆对着秦飞弯腰道歉道 你是圣镜 是天底下用手兜手的过来的强者 与其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浪费时间 那你还不如想想办法 怎么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才是你当前最应该做的事情 大哥教训的是 我记住了 基纳姆低头说道 好了 你回去吧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说完秦飞转身就回到了别墅 而刚刚才打开别墅大门 陆雪芹也和冉灵也起床了 秦飞 怎么今天起这么早 看见从外面进来的秦飞 正在厨房里煮咒的陆雪芹 诧意问道 早上外面空气好 所以就随便出去溜了溜 秦飞找了一个借口 那你一会儿别乱跑啊 他立刻拍着自己的胸膛说道 早上陆雪芹熬制的是海鲜粥 味道咸香 秦飞一口气 直接干了三大碗 这才作罢 还好陆雪芹熬制的份量足够多 要不然都不够大家分的 而吃过早餐过后 陆雪芹将秦飞拉到了一边 秦飞 你今天有空吗 陆雪芹问道 雪芹姐 有什么事情你 尽管吩咐就是了 咱们又不是外人 是这样的 思思不是在阿姨那边待了许多天了吗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要不你今天去把人给接回来吧 金兰和秦初龙 已经阔别二十来年 没有见过面 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才重聚在一起 把陆思思放在中间 影响他们的二人世界 陆雪芹自然心中过意不去 再者说 陆平这家伙 到现在都还闲着 他可是领着秦飞发放的高额工资 自然得发挥作用才行 他来带孩子 最合适不过 雪芹姐 我看你是想思思了吧 秦飞微笑着 戳破了陆雪芹的借口 其中原有个参半吧 陆思思可是陆雪芹的女儿 她想自己女儿也无可厚非 就算是她不能够全天陪伴在女儿身旁 但最起码 她下班回家后 可以看到自己的宝贝 行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待会我就去他们那边 把人接回来 麻烦你了 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包在我身上就是 没过多久 陆雪芹他们三个女人都去上班了 而等他们走后 秦飞也没有歇着 她得驱车前往金兰他们住的地方 只是刚才坐进车里 秦飞这才想起 自己好像都不知道 母亲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身为人子 她连这个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摸清楚 她也不好意思打电话问母亲 所以她只能厚着脸皮打电话 问了一下陆雪芹 陆雪芹的反应可想而知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 说秦飞实在是太不负责了 连自己母亲住哪里都不知道 对此秦飞也不敢反驳 只能是捏着鼻子 任由陆雪芹训斥自己 还好陆雪芹也没有说她多久 把地址报了之后就挂了电话 因为她都已经快到酒店门口了 可不能让人看到 自己这般状态 拿到了地址 秦飞没有犹豫 立刻赶了过去 秦出龙首底下 现在都还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杀手组织 每天的进账十分可观 所以她在龙都的住处 同样也是一处顶级别墅小区 不会比明月一号差多少 而且住在这里面的 也全都是龙都顶层社会的人 这不秦飞才刚刚把车开到小区门口 她就被人认了出来 对方是龙都某大型上市集团的老总 身价百亿 我说 你们这些保安是不是瞎了狗眼 你知道车里的人是谁吗 这可是咱们龙都权势最为滔天之人 赶拦她的车 我看你们真是活腻了 这个老总见秦飞的车子 被保安锁拦 立刻便勃然大怒地 朝着门口的这些保安呵斥了起来 而保安被骂 也丝毫不敢还嘴 连忙开启了道闸 秦总 这是我的名片 还望您今后能多多提醒 在外 他们这些老总 都是一等一的大人物 动动手 就会有无数的人上 赶着前来替他们服务 只不过这些东西 在秦飞面前 狗屁都不是 因为秦飞能轻而易举地毁掉 他们现有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超凡之人 若能报警这样一条粗大腿 那今后 他恐怕会有赚不完的钱 谢了 将对方恭敬递过来的名片收下 秦飞直接一脚油门 将车开进了小区里 至于刚刚这个帮自己忙的人 叫什么名字 说实话 秦飞还真不清楚 而且 他也没有必要知晓这些东西 陆雪芹已经将母亲他们 所在的别墅编号 都告诉了自己 所以秦飞很快便随着房屋编号 来到了母亲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这是一栋上下上层的独栋豪华别墅 配备假山泳池 逼格十分高 在龙都这样的地方 仅此一栋别墅 就足以卖出上亿的天价 秦出龙实力还是有的 将车停好 秦飞来到了别墅门前 他顺势就把刚刚接过来的名片 丢进了垃圾桶 与此同时 他也听见了别墅里传来的欢声笑语 陆思思已经起床了 此刻正在和秦出龙玩闹呢 至于金兰则是在厨房里忙活着 这就是一幅普通的生活居家画面 浓浓的烟火气息 只不过这样的画面 母亲和自己 却足足等了有二十几年之久 还好秦出龙现在对母亲不错 要不然 自己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儿子 你怎么来了 就在秦飞站在别墅外面发呆的时候 忽然别墅大门打开 只见金兰正拎着一个垃圾袋站在门口 他好像是要出来丢垃圾 什么 小飞来了 听到动静 别墅里面的秦出龙也迅速赶了出来 干吧 在秦出龙的后面 人小鬼大的鹿思思自然也跟着出来了 一看秦飞正站在外面 他立刻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秦飞扑了过来 我可想可想你了 被秦飞抱起 小家伙丝毫不掩饰自己言语中的思念 我也想你啊 秦飞微笑着回答道 第一千零六十七章 一口丝甜 走吧 咱们先进屋里说话吧 这时秦出龙对秦飞说道 行 既然都来到他们的家门口了 秦飞自然也想进去看看 他们家究竟如何 进入到别墅屋里 只见这里面的装饰十分豪华 不比自己家里差 而且墙上还悬挂着各式各样古代名人的字帖以及画 一看就知道是真迹 价值连成 看上什么就拿什么 见秦飞正在看墙上的东西 秦出龙在一旁说道 君子不夺人所好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现代富豪很多人都喜欢收藏这些玩意 可这些东西既不能吃 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修炼上的好处 所以秦飞才没兴趣搞这些 对他来说 有购买这些古董的钱 倒不如拿来换成灵药 最起码灵药还可以让他变得更强 小飞 快尝尝妈妈煮的面 就在这时 金兰端着两碗面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对秦飞说道 他所煮的就是最普通的鸡蛋面 既没有什么多余的调料 更没有什么名贵的海鲜 好 虽然秦飞已经在家里吃过了血清解熬煮的海鲜粥 可对于母亲所煮的鸡蛋面秦飞 还是格外的怀念 婆婆 我也要吃鸡蛋面 这时 一旁的陆思思大叫道 你这小家伙 听到这话 金兰哑然失笑 随后这才说道 你放心吧 锅里还有 我马上就给你盛 坐在餐桌面前 秦飞没有说话 只是在默默地吃着面 只是吃着吃着他眼角 就有泪水滑落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 他们家没有钱买猪肉 所以母亲就只能够给自己下了一碗鸡蛋面 而且鸡蛋都是在别人家里借来的 这件事 哪怕是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但秦飞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所以在他眼中 鸡蛋面不仅仅是面 更是一种浓浓的回忆 你这孩子 吃面就吃面 你哭什么 这时 金兰敏锐地看见了秦飞眼角的泪水 开口询问道 妈 你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吗 秦飞问道 时间过去的太久 我记不得了 金兰摇头说道 您可以忘记 但我却不能忘记 说着 秦飞主动将这一件事 拿出来说了一遍 而听完他的话之后 金兰这才说道 这都沉枝骂烂骨子的事情了 还提这些做什么 妈 我这只是一苦思甜罢了 小兰 是我对不起你们 一旁 秦出龙低声说了一句话 他知道 秦飞刚刚这些话 就是专门说给他听的 别人家过年都有肉有糖 可他们家却连一颗鸡蛋 都要落魄地去邻居家界 可想而知 他们过去的生活 有多么的不易 秦出龙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他的确亏欠了秦飞母子太多 当初他本来有机会 可以帮衬秦飞母子 可奈何当时他投鼠忌器 最后选择了无事 所以 每当回想起这些事 他又何尝不是彻夜难眠 还好秦飞自己争气 要不然他到现在 恐怕也无法和秦飞母子相认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你真正对不起的人 是我妈 这时秦飞看了秦出龙一眼说道 是 我混蛋 我不是人 我打我骂我都可以 秦出龙把自己的头低 下去说道 我说你们也俩大过年的闹什么 你们不知道 思思还在吗 就在这时 金兰看不下去了 当即喝了一声 小飞 还有你没事老提这些做什么 难道咱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够好吗 妈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的 见母亲生气 秦飞也连忙道歉 好了好了 一家人哪有什么迈不过去的看 吃面吧 对了 一会吃面过后 我要把思思接回去 他妈妈有点想她了 一边吃面 秦飞一边开始说正事 这可是雪晴姐拜托给自己的事情 自己自然要完成 现在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她工作那么忙 把思思放在我这里不好吗 再者说她若是真想 也可以直接过来看思思思吗 金兰说道 妈 这可是雪晴姐特地委托给我的事情 您就不要让我家在中间难做了 再者说 您把人带得再好 也始终给不了他妈妈的爱 一会儿我吃完面 就带他回去了 是不是他嫌我带人带得不够好啊 这时 金兰忽然问道 妈 您想哪里去了 雪晴姐不是这样的人 她就是单纯的想孩子了 婆婆 要不我还是跟干爸一起回去吧 我在这几天 你和爷爷都不在一起睡觉了 这时 路思思小声的说道 你这孩子 瞎说些什么呢 金兰让路思思这话说的脸上也忍不住一红 婆婆 我可没有瞎说 我听同学说过 这结了婚的人 就应该睡在一起 我不能影响你们的正常生活 你这都是些什么坏同学啊 可别听他们瞎说 金兰也没想到路思思这么人小鬼大 一时间 他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嗨嗨 既然思思的妈妈想他 那就让他把人带回去吧 这时 秦初龙帮着说了一句话 好好 我一个人说不过 你们三个 只要不怪我 没把人带好就行 金兰没好气地 白了自己丈夫一眼 随后这才开始低头吃面 一碗承载着回忆的鸡蛋面 很快就让秦飞给缩完了 而吃完面之后 秦飞本来想带路思思走 但他却让秦初龙给叫住了 小飞 你跟我过来 我有点正事 想要和你说 有什么事 就在这说吧 秦飞回答道 是有关于暗魂组织的消息 你确定我要在这里说 秦初龙看了一眼 秦飞问道 那你跟我来 暗魂组织 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名昭著的势力 这些东西 秦飞并不想让身边的人接触太多 所以 他直接把秦初龙带出了别墅 来到了外面 现在可以说了 目光四下探视了一圈 秦飞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 这才对秦初龙说道 是这样的 根据我手下传来线报 说最近的暗魂组织动作频出 并且开始在北欧的某个无人区集结 具体的呢 我的组织 怎么可能接触到具体细节 甚至就连靠近都不敢 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 主要就是想提醒你多个心眼 这个组织最近应该是 有什么大动作 不管他 现在暗魂组织是自己 为眼中定肉中刺 一旦自己出现在华夏外面 搞不好 他们全都会蜂拥而至 上次在美洲那边 秦飞就已经见识过他们的疯狂了 一旦再给他们同样的机会 只怕他们会更加疯狂 所以 他们所组织的行动 秦飞可没兴趣参与进去 也不想参与 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我就要带人先走了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小心一点 秦初龙主要就是担心 暗魂组织会针对秦飞展开什么行动 所以 这才会特地把这件事 说给秦飞听 就算是秦飞没放在心上 但最起码 也能起到一个提醒作用 思思 快和婆婆爷爷拜拜 别墅门口 秦飞摸着陆思思的小脑袋说道 嗯 婆婆爷爷再见 我后面有空再来玩 陆思思一边挥着手 一边开口说道 小家伙嘴真甜 我们这里随时都欢迎你过来 到时候 爷爷带你去游乐场玩怎么样 好夜 一听是游乐场 陆思思立刻乐的跳了起来 两眼都在放光 妈 你们多保重身体 我后面再看你们 将陆思思抱起 秦飞对金兰说道 我现在吃得饱睡得暖 你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们这些年轻人 喜欢昼夜颠倒 把生物中都给搞乱了 你们才要多注意身体 我还想早点抱上孙子孙女呢 妈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是迟早的事情 又和母亲含喧了几句过后 秦飞这才带着陆思思 开车离开了这里 干爸 我想去妈妈上班的地方 你能带我过去吗 坐在车上 陆思思忽然开口询问道 妈妈现在正在上班 你过去做什么 秦飞问道 你不是说妈妈在家里想我了吗 我想过去给她一个惊喜 可以吗 行行行 我这就带你过去 人家陆思思都已经这样说了 秦飞又怎么忍心拒绝她 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再者说 酒店都是自己的产业 她想带谁 就可以带谁去 用不着顾及人家的感受 如果是在别人公司里打工 那可就不一定了 驾车前往云顶酒店 就在半道上 让秦飞把车停下 因为她想在这里买一束花 送给自己的妈妈 一个小孩子 尚且知道这般心疼自己母亲 自己这个做儿子的 的确是有些失败了 想到这儿秦飞便有些汗颜 别看陆思思岁数小 可这个新年她 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不仅有金兰和秦飞的红包 甚至就连慕容卿他们 也一一给陆思思发了红包 所以她现在手里的钱可不少 就连买花的钱 都是她自己付的 走了 看妈妈去了 拿着花 陆思思蹦蹦跳跳的上了车 第1068章 送花 云顶酒店 别看现在才开年 可随着大量回乡过年的人返工 酒店的生意 也逐步变得热闹了起来 陆雪晴作为酒店 现在最高的管理者 她身上的任务自然繁重 不仅要接待重要的宾客 还得指挥下面的人办事 真正忙起来的时候 她甚至就连上个洗手间的功夫 都没有 不过看着酒店生意越来越好 她自然也乐得忙碌 她能坐在今天这样的位置上 虽然是靠了秦飞的提携 可她也要向下面的人 证明自己的价值 要不然她怎么能服众 陆总 方氏集团的方总 大概五分钟后抵达酒店 要下去迎接吗 这时 她的秘书从外面小跑了进来 开口询问道 接一下吧 酒店行业本就是服务业 想要留住客人 那就要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 这位方总 可是他们酒店的老主顾 不仅自己经常过来吃饭住宿 而且 他把他们公司的所有商务谈判 都放在了这个地方 算得上是消费大户了 这样的人 自然值得陆雪芹下去亲自迎接 只有你显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人家才会乐意当回头客 放眼各个行业皆是如此 本来云顶酒店 就是才开的新酒店 如果抓不住这些消费大户 那岂不是亏大了 在化妆间 急急忙忙地补了一个妆 随后陆雪芹 这才带着自己的秘书 乘坐电梯 来到了酒店门口 而在他们路过酒店大堂的时候 一心忙着迎接客人的陆雪芹 甚至都没有看到 不远处坐着的秦飞和陆思思 干爸 妈妈 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厌 陆思思低声在秦飞耳边说道 不着急 他应该是有重要的工作 要做 咱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嗯 好 陆思思是个懂事的乖孩子 一听秦飞这样 说他也没有急着跑上去 给妈妈送花 而是挽起了秦飞的手机 不多时 一辆银白色的宾利车 来到了酒店门口 从车上下来了两个人 一个衣服滑贵的中年男人 以及一位金发必同的年轻人 方总 别来无恙 看到要等的人到了 陆雪芹立刻就迎了上去 陆总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我这是三天两头往这儿跑 哪是什么别来无恙 我要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吗 方显微笑着问道 放心吧 早就备好了 就等你们过来了 说到这儿陆雪芹 看向了方显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问道 方总 不准备介绍一下吗 你看我这脑子 一听陆雪芹这样说 方显一拍自己额头 随后这才热情向陆雪芹介绍道 陆总 容我介绍一下 我身旁这个是我一位重要合作商的公子 他先替代他父亲 过来考察一下我们公司 你好 笔人叫兰斯 福克斯 听到方显介绍自己 这个金发男子 也学着华夏人的礼仪 朝陆雪芹伸出了手 你好 陆雪芹伸出手同对方一握 陆雪芹也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身份 只不过 就在陆雪芹准备抽回自己的手掌之时 他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因为对方的手握得非常紧 根本就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方总 你的这位贵客 这是够热情的 这时陆雪芹对方显说道 而方显然老成精 他自然也听出了陆雪芹这话里的意思 随后 他连忙对兰斯 福克斯说道 福克斯少爷 楼上包厢里的饭菜都已经好了 咱们先上去吧 听到这话 兰斯 福克斯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一笑后 松开了陆雪芹的手 要知道 他的境界可不低 已经达到了神境中期 这样的修为 自然能轻而易举地钳制住陆雪芹 福克斯少爷 咱们先上去吧 见兰斯 福克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方显松了一口气 随后这才对兰斯 福克斯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开始在前面引路 作为云顶格的老顾客 方显口中所说的包厢 一直都是固定的 所以 他都用不着让陆雪芹来引路 方 刚刚这个酒店前台很漂亮 我很心动 随着电梯门关闭 兰斯 福克斯 转头对方显说道 啊 听到这话 方显直接被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 陆雪芹可是情妃的女人 放眼龙都这个地方 谁敢对陆雪芹动心思 哪怕是 他也对陆雪芹的美貌很动心 可他敢显露出来半点吗 天底下漂亮的女人有很多 可有些是他们根本不敢去染指的 怎么了 莫非他不是前台 见到方显的事态 兰斯 福克斯开口询问道 福克斯少爷 这些话 你可不敢乱说啊 要命的 方显在电梯里左右看了看 随后这才小心翼翼的 对兰斯 福克斯解释道 陆总可不是什么酒店前台 他是这家酒店的最高负责人 而他的身份更是惊人 连我也得罪不起 哦 那你倒是引起我的好奇了 你给我说说他 究竟是什么身份吗 兰斯 福克斯追问道 他是湛王的女人 方显苦笑道 要知道 湛王现在 可是龙都炙手可热的人物 想要巴结他的人 一抓一大把 就比如自己这样的 就连见对方一面 都不够资格 湛王 听到这话 可以看到兰斯 福克斯的脸上 露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很显然 他认得对方 毕竟以他当前的修为 他也算是接触到 修炼界的最上层了 他怎么可能不认识 湛王清妃呀 这可是一尊超级猛人 连他们家族 也不敢轻易得罪 福克斯少爷 这龙都漂亮的女人 多的是 你如果真的想往我 可以一次性 给你带来好几个 绝不会比路总差 方显生怕兰斯 福克斯会乱来 连忙在一旁说道 呵呵 此事就不用再提了 兰斯 福克斯微微一笑 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探讨 作为一个大型财阀的公子 他从小到大接触的女人 不知反几 各州甚至各国的女人 他都品尝过 可这么多年下来 他唯独对别人家的女朋友 十分感兴趣 也就是人妻 因为这能极大满足 他那变态的癖好 陆雪芹背后的秦妃 的确让他忌惮万分 可某些事情 只要他做得足够隐蔽 秦妃恐怕也发现不了什么 想到这儿 他的心头立刻变得火热了起来 陆雪芹 他势在必得 酒店大堂 目送着方显二人 在服务生的引领下 走进了电梯 陆雪芹这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这么长一段时间下来 他接触了太多基于自己的人了 兰斯 福克斯 这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身处服务行业 只能说 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谁让他生的 就要比人家稍微好看点呢 妈妈 就在陆雪芹心 投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回头一看 顿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意外之色 因为他竟然看到了 秦妃和宝贝女儿 你们怎么来了 脸上的意外转变成为笑容 陆雪芹快步走了上来 干妈说 你在家里想我了 所以我就来了呀 陆思思脆声声的回答道 听到这话 陆雪芹忍不住白了秦妃一眼 说道 你这家伙 我只是让你去接人 可没让你把人往这里带 你不知道我现在还在上班吗 没事 你上你的班 我们玩我们的 说到这儿 秦妃用手摸了摸陆思思的小脑袋问道 思思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忘记给妈妈了 东西 陆思思小脑袋歪了歪 一时间好像没反应过来 不过很快 她就想起了自己给妈妈带的礼物 立刻跑到了 他们刚刚坐的地方 将桌子上的那一束花 拿过来 递到了陆雪芹的面前 妈妈 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哇 你还有礼物送给妈妈呀 见到陆思思抱过来的这一束花 陆雪芹脸上也满是惊喜 毕竟 这可是女儿亲自送给自己的东西 妈妈 我爱你 这时陆思思朝陆雪芹 张开了双臂 而陆雪芹也没有让她失望 顺手就将其给抱了起来 思思 妈妈也爱你 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陆雪芹轻轻地在陆思思额头上 吻了一下说道 肉麻的话说太多就不好听了 咱们先上楼吧 这是秦飞对陆雪芹说道 哪知听到秦飞的话之后 陆雪芹却放下了手里的陆思思 转而对秦飞说道 秦飞 我现在是上班时间 恐怕没有空陪你们玩 要不你先带着思思回家吧 咱们自己的酒店 还用得着这么守规矩 秦飞先是一愣 随后才开口问道 无规矩不成方圆 我上位后修改了不少的酒店管理规则 其中一条就是 禁止员工在上班期间 做其他和工作无关的事情 我这个带头的人 如果不都遵守规定的话 那我制定出来的这些规定 岂不是成了废纸一掌 所以秦飞你就不要让我难做了 我真的特想做好现在这份工作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你就去忙自己的工作吧 不过我还是想要提醒你一句 小心刚刚进门的哪个金发男人 他不像是什么好鸟 放心吧 酒店里来来往往这么多人 他难道还敢回来不成 那可不一定 行了 我知道 你担心我 你先带着人回去吧 我上班去了 说完这句话 陆雪芹带着自己的秘书 就朝着电梯口走了过去 第1069章 被邀进酒 而等到陆雪芹一走 秦飞也立刻招手 叫来了酒店的前台 你们两个负责帮我看一下孩子 有问题没有 当然没有 听到秦飞的话 两个前台立刻答应了下来 董事长亲自吩咐的任务 他们自然应得飞快 毕竟 这可是个绝佳的露脸机会 将人交给两个前台之后 秦飞没有犹豫 立刻朝着刚刚陆雪芹所 乘坐的那步电梯而去 方贤他们所在的包厢 随着一样又一样精美的菜肴 被送进包厢 方贤也和兰斯 福克斯喝上了酒 一方是自己 要寻求合作的重要伙伴 哪怕对方只是来的一个公子哥 方贤也一样得尽到地主之意 对方的敬酒他 完全是来者不拒 所以 酒过三巡过后 方贤明显感觉有些晕乎乎的了 这霸道的福特加 他还真有些拿捏不住 方 你之前说 你是这酒店的重要客户 为何现在都不见他们的老板 过来找你敬酒 这时 兰斯福克斯开口询问道 这你就说笑了 人家陆总能在门口迎接我 已经是给足了我面子 我哪里还敢要求这些啊 酒店老板给人敬酒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比如说 当初秦飞带五王和明王过来吃饭 陆雪芹就主动过来敬酒了 可他方显何德何能 显然是不够这个资格的 那看来你公司在华夏的实力不怎么样 我回去后 兰斯福克斯淡淡说道 别 听到这话 方显的罪意瞬间清醒了两分 要知道他 可是好不容易才寻来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 如果因为兰斯福克斯的几句话 就搞黄的话 那他之前所做的准备 岂不是全白费了 不过方显也不傻 他看得出来 兰斯福克斯仍旧对陆雪芹不死心 福克斯少爷 这陆雪芹不是你我能掌握的 你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要不然 你我恐怕万事皆休 秦飞的手段 他们这些龙都上层人士是清楚的 他为了泄愤竟然一口气灭杀了上万人 如此一个凶狠之人 显然没有把生命当作一回事 如果他们招惹了秦飞 那搞不好他们两个人都得死 方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和他喝杯酒 你是不是想歪了 说到这儿 兰斯福克斯继续说道 我记得你们华夏有句古话说的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是喜欢他的外表不错 可这并不代表 我一定要对他做什么吧 真的没有那种想法 方显追问了一句 这样吧 一会儿你看着我倒酒 这总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那 行吧 本来方显还有些犹豫 可一听对方这样说 他也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之心 他反正是不敢对陆雪芹怎么样的 而且他也不想兰斯福克斯在这里胡作非为 不过只要自己能死死盯着他倒酒 他就算是想要使什么手段 恐怕也没有机会 只是单纯的喝一杯酒罢了 我肯定是想多了 心中默默的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 随后他叫来了包厢服务员 把你们陆总叫过来一趟 就说我有点事情要找他 方显对服务员说道 好 那你们请稍等 服务员点了点头 随后他立刻离开包厢叫人去了 方 你果然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 我再敬你一杯 兰斯福克斯微笑着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福克斯少爷 我可不能再喝了 再喝我就要醉倒了 方显连忙摇头拒绝 他可不敢在这个时候喝醉 因为他一会儿还要盯着对方呢 行 你不喝 那我就只能一个人毒瘾了 兰斯福克斯也不介意方显拒绝自己 反正这个人在他面前形同虚设 他如果愿意 他甚至一根手指头就足以碾死对方 方总要见我 在陆雪芹的办公室当中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时 他满脸都是意外之色 嗯 包厢服务员跑过来传信的 说有事情要找你商议 陆雪芹的秘书回答道 那我下去看看吧 怎么说 方显也是酒店这边的大客户 他既然有事情找自己 那陆雪芹怎么也得过去一趟 只是一想到那个兰斯福克斯 他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而且秦飞刚刚也说过了 这个家伙不像是什么好人 这让陆雪芹心头有点打鼓 但这清光大白天的 什么想法恐怕也不敢乱来 想到这儿 他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随后朝方显他们的包厢走了过去 不多时 他来到了方显他们所在的包厢门前 并且伸手敲了敲门 咳之 下一秒 包厢门打开 方显那张脸出现在了陆雪芹的视线当中 陆总 快里面请 方显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 方总 听下面的人说你有事情找我 不知是何事 陆雪芹开门见山地询问道 陆总你说这话就严重了 我请您过来煮 主要是福克斯少爷想要和你喝一杯酒 说起这个事情 方显的脸色也明显有些不自然 因为他不知道陆雪芹会不会卖自己这个面子 方总 云顶酒店是正常开门营业的酒店 我负责管理整个酒店的运营 我可不是你们眼中的陪酒女 听到这话 陆雪芹的神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陆总 您别误会 福克斯少爷就是单纯的和你喝杯酒 绝不掺杂任何东西 全程都有我做陪 知道陆雪芹误会了 方显连忙出声解释道 很抱歉 我现在不想喝酒 陆雪芹转身就想要走 陆总 我在你们酒店消费了这么多钱 难道你这么一个薄面都不给我吗 你要知道 你要是不喝这一杯酒 我这一份合同就要黄了 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努力 全都要付诸东流 陆总 您就当帮帮我行吗 方显的姿态已经极尽卑微 而这一切都是蓝丝 福克斯逼的 如果不是他硬要和陆雪芹喝酒 自己何至于这般低声下气 方总 我奉劝你一句 不是一路人就算是合作 也不会愉快的 互惠互利这个道理 你应该比我这个女人更明白才是 我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份合同 这样吧 只要你同意和福克斯少爷喝一杯酒 我和你们酒店一次性签一年 哦不 签十年的长期合作合同 听到这话 陆雪芹的脚步微微僵了一下 如果方显只是单纯的 让自己陪人家喝酒 那陆雪芹肯定是不愿意的 可如果他当真愿意和酒店签订 长期合作协议的话 那这杯酒也不是不能喝 毕竟 这可是实打实的利益 不过陆雪芹也不傻 他先是看了一眼包厢里的兰斯 福克斯 随后这才低声对方显说道 方总 你确定只是单纯的喝杯酒 人家福克斯少爷说了 他是单纯的 喜欢你所以才想和你喝一杯酒 绝不附加其他的意思 而且 我会亲自陪你们喝一杯酒 陆总 你不相信 他总得相信我吧 可我怎么感觉 这其中有股阴谋的味道呢 陆雪芹你难道 这样吧 待会你喝完酒之后就走 我会帮你拖着他的 为了促成即将要达成的合作 方显这也算是拼了 反正兰斯 福克斯答应过 只让陆雪芹 陪他喝一杯酒 而一杯酒过后 他自然无权 再要求更多的事情 再者说 方显也不可能容许他 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他可不想自己的公司 成为情非打击的目标 兰斯 福克斯犯了是可以跑 可他的产业和家庭都在龙都 他可跑不了 所以 从这一刻开始 他已经打起了12分的精神 就怕兰斯 福克斯 在其中使唤 行吧 好话歹话 都让方显给说尽了 陆雪芹决定进去先看看情况 美丽的女士 请坐 见到方显真的 把陆雪芹给请来了 兰斯 福克斯 立刻十分绅士的 对陆雪芹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做就免了吧 我现在手里 还有大量的工作 等着要做 你不是 想我陪你喝一杯吗 那还等什么 直接开始吧 端起桌上的一个酒杯 陆雪芹做事就要喝 可这个兰斯 福克斯 却阻止了他 道 既然是陪我喝一杯酒 那当然是要我亲自给你倒的酒 才够诚意 说完他开始往自己面前的空酒杯里面倒酒 而到了第一杯之后 他并没有递给陆雪芹 而是自己端了起来 很冒昧用这种方式把你请过来 所以 我现在先自罚三杯 一仰头 兰斯 福克斯 直接就是一杯酒下肚 而之后 他更是连续喝了两杯 他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陆雪芹 这酒里绝对没有东西 要不然 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喝 三杯酒喝完 他这才开始慢悠悠的开始倒酒 第一杯 酒他倒给了陆雪芹 第二杯酒 则是倒给了方显 这最后一杯酒他 这才倒给了自己 整个过程中 他的动作异常轻缓 完全看不出 有任何的小动作 酒是同一个酒壶中的酒 如果他真要是什么手段 那恐怕就在杯子上了 请 将酒倒好之后 兰斯 福克斯 再度向陆雪芹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这个人 先天就有点不信任不认识的人 你我先换一杯酒如何 陆雪芹 指示着兰斯 福克斯问道 第1070章 角色互换 随着陆雪芹的这句话说出来 场面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沉闷了下来 毕竟他这话也太直白了一些 这不就是害怕对方在酒里下毒吗 兰斯 福克斯 也没想到 陆雪芹竟然会当面这样说 一时间 他的脸色变了又变 不过 他毕竟是出自欧洲那边的大家族 纵然是心中不快 但他也没有当面发作出来 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才说到 既然陆总如此不信任我 那我们俩换吧 说着他主动将酒杯调换了一下 陆总 初次见面 我敬你一杯 兰斯 福克斯并没有太多寒暄的话 直接就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而陆雪芹虽然心中有些疑虑 但人家都已经向自己敬酒了 他总不能站在原地当木头吧 所以 他也只能端起了自己面前这杯酒 道 酒我可以喝 但我希望 你不要拿这些东西 再来威胁方总了 既然要合作 那自然就得堂堂正正的合作 放心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中断和他的合作 我只不过是想 要通过这种方式 见你一面吧 兰斯 福克斯并不忌讳自己所做的这些事 大大方方的承认了下来 行 那咱们就干了 陆雪芹的酒量远胜过一般女子 更何况 他现在更是成为了修炼之人 可以直接对酒精免疫 所以 无论是多烈的酒到了他嘴里 其实就和白开水 没有什么区别 看到陆雪芹这样说 兰斯 福克斯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则他眼神深处 却有一道正常人注意不到的寒芒闪过 来 咱们三个人一起干了 一旁的方贤此刻 也没有闲着 也跟着举起了酒杯 只不过 就在陆雪芹准备将杯中的酒 一口喝下的时候 忽然一根手指挡在了他的红唇前 你是我的人 又岂能随随便便地陪人喝酒 淡淡的声音 在陆雪芹而盼响彻 转头一看 只见秦飞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进来了包厢 你怎么来了 陆雪芹诧意问道 哼 我若是不来你 只怕是被人卖了 恐怕还要帮着数钱 说到这儿 秦飞看向了兰斯 福克斯 道 你不是很喜欢喝酒吗 来 把这杯也喝了 秦飞将陆雪芹手里的酒杯夺下 并且顺势就甩到了兰斯 福克斯的面前 别看秦飞甩酒杯的动作很猛 可实际上 这酒杯移动得格外稳 里面的酒一滴都没有洒落出来 秦飞 你这是做什么 见秦飞夺下了自己喝酒的酒杯 陆雪芹低声询问道 你先别管我做什么 接下来你 只需要等着看戏 就是了 这兰斯 福克斯之前倒酒的时候 的确动作很慢 可他的慢 只是在陆雪芹喝方显眼中相对的慢 可实际上 他的操作动作非常快 他在陆雪芹喝的 这杯酒里下了一滴神秘的液体 而在这里 他也玩了一个小心机 他把这滴神秘液体 下在了最后一杯酒里 也就是陆雪芹和他交换的这一杯 或许他早就已经猜到了 陆雪芹会和他对换酒 所以才玩了这么一手 为的 就是彻底打消陆雪芹的疑虑 不得不说 这个金毛狗对人心的把控 还是十分到位的 这一般人 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只可惜他的这些小动作 全都让秦飞看得一清二楚 想要骗自己的女人 真是找死 朕 朕王 一旁 当方显看到出现在包厢里的人之后 他先是一愣 随后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龙兜这个地方 特别是他们这些上层人士 他们谁不知道 秦飞的鼎鼎大名 他万万没想到 秦飞会来这个地方 你火同他人诱骗我的女人 你的事情稍后再处理 现在赶紧给我闪一遍去 诱骗 听到这话 方显神色大变 他原本还想开口解释一下 可他嘴巴才张开 就迎来了秦飞的一顿呵斥 如果你觉得 自己已经活得足够久的话 现在也可以继续插嘴 威胁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方显哪里还敢开口 他只能信心地善笑两声 随后退到了一边 他知道这一件事 已经没有他插手的余地了 因为他的级别 太低都已经够不着了 你就是华夏的战王 这时 兰斯 福克斯 看着秦飞询问道 如假包换 秦飞回答道 你的女人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我让他过来敬一杯酒 并不过分吧 兰斯 福克斯 神色一沉问道 如果是正常敬酒 外加上不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 我自然不会干涉 只可惜 你并不是这类人 说着秦飞用手指了指 刚刚自己甩过去的这杯酒 废话就不用多说了 赶快把这杯酒喝了吧 可我并不喜欢别人强迫 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兰斯 福克斯回答道 你以为我是在和你商量吗 听到这话 秦飞冷笑一声 今天这杯酒 你不喝试试 气人太甚 秦飞话音刚落 兰斯 福克斯冷笑一声 随后他抬起自己的手 就准备把桌上的东西 全部扫在地上 只是他的动作 哪有秦飞快 只见秦飞屈指一弹 随后 兰斯 福克斯的嘴里 就发出了一道吃痛的声音 他的右手 已经呈现出了一个诡异的扭曲弧度 里面的骨头 显然是断裂了 在我的面前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挣扎的余地 你如果不想多吃一点苦头的话 那就乖乖地把这杯酒喝了 同样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秦飞冷冷说道 我是欧洲兰斯家族的人 你敢敢这样对我 兰斯 福克斯的脸色 已经变得极度难看 他将目光放到了方显的身上 希望他能帮自己说句话 只可惜 方显现在 自己都怕得要死 他哪里还顾得上兰斯 福克斯啊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他甚至都可以不要这份合约 这下倒好 兰斯 福克斯 把他带沟里去了 我连暗魂组织这种 马蜂窝都敢捅 我还在乎你 区区什么欧洲本地家族 秦飞冷笑一声 随后强大的气息 直接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现在 你就两个选择 要么喝下这杯酒 要么现在就死 你选吧 其实 秦飞给出来的这个选择题 等同于没得选 如果对方想活 那他只能喝酒 可兰斯 福克斯太明白 这杯酒的作用 到底有多大了 一旦他喝下了这杯酒 那他肯定是阳相尽出 只是在生命 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他好像并没有选择 完了 事情彻底搞大了 一边 方显的身体 已经开始不受自己控制的站立 他知道 自己可能已经在完蛋的路上了 这一瞬 他已经在自己的心头 将兰斯 福克斯的祖宗十八代 全部问候了个遍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他阻止不了这件事 甚至还有 让他更加脸色大变的事 见兰斯 福克斯迟迟不肯喝这一杯酒 秦飞的耐心 也已经被彻底消磨光了 只见他伸出手一点 顷刻间 一股力量 顺着他的指尖飞驰而出 兰斯 福克斯都还没有看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紧接着他便发现 自己的身体 一动也不能动了 身边就像是有无数重大山挤压着自己 兰斯 福克斯的眼睛 一瞬间就瞪得老大 他自己不愿意喝这杯酒 那这个任务 就只能落在你头上了 秦飞将目光锁定在了方显身上 啊 啊 听到秦飞的话 方显就像是如梦初醒般 脚步亮枪了树下 差点跌坐在地上 他没有听错吧 秦飞既然要他去给兰斯 福克斯 灌酒 是不是要他去送死吗 阿哥骗 这是你犯下的过错 他自然也应该由你来弥补 这杯酒 就由你喂给他喝吧 秦飞旦旦说道 我 我不敢啊 额头上开始有痘大的汗珠滚落而下 方显紧张的浑身肌肉都绷住了 扑通 下一秒 他更加干脆地跪在了地上 并且还向秦飞磕了好几个响头 展望 这件事和我的关系并不大 求求你放过我吧 方显的声音充斥着恐惧 在外面那些人的眼中 他身家百亿 是喂食打食的大佬 可在这个小小的包厢里 他这个身份 狗屁都不是 甚至位于最底层 所以 他哪敢去亲自给兰斯 福克斯喂酒了 一旦这酒里真的有什么东西 那他这辈子 恐怕都完了 放过你 秦飞冷哼一声 这件事 本就是以 你为忠心所发生的 你要是不给他喂酒 那我现在 就可以下令产出你的企业 外加上送你上路 不知道这个选择题 你又怎么选 你敢 听到秦飞竟然威胁方显来 给自己喂酒 兰斯 福克斯当即了大喝了一声 啪 哪知他话音落下 就直接挨了秦飞一巴掌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你觉得你的身份 在这里还起作用吗 秦飞的目光 一直都在看着方显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考虑不好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找 你地下的祖宗们了 三 二 一 喂 我喂还不行吗 所谓的三秒钟 在方显看来 实在是过去的太快了 快到他根本就无法 衡量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一刻 他的脑海中 只剩下了一个生意 那就是活下去 至于兰斯家族的威胁 去他妈的 我都要死了 谁还管这些啊 第1071章 泰日天 方显几乎是哭着 接下了秦飞 交给他的这个任务 他知道 一旦自己给对方喂酒了 那他恐怕离死也就不远了 他想不通 怎么好端端的一次宴会邀请 就发展成了这个鬼样子 这一切 都是福克斯这个狗东西 所造成的 想到这儿 他眼神中露出了灵力 随后他端起了桌子上的那杯酒 强行往兰斯 福克斯嘴里惯了去 别看兰斯 福克斯是神境级别的强者 可在秦飞的束缚下 他现在根本就动弹不得 所以 哪怕是面对方显 这么一个修为很低的人 他也反抗不了 伴随着一杯辛辣的福特加下毒 他的眼前世界迅速变得恍惚 他知道 那是药效发挥作用了 死了 下一秒 秦飞放开了 对兰斯 福克斯的压制 而他本人更是疯狂 当即就把自己的衣服撕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方显神色煞白 整个人都梦了 他吓得一下子 就跪在了秦飞面前 展望 求求你 一定要救我啊 方显的声音充斥着恐慌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酒水里竟然真的有东西 如果刚刚陆雪芹 喝下了这杯有料的酒 那后果他不敢想象 正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如果你真的想自救 那你之前就应该 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 现在才来跪着求我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瞥了一眼方显 秦飞的脸上 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怜悯之色 今天这件事 如果不是自己 多长了一个心眼 搞不好陆雪芹就要找到了 到时候方显就是罪人 或许他也不想 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到时候 一旦兰斯福克斯兽性大发 那方显有阻止的能力吗 所以他既然犯了这种错 那秦飞自然 就不会管他的死活 可现在除了您能救我 我已经没有活路了 方显脸色无比苍白的说道 呵呵 你活不活得关我屁事 用不着求我了 收回目光 秦飞懒得再管对方了 见求秦飞无用 方显又把目光 放在了陆雪芹的身上 陆总 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错 可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在酒里吓东西 而且他倒酒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我是被他给蒙蔽了 方显一边哭 一边求陆雪芹的原谅 方总 我是相信你的为人才会过来的 可你自己交友不慎 这也怪不得谁 所以 你还是想想 怎么样保住你的个人财产吧 陆雪芹平日里 是个很心软的女人 可此次情况特殊 如果不是秦飞过来 可能她的清白就要没了 要知道 一个女人的清白 对她们自己来说 相当于是自己的第二条生命 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清白 被玷污的女子跳楼自杀 所以 方显既然犯了这么大一个错 那陆雪芹也不会原谅对方的 可她并不知道 自己一句话 直接就点醒了方显 所谓一句 惊醒梦中人 方显现在的确是麻烦大了 她不仅得罪了秦飞 而且还把兰斯 福克斯给得罪得死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对方抽出身来 那恐怕就是 她的世界末日 可这一切建立在对方 能抽出身来 如果说 她现在就敢回去处理自己的资产 再加以转移 到时候 就算是对方想要报复 那留给他们的 也只会是一个空壳 届时 她手握大量资产 走到哪儿 都可以很好的生活 不得不说 这已经是现行最好的方法了 最起码这样 她可以保证自己后半生衣食无忧 想到这儿 她怎么都坐不住了 她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道 战王 陆总 我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 那之前你所说的合作 还算数吗 这时 陆雪芹开口问道 陆总 只要我能全身而退 到时候 莫说是十年合同了 就算是我免费送你一个亿都没问题 方显手里的资产 早就已经过了百亿 如果她能把这些资产 全部换成真金白银 一个亿 还真不算什么问题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放心吧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肯定做数 这句话说 完方显整个人 都已经跑得没赢了 雪芹姐 你这就让她走了 这时候 秦飞开口问道 不让她走 难道还留下继续吃饭 陆雪芹差异的 那她这顿饭结账了没有 秦飞又问 糟糕 好像还没有 一听秦飞这样说 陆雪芹终于反应了过来 连忙追了上去 只可惜 方显现在忙着回去处理手里资产 陆雪芹就算是追出酒店 也没有看到对方的人影 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气喘吁吁的回到秦飞所在的包厢 只见兰斯 福克斯 现在已经把自己的裤子也给脱了 此刻正拿着一把椅子 做一种不可描述的动作呢 至于秦飞 她则是拿着自己的手机 朝着对方猛拍 角度刁钻 搞得像是专业摄影一样 秦飞 你 你还不让她停下来 陆雪芹虽然不是未经人事的小姑娘 可看到 眼前这一幕 她的脸色还是忍不住变得红润了起来 她这表演的正起劲 让她停下来做什么 而且你没看到 我现在正在充当老师的角色吗 什么老师 陆雪芹疑惑问道 唉 反正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些老师 说着 秦飞又拿起手机对着兰斯 福克斯一顿猛拍 这家伙所使用的神秘液体 还真是霸道 竟然连她神经的修为都抵御不住 还好最后关头 自己发现了她的邪恶计划 要不然 一旦她的角色变成了陆雪芹 那结果 秦飞不敢想象 而越是这样 秦飞心中就越是冷冽 这个家伙意图染指自己的女人 那秦飞肯定是要让她身败名裂的 她现在所拍摄的视频 就将成为攻击她名声的戾气 人尽我一尺 我惊人一丈 既然她不仁在先 那也不能怪她秦飞不义 很快 秦飞就将一个完整的视频拍摄了出来 这个视频 哪怕是秦飞已经看过了 现在也感觉辣眼睛 这兰斯 福克斯 在欧洲地界上应该属于名人 秦飞相信 只要这个视频一挂到网上 那引发的波兰族 已将兰斯 福克斯的名声 踩在尘埃里 雪芹姐 我拍好的视频 你要不要看看 这时秦飞开口问道 算了 这种视频 你自己一个人看就好了 千万别拿来玷污我的眼睛 哼 那看来接下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眼睛 将要被玷污了 微微一笑 随后秦飞直接拨打了一位武安局成员的电话 这个人专门管理武安局的网络安全问题 是个顶尖的电脑黑客 将视频交给他在欧洲那边传播 最合适不过 而对方面对秦飞的这个要求 自然也是立刻响应 并表示 最多一个小时内 就能在欧洲那边的各大网站论坛上 看到此视频 OK了 将这件事处理好 秦飞重新看向了包厢里的兰斯 福克斯 见他还维持着一副泰日天的模样 秦飞直接就是一脚踹了上去 去你大爷的 真够恶心人的 秦飞这一脚可没怎么流利 直接踹的兰斯 福克斯狂喷了一口鲜血 按常理来说 他受到如此重创 肯定会清醒过来 可他所使用的药 实在是太厉害了 哪怕是伤成这个鬼样子 他也没有苏醒过来 甚至他还想抱住秦飞的大腿 行那不轨之事 雪清剑 我记得古代对那些好色之徒 好像实行的禁猪笼吧 秦飞转头对陆雪晴问道 我不知道 陆雪晴摇摇头说道 要不你现在 就让后厨准备一些水 然后咱们把这个好色之徒那样弄 你就不怕闹出人命 陆雪晴问道 此人心术不正 甚至还想对你意图不轨 他就算是死 一万次也不足惜 秦飞冷笑道 那随便你吧 一直以来 秦飞做什么事情 都有自己的主见 陆雪晴知道自己劝不动他 索性也就作罢 先让后厨准备一些水 然后我再让这个家伙 好好地泡个走 好 我这就去叫人准备 陆雪晴很快就通知了后厨那边 将秦飞所需要的桶 以及水准备好 而秦飞也没有闲着 他来到兰斯福克斯的面前 顺手就将其拎了起来 兰斯福克斯虽然很强 可他在秦飞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所以他很轻松 就被秦飞拎了起来 扯了一块桌布照在他的身上 随后秦飞把人直接带来了后厨 陆总 您要的水和桶都已经准备好了 当秦飞二人来到后厨之后 嗯 辛苦你们了 先去休息吧 扑通 随着厨师被陆雪晴之走 秦飞没有犹豫 直接将神志不清的兰斯福克斯 丢进了大水桶里 刚开始 秦飞猛踹对方一脚 对方都没有反应 但当秦飞把他丢进这冰冷的凉水中之时 兰斯福克斯却浑身一个机灵 似乎是恢复了一点神志 我杀了你 虽然兰斯福克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他知晓 当自己被迫喝下那一杯酒之后 他肯定会失态 所以这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掉秦飞 只可惜 他这样的威莫修为 怎么可能杀得了秦飞 甚至他连秦飞的一根汗毛都伤不了 碰 根本不用和对方废话 秦飞直接就是一拳轰在了他的脑袋上 第1072章 柳家求助 秦飞这一拳 虽然没有立即要了兰斯福克斯的命 但却把对方硬生生打晕了过去 咕噜咕噜 看着对方正在不停地喝大桶里面的水 秦飞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古代把人进猪笼是要将人活活淹死的 而秦飞没有进猪笼这样的条件 但他一样会亲眼看着兰斯福克斯被活活淹死 常言道 一个脚硬坑都能把人活活淹死 而这么大一桶水足够将对方给溺毙了 不过兰斯福克斯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淹死 猛地灌了十几口水后 他一下子苏醒了过来 碰 可他才刚刚把自己的头抬起来 迎接的他又是秦飞的一拳 可怜的兰斯福克斯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再度陷入了晕厥 就这样周而复始 只要他苏醒 秦飞就把他弄晕 大概循环了有十几次 兰斯福克斯终于扛不住了 整个人都在大水桶之中漂浮了起来 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肚子更是胀得像个皮球一样 纵观整个人类修炼时 他可能是第一位因水而溺亡的神境强者 事实证明 不管多强的人 一旦失去了氧气这种东西 那最终的结局也是难逃一死 当然 这只是秦飞当前的理解 或许在古时候有那种通天之人 可以做到不呼吸空气 但当前的神境圣境 肯定还是空气这东西的 不错了 最起码你创造了历史 看着桶里面漂浮的人 秦飞摇了摇头 随后他将人拎了起来 在对方的身上一阵摸索 随后秦飞在他的贴身衣兜里 摸出了一个透明的小瓶子 而里面装的 正是之前他想拿来坑露雪芹的东西 好东西 看见此物 秦飞眼前一亮 随后默默地将东西收了起来 兰斯福克斯拿这个玩意来干坏事 可在秦飞看来 这东西如果利用得当 或许圣境也有可能遭遇翻车 收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随后秦飞又把对方手指上的空间戒指 给扒拉了下来 在之后 兰斯福克斯的失手 就没什么作用了 秦飞直接就是一把火 将其烧了得干净 这一刻开始 这个世上属于他兰斯福克斯的痕迹 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死了都不能让对方收获好名声 这就是秦飞的报复 雪芹姐 今后再遇到这种人 根本就不需要和他们客气 也用不着鳄鱼奉承 只要我秦飞还活着一天 云顶酒店就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我们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 可我也只是 想酒店生意变得更好而已 陆雪芹低声说道 此次他的确是有些疏忽大意了 明摆着这就是一个套 可他却还要亲自凑上去 还好最后关头秦飞来了 要不然他都不敢去想自己的下场 好了 都是成年人 有些话说多了也烦人 雪芹姐 你在这里上班 每天可要多注意一点 放心吧 是一见掌一致 我不可能在同样的事情上 栽两次跟头 陆雪芹点了点头回答道 那就好 这边其实已经没什么好交代的了 一边陆雪芹还要继续上班 而一边陆思思又还在楼下大堂等着自己 所以很快就乘坐电梯找陆思思去了 下楼一看 只见那两个酒店前台此刻 正在和陆思思玩猜谜语 玩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啊 小姑娘的笑声 一直都在整个大堂里回荡 思思 别玩了 我们要回家了 走到近处 秦飞对陆思思说道 秦总 看到秦飞过来 两个酒店前台立刻摆正了脸色 恭敬地叫道 此次你们任务完成得不错 晚点你们就去人事部 让他们把你们的职位提升为领班 就说是我亲口应允的 秦飞对两个前台淡淡说道 多谢秦总 听到这话 两个前台大喜过望 要知道 从前台到领班 虽然只是一个小提升 但在云顶酒店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职位的变动 都会伴随着薪资的上涨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一旦成为领班 那今后肯定还有大把的机会 往上面爬 这无异于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走了 对秦飞而言 他不过就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可对两个前台来说 这却是一场人生大造化 无形之间 秦飞早就可以影响一大批人的命运 而他只不过就是动动嘴皮罢了 带着陆思思 秦飞返回到了明月一号 而他刚刚才把车子开到小区门口 他便看到陆平正在小区门口站着 姐夫 刚到我姐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就把思思交给我吧 陆平跑到秦飞的车窗跟前说道 陆雪晴知道 秦飞平日里忙着要修炼 以及炼丹什么的 所以带孩子这种工作 他就分配到了陆平的头上 再者说 这本来就是陆平应该干的活 思思 要跟你舅舅一起玩吗 秦飞看了一眼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陆思思问道 哼 我猜不要 他那里一点也不好玩 陆思思冷哼一声 当即别过了头 你看 他不愿意跟你一起走 怎么办呢 秦飞问道 姐夫 我 陆平一识语色 作为一个单身汉 他之前哪里带过孩子 对他而言 只要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就可以了 至于好玩 说实话 他并没有任何经验 你先回去学习一下 怎么带孩子吧 之后再来我这里 把孩子领去 说完这句话 秦飞没在搭理陆平 直接就是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望着逐渐远去的车辆 陆平整个人都是猛的 姐姐只是让他带孩子 可没说其他的事情了 想到这儿 他只能垂头丧气的 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不过秦飞对他说的话 他现在还萦绕在耳边 所以到家之后 他立刻就坐在了电脑面前 开始疯狂恶不带孩子的知识 秦飞这边 回到家之后 陆思思本来想开电视看动画片 但却遭秦飞制止了 现在距离你开学也没有几天了 你得抓紧把你的寒假作业做一下 之后再看电视 要知道 现在的学生放假都有作业的 秦飞可不希望陆思思 因为玩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哦 点了点头 陆思思果然乖乖地拿出了 自己的寒假作业 在一旁做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秦飞欣慰地点了点头 倒是没有过去打扰他 虽说现在这个社会读书 并不是唯一的出入 甚至以秦飞他们当前的资产水平 就算是他的后人 十辈子不工作 也不可能把钱花光 但读书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 读书能培养出一个人的气质和涵养 陆思思是女孩子 她更加需要注重气质和涵养 所以 读书对她来说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孩子待在家 秦飞既不能修炼 也不能炼丹 毕竟她一会儿 还要给陆思思检查作业 而等到陆思思把作业 做了一部分之后 秦飞这才让她看动画片 趁着她看动画片的间隙 秦飞开始给她检查作业 别看秦飞已经毕业这么长时间了 但当初 她也是一名识打实的学霸来着 若非如此 她恐怕也考不上安海大学了 所以 这小学生的这点作业 对她而言 简直就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 不多时 检查作业的工作完成 秦飞发现 陆思思这小姑娘 虽然大部分答案都是对的 但其中 也有一些不该犯的小错误 也就是典型的粗心大意 来到陆思思的面前 秦飞啪的一下 将电视关了 干吧 你怎么了 见秦飞脸色有些难看 陆思思询问的声音 也开始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来 你跟我过来 秦飞对陆思思说道 对此 陆思思不敢说话 只能默默地跟了上来 很显然 她也察觉到了不对 你看看你做的作业 好几个不该错的地方都错了 粗心大意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秦飞用手指着她做错的地方说道 那 那你能辅导我吗 一听秦飞这样说 陆思思当即问道 当然可以 你过来坐我旁边 秦飞拍了拍身旁的长凳子说道 辅导小孩作业并不是什么难题 秦飞很快就教会了陆思思 而秦飞也兑现了自己先前所说的承诺 教完后 就让陆思思看电视去了 脸瞅着陆思思已经沉迷进了电视里 秦飞干脆就在一旁坐了下来 并且开始运转体内功法 只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修炼多长时间 就让一道声音惊醒 抬起头一看 只见别墅外面来了一个人 一个让秦飞意想不到的人 战王 柳家柳红求见 外面的人直接跪在了地上 发出了大叫声 而在柳红的身边 还站着当初那个和秦飞攀兄弟的柳飞 飞儿 你还站着作甚 见柳飞仍站着 柳红立刻嘀喝了一声 听到爷爷的话 柳飞没有说话 只是学着爷爷的样子 跪在了地上 战王 柳家柳飞求见 柳飞也发出了一道大喝的声音 我说你们爷孙俩 还真是一堆卧龙凤厨 这一大早的跑来 就给我下跪 搞的是哪一说 从别墅中出来 秦飞开口询问道 看见秦飞现身 柳红二话没说 直接先给秦飞磕了三个响头 磕得大地都发出了 阵阵沉闷的响声 还请战王 求我柳家老祖一命 柳红的声音充斥着哀求 第1073章 柳家的大代价 战王 求求你救救我家老祖吧 我快不行了 一旁 柳飞也在哀求秦飞 甚至眼眶里都有泪水打转 要知道 他父亲那一辈 现在人都已经死光了 属于他们柳家的嫡系成员 正越来越少 如果老祖也嫁和西去的话 那他们柳家 势必会更加衰弱 自己又不是佛祖 用不着他们给自己 行这么大的跪拜之礼 所以秦飞连忙对他们说道 你们两个掀起来再说吧 战王 如果您不救我柳家老祖 那我们就一直跪在这儿 哪知柳飞爷孙俩不仅没有起来 甚至柳飞还十分固执地说了一句话 哼 听到这话 秦飞冷笑一声 求我竟然还用道德绑架 既然你们愿意跪 那就一直跪下去吧 说完这句话秦飞转身 就进到了别墅里 只剩下了柳红和柳飞一脸的猛逼 怎么秦飞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这个混账东西 谁让你乱说话的 这时柳红反应了过来 对着柳飞 柳飞蛮脸委屈地说道 你表示个狗屁 我需要你在这个时候表示决心吗 提起这个柳红就愈发恼怒 要知道 他们老祖已经看不了多长时间了 随时都有可能咽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秦飞不出手 那他们老祖肯定是实死无生 如果早知道带柳飞过来会坏事 那他就应该一个人过来 现在他是后悔都晚了 想到这儿 他也顾不上呵斥自家小辈了 他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跑到别墅门前说道 湛王 我老祖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如果他不能得到救援 恐怕熬不过今天 你们家老祖死不死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去另请高人吧 别墅里传来了秦飞冷漠的声音 湛王 只要您能出手救我们老祖一次 我柳家愿拿出 我们一半资产给您 一咬牙 柳红直接下了众主 哦 听到这话 秦飞似乎来了兴趣 随后将别墅大门打开 不知道你们柳家的一半资产是多少 最少万亿 柳红深吸一口气说道 柳家发展这么多年 外加上上次吞并 泄起两家的部分资产 他们早就已经超越了 他们曾经最巅峰的时期 所以 他们家一半资产 最少都是万亿起步 当然 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并没有细致计算 如果全部细算下来 可能远不止这个数 这么多钱 只为换你家老祖一命 值吗 秦飞问道 老祖守护我们柳家这么多年 不论多少钱都值 柳红回答的坚定有利 没有老祖过去的守护 那就没有柳家现在的今天 现在老祖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 那他肯定要做点什么 要不然 他良心难安 行 那你先说说 你们家老祖什么情况吧 这年头 有钱不赚王八蛋 谁也不会嫌自己钱多 秦飞也不例外 万亿资产 那是一笔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所以为此秦飞 哪怕是破一次力 也无所谓的 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我去拜访老祖 我发现 他整个人气息微弱 并且还伴随着浓郁的死气 倒在地上起 都起不来 我怀疑他 极有可能是 走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提起老祖的情况 柳红眼神中全是哀伤 上次见他的时候 他本来就已经寿源所剩无多 估摸着 现在也差不多了 柳家老祖本就活得够久了 而当时秦飞就预想到了今日的局面 因寿源好劲而亡 就是对方可以遇见的路 而现在 如果要救他也简单 他只需要境界突破 那寿源自然会大幅度增加 到时候 他就算是想死 恐怕都困难 只是境界的突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是秦飞 他是可以拿丹药给他提供辅助效果 可最终 他还是得依靠自己才行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柳红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办法是有 但成功率估摸着会很低 秦飞想了想回答道 有时候话不能够说得太满 毕竟秦飞可不想自己打自己脸 这样 只要你肯出手 就算是最后老祖 没扛过去 我柳家也一样愿意 拿出我们总资产的两成分享给你 柳红 看样子是铁了心 要就自家老祖 为此 他宁愿付出天大的代价 成交 对方既然诚意这么足 那秦飞也只能跟他们走一趟了 只是临走之前 家里还有一个陆思思 需要人看着 所以秦飞又给陆萍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上来照顾一下陆思思 这代人工作本 就是陆萍在干 所以接到秦飞的电话之后 陆萍立刻就放下了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赶上了山 陆萍 我现在就把陆思思交给你了 记住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要外出 以免碰到什么危险 知道吗 姐夫你就放心吧 我们就在别墅里玩 绝不会乱跑的 陆萍点头说道 走吧 交代好了家里的事情之后 秦飞没有犹豫 立刻就跟着柳红 以及柳飞二人 离开了明月一号 车上 柳飞负责了司机的工作 而当他透过后视镜 看到秦飞之时 他却好几次欲言又止 柳飞 有什么话就说吧 这里没有第四个人 秦飞自然也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开口说道 大哥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我现在郑重向你道歉 柳飞低着头牵声道 当时他一心只顾着老祖的身体状况 忘记了秦飞是谁 所以 这说话的口气 自然也难听了一点 没事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秦飞摆了白手道 只不过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罢了 秦飞不至于揪着不放 那就好 那就好 听秦飞这样说 柳飞这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要知道之前 他已经被自己爷爷骂了个狗血淋头 如果再因此 而得罪秦飞的话 那他柳飞接下来的日子 恐怕就惨了 所以 这一声道歉他 不仅是演给秦飞看的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着爷爷的面 表明自己的态度 柳飞开车技术不错 一路上风时电车 原本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 他硬生生 只用花了五分钟就到了 至于其中闯了多少个红灯 说实话 秦飞都有点数不过来了 不过 他柳家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就算是交警那边追查起来 也无所谓 他们家有的分扣 有的是钱法 反正当前的第一任务 就是救人 战王 这边请 从车上下来 柳红立刻在前面给他引路 不用请了 直接过去吧 第一千零七十四章 你应该问你自己 柳家庭院的深处 当秦飞见到柳家老祖的时候 他也让对方的状态吓了一跳 不仅浑身笼罩着浓郁死气 皮肤泛黄 脸上也纵横沟壳 苍老的不成样子 和当初相比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受脱象了 老祖 您看 我把谁给您请来了 看见老祖这般模样 柳红眼眶里的 泪水止不住的涌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柳家的大功臣 守护他们好几代人的守护神 但现在 他们却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随时都有可能咽下那一口气 似乎是柳红的声音 唤醒了柳家老祖 只见他艰难地抬起了头 随后一眼就看到了秦飞 紧一眼 柳家老祖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这种笑 完全不像是将死之人 对生命渴望的笑容 更像是一种获得解脱的笑容 湛王 谢谢你 柳家老祖的声音 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都还没有救你 谢我干什么 秦飞的听力何等超群 他自然听到了 对方说的是什么话 他的确是接受了柳红的邀请 前来救人 可他都还没有出手 这柳家老祖就急着感谢 这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他觉得 自己一定能救他 我是谢你 改变了我们柳家的命运 柳家老祖 继续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柳家 上次谢家过来挑衅 当时如果不是有秦飞帮忙的话 说不定他们柳家可能就倒下了 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挡得住谢家两大圣经 所以秦飞在无形间 改写了他们柳家的命运 无关的事情 现在还是少说点吧 我先给你试真 这人都要死了 可这柳家老祖还这么多话 秦飞真是担心 他话都还没说完 就得咽气 无用的 哪只听到秦飞的话 柳家老祖摇了摇头 我大献一道 现在做什么都无用 你不用在我的身上浪费力气了 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 柳家老祖本就到了迷流之际 他现在只想把柳家 交在秦飞手里 因为他明白 自己一旦陨落 柳家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动摇 如果这个时候 无人站出来拉他们一把的话 那柳家恐怕会危险 所以 他必须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不过 秦飞根本不会听他说这些废话 只见秦飞走到了他的镜前 随后 他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特制古针 我要救的人 还没有几个死的 而且我不相信 你一点求生的意志都没有 说话间秦飞动作如闪电 他直接开始施针了 对圣境级别的强者而言 普通的银针 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而古针 则可以很好地完成力量的转载 所以 在秦飞施针之时 他自己的力量 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柳家劳祖体内 有了他力量的侵入 柳家劳祖的状态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 太好了 看到这一幕 柳红和柳飞 脸色都露出了喜色 他们就知道 秦飞有办法的 这才是真正的复兴 你们别高兴太早了 我只是暂时 让他调住了性命 如果他的问题得不到根治 他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这时秦飞淡淡说道 那接下来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一听这话 柳红神色立刻变得凝重 开口询问道 来 把上面的灵药全部给我找来 走到一边 秦飞取来纸笔 刷刷刷地 在上面写了一串灵药名字 好好 我马上就去准备 点头如捣算 柳红立刻拿着这张纸冲了出去 对他而言 这张纸就等同于他们老祖的命 所以 柳红是一刻也不敢耽搁 战王 我本就是必死之人 你不用再 我这浪费时间了 随着柳红离开 柳家老祖也苦笑着说道 你好歹 也是盛进中期的强者 这么轻易 就像命运屈服了吗 秦飞无奈问道 与其苟活 倒不如痛痛快快地交代好后事 然后死去 柳家老祖回答道 看得出来 他早已经看透了生死 毕竟他已经活了数百年的时间 生死于他并没有任何恐惧 因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 他看到了太多亲人离自己而去 也曾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 他根本不畏惧死亡 你倒是洒脱 可等你死后 你觉得柳家的命运会如何 秦飞平静问道 湛王 这也就是 我接下来想要对你说的话 我若是陨落了 我希望柳家能成为你的附庸 有你暂时性的庇佑 柳家可是龙都的古老世家之一 但为了让柳家平安无事 他竟然不惜让柳家 成为自己的附庸 看得出来 柳家老祖也明白 他陨落后 柳家肯定会迎来一系列的麻烦 就比如说 隔壁的王家 就有可能会打他们的主意 如果这个时候 无人站出来拉柳家一把的话 说不定这个世家 就要从此陈归陈 土归土 这并非威严耸听 想当初的谢家和齐家多强 可最后 他们还不是朝夕之间就完蛋了 柳家如果走错了道 那不仁后尘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柳家这么大 我可逼忧不了 而且 这是属于你的活 和我关系并不大 说到这儿秦飞微微一顿 随后才说到 你如果不想柳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就拼命地活下去 这才是你当前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可我该怎么活 柳家老祖满脸都是苦涩之意 大概五十年前 柳家老祖 其实就已经感应到了自己的大线 与此同时 他也在拼了命地修炼 意图突破到更高境界 只是境界的壁垒实在是太强了 他哪怕是为之奋斗了五十年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年轻力壮之时 他尚且不能够突破境界 现在他都已经游进灯窟了 他怎么可能卖得过这道鬼门关 这就相当于 他的双腿双脚都已经被打断了 没有办法的 我一会儿会为你炼制一枚密钥 这就是你突破到圣经后期的一个契机 如果你能挺过去 那你从今往后就是圣经后期 如果不行 那你只能带着遗憾去坟墓里 我 我真的能行吗 不得不说秦妃的话 对柳家老祖的诱惑很大 毕竟在这个世上 明知能活 却还要选择死亡的人还是少数 更何况 一听秦妃这样说 柳家老祖忽然就不想死了 能不能想这种话 你不应该问我 而是该问你自己 其实 以当前柳家老祖的情况 他最应该服用的丹药是破镜丹 只可惜秦妃实力不够 他连静优大师所需要的破镜丹都炼制不出来 那自然而然柳家老祖也服用不成了 所以秦妃现在只能够替他炼制宁气丹 柳家老祖之前的境界是圣经中期巅峰 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契机 如果秦妃能给他提供一个这样的契机 他未必就没有机会突破到圣经后期 当然 最理想的结果就是 他能突破到圣经后期 如果不能 那最起码秦妃也帮过他 只能说成是在人谋是在天 人中就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好 那我就尽全力一事 人家秦妃都已经这样说了 如果柳家老祖不摆出自己的态度来 恐怕秦妃也不会对此事伤心 所以此刻他的声音也异常坚定 这边秦妃已经把一些基本情况和柳家老祖交代清楚了 而在一边 柳红的动作也很快 他先是从自家宝库中选出了一部分灵药 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通过他们柳家的渠道 以最快的速度购买而来 前前后后 他所花费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柳家族的力量来搜集灵药 其效率自然高的吓人 当然 这也是这些古老世家的真正底蕴所在 毕竟 他们存在了这么多年 其人脉关系 自然非一般人能想象 战王 您要的东西我全都找来了 火急火燎的 带着秦妃所需要的灵药 冲进老祖所在的地方 见老祖现在看起来并无什么异样 他这才悟自地松了一口气 很好 看了一眼柳红收集而来的东西 秦妃点了点头 随后才对他说道 你替我寻找一个 僻静且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 我要替你们柳家老祖炼制 一味秘药 好 那你跟我来 柳家族人和下人这么多 他们家最为僻静且安全的地方 就只有这家族深处了 也就是不远处的一间房 战王 你要做什么 就在这里面进行吧 我会全程守在外面 将秦妃带到这间房的跟前 柳红开口说道 记住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别来打扰我 我不能受一点点影响 我记住了 柳红狠狠地点了点头 熟练地将手机关机 随后秦妃取出了自己的金龙顶 以他当前的能力 他无法炼制出破禁丹 所以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的 帮柳家老祖炼制宁气丹 而且 以柳家老祖当前的境界 秦妃估计 一枚宁气丹 可能不会对他产生多大的效果 所以 秦妃要一次性炼制好几枚丹药 可惜的是 之前他所炼制的全部丹药 都已经送给了苏妹和官妙医 要不然他现在也不用耗费这个功夫 第1075章 帮助柳家老祖 炼丹对秦妃而言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特别是炼制宁气丹这种丹药 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秦妃将柳红所搜集 来的灵药全部耗尽 而他也得到了四枚宁气丹 一枚宁气丹 可以让柳家老祖庸 有一次冲击更高境界的机会 而秦妃这次 足足给他准备了四次机会 如果这样他 还是无法将自身境界 提升到盛境后期的话 那也只能说 他命该如此 带着自己所炼制的丹药 秦妃打开了房间的门 而在门外 早已等候多时的柳红 见秦妃开门 他立刻就冲上来问道 战王 结果怎么样了 命要是成了 但你们柳家老祖 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毕竟 我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柳家的大恩人 之前秦妃没有来的时候 柳红就算是身为盛境强者 可他也拿老祖的伤势没有办法 可秦妃就不一样了 他最起码能提供解决的办法 所以就冲着这一条 他们柳家就应该感恩于秦妃 行了 客套的话留着后面再说 先去你老祖那边看看 说话间 秦妃主动往那边走 柳家老祖的情况 可拖延不得了 因为越拖他的伤势 就有可能越严重 只是让秦妃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和柳红 来到柳家老祖所在的地方 只见柳妃竟然在陪着 他们柳家老祖打纸牌 两人现在正打得起劲呢 你小子这牌击不行啊 赶紧给钱给钱 柳家老祖伸出了自己的手说道 老祖 您是长辈 我是晚辈 您就不能让让我吗 见自家老祖这般模样 柳妃十分无奈地说道 真是笑话 人家都说牌场上无父子 你是不是输不起啊 好好 我给钱 给钱还不成吗 柳妃无语 随后直接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打钱 交给了老祖 两人玩的牌很简单 就是单纯的笔大小 只可惜 幸运之神一直都没有光顾柳妃 搞得他已经连输几十罢了 还好两个人打得并不大 一把输赢一万块 可饶是如此 柳家老祖现在跟钱 也已经有一大堆钱了 全都是柳妃输的 嗨嗨 见两人玩得起劲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 秦妃不得不洋装咳嗽了一声 他这一刻 立刻就将两人惊醒 当柳家老祖看见秦妃和柳红竟然来了 一时间 他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并且顺势拍了拍自己屁股上的灰 不好意思啊 闲来无事 所以就打了会牌 让你们看笑话了 你小子赶紧把钱收回去 真是丢人现眼 柳家老祖踢了柳妃一脚说道 多谢老祖 听到这话 柳妃先是一愣 随后这才喜滋滋的 将钱重新收了起来 几十万对老一辈的人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可对柳妃而言 几十万足够他在外面挥霍一天时间了 这不是纯纯的写传吗 能够对你产生辅助效果的东西 我已经炼制出来了 接下来是生是死 就得由 你自己来把握了 秦妃淡淡的对柳家老祖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的道理我懂 尽管来吧 柳家老祖的声音很洒脱 也全然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 反正他最坏的结局也不过一死 现在最起码可以有机会 去搏那一线生机 希望你接下来的运气 也会和你打牌一样 加油吧 为了我柳家的千秋霸业 我就算是死那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柳家老祖的声音异常坚定 而他的这种坚定 也感染到了柳红和柳飞 一时间他们也孙俩 都在心头默默地替自家老祖欺负 老祖若是挺过了这一关 那他们柳家势必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 可若是挺不过去 那他们柳家接下来的日子 恐怕就有些难过了 所以老祖的成败 关乎着他们整个柳家的命运 无关人员先退出去吧 这时秦飞开始清场了 他要给柳家老祖服用丹药 而这种东西 目前根本就没有在市面上流通 所以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秦飞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给柳飞爷孙俩看为好 至于柳家老祖 秦飞相信他会替自己保守秘密的 连我们也要出去吗 听到秦飞的话 柳红和柳飞都面露为难之色 要知道老祖现在本就到了将死之际 如果老祖这次突破境界失败 那他们岂不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人家让你们出去 你们就出去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这时柳家老祖眉头一皱说道 怎么 是你们不相信我的为人 还是说不相信我的能力 这时秦飞忽然反问了一句 战王 是我们唐突了 我们这就出去 一个秦飞 一个老祖 两个都不是他们 能招惹的存在 所以柳红只能在道歉之后 默默带着柳飞离开了房间 老祖 我会亲自镇守门口 直到您出关为止 这时门外传来了柳红的声音 柳家老祖没有回应对方 因为这个时候说这些都是白搭 他很想看看 秦飞究竟会怎么样帮助自己 而秦飞也没有第一时间拿出丹药 只见他手指掐绝 很快便在房间周围布置了一重阵法 在这阵法之中 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外面的人听见 房间里的灵气亦不会泄露 这已经是秦飞能够为对方所做的全部了 这里是四枚药丸 每一枚当中都蕴含滔天能量 我想一枚应该就足够你冲击圣经后期 所以你一共有四次机会 还能有四次机会 柳家老祖瞪大了眼睛 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原本在他看来 自己能有一次冲击圣经后期的机会就不错了 可现在秦飞却告诉他有四次 惊喜实在是来得太过意外 他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如若你四次都不能够突破境界 那我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这可能就是你的命 放心吧 无论成败 你都是我柳家的恩人 说到这儿柳家老祖就地盘坐了下来 问道 需要我怎么配合你 不用你配合我 是你自己直接服用药丸 然后去冲击更高的境界 当然 为了使这药丸达到药效最大化 我建议 你先调整好自己体妹的状况 争取李渔月龙门 我身体内部的情况早已糟糕透顶 哪里还需要额外的调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随便你 秦飞直接将四枚凝气单全部都递给了柳家老祖 第1076章柳家老祖突破 每个人都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 既然柳家老祖说他不需要调整 那秦飞还能说什么 不过对方说的话 其实也不无道理 他本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浑身上下 四处都是死气弥漫 虽然秦飞帮他稍微抑制了一下 可他根源上却还是一个腐朽至极的躯体 就这样的身体 估摸着调整了 也和没调整无区别 是直接吃吗 拿出其中一枚凝气单 柳家老祖开口问道 是直接吃的 不过其中蕴含的力量非常霸道 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 秦飞提醒道 那就让狂风暴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想要让自己腐朽的身体重新焕发生机 柳家老祖需要的力量越霸道越好 所以这宁气单正和他意 只是他太小瞧这宁气单当中所蕴含的力量 当一枚丹药被他喂入到自己口中之中 可以看到他蹊跷瞬间开始往外狂涌灵气 怎么都止不住 运转功法 即刻去冲击圣经后期 这时秦飞的声音再度响起 听到这话柳家老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将自己的功法运转了起来 因为丹药中所蕴含的力量格外霸道 这一刻柳家老祖干瘪的脸颊 甚至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饱满了起来 他就像是瞬间黏碎了几十岁一样 可秦飞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 一旦他体内力量枯竭 他还是会回到刚刚的状态 不过片刻的功夫 柳家老祖的气息就已经来到了盛进中期巅峰 也就是他曾经最厉害的状态 向死而生 给我冲吧 柳家老祖一声低喝 随后他开始向盛进后期发起了冲击 常言道 置之死地而后生 现在的柳家老祖就非常符合这一条 他本是将死之人 可在秦飞的帮助之下 他竟然可以去冲击盛进后期 这不就是先死后生吗 当然 他死容易 生可能就难了 他花费几十年时间都没有攻破的盛进后期壁垒 现在攻破起来依旧困难 第一次冲击他 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而他失败的原因其实也简单 他单单是气息恢复到巅峰 就已经花费了大量的力量 而后续的力量跟不上 他自然就无法突破到盛进后期 而柳家老祖也紧急之前 秦飞对自己所说的话 所以此刻他哪怕是失败了 他脸上也没有任何的气馁之色 反正他还有三次机会 不着急 取出第二枚宁气丹 他毫不犹豫地放入到了自己口中 有了之前的第一枚丹要打底 这第二枚宁气丹的效果就强太多了 他直接就是巅峰状态 并且开始冲击盛进后期 还好 实则也在暗自观察柳家老祖身体内部的情况 虽然两者的修炼功法不同 但修炼这东西殊途同归 细致地观察人家冲击更高境界 这对秦飞来说也会有一定的感悟 说不定他也能从中获取到什么突破奇迹呢 境界壁垒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但修炼之人却能清晰地感知到 不过秦飞拥有透视能力 他也能够大致观察到 对方的境界壁垒究竟在哪里 很快 柳家老祖的第二次冲击境界失败 他的境界壁垒实在是太稳了 稳到柳家老祖的额头上都已经冒出了汗水 接连两次都不行 这对他的自信心也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第三次一咬牙 柳家老祖将第三枚宁气丹丢到了自己嘴里 力量还在持续性的上涨 而柳家老祖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境界冲击 而这一次他冲击境界的时候不仅没能成功 反而还因为体内死气爆发 造成了严重的反噬 张嘴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战王 我这身体恐怕已经支撑不起了 看向秦飞柳家老祖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苦笑 他其实是很想突破到圣经后期的 只奈何他这腐朽的身躯已经扛不住了 不还有一次机会吗 秦飞开口说道 这没要完 你还是留给我柳家的后辈族人吧 我想他们应该比我更需要这东西 境界壁垒实在是太坚固了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将其攻破 更何况他现在身体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就算是他服用了最后一枚丹药 恐怕也是白搭 明摆着就是浪费 他又何必服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至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你连这点决心都没有的话 我估摸着你 到死也到不了圣经后期了 这时秦飞摇了摇头说道 几十年都无法突破境界 这足以说明是对方的修炼肯定出了什么岔子 譬如说功法问题 还有自己心境的问题 就如同当初的冥王一样 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 所以他才迟迟无法从神境后期突破到圣经初期 但经过秦飞的一番开导之后 他最后不也成功地突破了境界 所以柳家老祖 如果想要突破境界 应该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柳家老祖开口询问道 向死而生 秦飞回答道 向死而生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泥南复制了好几次 随后眼神中这才多了一些光彩 的确 做上柳家高位这些年 他一直都是龙都的几大霸主之一 平日里谁敢对他不敬 所以渐渐的他就失去了斗志 以至于几十年都没能突破境界 而且他缺少了战斗的魔力 同时也缺少了生死之间的感悟 这对于修炼之人来说 几乎是致命的 秦飞为什么能突破这么快 那还不是因为 他不知道多少次险象还生 所以柳家老祖如果想要突破 他必须要拿出 常人所没有的决心 反正他都已经成这个鬼样子了 再坏 也不过是死亡 罢了 既然你下不去这个决心 那你就把东西还给我吧 我会转交给你柳家的后人 见对方迟迟不说话 秦飞摇了摇头 随后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可就在他伸手的这一瞬间 忽然柳家老祖一张嘴 他将最后一枚丹药 喂入到了自己嘴里 看到这一幕 秦飞微微一愣 随后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他一共给对方准备了四次机会 而这最后一枚宁气丹 就是对方唯一的机会 如果这一次 他还是无法将自身境界 提升至圣境后期 就算是他暂时不会死 但也绝活不过三天 你当我几十年时间 而今天我就将与你决一死战 柳家老祖的口中发出了抑郁 随后他浑身的气息 在这一刻上升到了极致 他的额头上青筋抱起 甚至身体都在不受控制的战力 背水一战 他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么一次冲击机会 要么生 要么就是死 不会再有第三种选择 下一秒 柳家老祖的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他的五脏六腑再度遭受反噬之伤 这便是强行冲击境界的代价 哈哈 来吧 有本事就让这苍天收了我 虽然自己受伤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甚至这一刻 他还施展了某种秘术 让自身气息再度膨胀 秘术分多中有燃烧鲜血的 也有损耗寿命的 但也有另外一种秘术 那就是燃烧自己的灵魂 柳家老祖刚刚所施展的正是这种 有人说世上有轮回 而一个人如果连灵魂都被焚烧殆尽的话 那就连转世都不可能 所以此刻的柳家 老祖称得上是彻彻底底的孤注一致了 他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一丁点退路 他是盛进中期的修为 其灵魂力自然异常强大 借助这一股忽然暴涨起来的力量 他整个人的气息都化作了一把利剑 直指苍穹 给我破 他的声音仿佛能够穿透灵魂 但下一刻 他嘴巴一张又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再之后他整个人都倒向了大地 气息当场溃散 这就完了 看到这一幕秦妃神色一变 连忙走到了柳家老祖的面前 可还没等秦妃伸出手 查看对方状况 忽然柳家老祖就像是突然炸尸了一般 蹭的一下就从地上坐了起来 只见他的双目像是两轮太阳一般璀璨 再细看更是深邃无比 原来 这就是圣经后期 柳家老祖的口中发出了喃喃自语 随后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的体内横扫而出 导致秦妃所布置的阵法都在这一刻崩溃 扑 门外 一直在等候的柳红爷柳妃 也万万没想到 房间里会忽然爆发出如此强劲的一股气息 一时间 两人都被压制的吐血 而且不仅仅是他们 超过半数的柳家人都在这一刻负伤了 柳家王族吗 就在门外柳妃快要被压制的断气的时候 忽然秦妃的口中发出了声音 让柳家老祖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 强大的气息像是潮水一般飞快消散 最后全都收缩回了柳家老祖体内 毫无疑问 这一刻的他已经是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哪怕是以秦妃当前的实力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好意思 太久没有突破过境界了 所以一时间没控制住 你没受伤吧 眼神中的璀璨光芒消失 柳家老祖一脸歉意的对秦妃说道 我倒是没什么大案 但你看看门外 顺着秦妃所指的方向看去 请客间柳家老祖脸色大变 连忙冲了出去 第1077章 逆天改命 柳红还好 起码是圣经初期的修为 能稍微抵御一下强者所带来的气息压迫 但柳妃就惨了 他修为太低 外加上距离秦妃二人过境 在这种情况下 他蹊跷都在往外冒险 一条命恐怕也就剩下了半条 现在他两眼发白 浑身都在不自主的站立 看起来就像是发了阳巅峰一样 喂 你小子可别想讹我呀 快自己爬起来 这时柳家老祖用手踢了一下柳妃说道 他现在五脏六腑接受损 如若不抓紧时间治疗 恐怕他后半生就毁了 这时秦妃开口说道 这么严重吗 听到这话柳家老祖微微皱眉 随后他将自己的手搭在了柳妃的身上 源源不断的浓郁真气 正顺着他的手臂涌入到柳妃身体内 让柳妃伤势得到了极大恶致 不过就在柳妃刚刚才恢复一点正常的时候 忽然他张嘴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吓了柳家老祖一跳 啥情况 眉头紧皱 柳家老祖目前也有些束手无策 他虽然刚突破到了圣经后期 可他对救人这一块并不精通 老祖 咱们可以请湛王出手 这时柳红的一句话让他反应了过来 对啊 秦妃可是出了名的神医 让他出手绝对错不了 想到这柳家老祖连忙放开了柳妃 转头对秦妃说道 湛王 还请您出手相助 就这么一点小伤 我出手岂不是大才小用啊 随便给他用点灵药 就没事了 秦妃淡淡说道 可是 我看他挺痛苦的 这时柳家老祖迟疑了片刻后说道 罢了 怎么说 当初柳妃也叫过自己大哥 他的伤的确靠灵药能治愈 可一旦拖延时间过长 他留下后遗症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秦妃也只能勉为其难的出手一次了 来到柳妃进前 秦妃一巴掌就拍在了他的胸口 破 他的这一掌用力可不轻 当场就拍的柳妃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甚至还夹杂着脏气碎片 你 看到这一幕 柳红和他老祖都吓得不轻 刚刚柳妃都已经吐过一次血了 可现在秦妃更狠 这怕不是要把柳妃给活活打死吧 别担心 我只是让他把体内的淤血清除干净 这样更利于稍后的恢复 秦妃淡淡的解释了一句 随后才说道 给我半分钟 还你们一个健康的活泼小子 几乎就在秦妃说话之时 秦妃火速出手 一根又一根银针 从他的指尖席卷而出 分别刺入到了不同的穴位之中 全套动作一气呵成 快到柳红这种级别的人都反应不过来 好了 收回手 秦妃一脸淡然的回答道 这就好了 见状柳红和他老祖面面相去 都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救人也太快了吧 这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 柳红低声自语道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这句话 可不是乱说的 秦妃摇了摇头说道 嗨嗨 就在这时 柳飞的口中 发出了阵阵咳嗽的声音 紧接着他缓缓醒转了过来 他身上的针暂时 先不要取 大概十分钟过后再取 要知道 秦妃下针虽然看起来容易 可实际上 这对失针者的 控制力要求极为苛刻 而且每一针当中 都蕴含着秦妃体内的力量 这些力量 会持续性的治愈柳飞体内的伤势 直至他彻底痊愈 听到没有 十分钟过后再取针 这时柳红低头 朝柳飞呵斥一声 随后这才看向了自家老祖 面露喜色 他万万没想到 老祖竟然真的跨过鬼门前 并且还突破到了 更高的圣经后期 在他们柳家的历史上 还从未出现过 圣经后期这种级别的强者 所以 老祖这等同于开创了历史 甚至放眼整个龙都四大古世家 除了曾经谢家 出过一位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其他三个家族 最高也就是圣经中期 但现在 他们柳家 却出了一个圣经后期 并且还是一个活的 恭喜老祖 贺喜老祖 这时柳红对着自家老祖恭敬说道 这一切 全都是人家湛王的功劳 你恭喜个屁 我看你还是先想想 怎么感谢人家吧 这时 柳家老祖没好气的说道 对对对 湛王的功劳 听到这话柳红终于反应了过来 连忙对秦妃说道 湛王 我马上就让下面的人 把资产转让协议弄出来 咱们先去议会厅喝个茶 来之前 柳红就已经和秦妃达成了约定 若是他们老祖能活 他们柳家愿拿出他们 总家产的一半出来赠予秦妃 而即便失败 秦妃也能拿两成 现如今 他们老祖不仅活下来了 甚至还突破到了圣经后期 如此惊天喜事 莫说是 拿他们一半家产出来了 就算是拿七成 恐怕柳红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原因很简单 随着老祖现在的境界 登临圣经后期 放眼整个华夏 又有几个人能挡得住 所以 接下来他们柳家如果要挣钱 那岂不是比吃饭喝水 还简单 行 刚刚亲眼看着柳家老祖突破到圣经后期 秦妃虽然没有太大的感悟 但他通过自己的透视能力 也看到了一些平日里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正好可以梳理一下 秦妃三人都跑去喝茶了 而身受重伤的柳妃 则是让他们留在了原地 搞得柳妃满脸 都是悲怅之色 合着我就这么 被遗忘了 望着三人离开 柳妃欲哭无泪的想到 境界突破 柳家老祖不仅修为上来了 甚至他的容貌 都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老太全在他身上 被一扫而空 甚至于他的头发 都已经变成了黑色 此刻他就算是说 自己是中年人 恐怕都有人会相信 这就是真正的逆天改命 现在你感觉自己 还有多少寿源 这时秦妃开口问道 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我感觉自己 还能再活五百年 柳家老祖语出惊人 让秦妃也被感意外 这圣经后期的命 可真是够长的 他的情况 应该就和自己之前一样 虽然兽源被耗尽了 可只要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那就会获得海量的生命力 这便是 上苍给予修炼者的恩赐 那真是恭喜你了呀 短暂的愣神之后 秦妃对着柳家老祖恭贺道 这老家伙人不错 哪怕是突破境界后 也没有在自己面前摆架子 这说明 自己今后 又将在龙都这个地方 多出一位强大盟友 朋友吗 那自然是多多益善 第1078章 意外之喜 柳家老祖 境界突破到圣经后期 这对整个柳家来说 都是非同凡响的一天 虽然在他们老祖突破的过程中 导致整个柳家上上下下的人 都受损严重 可在秦妃他们几个人喝茶之时 柳红却还是吩咐了 他们柳家的下人 开始在家族内部张灯结彩 简直搞得比过年还要热闹 没办法 谁让他们柳家出了大喜事呢 而且 柳红还放出豪言 接下来将要宴请 整个龙都的上层社会人士 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所有人 说是宴请 其实这在秦妃看来 也和装逼没什么两样 他们无非就是想在外人面前 显露他们柳家的实力罢了 不过柳家在龙都扎根这些年 现在忽然就有了一尊圣经后期 他们想要大张旗鼓地炫耀一下 也是人之常情 秦妃完全可以理解 只是当柳红说 要给秦妃发邀请函的时候 秦妃却拒绝了 毕竟抛头露面的事情 他做得太多了 与其参加这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的宴请 那他还不如待在自己家里 多练几枚担药 柳家的仲谢正在有条不紊的准备之中 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一位专门负责管理他们柳家资产的族人 从外面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 他手里抱着一大堆资料 全都是接下来将要转让给秦妃的柳家资产 毕竟万一的规模 那操作起来自然是异常困难 半个小时都还是他们疯了似的才赶出来的 战王 请您过目 将诸多资料接到手里 柳红看都没看 我相信你们柳家的为人 所以你们只需要操作 把这些东西划入到我飞天集团 旗下即可 好 柳红点了点头 该拿的东西已经到手 秦妃也没有必要留在柳家这里浪费时间了 不过就在他即将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把柳家老祖叫到了一旁去 有关于丹药的问题 秦妃的好好的和对方说到说到 之前秦妃之所以没说 是他觉得 这柳家老祖旗大可能无法突破到盛进后期 甚至会在突破境界的过程中死亡 但现在对方不仅活下来了 而且还突破了境界 在这种情况下 秦妃自然不希望有关于丹药的事情会泄露出去 听完秦妃的一番叙述之后 柳家老祖满脸都是惭愧之色 因为他没想到 秦妃为了帮自己竟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原因很简单 为了避免后续柳家人继续找自己所要丹药 秦妃直接说 自己所炼制的药丸 需要耗费自己的生命力 在这种下 他炼丹就等同于是在变相的杀自己 而他越是这样说 柳家老祖的心中就越是惭愧 因为他觉得秦妃为了帮他 实在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湛王 那我需要做什么 才能够补偿你 柳家老祖主动问道 这样吧 把你的灵药都拿给我吧 灵药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充我的生命力 秦妃想了想之后说道 灵药 听到秦妃的话 柳家老祖的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要知道 当他知晓自己命不久已之后 他把自己的所有灵药 全都交给了家族内部处理 所以秦妃现在问他要灵药 反正你们柳家也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半个柳家家产都不知道能买多少灵药了 所以秦妃已经知足了 不过他虽然知足 但柳家老祖可不会就这样算了 特别是当秦妃主动说算了 他在秦妃的帮助下 才最终突破到了圣经后期 并且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如此天大的恩情无异于再造之恩 所以秦妃既然向自己提灵药了 那他无论如何也要满足秦妃的愿望 想到这儿柳家老祖直接叫来了柳红 问道 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灵药库存 灵药不多大概也就几百猪的样子 柳红不敢隐瞒自家老祖 将老底都说了出来 两百猪是几百猪 九百猪也是几百猪 你就不知道一个准确的数 柳家老祖神色一沉 老祖 我一般不过问这些事情的 要不您信容我了解一下 还了解个屁 不管我们家族还有多少灵药 你现在全都一株不落地丢取来 听明白没有 是 我这就去办 老祖的吩咐柳红哪里敢怠骂 当即亲自去操办这件事 灵药我们柳家肯定有一些 你先别着急啊 他已经取去了 柳家老祖对着秦妃微微一笑说道 我时间有的是 可以等 几百猪灵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这对秦妃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他本来就是随口扎一下柳家老祖 却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轻易就上当了 这一刻 秦妃心里甚至有种负罪感 毕竟他已经从柳红那里 收了足够的好处 但现在 他还要从柳家老祖这儿 获得几百猪灵药 这一趟 他属实是赚大了 战王 后天我们柳家将宴请群雄 你要不还是过来一趟吧 随着一会听 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柳家老祖再一次向秦妃发出了邀请 我过来干什么 秦妃眉头微皱 他之前都已经拒绝过了柳红 却想到 这柳家老祖竟然还不死心 是这样的 我准备 当着整个上层社会的面 宣布我柳家 将与你以及你的飞天集团彻底联盟 组合成一个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甚至可以结为世代同盟 不得不说 柳家老祖的魄力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龙都的几个世家之中 他们柳家 恐怕还是第一个主动向外界抛橄榄枝的 当然 对方心里想什么秦妃一清二楚 他无非 就是看中了自己的潜力 所以 这才选择提前结盟 因为今后一旦自己的境界突破 他再来结盟 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年头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贪难 柳家老祖选择的就是后者 那我可得提前和你说清楚 国内外现在想要杀我的人 一抓一大把 甚至暗魂组织 还将我列入了他们的必杀榜 一旦让他们知晓 你们柳家和我 以及飞天集团走得这么近 你就不怕害得你柳家朝夕之间倾服 这个担心完全就是多余 如果暗魂组织的手 真能伸到我们龙都来 那估摸着 我们国家也快要完蛋了 所以 我根本不拒 柳家老祖 作为一个活了数百年的老怪物 他太清楚武王的实力了 只要武王还活着一天 暗魂组织便一日 不敢来华夏乱搞 有这一条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和秦妃结盟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既然你有这意思 那我现在也表明一个态度 我们相互之间结盟可以 但各自旗下的企业 还是个体运营 互不干涉 这是自然 柳家老祖点了点头 所谓的结盟 其实也就是高等战力的集合 仅凭一个秦妃 一个盛进后期的柳家老祖 恐怕整个华夏 就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了 至于龙都另外一个王家 他们虽然也是世家 但现在 他们和柳家的差距 已经拉开了 从今往后 他们估摸着 也只能够归缩在 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行动了 那你后天过来吗 柳家老祖又问 那我看看有没有空吧 如果有空的话 我就过来一趟 秦妃想了想回答道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随着柳家老祖话音落下 柳红也带着一口大箱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箱子里装的 正是他们柳家 目前的所有灵药储备 老祖 这里一共有灵药472株 您看要如何处置 柳红恭敬地询问道 灵药现在都不是我的了 你得问人家 湛王要如何处置 柳家老祖淡淡说道 多谢了 而秦妃也没有和他们 多说什么 当着两人的面 就将这一口大箱子 收入到了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平白得来的几百株灵药 他才不会和对方客气 毕竟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啊 看到秦妃 竟然把灵药一口气全收走了 柳红一时间有些傻眼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们整个柳家 好几年的修炼口粮啊 秦妃就这样给他们拿了 你压个屁 人家湛王为了救我 付出了惨重代价 这点灵药 只是给他的一点补偿 柳家老祖不喜道 可是老祖 没了这些灵药 我们接下来 要怎么安排家族的修炼计划 柳红有些着急了 他并不知道 老祖要这些灵药 是准备拿来送给秦妃的 如果早知道 他肯定会提前提出意见的 毕竟这关乎他们全族人的修炼 马虎不得 我说你是不是猪脑子 秦妃就在旁边 柳红竟然还在一点灵药上面纠缠不休 当即柳家老罪的神色 就阴沉了下去 他刚刚才和秦妃达成结盟 柳红说这些话 不是故意搅局吗 他真是恨不得 一巴掌打在对方嘴上 灵药没了 难道你不知道花钱出去买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是不是 柳家老祖的声音有点冷 柳红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低下了头 老祖教训的是 我一会就命令下面的 去购买灵药 一下子没了几百株灵药 的确是有点肉疼 这这也不至于 让他们柳家伤筋动骨 这个时候 他还是得赶紧认错 才是正确的 我先走一步了 长辈训斥晚辈的 戏马秦妃没有兴趣看 所以他带着柳家的这些灵药 静止地离开了他们家 第1079章 眼见 跪下 秦妃前脚刚走 后脚柳家老祖 立刻就对柳红呵斥了起来 别看柳红是柳家的现任家主 甚至还是盛进级别的强者 老祖 您这是怎么了 柳红并没有第一时间跪下 他十分想知道 老祖这是在搞什么幺蛾子 同样的话 你千万不要让我复述第三遍 我让你跪下 难道你听不见吗 这一次柳家老祖的声音 已经带上了些许怒气 吓得柳红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做人得有眼力见 更要有意去拓宽自己的眼见 刚刚我才和战王达成结盟的意见 可你转头就给我出岔子 在你眼中 几百株灵药的价值 是否要远远高过 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柳家老祖冷问道 我 我不知道这事啊 柳红额头上 已经有汗水冒了出来 哼 好 我就算你不知道这回事 可人家战王是谁 他是武安局的领袖之一 更是咱们华夏最妖孽的修炼之人 多少人想要交好 他都找不到门路 我现在真怀疑 你脑袋里是不是装的豆腐炸 柳家老祖 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是 老祖教训的是 一听老祖这样说 柳红也知道 自己刚刚明显 是把路给走窄了 还好有老祖从中斡旋 要不然 他柳家和秦妃的关系 恐怕就要出现裂痕了 记住 他是我柳家建筑历史上 最贵最贵的贵人 今后你见到他 就要像见到我一样 而且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能拥有现在这样的修为 也是人家帮的忙吧 柳家老祖瞥了一眼 柳红问道 是 老祖越是这样说 柳红的心头 就越是惭愧 有关于战王的事情 你先想想要如何弥补吧 我还要巩固境界 不想和你浪费口舌 说完这句话 柳家老祖直接拂袖而去 他实在是让柳红的猪脑子给气到了 而他才刚走 一回听外面 就有一个年轻人冲了过来 正是柳飞 爷爷 您 您这是跪错地方了吧 见柳红跪在地上 柳飞先是一愣 随后这才开口说道 他本来以为 爷爷是在感谢柳家的列祖列宗 所以才会跪下 可他根本就不了解事实 也不知道柳红现在的心情 大人的事情 你一个小孩子少插嘴 好好地待在家里修炼 哪里都不准去 说完这句话 柳红也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得找地方弄灵药去 一方面是家族内部需要消耗灵药 而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 他要准备另外一批灵药 拿去补偿秦妃 我 看着爷爷火急火燎地离开 柳飞脑子里都在嗡嗡嗡地响 他先是被秦妃 他们三个人遗忘 现在他稍微好点了 又遭爷爷呵斥 合着就他一个人是多余的了 他现在只想说一句 我他妈着谁惹谁了 从柳家离开 秦妃静止地返回了明月一号 在柳家这里 他又是炼丹 又是看着柳家老祖突破境界 这一来一去的外面都已经半下午了 所以 他得赶紧回去 看看路斯斯去 不过在秦妃驱车 返回到明月一号的时候 他中途接到了陆岩的电话 说的是 柳家的人已经带着合同上门找他们了 并且还主动奉上了柳家的支柱核心产业 万一资产 就这样平白地让给飞天集团 陆岩担心 其中会有诈 所以 这才连忙给秦妃打电话确认一下 毕竟这样的 简直就是一个商业帝国呀 没事 他们这是主动送福利来着 全收了就是 秦妃一脸淡然地回答道 我靠 他们要是再这样送下去 那还不如直接让我们吞并了算了 之前 柳家就已经给他们飞天集团 送过一大波福利 并且还是柳妃亲自来送的 现在倒好 他们竟然把自家的支柱产业 都交给了飞天集团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秦妃所说 陆岩甚至都怀疑柳家的人 是不是都疯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积累 说送就送 简直是毫无人性 吞并他们倒不至于 他们不过是深安舍得的道理罢了 秦妃淡淡地回了一句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柳家老祖 现在已经贵为圣经后期 这样的修为 不仅在华夏境内当属顶尖 就算是 走到国际社会上 那也称得上是 一等一的大佬 连秦妃都不是他的对手 此种情况下 他如果想要扩大柳家的经营范围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现在 他们舍弃万一家产 说不定隔断时间 就能收获两万亿 甚至更多 眼界这东西很重要 只可惜到现在 也有很多人弄不明白 那我可就真的 把这些产业给收下了 陆岩再度不确定地问了一嘴 让你收你就收 反正又不要我们出一分钱 拿成 简单地交代了 几句过后 秦妃将陆岩的电话挂断 随后直奔家里而去 陆平果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 自打秦妃出门后 就一直没有带陆思思出来 两人正在家里看电视 姐夫你回来了 看见秦妃回来 坐在沙发上的陆平 赶紧站了起来 而且 他也立刻把手里正在吃的薯片 藏在了身后 嗯 秦妃微微点头 随后才说到 我还有点私人事情要处理 你继续带一下思思 等晚上你姐回来 给你们做饭 好 刚刚陆平的小动作秦妃 自然也看到了 可陆平都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 吃个蓬化食品 竟然还要躲着自己 真把自己当老虎了 心中无语 秦妃也很快回到自己的房间 刚把门关上 他便迫不及待地取出了 柳红给自己的那些灵药 柳家虽然是龙都的四大世家之一 可他们的家族底蕴 相比起之前独孤英雄的雷诺家族来 又差了许多 而且 他拿出来的灵药品质 也参差不齐 其中起码有一半灵药的年份 都不到百年 也就适合炼制补气丹 这种最低端丹药 难怪柳家这些年 实力无法暴涨起来 修炼资源这么差 这能培养出绝顶强者才怪 钱太多放着 也就是一串数字 唯有把这串数字变成实力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秦妃现在必须要利用手里的钱 大肆购入灵药 直至外面很难找到灵药再说 毕竟这玩意 才是真正的修炼硬通货 钱说白了 只是一种国家发行的货币而已 一旦秩序失控 钱立刻就会失去作用 接下来又有的忙了 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秦妃一下子就趴在了自己的床上 手里灵药太多 她得慢慢的将其变成丹药才行 第1080张 她是我的老迷地 第二天 秦妃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 她正在里面闭关炼丹 第三天 秦妃本来还想继续炼丹的 但她的房门却让人给敲响了 听着金龙鼎当中传来的炸响声 秦妃神色一沉 要知道炼丹的过程中 一旦被打扰 那是非常容易炸丹的 而且丹药一炸 那就代表好几百万打了水漂 抬起头看了一眼门外 秦妃本来心里很生气的 可一看到站在门口的人是慕容卿 她也只能够深吸一口气 而后强行将内心中的脑目压制了下去 慕容卿是个很好的女人 自己没有理由对她发火 更何况 她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恐怕也不会主动过来敲自己的门 将金龙鼎收起 随后秦妃打开了房门 呼 我还以为你听不见呢 看到秦妃 慕容卿长松了一口气说道 怎么了 秦妃开口问道 是这样 龙都的柳家将在今天宴请整个龙都的上层社会人士 这事儿你知道吧 慕容卿开口问道 知道 秦妃点了点头 刚刚我接到柳家那边打来的电话 说 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过去 慕容卿又说道 这些家伙还真是够急的 之前柳家老祖和柳红已经几次三番向自己发出邀请 当时秦妃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说的是有时间就过去 刚刚秦妃都想好了 等她炼制好了这一炉丹药就过去 可他们却着急的把电话打到慕容卿这儿来了 秦妃据我所知 柳家老祖前两天已经突破了境界 达到了盛境后期 如此强者堪称是五王之下的第一人 和这样的人拉拉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我们可不要拨了别人的面子 拉关系 秦妃看了慕容卿一眼 觉得有些好笑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们是主动邀请自己过去来着 这还用得着拉关系吗 不得不说这柳家老祖还真是厉害 竟然可以突破到盛境后期 一旁的慕容卿正 泥南自语 很显然 对于柳家老祖当前的盛境后期修为 他心中忌忌淡又羡慕 如果他知道柳家老祖的盛境后期 是秦妃帮忙的话 估摸着他下巴都能掉地上 将自己的手机开机 只见上面全是未接来电 其中柳家最厉害 最起码打了好几十个 而除了柳家之外 陆延和彭君也给自己打了不少电话 估摸着也是叫过去参加宴会的 这不 秦妃才把这些未接来电看完 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是柳红打的 柳家主 你这样给我搞电话轰炸 就不怕我的手机炸了 将电话接通 秦妃开口询问道 战王 如果你的电话当真炸了 我柳家可以陪你十步 哦不 可以陪给你一百步电话 柳红在电话里说道 战王 大部分的客人都已经到了 就差你们一家人了 老祖说了 若是你们不来 今天的宴会就不开始 不开始就不开始呗 反正亏本的人又不是我 秦妃美好气的说道 战王 是这样的 我这里已经为你背了一份礼物 算是我上次赔罪的 你们快过来吧 柳红生怕秦妃不来 连忙说道 不知是什么礼物 秦妃追问道 当然是品质更高的灵药 柳红并未对秦妃隐瞒什么 直接将礼物说了出来 之前老祖说 秦妃需要灵药 所以柳红这一两天 一直都在寻找这些东西 还好他运气比较好 弄到了一批好品质的灵药 正好可以拿来补偿秦妃 行 一会儿就到 既然对方还有额外的礼物送给自己 秦妃当然要去 这种跑跑腿 就能得到灵药的事情 绝对是好事 挂断电话 秦妃发现 慕容清正一脸诧异的盯着自己 我脸上有花吗 秦妃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问道 刚刚柳家主说你 如果不去 他们老祖就说不开宴会 你和这柳家老祖是什么关系 慕容清寻问道 我长得这么帅 他应该算我的一个老迷地吧 秦妃想了想之后说道 去你的 我和你聊正事 可你偏偏要跟我瞎扯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慕容清翻了翻白眼说道 如果我说 这柳家老祖是在我的帮助下 才突破了境界 你信吗 秦妃反问道 信 当然信 出乎秦妃的预料 慕容清竟然相信了秦妃所说的这句话 甚至还主动解释道 这柳家老祖的境界 几十年都寸步未尽 如果不是他碰上了一个机缘 他肯定无法突破到圣经后期 所以 他必须有外力帮助 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 这柳家主刚刚所说的话 也就可以解释了 秦妃帮了柳家老祖大忙 甚至是他的恩人 秦妃这个主角不去 他不开始宴会 也能解释了 不过想到这儿 慕容清又疑惑问道 你现在的战斗力 都不一定比人家高 你是如何帮助对方的 直接给他安排 几枚丹药 不就完事了 秦妃无语道 好了 剩下的话 咱们路上再说吧 秦妃现在急着去拿柳红 给自己准备的礼物 自然想早点过去 走吧 车子就在外面等我们 见秦妃不想多说 慕容清也没有再问 反正他现在 距离圣境战斗力 还远得很 就算是知晓了一些内幕 又有什么用 这一次 由慕容清亲自开车 他们二人连妹 前往了柳家 对很多龙都上层人士来说 龙都的这些古老世家 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神秘的 他们平日里 没有办法 见到这些神秘事理的人 更别提 是和他们有更深层次的接触了 所以 当这一次 柳家广泛邀请大家的时候 一些人甚至觉得 这就是一场骗局 世家怎么可能会 反向弯邀请他们 说不定就是暗中的骗子 看上了他们手里的钱 或者是产业 只是当有心人去 真正了解了一下之后 他们这才发现 邀请他们的柳家 竟然真的是 龙都的古老世家之一 如假包换 一时间 大家都对这场宴会 趋之若鹜 一个跑得比个快 所以 远没到宴会开启的时间 柳家上上下下 就已经围满了人 到处都是人潮涌动 而柳家也没有怠慢这些人 不仅市面上的奢侈茶水随便喝 一些小礼物 更是送到手软 保证了每一个过来的人 都不会空手而归 当然 他们所送的小礼物 也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 玉石翡翠挂剑等 价值最低 都是十万起步 由此可见 柳家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果然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 令我等望尘莫及 有人敢叹道 当然 这些都是龙都上层社会 比较边缘的人物 他们被邀请过来 更大程度 只是为了凑人气罢了 真正的那些大佬 都已经被柳家人 请到了那趟 这些人 要不就是身家过千亿的 要不就是修炼有成的强者 如那些身家百亿的 甚至都不够资格来这 这里 才是真正的主场 够热闹的呀 秦飞二人 刚刚才把车开到柳家外面 他们二人就已经看见了 外面停满的那些顶级豪车 什么劳斯莱斯兵力等太常见了 比比皆是 而且 幸好今天附近出现了 大批交警执情 要不然 这里的交通肯定要瘫痪 咱们车子停满 好像位置都没有了 这时 慕容卿左右看了看 随后这才为难的说道 如果早知道 这边这么难停车 他就应该叫山庄那边的 专业司机过来了 今天是柳家举办宴会 咱们把车子交给他们就是了 管他们停哪里 说着 秦飞开始指挥慕容卿 直接把车子 往柳家大门口对 作为柳家的大日子 柳飞特地被柳红 安排在了门口迎接宾客 一是为了锻炼柳飞的个人能力 二 也是让柳飞 在龙兜上层社会混个脸书 毕竟柳红迟早都是要 从家主之位上下来的 而柳家的小一辈当中 唯有柳飞的能力最为出众 所以 家主之位 最后很有可能会落在他的身上 既如此 早点磨练他 也并不是坏事 大哥 您终于来了 当秦飞二人 把车子开到柳家大门口的时候 站在门口的柳飞 一下子就看到了秦飞 眼前一亮 把车给我挺好 这是给你的小飞 秦飞从自己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 顺手就塞到了柳飞手里 而柳飞 不仅不嫌弃秦飞给的十块钱 甚至还乐呵呵的大声说道 多谢大哥的小飞 说完 他果然主动钻进了车里 将车给开走了 四 看到这一幕 不少不认识秦飞的人 立刻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作为来得早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柳飞的身份是什么 这可是 未来柳家的权力继承人 可现在 他竟然对秦飞这般恭敬 并且 人家拿的十块钱小飞 他还乐得不行 仿佛自己得到的 不是十块钱 而是一座金山 那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有人忍不住问道 切 真是没见识 连我们龙都 大名鼎鼎的湛王都不认识 活该你一辈子 也只能够守着自己的小破公司了 有人忍不住讥笑了起来 湛王 这名字 听着好屌的样子 何止屌啊 人家 完全就是屌炸天了好吗 他不仅战力超群 而是咱们龙都的飞天集团 就是他旗下的产业 他就是咱们华夏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嘶 听到这话 不了解内情的人 又是一阵到稀凉气的声音响起 第1081章 柳红的灵药渠道 秦妃的身份和地位 虽然在龙都流转很快 但这种流传 也仅限于真正的上层社会 而像是那些小企业的老板 他们是根本没资格接触到这些的 如果今天柳家不是为了凑人气 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等级别的聚会 所以 当他们得知了秦妃的身份之后 他们自然是既羡母又嫉妒 飞天集团现在的辨识度 实在是太高了 一款美颜膏 现在已经成为了那些爱美女性的标配 几乎人手一平 仅凭这一款产品 飞天集团 就足以躋身华夏企业的顶尖了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望着秦妃离开的背影 不少人眼睛都快要红了 只可惜 他们和秦妃的见面 也仅局限于这一次了 因为真正的会场 他们根本没资格进去 只能在这外面转转 战王 您这边请 进入到柳家内部 立刻就有柳家族人 认出了秦妃的身份 并且开始在前面 给他恭敬引路 一路的弯弯绕绕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柳家府院的身处 相比外边的嘈杂环境 这里就显得安静多了 当然 强者气息也更多了 这里是柳家本族人 平日里生活的区域 现在被拿来当做宴会会场 一进入道主会场 秦妃和慕容卿 立刻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没办法 谁让秦妃现在的名声太大了呢 见过战王 不少人都在这一刻 起身对着秦妃抱拳说道 而秦妃也没有无视他们 微微点了点头 绝大多数还是有点印象的 毕竟之前谢家的谢远 想要杀自己的时候 这些人就在现场 该吃吃 该喝喝 不用看我 秦妃淡然地对这些人说道 听到这话 大家都下意识地收回了目光 很显然 他们都清楚 秦妃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一尊杀神 他们可得罪不起 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秦妃的目光 迅速在全场一扫而过 他主要是看那些修为强悍的 就比如说 为数不多的几位圣经 其中一位和王家人坐在一起 想来就是他们王家的老祖了 至于王猛他们这样的人 说实话秦妃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 因为他们仅有神经修为 和自己的差距非常大 就算是他们侥幸突破到了圣经 那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数 秦妃当然没有兴趣多看一眼 湛王 你总算是来了 就在这时 柳红在柳妃的带领下集 匆匆地来到了会客厅 当他看见秦妃的时候 他满脸都是喜色 连忙说道 我们老祖都等急了 说到这儿 他连忙傅尔在秦妃身边说道 礼物我已经备好了 跟我来吧 行 跟着柳红 秦妃来到了他们柳家的后堂 也就是柳红平日里休息的场地 哈哈 湛王你看看 这些灵药的质量如何 刚刚才进入到一个屋子 秦妃便看到了柳家老祖 以及他面前的诸多灵药 此刻说话的人正是柳家老祖 低头看了一眼这些灵药 秦妃发现 这批灵药的质量 以及数量都比之前好 短短一两天时间 他们竟然能找到这么多 真是大大 出乎他的预料 质量不错 数量也不少 能告诉我 你们是在哪里找的这些灵药吗 秦妃对他们手里的渠道 十分感兴趣 湛王 这是我们柳家的秘密 这 柳红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为难 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 那就当我没问 见柳红这般模样 秦妃也没继续追问 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 柳红有他自己的秘密 再正常不过了 只是秦妃不想问 偏偏有人就想要说 只见柳家老祖 一脚踹在了柳红的身上 他十分不喜地说道 人家湛王问什么 你就说什么呗 难道你忘了之前 我对你说过的话了 之前他当着柳红的面说 对待秦妃 一定要像对待自己一样 可现在柳红明显 就是拿人家秦妃当外人了 他怎么可能会高兴 对他而言 秦妃是和自己同等级别的人物 那待遇自然的 和外面那些人不一样 可是老祖 这可是我们柳家的绝密啊 柳红苦笑着说道 什么绝密不绝密的 人家湛王和我们是自己人 如果你连这个东西也要隐瞒的话 那我看这个家主置为你 也别做了 让有眼力见的人来做 柳家老祖冷笑道 行 既然老祖你都发话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的确是有一条渠道 可以获得灵药 只是对方的灵药 无法用钱购买 柳红回答道 无法用钱买 那用什么买 不得不说柳红的话 成功引起了秦妃 和柳家老祖的好奇 灵药的经济价值非常高 很多的灵药 也都是拿钱来衡量的 无非也就是 钱多钱少的问题 可现在柳红却说 这些灵药 不是拿钱买来的 不用钱呢 还能用什么买 老祖 我觉得下面的话 你们还是不要听了 我也不想因此 而背负什么骂名 柳红满脸 都是为难之色 甚至因为太过于为难 他脸上都产出了 大量的皱纹 成功引起我们的好奇 却又不肯说 不得不说 你对人心 把空这一块 还是很到位啊 这时秦妃冷笑着说道 如果不想说 那就从一开始 就拒绝 但现在他 这要说不说的 这不故意掉人胃口吗 展王 要我说也可以 但咱们事先得说好 你不得以武安局成员来压我 嗯 听到这话 秦妃敏锐地感觉到了 事情的不简单 不得以武安局成员身份 压他 这怕不是犯事了吧 只要你答应我 那我就说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宁愿冒着得罪你的风险 也要把话烂在肚子里 你这小子 找打是不是 听到这话 秦妃还没有什么动作 但柳家老祖 却率先忍不住了 他抬起手 就想要揍柳红 别看柳红现在是老人模样 可实际上 在他柳家老祖面前 柳红的确就是一个小子 长辈教训晚辈 不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 好 只要你说 你可以当我 不是武安局的人 想了想 秦妃答应了下来 如果柳红这里 真有一条稳定的灵药 获取渠道 那秦妃怎么样 都得了解一下的 至于他犯不犯事 那又得令数了 第1082章 又见血宗踪迹 战王 其实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些灵药 全都是我从一个 神秘人那里获得 而从这个神秘人 这里买灵药 他不要钱 也不要任何的报酬 他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秦妃和柳家老祖 几乎是同一时间 将目光放在了柳红的身上 血 而且还是人血 碰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率先发难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为了获得一点灵药 你竟然不惜卖自己的血 柳家老祖立刻道 要知道 对于修炼之人来说 鲜血是极其珍贵的东西 因为里面蕴含着真气 如果鲜血一旦损失太多 那是会对修炼造成极大影响的 老祖 您先别生气 他不是要我的血 柳红知道 老祖可能是误会了什么 他连忙解释道 对方只是要人血 而且是任何人的都可以 所以 这时秦妃主动把话接了过去 难怪刚当他说 自己要以非武安局成员的身份 来听消息 现在看来 他怕不是 在暗中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既然是人血 那肯定要从人的身上获取 以柳红当前的身份 他想要获取这类东西 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 甚至只需要一句话的事情 战王 你也千万别误会 我绝对不敢做滥杀无辜的事情 我只是让下面的人 去抓了一些网上再逃的嫌犯 然后向他们要了一点利息 这些个逃犯本 就是罪大恶极之徒 从他们的身上获取鲜血 柳红不会有丝毫的负罪感 当然 他也知道 自己做的这件事 是犯法的 但为了获得灵药 他不得不如此 既然对方要这东西 医院的血库里 有大把的鲜血 你怎么不上 这些地方弄 这时柳家老祖开口询问道 老祖啊 医院什么地方 那人多眼杂的 一旦我弄的人血过多 那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到时候 我岂不是要把我们柳家 纳入到深渊里 的确 医院的血库里 的确鲜血多 可这些鲜血 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来的 也要用到病人身上去 如果柳红想要少量的弄点人血 那或许 他还能通过自己的运作 得到一些 但关键是 对方要的量太多 他总不能把人家血库 给直接清空吧 到时候 他肯定会引起 相关方面的注意 届时 一旦刑机局和武安局插手 他岂不是把整个家族给害了 综合这些条件之后 他最终选择了 较为稳妥的一条路子 那就是 刚刚他所说的这种方式 既能为民除害 又能获得灵药 两全其美 战王 我这也算是变相的做了好事 你该不会抓我吧 柳红略有些紧张的问道 要知道 武安局存在的意义 就是专门管理他们 这些舞者 那你能告诉你 最后这些逃犯的结局吗 秦妃沉默了片刻后问道 哦 这些人被我取得 一定量的鲜血过后 就让我找人 把他们丢刑机局大门口去了 他们做了多端 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 柳红回答道 那就没问题了 诚然 柳红所做的事情 的确不符合规矩 但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单靠刑机局 追捕那些逃犯 那不知道要花费 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确算 是做了一件 立国立民的好事 只是不太见得光 况且 此次他这样做 也是为了帮自己找灵药 说到底 这也是 再替自己办事 所以秦妃还能怎么办 只能当做啥也没有发生 不过秦妃能当做 什么都没发生 可柳家老祖就不行了 身为一个 活了数百年的人物 一听柳红说 灵药要拿人血去换 他就知道 这件事可能不简单 毕竟正常人 谁会有鲜血需求 而且这种事 一听就和邪恶沾边 他可不想自己的后辈子孙 被人带进沟里了 曾经华夏武者 借出过一个叫血宗的邪恶势力 他们所修的功法 便是和鲜血沾边 你该不会和这个势力的余孽 有所牵连吧 这时 柳家老祖皱眉问道 一旁 秦妃自然也想起了血宗 甚至他曾经还去过血宗的基地 还将他们的人给杀光了 甚至他现在都在使用的化血大法 就是他从血宗获得 可现在柳红这里 又冒出了一个神秘人 秦妃不得不往血宗去向 血宗当初可是个人人喊打的势力 因为他们实在是实打实的邪恶势力 死在他们手里的人不计其数 之前秦妃虽然把血宗的那几个人杀了 但难保 他们在外面不会有余念 只是对方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灵药 那说明对方的实力肯定不会太低 甚至非常非常的强 回老祖 我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既然事情都已经说开了 柳红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他的确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是谁 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你就敢和对方做交易 你就不怕他拿假药来糊弄你 柳家老祖冷笑道 听到这话 秦妃低头看了一眼灵药 他的眼光何等毒辣 这些灵药的确都是货真价实的灵药 并且药效也还在 就是不知道柳红是怎么和对方搭上线的 柳家主 看你的样子 你和对方交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能告诉我对方的修为是什么吗 秦妃沉默片刻后忽然开口问道 他和我见面的时候 气息一直都十分模糊 但单从个人感觉来说 他应该不会比我弱 柳红想了想之后说道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总之从今天开始 哦不 从这一个开始 你就要拒绝和对方见面 我柳家绝不能和小晓智被威武 柳家老祖这时大声说道 柳家怎么说也是龙都的世家之一 如果那个神秘人当真是血踪余孽 到时候一旦被外人知晓 他们柳家和对方的交易 那他们柳家肯定会瞬间成为 华夏舞者界的众矢之地 灵药没了 我们可以出钱买 买不到可以出更高的价 但这种邪恶交易 万万不可再继续 柳家老祖不放心地对柳红主妇道 千万不要因为一丁点眼前的利益 就毁了我们整个家业 老祖 我明白了 柳红只是为了快速获得灵药 才会选择和对方交易 现在一听老祖这样说 他后背立刻就惊出了冷汗 的确 如果他们这种交易被外界所知晓 再加上一些有心人炒作 那他们柳家 势必会迎来一场舆论危机 到时候 就算是他们实力再强 恐怕也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 或许他们的整体实力不会受影响 可今后人家逢人说 他们柳家的坏话 那他们谁也承受不住 现代网爆的力量 柳红又不是不知道 多少好端端的人 就是因为网爆随后 才想不开自杀了 说不定这个东西 还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修炼 导致他们走上岔路 家道从此中落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柳家老祖 不想柳红和那神秘人有接触 但秦飞就不一样了 不管对方是不是写宗的人 秦飞都很想见一见对方 主要是他看上了 对方手里的渠道 他能拿这么多灵药出来 和柳红换血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 将对方的牢底都给掏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修炼人士 抢了也就抢了 想到这儿 秦飞直接向柳红发问了 柳家主 能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和对方搭上线的吗 这个柳红脸上 又露出了为难之色 见状柳家老祖可不惯着他 直接冲上去 就是一脚 这么多秘密 你都已经说了 现在还敢藏着掖着 是 是我的亲妹妹介绍的 柳红不敢同秦飞和老祖对视 默默地低下了头 其实这件事 他本来是不打算说出来的 因为一旦出来了 他知道自己妹妹 肯定会被重点监测 一旦他妹妹 当真和邪恶势力有染的话 那他这个当哥的 恐怕就害了他 只奈何老祖太过强势 他不说也不行了 混账东西 果然一听柳红这样说 柳家老祖的脸上浮现 就浮现出了怒容 一个世家嫡系 竟然主动去和一个 邪恶势力的人鬼混 看来我之前真的 属于对你们的管教了 导致你们做事无法无天 说到这儿 柳家老祖的神色 已经彻底沉了下去 你马上把人给我叫到跟前来 老祖 他昨天就已经出国了 出国了是吧 柳家老祖神色难看 限你五分钟之内 把人给我叫来 若是叫不来 别怪我直接清理门户 这一次柳家老祖是真的生气了 一个灵药来源 竟然牵扯出了 他们家族内部的一些猫腻 血宗当初被联合攻伐 其名声不会比现在的暗魂组织好多少 倘若他柳家真的和这样的势力牵扯上关系 不用秦妃出手 他都会亲自出手镇压 毕竟这种事儿万万不可外传 老祖 我这就去叫人 柳红说 妹妹出国只是为了保护妹妹 可听到老祖这样说 柳红也慌了 他知道 老祖绝对是说的出作得道 废掉一个并不在家族里 担任重要职务的族人 这根本动摇不了柳家的根基 柳红是想保护妹妹不错 可现在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叫人 妹妹来了 还有可能活命 若是不来 明年的今日 可能就是他的忌日了 第1083章 慈不长兵 柳红都一大把年纪了 他的妹妹自然岁数也不小了 当他把人带到秦妃二人跟前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 似乎还没有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甚至还在四下打量 她的修为不高 连神经都没有 这也是当代大势力的一个通病 多数资源都在往男性修炼者身上砸 因为男性普遍意志力高过女性 自然修炼起来 破镜更容易 这也造就了 男人在修炼界 占据主导地位 妹 这位便是我们柳家的老祖 旁边这位则是战王 这时柳红主动给自己妹妹 介绍了一下秦妃两人的身份 柳家老祖 作为柳家的守护神 平日里除了家族比较重要的成员 可以见到他之外 剩下的这些人 根本就不够资格去见他 所以 哪怕对方是家族的亲妹妹 若是没有老祖的允许 他也不能去见对方 见过老祖 见过战王 柳红的妹妹 十分有礼貌地 向秦妃和柳家老祖各自行了一个礼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这时柳家老祖开口询问道 不知 柳红的妹妹摇了摇头 看来 你这个哥哥 还没有把事情告诉你 你先跪下和我们说话吧 柳红说 神秘人就是靠他牵线搭桥的 所以 无论他最后会争辩什么 现在先跪下 肯定是没错的 柳家老祖 得把自己的态度先摆出来 让秦妃看到 老祖 我为什么要跪下 柳红的妹妹 满脸都是不解之色 哼 为什么你自己心里 难道没点说 柳家老祖一声冷笑 随后磅礴的气息 直接从他体内席卷而出 当场就将这个女人 压得跪在了地上 咔嚓 坚硬的地面 被他的膝盖 硬生生砸出了裂痕 可见 这一跪的力量之痕 柳红 你来给他说说他 究竟犯了什么错 柳家老祖 看向了柳红说道 是 柳红点头 随后将神秘人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下 而柳红的妹妹 在听完哥哥的叙述之后 她的脸色 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苍白 很显然 她也知道 自己可能是触犯家族的 某种禁忌了 现在知道 自己犯什么错了吗 柳家老祖开口问道 老祖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不知道 我会犯这么大的错 柳红的妹妹 满脸都是恐慌 甚至在下意识地磕头 把你所知道的详细道来 若有遗漏 我当场废了你 柳家老祖的声音很凶狠 吓得对方浑身都忍不住一颤 是是是 我什么都说 柳红虽然贵为家主 但她的亲妹妹 根本就接触不到家族的核心层 完全过的 就是相夫教子的生活 所以 当死亡阴影真正笼罩 在她头顶上的时候 她哪里还敢有丝毫隐瞒 当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 全部东西抖了出来 原来她之前和神秘人也不认识 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碰到了这个神秘人 也可以说是神秘人故意和她碰上的 当时神秘人给予了她不少好处 其中就有修炼所用的灵药 而神秘人更是给她指了一条名路 说 只要她从中帮忙牵线搭桥 她不仅能得到灵药奖励 而且 若是她哥哥高兴了 她在家族内的地位 肯定也是水涨船高 事实也的确如神秘人所说的这样 当柳红通过她 获得了大量的灵药之后 她也在家族内部 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譬如说 地位的上升 这些可都是肉眼可见的好处 她自然不愿意放过 可谁能想到她贪个便宜 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祸端 连老祖都被惊动了 想到这儿 她满脸都是泪花 止不住地磕头求饶 柳家发展到现在不容易 这是我们无数柳家族人的共同心血 可你竟然想要抹黑我们 我不管你是不是柳家本族人 但你竟然做了对不起家族的事情 那你一生的修为我势必要收回 一个人想要从普通人修炼到宗师镜 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如果想要毁掉一个人的修为 那可能也就是一拳的事情 这就像是搭积木搭建起来的困难 可如果要毁掉就太简单了 老祖 他也是受人蒙蔽 能不能看在同学员的份上 网开一面 一听说老祖要废掉自己的亲妹妹 柳红立刻急了 一个叫了自己好几十年哥哥的妹妹 如果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妹妹被废修为 说实话 他还真的办不到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老祖因为隔的背数太远 他自然不在乎 可他不行了 既然你要为他求情 那用你自己来替代他也是可以的 别看柳家老祖之前很好说话 可实际上 他也是从家主之位一路走过来的 他太清楚 一个家族的族长 如果心词手软的话 那肯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家主 词不长兵的道理 从古至今都通用 所以该狠立之时 他绝对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 听到这话 柳红的神色 一下子就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老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要知道他 可是家族里 除了老祖之外的 唯一圣经强者 老祖当真敢废了自己 想到这儿 他心中也不知 哪里生起来一股勇气 他要强行保下妹妹 但还没等他开口 忽然秦飞说话了 柳老头 区区一个宗师罢了 哪怕是他真的有逆反之心 那也得看看 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才行 与其把他废了 倒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你觉得如何 戴罪立功 这个话从何说起 柳家老祖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而柳红兄妹俩 则是十分感激地 看了秦飞一眼 如果这个时候 不是秦飞站出来插这么一句话 那弄不好他们柳家 还真能闹出内讧这些笑话来 今天是他们家族宴请四方的日子 如果柳红和自家老祖干起来了 那恐怕他们柳家 会立刻成为整个龙都上层社会的笑话 所以秦飞这句话 无异于帮他们解围了 自是心中感激 很简单 让他引出那个神秘人 由你我联手将对方拿下 然后他手里的灵药 你我对半分 如何 秦飞不知道神秘人的具体实力 但如果能拉上柳家老祖 这么一位圣经后妻 那想来拿捏对方 肯定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既能得好处 又能为民除害 行 我都听你的 面对自家人 柳家老祖可谓是严厉至极 甚至还要费了嫡系成员的修为 可以听秦飞这样建议 他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柳红满脸都是无语之色 他觉得老祖就像是被秦飞洗脑了一样 第1084章 宣布联合 针对神秘人的抓捕计划 很快就在秦飞和柳家老祖的商议中 被决定了下来 柳红虽然感觉老祖过度偏向于秦飞了 可这时候 他心中除了感激 也没别的什么情绪了 毕竟秦飞如果不帮忙解围的话 那他和妹妹肯定会有一个人的修为被废 以老祖当前的境界 废掉他也绝非什么那事 湛王帮你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还不快谢谢人家 见自家妹妹没动 柳红连忙 处了一下他说道 哦 谢谢湛王 柳红的妹妹反应了过来 连忙感恩戴德的对秦飞说道 别看他的境界不高 但他能修炼到宗师境 这就代表他的寿命将远远超过普通人 一旦他修为没了 那他说不定过几天就得因衰老而死 所以秦飞这简直就是给了他第二条生命 他怎么可能不感激呢 柳家主 先把你妹妹带出去吧 记住 这可是他唯一能自救的机会 秦飞大有深意的对柳红说道 湛王放心 我会亲自派心腹看住他的 柳红知道秦飞是在提醒自己 所以他直接下了保证书 眼下柳家正在举行大型宴会 这个时候去找那个神秘人的麻烦 显然不合适 所以联手行动被秦飞定在了宴会之后 至于柳红拿鲜血换回来的这些灵药 这本来就是柳红和柳家老祖拿来送给自己的 所以秦飞可不会和他们客气 照单全收 反正去和神秘人做交换的人 是柳红又不是自己 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 他只认灵药 湛王 咱们也别在这继续坐着了 去外面的宴会厅吧 待会就要开席了 好 跟着柳家老祖 秦飞来到了之前的宴会厅 只见这里来的人更多了 一些秦飞的熟人也到了 譬如说陆岩彭君 还有掌管云顶酒店的陆雪芹 他们现在都是个行业的翘楚 柳家主动向他们发出邀请 秦飞并不意外 但他意外的是在陆雪芹身旁 还坐着一个女人 冉玲 柳家竟然把他也请来了 脸上浮现出意外 秦飞没有在跟着柳家老祖一起走 他迈步走到了陆雪芹和冉玲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 秦飞对着冉玲问道 是陆总带我过来的 冉玲被秦飞问的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他看得出来 在场坐着的这些人 全都是一等一的大佬 而他现在就是普通的打工仔一个 感觉和周围的环境 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此刻的他选得有些拘谨 师兄 是柳家主亲自打电话 让我把人带过来的 陆岩这时候解释道 他说既然要请客 那自然就要把一家人请齐全 所以我就顺路一起带过来了 看来这柳红还是挺有心的 的确 今天他们柳家的宴会 的确把秦飞一家人都给请了过来 如果染灵不来的话 那岂不是就落了他一个 不得不说 柳红有时候细节还是做得挺漂亮的 湛王 这边来 就在这时 坐在主位上的柳家老祖 对秦飞招了招手说道 今天这场宴会的主角 说白了 就是柳家老祖 毕竟他现在可是货真价实的 圣经后期强者 其地位已经远远胜过了在场的这些人 马上来了 柳家老祖做主位 他身旁的右边位置 则是留给了秦飞 可见其重视程度 因为待会他们还要宣布联盟的事情 至于柳红这个柳家家主 则是被安排在了秦飞的右边 柳家老祖的左边 则是坐着另外一个老者 王家老祖 王家老祖的修为 也是盛进中期 就和之前的柳家老祖相当 只可惜 随着柳家老祖修为突破 他和柳家老祖的修为 秦飞已经被拉开了一个档次 如果此刻的他 和柳家老祖开战 恐怕两三个他加起来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都是同时期的人 但现在战斗力 却出现了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 他哪怕是面无表情 可秦飞也从他的眼神中 也看到了一抹忌惮和羡慕 圣经后期 莫说是他羡慕了 秦飞本人也羡慕得很 主位坐的人 全都是龙都的大佬 各个气息都强横 而其中绝大多数秦飞都见过 但也有一位秦飞不认识 并且对方还是圣经修为 此等大佬他竟然没见过 这不得不让秦飞感到疑惑 不过 他也没有着急问对方的身份 因为他觉得不需要 刘老头 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这儿 可是想和我们大家交流一下修炼心得 这时 有人开口说话了 正是秦飞不认识的那个圣经 交流心得 亏你这个老不死的说的出口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眉毛 一下子就竖了起来 想当年我圣经初期的时候 我问你要如何 才能够突破到圣经中期 可你当时告诉我了吗 你怎么自个要求我 瞧你这气的 我就是随口一问 你不说 我又没有强迫你 这位老者翻了翻白眼说道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一是为了相互之间联络一下感情 二 也是为了宣布一下 我柳家的重大决策 既然人家都已经把话头挑起来了 柳家老祖自然也没有再犹豫 当即就把自己想要说话的话说了出来 不过他说的第一句屁话 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 什么相互之间联络感情啊 这妥妥的 就是一个现场装逼大会好吧 当然 有关于柳家的重大决策 他们还是想听听的 因为随着柳家老祖的修为水涨船高 他们家族未来的一举一动 都会受到各方关注 现在提前听一听 他们家族的动向也挺不错的 柳老头 你直接宣布得了 免得浪费我们大家伙的时间 这时 那个老头又叫嚷了起来 如果是平时 可能他的话 会得到众人的一致复合 只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之中 谁都没有开口复合他 毕竟柳家老祖 现在可是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一旦惹他不高兴了 说不定 人家一巴掌就拍死他们了 你不说话 是不是能死 还是说 你嫌自己的舌头太长 需要我帮你捡了 柳家老祖的声音 果然冷了下来 宣布和秦飞的联盟 的确是大事 可大事 往往都是要放在最后面来说的 在这之前 他还要说一些小事 譬如说 帮助柳家发展等等 来来来 我的舌头就在这里 你有种的 就给我把舌头捡了 对面那个老头 故意伸出了自己的舌头挑衅道 你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脸部肌肉 都在微微颤动 他真是受够了 对方这张破嘴 不过念在这里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最后还是忍住了 可他不割对方舌头 不代表他会允许对方 继续叭叭叭 只见柳家老祖 浑身修为爆发 紧接着他手臂一挥 顷刻间 一股力量 直接强行压在了 对面这个老头身上 这一股力量之强 哪怕是盛进中期都扛不住 恰巧这个 和柳家老祖 唱对台戏的老头 正处于这个境界 他的说话能力被封闭 甚至就连站起来 都无法办到 满脸仗的通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柳家老祖 竟然这样对他 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侮辱啊 不会说话就省点利解 老老实实给我听着就是 说到这儿 柳家老祖看向了柳红 随后到 下面就让我的小辈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柳家耗费这么多物理财力 可不仅仅是为了宣布 和秦妃结盟的事情 此次 他们已经将一半家业 分给了秦妃 所以 他们得从这些宾客的手里 重新赚回来 所以 柳红所说的 全都是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比如说 柳家有什么产业 需要找人合作 又比如说 他们看上了某块地 想要买下来等等 对这些东西 秦妃是十分不感兴趣的 他更感兴趣的是 菜什么时候端上来 这么多人就这样干坐着 也不是个事啊 柳家产业很广 哪怕是已经分割出来了一部分 但他们所掌控的资源 依旧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几乎各个名声行业 都有他们的影子 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一番长篇大论下来 柳红终于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了 而在看全场 几个每个人 都有种昏昏欲睡之意 弄得柳红本人挺尴尬的 老祖 是否要出菜了 柳红又看向了自家老祖 出菜不及 接下来我将宣布一项 有关于柳家未来发展的重大计划 对柳家老祖来说 宣布和秦妃的联盟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吃饭 往后延一点也无所谓 不知你们柳家有什么计划 这时有人开口问道 是这样的 经过我和湛王的一致商议 我柳家决定 从今往后和湛王 以及他的公司企业同进退 共发展 哼 此话一出 全场皆哗然 要知道柳家现在出了一个柳家老祖 这已经够让人忌惮的了 因为他毕竟是拥有 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整个龙兜 唯一能压制他的人 恐怕就只有五王了 但现在 他竟然还要当众宣布和秦妃联手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一个柳家老祖 一个秦妃 这哪一个是好惹的角色 不知你这样做是何意 就在这时 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人是王家老祖 本来今日这场宴会 他是不想来的 只奈何昨天晚上 柳家老祖亲自跑了他王家一趟 又是威逼又是利用 所以他才不得不来 可现在柳家竟然要和秦妃联手 他们想干什么 第1085章 展露实力 老王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强家族实力 难不成你还有一件不成 柳家老祖偏了王家老祖一眼 言语中带有一丝讥讽 他现在是盛进后期 他比王家老祖要强 所以他说话自然不会客气 事实上 昨天晚上他主动把对方给请来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他面前狠狠装个逼 现在看来 这装逼效果还不错 你今天当着我们大家这么多人的面 宣布联手 我很怀疑 你是不是想要一统华夏武者见 王家老祖可不是什么善差 见柳家老祖竟然这样说自己 当即就冷笑了起来 古时候的武林盟主也是一个联合体 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一统修航剑 现如今柳家老祖这种举动 可不就是释放出了这种信号 一统武道剑 不得不说王家老祖这句话 让在场的很多人脸色都狠狠变了一下 如果柳家当真要这样干的话 只怕是今天所有在场的人都得遭遇危机 王老头 我劝你还是别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柳家和湛王就是单纯的两个势力联手 怎么到你嘴里就彻底变了位 还有 华夏武道界一直以来都是由武安局说了算的 我一同武道界干鸡毛 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 柳家老祖的声音铿锵有力 眼神更是充斥着不屑 我和湛王联手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联合打击你们这些萧小之徒 你 王家老祖气急 额头上青筋都抱了起来 不过一想到柳家老祖现在的实力 他就算是心中在气 也只能够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咽 他太清楚 抵达圣境之后 这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了 这简直可以用鸿沟一个词语来形容 既然他都没有一丁点把握 可以打赢对方 那他自然不会自取其辱 王老头 这顿饭你要吃就吃 不吃你也可以走 现在龙都的世家 就剩下了王家和他柳家 两家迟早都会有碰撞的 三足鼎立尚且能保持稳定 可若是两虎相争 那肯定会有一伤 哼 若不是你舔着脸来求我 老夫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王家老祖也是个暴脾气 说完这句话 他一脚就勾翻了自己做的凳子 随后拂袖而去 嘖嘖嘖 听你说话的口气还真是牛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也已经突破到圣经后期了呢 柳家老祖淡淡说道 你走可以 但你走之前 我得告诉你 当初咱们两家争的那个金矿 从今往后得跟我姓柳了 风水轮流转 你柳家不可能一直都顺风顺水 留下一句狠话 王家老祖也没说要和柳家竞争 因为他知道 王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挣扎的余地 柳家要他们王家的东西 难道他们还敢说一个不给 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王家老祖作为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他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这个问题做纠缠 柳家不是想要他们王家的产业吗 那他们只能给 他只希望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够突破到圣经后期 到时候 他一定连本带力都拿回来 王家老祖被柳家老祖给气跑了 据说他离开柳家大门的时候 整张脸都是黑的 可见他的内心到底有多么的气愤 该说的话 柳家老祖都已经说了 而该拿的东西 他也从王家那边拿回来了 要知道 他口中所说的这个金矿 可是一个十足的聚宝盘 就位于距离华夏 不远的南亚那边 每一年从里面产出的黄金价值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 此等宝库柳家 又怎么能让给王家呢 以前柳家实力不够 自然不想和王家发生冲突 但现在实力的天平 已经出现了倾泻 他自然得将这座金矿握在手里 红二 安排人上菜吧 这时 柳家老祖对柳红说道 好 见柳家老祖 已经赶走了王家老祖 之前那个被他封印行动能力的老头 欲要发出声响 可奈何他所受到的压制力 实在是太大 他只能发出这种 类似于乌业一般的响动 哟 我还忘了 这儿还有一个老不死 需要我解救呢 看了一眼这个老头 柳家老祖 本来想出手撤掉对方身上的压力 可以想到对方的性子 他忽然又收手了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旦解除封印 他怕是得把整个柳家闹翻天 反正你今天过来 也不是成亲来祝贺我的 这样 你先看我们吃饭吧 吃完后再说 说着 柳家老祖直接把自己的手收了回来 全当对方不存在 如果此刻这个老头可以发出声音 那指定是破口大骂 因为他的眼珠子 此刻正在疯狂地转动 就像是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一样 但柳家老祖不肯给他松封印 那秦飞显然也不会去主动带牢 就这样 这个老者就像是一根木头一样 直直地处在凳子上 眼睁睁地看着秦飞等人 将大块大块地肉放嘴里 柳家实力挺强的 桌上的很多食材都是来自于国外 并且还格外的新鲜 而且他们请来的厨子厨艺也好 各个菜都很合人的胃口 本来柳家还有意留下在场的这些客人吃饭 可这里的人除了秦飞外 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压力 谁还敢留在这里啊 甚至就连慕容卿在用餐结束之后 也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柳家老祖这个糟老头 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释放自己的盛进后期气息 虽然他没有强行拿气势去压人 可那种头顶上悬着一把剑的感觉 还真不是什么好滋味 所以这里吃饭的人一个跑得比一个快 师兄 公司里还有大把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处理 我和老鹏就先回去了 这时路颜来到了秦飞的近前 开口说道 嗯 回去吧 秦飞点了点头 他接下来还要和柳家老祖对付那个神秘人 所以他肯定是一时半会走不开的 不过话说完 秦飞又看向了染灵 问道 你是留在这里 陪我 还是跟老鹏他们一起回去 我还是回去上班嘛 我感觉这里好像不太适合我 染灵有些畏惧的看了一眼柳家老祖 低声回答道 那行 那你们一路小心 身边的人都走了 而陆雪芹是最先离开的 因为马上就要到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了 他得回去盯着酒店那边 所有人都吃饱喝足离开了 整个大厅里也就剩下了秦飞等人 第1086章 躺亡 行了 人都已经走光了 把你的气势收一收吧 看着自己左边的柳家老祖 秦飞美好气的说道 嘿嘿 我也就是想要震慑一下他们 免得今后 他们总以为世家是好欺负的 柳家老祖回答道 说到这儿柳家老祖忽然看向了自己的正对面 因为那里被封印的老者还坐在这里 一动也不能动 就像是一个雕塑一样 老不死 你若是认怂 就眼珠子转一下 要是不认 那你就继续这样坐着 自己选一个吧 柳家老祖淡淡地对这个老者说道 都已经哭作一两个小时了 这个老头 哪里还敢和柳家老祖叫板啊 他当即就狠狠地将自己眼珠子转动了起来 哼 还算你识相 看到这一幕柳家老祖冷哼一声 随后这才收回了自己的封印力量 我日你心人 哪知对面这个老头刚刚才恢复自由 他一下子就跳起了数米之高 一脚就踢向了柳家老祖 他这一脚可没有丝毫留守 那强大的气息波动 顷刻间就将他们面前的这张餐桌给压塌了 伤伤水水地洒了一地 哼 看我今天怎么惩罚你 这条赖皮狗 明明刚刚都服软认怂了 可他竟然还要出手 当真以为自己是吃素的 以圣境后期来对付圣境中期 其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只见柳家老祖以鬼魅一般的速度 抓住了对方的脚踝 随后就是生猛地往地上一砸 碰 大地开裂 伴随着沉闷的响声 柳家老祖将对方的身体砸在了地面上 并且还用膝盖顶住了对方后背 令其动弹不得 现在服不服 柳家老祖大声问道 我服你大爷 有本事你帮我放开 咱们大战三百回合 地上的老头发声大骂了起来 别说三百回合了 你现在就连和我过一招都不够资格 说话间 柳家老祖伸手抓住了对方那 本就为数不多的头发 你今天要是不服软 那我就让你当光头 你选一个吧 赶紧松开你的狗爪子 不然我和你拼命 头发被抓 这个老者也直接炸毛了 大声呵斥了起来 要知道 他平日最爱护的东西 便是自己的头发 因为他从小到大 头上的头发就少 这年纪上来了 他更是爱护 柳家老祖正是知晓这件事 所以这才拿对方的头发去做文章 只要你服软 我自然不会把你头发 你赶紧说你服不服 柳家老祖大喝道 服 我服了 老者此刻被柳家老祖死死压制着 此刻他不得不服软 哼 这还差不多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 他这才松开了对方 可就在他松手的那一刹那 他身下的这个老者又蹦了起来 我服你大眼 敢把我头发 我今天就给你拼了 别看这个老者口口声声说服软了 可实际上 他凶的一批 完全就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 但奈何他和柳家老祖之间 存在了一个境界差距 在战斗力的巨大悬殊之下 他很快又让柳家老祖给制服了 这次柳家老祖可没有再灌着对方了 他一伸手 就将对方头上的一撮头发给薅了下来 立刻让对方发出了一道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头发 我的头发 摸着自己的头 这个老者满脸都是痛心之色 你要是再继续胡搅蛮缠 我保证你的头发 一根都不会上 柳家老祖冷笑一声 随后后退了一步 听到这话 那个老者倒是没有再继续找柳家老祖拼命了 因为他没想到 这个姓柳的老不死 竟然真的敢把自己头发 一旦他继续和他对垒下去 弄不好他的头发全都要没了 今日之事不会就这样完了 你给我等着瞧 留下一句狠话 秦飞本来还以为这个老头要走 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 对方不仅没走 反而还走到了一旁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 随后便开始了大块朵仪 就好像刚刚所有的一切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倒 心中的无语实在是让秦飞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他还从没见过像这老头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 湛王 容我介绍一下吧 此人是咱们龙都出了名的老游子 名叫唐王 唐王 秦飞一正 这么屌的名字 你可别理解错了 我说是唐下的唐 而不是唐僧的唐 唐王 听到这个名字 秦飞满脸都是诧异之色 这什么鬼名字 听着就不太正经的样子 这个家伙原名叫什么 其实我也不清楚 总之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说自己叫唐王 而且 此人是真的不要脸 最喜欢唐女人 躺了这个一会儿又去躺那个 就好像要死在女人堆里一样 也真是对得起这个名字 我靠 听到这话 秦飞再度无语 因为圣境强者 却有这种癖好 实在是极品了 那他是哪个势力的人 秦飞又问 他好像就是独行侠一个 没什么势力 柳家老祖想了想后说道 他和这唐王认识的时间也很长了 也一直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门人 也没见他和什么势力的人有过深的接触 哪怕是柳家老祖和 他也顶多算是朋友 这年头这样的人还真是少了 一个圣境级别的独行侠 说实话 秦飞还真有点心动 毕竟能达到这种级别的人 哪一个不是顶级战领 单单是往那一站 就抵得上千军万马 不过还没等秦飞有更加深入的想法 他就听见不远处的桌子上 传出了一道啪的声音 只见躺王把自己的筷子狠狠拍在了桌子上 对着其中一份大龙虾大骂道 你们柳家还自诩是龙都最顶级的家族 我看你们就是一坨狗屎 连龙虾都只弄死的 你们这是瞧不起我们呢 还是糊弄我们 躺王态度很恶劣 说话的声音也异常的大 听到这话 柳红连忙陪笑着走了上去 解释道 躺王前辈 事情是这样的 这龙虾出自异国他乡 因为运道 我们滑下来 路途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这些龙虾一经捕捞上岸 就直接冰冻了 类似于金枪鱼一样 你放心 口感这一块 绝对和新鲜的没有区别 放屁 哪知听到这话 躺王又木骂了起来 你当老子傻吗 如果你们柳家当真有实力 那你们完全可以 找人弄活的空运过来 你这就是在为 你们柳家的实力不足而找借口 躺王说话思毫不留情面 说得柳红一张老脸都通红 可奈何对方实力比自己强 他哪怕是被骂 也只能忍着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 还真是不知足 我们柳家这顿 让你白吃白喝就算了 可你竟然还这么多屁事 你爱吃就吃 不爱吃就赶紧收拾东西出去 这时柳家老祖见状连忙说道 行啊 让我走也可以 来 往这卡里 给我打一个亿再说 躺王直接从自己的兜里 摸出了一张银行卡 甩到了柳家老祖脚下 看到这一幕 柳家老祖的嘴角 微微扯了扯 也没有弯腰去捡卡 合着这个老东西 是把他们柳家当提款机吗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有本事就过来找我拿 柳家老祖面无表情地对躺王说道 操 你给我耍无赖是吧 弄一些死海鲜给我吃 你还有理了 也就是 我实力强 肠外好 这才没被毒死 这要是换做别人 恐怕都毒到一大片了 我不管 反正今天这件事 你必须得赔钱 躺王阵阵有词 不知道的 恐怕还真以为他中毒了 不要脸 果然就是不要脸 吃人白食 还要顺带讹诈一笔 你怎么不去外边水吃 照照自己 柳家老祖冷笑道 不用照了 听到这话 躺王立刻摆了摆手道 我知道我帅气逼人 可你也不用这样崇拜我吧 你嘛 柳家老祖有点想打人 见过不要脸的 可像是躺王这种不要脸的 还真是少见 躺王前辈 我这里个人可以给你拿一百万 您消消气成吗 见现场的火药味愈发浓郁 柳红不得不站出来 当这个和氏老 可一听他的话 柳家老祖当即炸毛了 给给给 你就知道稀释宁人 这老不死的是敲诈 你还敢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老祖 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家族着想吗 刚刚他们两个人打架 已经把大厅搞得一团糟了 看躺王这样子 他也不是那种愿意赔偿的人 所以 他现在提出拿一百万出来 完全就是提前止损了 你着想个屁 今天这钱 你要是赶出来 我马上就谢了你的家主之位 柳家老祖冷冷说道 没事 不给钱也可以 那我今后就在你们这里住下了 吃你们的喝你们的 而且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看你们家族内部一些女眷长的还挺水灵 我喜欢啊 躺王一脸无赖的说道 此刻的他 死猪不怕开水烫 反正 他躺王的名声早就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他也不在乎外界的什么看法 一句话 舒服就完了 说到这儿 躺王忽然看向了柳家老祖身旁的秦飞 年轻人 咱们这第一次见面 我看你也没送什么东西给我 你是不是得稍微意思一下 秦飞 第1087章 臭不要脸 秦飞是万万没想到 处于争吵中的躺王 竟然还能把主意打到自己头上 而且 他这句话 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才能说出口 什么叫第一次见面自己没给他带东西 这也推不要脸了吧 正所谓 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自己可什么话都没说吧 老人家 你确定是在和我说话 秦飞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梁问道 废话 我不和你说话 难道和空气说 躺王神色露出不喜 随后催促道 你堂堂企业大老板 这见面里也不能太寒碜了 你给我一个亿吧 靠 听到这话 秦飞已经无语到了极致 他总算是领悟到了 刚刚柳家老祖一模一样的感受 这老家伙也太不要脸了吧 自己这才第一次见对方 可他张嘴就问自己要钱 自己又不是他的儿子 小子 你还愣着做什么 难不成你不想给我 见秦飞站在原地没动 躺王双目立刻一蹬 老人家 钱我有的是 别说是一个亿了 就算是两个亿我也能立刻拿出来 但关键是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想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明白吧 哟 这还是这么多年 第一次我问别人要钱 别人想要反过来找我提要求的 你小子是不是有点飘啊 哼 别人只是想要巴结你 所以才会主动给你送钱 可你觉得 我需要巴结你吗 秦飞反问道 你不需要吗 出乎秦飞的预料 此刻躺王也反问了起来 要不你向我出手试试 秦飞发出了挑战 切 我不屑向普通人出手 躺王满脸不屑的说道 普通人 听到这话 秦飞冷笑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他一掌 就拍向了对方 他这一掌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 甚至躺王也没有当一回事 可当秦飞的手臂 真正接触到他的时候 他这才发现了秦飞的恐怖之处 他想要后退 但一切为时已晚 碰 只听到一声闷响 他整个人直接横飞出去了几米之远 最后将这宴会厅的墙壁 都砸出了一个大洞 哦 刚刚才吃饱饭的他 捂着肚子就狂吐了起来 这 这简直没眼看啊 看到这一幕 柳红和柳家老祖 都忍不住别过了头 这趟王少说 也在龙兜混迹了几十年 可他竟然不知道 秦飞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 而且他面对秦飞的这一掌 竟然还不躲闪 也活该被人家一拳打得狂吐 你到底是何人 躺王并不傻 见秦飞竟然可以一拳 把自己打成这个鬼样子 他也明白秦飞的实力 肯定不是表面上 所显现出来的这么简单 在他的眼中 秦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因为他并无气息波动 可现在他知道自己犯错了 这特么是一尊隐藏的大佬啊 我自然是整个龙兜最帅的男人 秦飞 秦飞稍稍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草 你竟然比我还能装 听到这话 躺王立刻反驳了起来 你小子也不知道 撒泡尿罩罩自己 你的帅能 及我的百分之一 哦 你竟然这么帅 那为什么现在 还被我打成了这个熊样 说着 秦飞故意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对着躺王 就是一顿猛拍 拍什么拍 赶紧把手机给我 见秦飞要把自己的囧样保存下来 躺王心头一惊 整个人几乎化作了一道闪电 冲到了秦飞面前 霸权 面对躺王这一位盛境中期 秦飞也不敢拖大 出手便是自己的拿手好戏 我套 哪知躺王也是个不按套牌的人 见秦飞用拳头打自己 他一只手镜直伸向了秦飞的下方 赫然是要打秦飞的下三路 这臭不要脸的 看到这一幕 柳红和柳家老祖都忍不住摇头 不过 他们倒也没有过多的去担心秦飞 别看躺王是成名已久的人物 可秦飞也不差 他也是一路杀过来的 所以 他们两个人现在打起来 谁胜谁负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老祖 要不还是让他们别打了吧 再打下去 怕是我们家族就要没了 这时柳红低声在柳家老祖身边说道 放心吧 我们柳家还不至于这点钱都扣 让他们打 特别是让秦飞把对方给打趴下 柳家老祖对躺王可没什么好心思 他巴不得 看见对方挨揍 当然 他之所以想看他们打 那也是想看看秦飞的真实战斗力究竟如何 前段时间他虽然一直都在听说秦飞有多么多么厉害 又在暗地里坑杀了多少多少人 可这些终究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他对秦飞的战斗力非常好奇 好吧 老祖都这样说了 柳红也只能强忍心痛 看着秦飞和躺王对战了 躺王的确很强 出手也全是损招 可秦飞是谁 透视能力的拥有者 在这种近距离作战中 他的透视能防范躺王任何的阴损招 堪称无敌 所以几十招对决下来 躺王不仅没能占到半点便宜 反而还被秦飞逼得连连后退 颜面尽失 停 实在是受不了 躺王举起自己的手摆出了一个休战的姿势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境界 太变态了吧 一个柳家老祖能压着自己打他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是盛进后期 高过自己一个境界 可秦飞这个矛头小子 一看岁数就不大 他凭什么也能压着自己打 这一瞬他感觉到心头无比的憋屈 为何他这一身盛进中期的修为 谁都干不过了 老不死的 你一天天的死在女人肚皮上 消息未免也太过闭塞了吧 人家是武安局的战王 盛进中期他都不知道在多少个了 这种狠人你都不认识 这时柳家老祖满脸不屑的说道 武安局不是只有武王和明王吗 什么时候又冒出了一个战王 躺王在龙兜顶级强者圈子里 存在感的确很弱 一来他基本不参与任何社交 二来也很少露面 就算是当初谢家广妖群雄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来 如果不是这一次 他和柳家老祖有些交情 他恐怕也不会现身的 他不和外界的人主动接触 也从来不去打听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自然而然他不认识秦飞了 毕竟秦飞崛起的时间太短 他哪清楚这些事 果然是一个要死在花丛中的人 就知道闭门造车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万分无语的摇了摇头 第1088章 引蛇出洞 一场战斗以秦飞的优势而结束 秦飞的潜力的确非常厉害 他若是再进一步 兴许他这个圣经后期 也不见得能奈何得了他 年纪轻轻便能有如此修为 其未来只能无可限量 这个成语来形容 躺王很疑惑秦飞为什么成了武安局战王 而秦飞一样很疑惑 躺王这个名讳究竟是怎么来的 在武安局内部 想要封王 那势必得拥有高强的战斗力 以及可怕的贡献等 秦飞就是因为贡献大 外加上实力高所以才封王的 但这躺王又是怎么一回事 想到这儿 秦飞直接向躺王发问 你这个躺王的封王名字怎么来的 切 我自己给自己封的 难道不行吗 躺王白了秦飞一眼 我自己给自己取名字又不犯法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一点 刚刚才被秦飞压制着揍了一顿 躺王可不会对秦飞有什么好口气 我就是随口一问 你如果觉得心里不舒服 那你跑过来打我啊 秦飞用气死人的语气 对躺王说道 你 躺王的确被秦飞这句话给气到了 可奈何他现在干不赢秦飞 也只能做罢 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 咱们来日再战 说完这句话 躺王转身就走 不过临走之前 他还是抓走了附近一张桌子上的一只大龙虾 放在自己嘴里就啃了起来 刚刚秦飞把他辛辛苦苦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现在他得补上 反正这不要钱的东西不吃白不吃 躺王 你的银行卡难道不要了吗 这时柳家老祖大声问了一句 没事 卡里还有一块钱 就留着给你买糖吃吧 最好是能噎死你的那种糖 躺王抓着龙虾逐渐远去 再也没有回头 这老不死的 走就走吧 竟然还要诅咒我 得亏他跑得快 不然我把他的腿都给打断 柳家老祖恶狠狠地说道 不过他话虽这样说 但他本人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要知道 以他当前的实力 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追上对方 可见 他和这躺王关系非同一般 战王 这饭也吃过了 但神秘人的事情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收回视线 柳家老祖对秦飞询问道 这种事已早不宜迟 免得拖久了夜长梦多 现在就把人先带过来吧 行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对柳红使了一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跑去带他妹妹过来了 不多时 柳红带着自己的妹妹来到了会客厅 只见柳红妹妹的脸上 带着畏惧之色 甚至都不敢抬头看老祖 他就像是一个 等着接受审判的罪人一样 浑身上下毫无生气可言 你马上联系那个神秘人 就说 我们柳家要和他再做一笔零药交易 柳家老祖陈生对柳红的妹妹说道 好 柳红的妹妹点头 随后他木讷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见他这副状态 秦飞眉头微微皱了皱 要知道 那神秘人既然干的是见不得人的生意 那他肯定会十分警觉 倘若他们这边有半点马脚显露出来 可能人家就要察觉到 想到这儿 秦飞阻止了他马上打电话的势头 你这样给他打电话 肯定会路线 这样吧 只要你能配合我们完成这一次的行动 你不仅不会受到惩罚 反而还会获得奖励 真的吗 秦飞的话就像是一针强心剂 让对方的眼睛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光芒 是不是真的你问问你家老祖不就明白了 秦飞看了一眼柳家老祖说道 是对的 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可以作数 柳家老祖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其实秦飞说的这些 他何尝又不明白 强者都是心思细腻之辈 任何一丁点不对 他们都有可能察觉出来 如果能以极小的代价 把神秘人抓住 也无所谓了 因为他的存在本就是无关痛痒 柳家多他一个人不多 少他一个人也不少 多谢老祖 听到这话 柳红的妹妹就像是彻底活过来了一样 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 行了 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 马上给对方打电话吧 对了 把免提开上 柳家老祖摆了白手道 是 我这就打 心中激动 柳红妹妹不敢迟疑 马上就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电话并未想多久就被接通了 里面传出了一道沙哑的声音 什么事 听到这声音 在场的秦妃等人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 可不能露出任何马脚 是这样的 我们家主这一次 从你那儿换取的灵药质量很上乘 所以他打算再和你置换一批 再换可以 但普通的鲜血物 已经不需要了 我需要大量的武者鲜血 特别是要圣镜级别的 对方狮子大开口 惊得柳红妹妹的嘴巴 一下子就张得老大 圣镜鲜血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要知道 他本人连神镜都没有达到 差距太大了 而秦妃三人 听到这种话之后 脸色也忍不住一遍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纯心不想交易了 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 就不要联系我了 神秘人似乎耐心很差 说完就准备挂电话 而就在这个时候 柳红一把就将电话给抢了过去 阁下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过分了一些吗 柳红英沉着脸低喝道 之前我们交易明明好好的 可你这忽然变卦 又是什么意思 柳家主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你柳家 声势这么大 柳红的声音已经冷裂了下来 此言诧异 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灾 这就是我的标价 如果你愿意和我继续做生意 那就做 如果不愿意 也无所谓 圣进鲜血 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宝贵的东西 你这么想要我的血 那你又能给我多少灵药 柳红冷笑道 500毫升血 300株灵药 神秘人回答道 操 你真把老子当猪呢 听到这话 柳红立刻就大骂了起来 那你想要多少 神秘人又问 500株灵药 少一片叶子都不行 柳红大喝道 好 一个小时后 老地方交易 说完这句话 神秘人那边主动挂了电话 他没有询问柳红交易灵药的目的 更没有多余的话 这就算成了 见柳红放下电话 柳家老祖一愣后问道 应该是 同意了吧 柳红有些不确信的问道 你们在什么地方交易 柳家老祖问道 交易的地方 在城外的某个废弃山庄里 好 那我们这就过去埋伏 柳家老祖 似乎比秦飞还要着急 毕竟这件事 关乎他们柳家的声誉 如果消息走漏 大家都认为 他们柳家和邪恶势力有染 那可就完了 你这一身圣经后期的修为 你过去后怎么埋伏 难道光明正大的 等着人家来跳坑 就在这时 秦飞一句话 就像是一条冷水 泼在了柳家老祖的头上 他现在境界非常高 就算是他不刻意显露自己的气息 可在同为圣经的人眼中 他的存在 就像是一轮太阳一样 根本就无法忽视 所以不管他怎么隐藏自己的气息 但凡他出现在了那里 恐怕那神秘人都能事先察觉 到时候 神秘人可能一个掉头就溜了 那怎么弄 秦飞的话点醒了柳家老祖 一时间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的确 他境界太高 根本就利于埋伏 毕竟修炼之人可不像普通人 那是很难隐藏 助自己的 除非他拥有极为高超的隐秘之术 只可惜柳家老祖境界虽强 但他们家族 却没有这方面的涉恋 很简单 由我先过去埋伏 带大战一起 你再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而且 在我们交易之时 你不能够离开柳家 咱们不能给人家留下 任何可以观察到的隐患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柳家老祖脸上有些担忧 我行不行你 刚刚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 只要对方的境界不是盛进后期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 况且 就算对方是盛进后期 你只要能及时赶到 我和柳家主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秦飞对自己的藏匿之术 可谓是信心十足 首先 他如果不主动显露起来 他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普通人一个人 如果他再用上一些小数法 就算是盛进 到了他的不远处 恐怕也很难发现他 就凭借着这一点 他就可以来个 出其不意的雷霆攻击 到时候 搞不好盛进后期 也得阴沟里翻船 好 既然你都这般相信自己 那整个行动 就以你为主导 柳家老祖想了想后说道 今天他刚好和秦飞组合成为同盟 现在这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他自然要给足了秦飞面子 况且 秦飞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他现在是在明面上 一旦他离开了柳家 搞不好那神秘人就收到消息了 所以 由秦飞去打头阵最合适 柳家主 你们在什么地方交易的 把地址先拿给我 秦飞看向了柳红 没问题 柳红自知修为低 也帮不上秦飞他们的什么忙 所以 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和自家老祖一样 都得听秦飞的 第1089章 陷阱 从柳红这里 把地址拿到手之后 秦飞没有犹豫 他立刻就启程 前往了地址上所标准的地点 这是一个城外的废弃食品厂 墙上早已斑驳 并且还画着一个大大的拆字 院墙里 现如今也是杂草丛生 可能不久后 这里就要面临拆迁 所以 这附近很远的区域内 都没有人活动的踪迹 不过秦飞人没有看到 但却看到了不少的流浪狗 看来这里早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园 因为怕被神秘人看到 所以秦飞完全选择的步行 并且一路走他 还在一边开启自己的透视能力 在确保这里没有任何人的踪迹之后 他这才现身在了这个食品厂里 因为柳红和神秘人的约定 是一个小时后 在这里交易 所以 当秦飞抵达之后 他直接找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 坐了下来 之所以是坐 是因为从下面根本就没有办到 看到他的身影 在服依隐秘自己的小数法 秦飞相信 就算是柳红到了这里 他也找不到自己的所在之处 将手机关机 秦飞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了一个 废弃桶子楼的楼顶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秦飞睁开双目的那一刻 只见一辆豪华兵力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车里坐着的人 正是柳红以及他的妹妹 柳红此刻充当的 正是司机的角色 柳红过来秦飞可以理解 但他没事带他妹妹过来做什么 送死吗 只不过 此刻不是询问柳红的时刻 无论他现在做什么 秦飞都不可能现身出去的 因为他都已经在这里 坐了这么长时间了 他不可能 因为一个和自己并没有关系的女人 就暴露出去 只见柳红 将车停在了外面 稍微干净一点的路上 随后 他这才走向了秦飞所在的废弃食品场 我已经到了 现身吧 柳红进来后左右看了看 随后这才对着空气大喊了一声 只是他的叫声 并没有得来任何的回应 暗中也没有看到人现身 他的举动 秦飞全程都看在眼里 也知道 他是在坐无用功 因为从始至终 这里就没有人来过 别说啥神秘人了 就连一个神秘鬼 他都没有看到 哥 我有点害怕 这时 站在柳红旁边的女人 抓住了柳红的胳膊 低声说道 有我在 你怕什么 一会儿交易完 我就带你回去 拍了拍妹妹的手背 柳红轻声说道 其实这一次 他本来也不想带自己的妹妹过来的 因为他的存在说白了 就是一个脱油瓶 可之前交易的时候 他就带了自己妹妹 他是害怕神秘人会起疑 所以 这才将妹妹带了过来 反正待会大战 是他和秦飞的事情 只要自己的妹妹眼睛够尖 他离开应该是没多大问题 柳红不知道 秦飞究竟是藏在哪里的 他得等神秘人现身 看了看时间 距离一个小时 尚且还有五分钟 柳红倒也不急 好好的 在这里等着吧 从兜里掏出一支烟 柳红立刻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之前他过来交易的时候 的确就是真正的交易 但今天这一场交易 却是他们柳家和秦飞 联手所布置的一个陷阱 只要对方来 就有可能爆发大战 所以 柳红心中怎么可能不紧张 想要缓解紧张 抽烟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而柳红的烟 也抽完了一支接着一支 根本就没有停歇过 表面上 看他现在已经是 盛进初期的修为 在龙都 也绝对是属于金字塔 对顶端的那几个人 可那神秘人修为也不浅 如果双方真的动起手来 他这盛进初期的境界 未必不会成为炮灰 所以 他现在心里也慌得一批 如果不是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恐怕他现在都忍不住 要找秦飞寻求安全感了 来了 大概几分钟过后 秦飞感知到了一个人的靠近 原本他还以为来的 就是那个神秘人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来的竟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并且对方一手拎着麻布口袋 另外一只手 则是拿着一把半米长的火钳 这竟然是一个捡垃圾的 日 心头仿佛有一头草泥马崩腾而过 秦飞盈盈感觉 他们应该是被神秘人放鸽子了 或者说他已经有所察觉 知道这里是个陷阱 不过就在秦飞忍不住 准备从楼顶上跳下来的时候 他却看到 这个捡垃圾的老人 竟然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而来 要知道 这一大片就场驱 早就已经废弃了 里面的破烂 也不知道被人捡过多少遍了 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 恐怕都被人给捡走了 与其来这里捡一些不值钱的破烂 倒不如上市里捡矿泉水瓶子来得快 所以 这个拾荒者 不应该来这里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秦飞打算再看看 耐着性子 秦飞依旧选择在楼顶静静地看着 不多时 这个捡垃圾的老人 就已经来到了柳红兄妹所在的地方 什么人 柳红怎么说 也是圣镜级别的强者 当他察觉到有人靠近的时候 他立刻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圣镜初期的压力非常大 这个拾荒的老人 当场就被压趴在了地上 哥 好像是个捡垃圾的普通人 这时 柳红的妹妹 似乎是看出了老人的职业 连忙出生 听到这话 柳红浑身的气息 全部收回体内 仔细一看 对方的的确确是个普通人 浑身上下一点修为都没有 还好他这一散出来的气息不是很强 要不然 这个捡垃圾的人 恐怕当场就得殒命 你们是什么人 老人似乎被吓坏了 连忙用手捂紧了自己装破烂的口袋 老人家 这里没有破烂剪 赶紧走吧 柳红对这个拾荒者说道 你们吓到我了 要赔钱 老人没走 反而还朝着柳红兄妹大叫了起来 赔钱 柳红险些让对方气笑了 他承认自己刚刚的气息 稍微超过了一个普通人能承受的范围 但对方现在又没受什么伤 赔哪门子钱 老人家 不善良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是别人告诉我 必须要你赔钱的 老人家一句话 就把柳红弄得神色一遍 第1090章 计划暴露 他说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别人告诉他 必须要自己赔钱呢 想到这儿柳红立刻问道 告诉你这句话的人 是不是穿着一身黑衣服 你给钱了我就说 哪知这个拾荒者也不傻 一听柳红这样问 他当即就表示要钱 行行行 我这里有一万 你拿去吧 柳红心念一动 立刻就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打钱 正好是一万块 一万太少了 你最少要给我 说到这儿 拾荒者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随后接着说道 你最少要给我两万 你TM 听到这话 柳红险些就一句脏话骂出了口 他还以为 对方会来一个狮子大开口吗 却没想到 他思考一阵之后 竟然说只要两万 这是有多看不起自己 想到这儿 柳红又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四塔钱 这里的钱 加上之前给你的 一共是五万 现在你就告诉我 究竟是谁告诉你 区区几万块钱 对于柳红这种人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甚至九牛一毛中的一毛 都算不上 顶多算是一根腿毛 他现在更想要知道 究竟是谁让这个老人来的 拿着五万块钱 拾荒者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对他这种人来说 他就算是捡一年的破烂 也不见得能挣到五万块钱 所以 这笔钱对他而言 可是巨款 但他并没有急着 回答柳红 而是当着柳红兄妹的面 开始倾点钱 没错 就是数钱 我 见状 柳红只感觉一股火焰 瞬间从自己的心头生腾而起 他已经快忍不住了 而他的妹妹健壮 也立刻用手抓住了哥哥的胳膊 哥 咱们这么长 时间都等了 也不在乎这一会儿了 让他数吧 他柳红堂堂柳家家主 他犯得着在 区区几万块上面动手脚吗 而且 每一打钱 都是捆得好好的 根本不可能少 这不摆明了 不信任自己吗 拾荒者可能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大一笔钱 所以 他数得很慢 也很认真 而他越是这样拖延时间 柳红的心中 就越是火气上冲 如果不是有妹妹在一旁劝着 他恐怕都已经忍不住 冲上去暴打对方了 终于 在足足十分钟过后 对方把钱清点清楚了 不多不少 正好五万块 多谢了 将钱喜滋滋的 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拾荒者满脸都是喜色 说到这儿 他转身就想要走 但却让柳红给拦住了 钱你收了 但有些话 你是不是应该当面 给我说清楚 柳红脸色很阴沉 语气也非常冷 如果这个拾荒者 现在还不肯说的话 那他肯定会出手 给予对方惩罚 哦 你不说我都忘了 那个人的确是穿了一身黑衣服 而且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就说这次的交易取消了 让你先回去 拾荒者想了想之后 对柳红说道 什么 听到这话 柳红的声音 一下子就变得异常尖锐 合着他在这里 看对方数钱数这么久 最后得到的 就是这么一句话 你 你想干什么 察觉到柳红身上的冷冽气息 拾荒者再度捂着自己的口袋后退 满脸都是警惕之色 我只是一个负责待话的人 我警告你 你可别乱来啊 一边说话 这个拾荒者还在一边后退 他的确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他不知道柳红是谁 也不知道那个黑衣人是谁 但他现在只知道 自己已经拿到了一笔巨款 这是属于他的钱了 见柳红一直在出神 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 这个拾荒者反应了过来 转身一溜烟就跑了 他的速度非常快 几乎把自己吃奶的劲都拿了出来 不过片刻的功夫 他就已经消失在了柳红兄妹的视线中 哥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时柳红的妹妹开口询问道 神秘人不来 却叫了一个拾荒者来替他传话 那他们的事情岂不是暴露了 老子要找他问个清楚 想到这儿 柳红直接向妹妹伸出了手 把你手机拿来 我倒想看看 他究竟玩的什么花样 给 听到这话 柳红的妹妹倒没有犹豫 立刻把手机递给了哥哥 怀揣着一肚子怒火 柳红直接给那个神秘人拨打了电话 电话倒是响了两下就被接通了 里面传来了神秘人细血的声响 柳家主 不知你有何贵干啊 曹你大爷 你竟然放我鸽子 柳红可不会和对方客气 一开口就直接怒骂了起来 哼 你给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倘若我真的跳进来 那岂不是正中你下怀 神秘人的语气很轻松 但他说出来的话 却让柳红神色一变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柳红追问道 什么意思 柳家主 你不应该是心知肚明吗 神秘人淡淡说道 你觉得我很傻吗 楼顶 听到这话 柳红几乎是下意识看了一眼 秦妃所在的方向 而秦妃自然也听到了神秘人的声音 虽然他们相隔了差不多百米 但这点距离 根本不影响秦妃听见神秘人的声音 这一刻 秦妃心敌也生出了疑惑 对方是怎么发现 自己在这楼顶的 要知道 秦妃已经提前很长时间埋伏在这里了 整个期间 他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强者的踪迹 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被人所探之道 交易永远的取消 而且你柳家接下来 也等着迎接我的报复吧 说完这句话 电话直接被挂断 而不死心的柳红再度打过去 但电话里却响起了那道机械式的声音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这显然是被拉黑了 操 将手机狠狠砸在地上 柳红也想不通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 怎么就暴露在了神秘人眼中 碰 另外一边 秦妃自知计划已经败露 他也没有继续躲藏在楼顶了 他纵身一跃就跳了下来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巨大的动静 也引来了柳红兄妹的侧目 看见出现的人是秦妃 柳红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秦妃果然隐藏在这里 只是让柳红疑惑不解的是 神秘人是怎么知晓这件事的 想到这儿 柳红直接问道 湛王 你来的时候 是不是暴露了 绝无可能 听到这话 秦妃当即摇头 打完电话 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这里 而且 全程我都在观察四周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人的踪影 那还真是奇了怪了 这家伙 该不会长了第三只眼睛吧 对此 柳红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只眼睛 听到这话 秦妃呼吸突然一致 他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没有犹豫 秦妃立刻拿出自己的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他这通电话 是打去武安局的 武安局这边接电话的速度 自然是飞快 几乎是秒接 湛王大人 有什么吩咐吗 电话里响起了恭敬的声音 你帮我查一下 咱们华夏的监控卫星 一个小时内 是不是被人用过 或者是国外的 也说不定 秦妃想了想之后 又补充了一句 自己在这里隐藏得好好的 秦妃不相信 那神秘人能发现自己 而刚刚柳红的那句 第三只眼睛 忽然提醒了他 没错 秦妃是没有发现 周围有人靠近 可他忘记了一点 那就是 天上还有可能存在 第三只眼睛 天眼卫星 之前 秦妃在武安局 执行任务的时候 看过这种天眼卫星 那分辨率 简直就和用肉眼 看没多大分别 外加上 自己又是躲在楼顶 如果谁这个时候 若是利用卫星 往这一看 他根本就无所遁形 失策 天大的失策啊 秦妃以为自己 躲在楼顶就万无一失了 却没想到 他聪明反背聪明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次的行动失败 还真和自己有关系 四 听到秦妃打电话的内容 柳红也立刻反应了过来 当即倒吸了一口气 的确 随着大家修位越来越高 一般的科技武器 已经奈何不了他们了 甚至用肉身硬抗子弹 都不在话下 可有些现代科技 还真是不容小觑 修炼之人 在科技面前翻车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战王大人 调查这些东西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您那边很急吗 秦妃手里的电话 还没有挂断 里面传来了 武安局成员的声音 急到是不急 你们那边先调查吧 出了结果后再告诉我 说完秦妃主动挂断了电话 战王 计划已经暴露 这神秘人 估摸着也不会再上钩了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这时柳红开口询问道 他在暗 我们在明 走一步看一步吧 叹息一声 秦妃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因为他们又不知道 那个神秘人是谁 更不知道他躲藏在什么地方 妈的 我现在一肚子都是火 神秘人没有出现 甚至他还被一个 捡垃圾的戏耍了一通 想到这儿柳红 感觉自己格外的憋屈 他可是圣经高手啊 他何尝有过这样的体验 来既然你肚子里有火 那请你帮我把烟点燃吧 这时秦妃从自己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盒烟 随后拿了一只雕在了嘴里 战王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柳红无语道 第1091章 缴获多少灵药 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没什么别的意思 说完秦妃又拿出一只烟蒂 给了柳红 既然人家都不来了 那我们也不用在这继续等 先回城吧 秦妃说道 只能如此了 柳红暗叹一声 随后他默默钻进了驾驶位 柳红因为这件事很生气 殊不知秦妃心里也格外不爽 毕竟他可是在楼顶上 足足埋伏了一个多小时 人家一句不来了 差点搞得他破坊 这就像是你精心打扮一番后 准备去约会 可你的对象 却说自己不来的心情是一样的 他也相当于是被人放了鸽子 如果早知道自己暴露了 那他就不应该躲在楼顶 他随便找一个空房子躲着 恐怕都不会如此 只能说 自己把这神秘人 想得太简单了一些 柳家 柳家老祖 因为他和秦妃约定过 只要那边一出状况 便是他出动的信号 只可惜这个信号 他左等右等也没有等来 他甚至都忍不住 要打电话主动询问了 可还没等他付诸行动 门外忽然有一个柳家族人 快步跑了进来 老祖 家主他们回来了 这个人禀告道 回来了 听到这话 柳家老祖微微一正 随后这才反应了过来 快步随着这个人迎了出去 都没有等到自己出手 他们就回来了 那神秘人的实力 肯定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让秦妃给顺秒了 在他看来 目前剩下的解释 也就这么一个了 来到门外 只见柳红刚刚才停好车 从车上面下来 和他一起的 还有他的妹妹 唯独没见到秦妃 战王人呢 这时柳家老祖 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人 当即开口问道 他还想问问 战斗的具体经过呢 老祖 人家战王有事 半道上就下车了 计划没有完成 他们自然也分不成 那神秘人的灵药了 所以秦妃还回来 他们柳家做什么 那你们此次 共缴获多少灵药 柳家老祖又问道 缴获灵药 听到这话 柳红满脸都是苦涩之意 道 老祖 咱们这一次算是栽根头了 快别提这件事了 一想到自己 被神秘人戏耍了一通 并且还因此赔了几万块钱 柳红的心头 简直是万马奔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听柳红这样说 柳家老祖 也敏锐察觉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老祖 这人多 要不咱们 还是先进去再说 柳红左右看了看 低声说道 因为这件事说起来实在是丢人 他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行 那咱们先进屋 人都已经回来了 柳家老祖也不急于这一时 他赶紧让柳红兄妹进屋了 来到无人的议事大厅之后 柳家老祖直接安排柳红坐下 随后说道 现在这没人 可以说了吧 老祖 咱们此次行动暴露了 人家压根就没来 而且他不仅没来 而且 而且 说到后面 柳红都没脸继续说下去了 而且什么你倒是说 你是不是想急死我 见柳红说话吞吞吐吐的 柳家老祖的脾气也上来了 他都想一巴掌拍柳红嘴巴上了 老祖 是这样的 这神秘人在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之后 他不仅没来 而且 他还请了一个捡垃圾的拾荒者过来 骗了我五万块钱 一咬牙 柳红直接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反正这里 就只有他和老祖两个人 也不在乎 什么丢脸不丢脸了 更重要的是他得让老祖知晓 那神秘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应该啊 咱们的行动仅限于我们几个人知晓 那神秘人怎么会发现 柳家老祖疑惑问道 柳家老祖并没有在柳红 被骗钱这件事上多问什么 他现在只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 神秘人究竟是如何洞悉他们计划的 难不成他们三个人 哦不 还有柳红的妹妹 其中一个是内鬼 老祖 之前我和湛王已经合计了一番 湛王觉得 应该是对方使用了现代科技 发现了我们的埋伏 现代科技 柳家老祖现在是越听越迷糊了 这怎么又能和科技扯上关系 哦 我之前有一个情况忘记说了 那神秘人是率先发现了隐藏在楼顶的湛王 随后才发现了我们的埋伏 柳红连忙解释道 打住打住 你这件事 从头往后给我说 我还没有捋清楚 柳家老祖伸出手打断了柳红 是 老祖迷惑 柳红自己何尝又不疑惑呢 不过老祖既然都已经问起了 柳红也只能耐着性子 给老祖解释了一遍 当然 而柳家老祖听完这些话之后 他的神色也显得略微怪异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行动竟然会以秦妃的大意而失败 这也太戏剧性了一点 湛王那边 现在怎么说 柳家老祖又问 湛王说等这件事 最终调查出来了再说 至于这个神秘人的事情 我们暂时就不用管了 打草已经惊了蛇 我们就算是想管 恐怕也管不了了 如果自己是神秘人 那他肯定也不会再出来 最少短时间内 他不会出来了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结果最终却功亏一篑了 心冲冲地对老祖说道 那个家伙在拉黑我电话的时候说 会让我们柳家好看 老祖你说 我们需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准备 有我守在这里 你怕什么 他只要赶来 那就是有来无回 柳家老祖的语气很自信 他也有这个资格自信 毕竟放眼龙兜 乃至整个华夏的修炼圈子 现在能伤他的人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这神秘人若是真有实力 恐怕也不会只打嘴炮这么简单了 对方的实力 定然没有达到圣经后期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老祖的话 柳红悬着的心 这才慢慢地放了下来 好了 家族照常运转 咱们补偿给战王的那一部分 你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 世家还是应该有个世家的样子 要不然 外人岂不是要看我们的笑话 老祖放心 这件事儿爆 在我身上就是 现在的柳家 声势如日中天 外加上柳红坐在家主之位上 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 所以 恢复家族实力 在他看来 不过就是时间问题罢了 或许一个月 十天 甚至有可能一天之内 他都有可能让家族 恢复到最鼎盛的时期 第1092章 第三只眼睛 秦飞这边 回到自己的家中后 他的心情也格外郁闷 他虽然没看到那个神秘人 但对方的巴掌 却是在他的脸上 甩得啪啪响 这简直就是人生中的污点 他必须得想办法救出对方 而武安局那边的动作 也非常迅速 大概在秦飞回家一个小时后 就有一通电话 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正是之前听秦飞命令 帮他调查卫星的人 启禀战王 咱们华夏的监控卫星 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 但境外的 却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应该是有人用国外的卫星 偷窥了我国的机密 此事需要我沿着这条线 继续追查吗 电话里传来了问询声 不用查了 到此为止吧 秦飞想了想回答道 武安局是国家部门 而这件事说白了 和武安局并没有什么关系 是他想要和柳家老祖 联手搅获一批灵药 还好现在没有什么人知道 这神秘人的事情 要不然他和柳红的脸 恐怕就丢大了 挂断电话 秦飞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随后这才躺在了 柔软的真皮沙发上 终日打焰 最后却叫焰灼了眼 当真是身心结皮啊 销炼没有兴趣 炼丹秦飞更是无法沉下心来 他觉得自己现在十分有必要 找人弄清楚龙都的具体高手数量了 他想看看 这神秘人会不会就是龙都的高手之一 而要问这样的事情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冥王 因为他在武安局卖力工作了几十年 对华夏的大致强者数量应该还是了解的 秦飞 听说你找咱们局里调查了一下卫星监控 是有什么发现吗 电话里传来了冥王的疑惑声音 没啥发现 就是我家猫不见了 我想着用卫星看能不能找到 秦飞随便编了一个借口 秦飞 咱编借口能稍微上点心吗 你咋不说是你家的狗走失了呢 冥王无语道 无论猫狗 你认为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我没有意见 行 既然你不愿说 那我也不会追问 说吧 每个人的秘密 现在秦飞地位和他相当 他要用武安局的后背力量 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冥王虽然是武安局的老人 可他也没有权限管秦飞的事情 秦飞爱咋滴就咋滴吧 只要他的心是向着武安局的就行 我想问你一下 咱们龙兜到底有多少圣境级别的强者 秦飞没有隐瞒自己打电话的目的 当即说道 龙都的圣境强者 冥王微微一愣 随后反问道 咱们龙都好像没几个吧 没有几个到底是几个 我想彻底了解一下 秦飞回答道 刨除明面上的这些圣境 以及被你所杀的圣境 好像也就剩下了一个 叫躺王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冥王作为武安局的老人 他果然知晓 这躺王的事情 毕竟这躺王一直以来都在龙都的范围内活动 虽然他极少露面 可不代表武安局这边没有他的资料 那这躺王是什么来临 秦飞问道 秦飞对这个躺王不了解 也不能排除 他是那个神秘人的可能性 这个家伙是西南融城的人 一直以来他都是那边的最强者 但这个老不死的有个最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特别喜欢找美女畅谈人生 而且他从来不会找重复的女人 完全是一天换一个 堪称玉女无数 是个色中恶鬼 荣城本就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 但他并不满足于荣城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当他在荣城待够了之后 他又相继跑了其他几个大城市 最后才来到了我们龙都 这也算是极品了 听到明王的叙述 秦飞无法想象 这躺王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 他就不怕自己最后精进而亡 日他仙人板板 哪个狗日的在诅咒我 另外一边 躺王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摸着自己鼻子放声骂了一句 而在他的对面 一个妆容精致的女子吓了一跳 随后这才低声问道 是不是我的香水喷太多了 这不关你的事 接着给我按脚 对对对 就是这个力道 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 躺王满脸都是享受之色 这年头 挣钱不就是拿来享受的吗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明天会是怎么样的 不得不说 躺王活得比很多人都要明白 秦妃和冥王的通话还在继续 经过冥王这么一小段的解释后 秦妃也算是对躺王这个人 有了的大致了解 这就是一个毫不正经的老头 虽然个人实力也很强 但他从未加入过任何一个势力 一直都保持着中立 不过说起躺王这个称号 冥王也和之前的秦妃一样 好一阵徒躁 自己给自己封王 亏他想得出来啊 龙都这边 基本没有隐藏起来的圣镜高手 而当秦妃问及 华夏到底有多少圣镜强者的时候 冥王也说不上来 因为华夏实在是太大了 地大物博 一些老怪物 可能几十年上百年 都没有现实过了 谁知道 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冥王甚至连静优大师都不知道 可见 以冥王的实力 他也不可能掌控全局 或许武王知道 华夏境内 还有多少圣镜强者 但秦妃可没想过要找他 冥王现在忙着炼制丹药 所以 他也没有和秦妃聊太久 很快就主动挂了电话 看来这神秘人的事情 还真有些麻烦 将电话放下 秦妃眉头死死皱在了一起 没有打听到 半点有关于神秘人的消息 对方就像是一条 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跑出来咬人一口 罢了 还是先修炼吧 秦妃现在的战斗力 顶多算盛景中期 而如果他能再进一步的话 那神秘人就算是再厉害 恐怕也奈何不了自己 所以 最终的一切 还是得回归到修炼上面来 实力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拳头 回到自己房间 秦妃开始了修炼 而在他修炼之时 城外的某个民房内 一个黑衣人 取下了自己的斗笠 露出了一张猙獰的脸庞 好险 差点就阴沟里翻船了 他是盛景中期的修为 如果对上秦妃 很有可能会被斩杀 还好他准备过去的时候 提前利用自己的优势 观察了一下交易地方 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 坐在楼顶之上的秦妃 想到这儿 他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主上 我被武安局的战王盯上了 需要撤退吗 撤吧 电话里响起了一道沉闷的声响 是 得到了命令 这个黑衣人没有犹豫 立刻就收拾东西 离开了小屋 而在他走后不到一分钟 整间小屋 直接在一道哄天的爆炸声中 成为了粉碎 除了满地的废墟 什么痕迹都没了 秦妃 秦妃你在家吗 晚上 秦妃在修炼中 被声音强行叫醒 睁开双目看了一眼门外 只见叫他的人是慕容卿 咳之 将房门打开 秦妃看向了慕容卿 问道 有什么事吗 你看看 我这一次 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说着 慕容卿将秦妃 带到了别墅外面 只见门外摆着一口大箱子 浓郁的灵气 正在从其中 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 里面装的全都是灵药 瞧瞧这一批灵药的品质 绝对超乎你想象 慕容卿主动将箱子打开 里面的灵药 全部都显露在了秦妃面前 如何 拍了拍秦妃的肩膀 慕容卿开口询问道 忽然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看见箱子里的这些灵药 秦妃眼前忍不住浮现出了 之前她在柳家得到的那批灵药 也就是柳红 从那个神秘人兑换来的东西 她送给自己的灵药 和面前这口箱子里的灵药 高度重合 里面的很多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流水现生产的 你在说什么 慕容卿可不知道 秦妃在柳家 接受好处的事情 所以此刻 她疑惑问道 没什么 秦妃摇了摇头 随后问道 这批灵药 你们山庄从哪里得到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据下面的人说 好像是王家卖给我们的 王家自己修炼 可能都不够用 他们竟然还有 多余的灵药卖给你们 听到这话 秦妃心生紧照 她觉得 自己好像是抓住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抓住 秦妃 咱们就是负责收购灵药 至于来源还重要吗 慕容卿满不在乎的说道 反正前这东西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赚 但灵药这东西 可是用一株就少一株的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先谢谢你 说到这秦妃将灵药收起 随后问道 这批灵药 直接去找鹿岩要钱吧 她那边早就已经把钱赴 给我们山庄了 这种事儿 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说到这儿慕容卿迈步 走进了别墅 问道 怎么雪晴姐还没有回来 她可能加班 要回来的晚一点吧 再等等吧 秦妃回答道 或者我来下厨 你来给我打下手 想到自己现在有空 秦妃主动邀请慕容卿下厨 行 咱们联手 听到这话 慕容卿欣欣然同意 第1093章 假药 晚饭过后 秦妃拒绝了慕容卿的主动相邀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现在她手里的灵药 已经越来越多 如果不将其转化成为丹药 她手指上的这一枚空间戒指 恐怕都装不下了 可惜自己身边的人 一个都没有达到 炼丹最基础的门槛 要不然 秦妃肯定要把这炼丹术 传授给他们 依旧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步骤 秦妃先是取出了金龙顶 随后点燃了自己手指上的真火 将灵药陆陆续续投入到丹顶 秦妃开始炼丹的第一步 碰 不过炼丹才刚刚开始 秦妃就遭遇了滑铁炉 只听见丹顶中传出了一道炸响声 紧接着就是一缕黑烟生气 什么鬼 脸上闪过迷惑之色 秦妃被眼前这一幕搞得有点猛 要知道 她现在炼丹基本上都不会失败 但现在 她却连刚开始的融化灵液都做不到 莫非是自己心境出了问题 想到这儿 秦妃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她休息了好几分钟 这才开始炼制第二炉丹药 碰 可这一次 她速度更快 又是一道炸响从金龙顶之中传出 秦妃的第二次炼丹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之前的失败 仅仅只是让秦妃有点猛 但现在 她就有点怀疑人生了 才开始就失败 自己的炼丹术 难道已经倒退到了这种地步 还是说 自己的心境真的出了问题 从始至终 秦妃就没有想过灵药的问题 更多的问题 她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找 为了确保自己的心态 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对此 秦妃还专门把已经睡下的慕容卿叫了起来 并且和她深入交流了一番 你之前不是不来我房间的吗 这是抽了哪门子的风 她在秦妃的胸膛上喘着粗气 慕容卿开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 炼丹接连失败的事情 秦妃并没有打算和慕容卿说 在她这儿简单休息了一会儿 随后秦妃又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还是不死心 所以 她开始了第三次炼丹 碰 就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样 当秦妃刚刚才开始炼化灵液 她的炼丹炉之中就传出了声音 伴随着阵阵黑烟 操 饶视秦妃脾气再好 此刻也忍不住怒了 明明一切都是按照原来的顺序和手法进行 可她偏偏却无法把灵药炼化成为灵液 真是活见鬼 莫不是丹炉出了问题 忽然秦妃想到了某种可能 立刻把金龙顶抓了起来 左边看了又看右边 可不管她怎么看 这金龙顶都不像是坏的 因为这玩意可是了不得 连真火那么高的温度都能够承受 倘若有什么裂痕的话 恐怕早就已经炸了 而且秦妃相信自己的透视能力 不可能看不到那些细小的裂痕 顶是好的 自己的心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炼丹究竟是怎样失败的 就在秦妃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忽然她身上携带的卫星电话响了 卫星电话是由武安局统一配备 武安局内部也仅有冥王和武王 才能够打给她 打出去倒是不受限制 而且秦妃早就告诉过冥王和武王 如果没有什么太过紧急的事情 不用给她打这个卫星电话 秦妃喜欢在炼丹之时关闭手机 唯一能和外面通讯的工具 就是武安局给自己配的卫星电话 以冥王的性子 如果没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她恐怕不会打自己的这个电话 难道是们儿他们出了问题 心中骤然一紧 秦妃丝毫耽搁都不敢有 立刻接通了卫星电话 秦妃 有个情况 我想跟你通报一下 电话里传来了冥王的声音 是不是集训营那边出了状况 秦妃万分紧张地问道 你想什么呢 集训营那边现在好好的 各项计划推进的都十分顺利 你就不能盼着点好 冥王没好气地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这话 秦妃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身上的压力也骤然一松 只要不是苏妹和观妙医出了问题 那一切都好说 秦妃 是这样的 你最近不是在大量购入灵药吗 我这边出了一个和灵药有关的状况 我觉得你应该知晓内幕 什么状况 秦妃疑惑问道 华夏的灵药市场上 最近出现了一批已假乱真的灵药 一般人都分辨不出来 你恐怕得上点心才行 假药 听到这话 秦妃心中陡然一惊 他联想到了 自己接连炼丹失利的事情 这会不会就和假药有关 还是说他手里 就有大量的假药 外观一样 又是出自大家族 甚至就连质量都差不多 秦妃怀疑柳家 以及之前慕容卿给自己的灵药 恐怕有九成几率 就是冥王刚刚所说的假药 医院里假药频发 这都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但现在这种势头 竟然蔓延到了他们舞者界了 秦妃估摸着 王家卖给明月山庄的灵药 也是从那个神秘人手里弄来的 要不然 他们王家凭什么有多余的灵药 拿出来卖 种种线索 现在都串联在了一起 秦妃接连获得的两批灵药 很有可能全是假货 这一刻 他有种想要骂娘的冲动 这也太坑爹了一些 但当着冥王的面他 又不能骂出来 因为他可不想 让冥王知晓 自己已经弄到假货的事情 这也太丢人了 这假药应该如何见别 沉默了片刻后 秦妃开口询问道 现在他的心态已经调整好了 最起码 他不能在语气上 让冥王听出什么来 此次这假药 做得太过于逼真 拿肉眼很难分辨 想要分辨其中的真假 唯有借助自己的嘴 切用自己的嘴 你把话说清楚 秦妃没搞懂冥王话里的意思 所以怎么能分辨假药 而且秦妃也用自己的透视能力 看过这些灵药 根本不像是假的 如果说假 那就是质量太上乘 好的有些假 秦妃 你还不明白吗 这假药之所以假 那是因为 灵气只有我们眼前 能感受到的这一点 后续根本就不会有多余的力量 这就是一种超级强者 所制造的假货 操 听到这话 秦妃反应了过来 他立刻就抓起一株 慕容青青天 给自己带来的灵药 随后放入到了口中 灵药刚入口 立刻就化作了一道强大的力量 可这股力量来的猛烈 消失的也异常迅速 就好像刚刚秦妃所感受到的力量 不过就是黄粮一梦罢了 这 察觉到这样的变化 秦妃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如泥塑木雕一般 他手里的灵药 还真是假的 第1094张 丢你罗姆 秦妃 你那边有在听吗 见秦妃迟迟不说话 电话里的冥王开口询问道 我只是在思考 究竟是什么人渣 才会干这种猪狗都不如的事情来 想到那个神秘人 秦妃变异 有所指的咒骂道 听你这说话的口气 你是不是已经中招了 灵王颇有些幸灾乐祸的询问道 灵王 咱们好好聊天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放骗 这隔着听筒 我都闻到了一股臭味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 你觉得我会被骗吗 秦妃冷笑道 嘿 越是聪明的人 越有可能被骗 我感觉 你这是此地无音三百两 灵王的声音 愈发的开始打去了 滚犊子 骂了对方一句 秦妃果断挂断了电话 因为再继续说下去 弄不好 他真的就躲不住了 将卫星电话重新放好 秦妃一股脑的 将几百株灵药 全部都拿了出来 堆了房间里满满一地 看着这些颜色各异 并且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药 秦妃一度怀疑 冥王刚刚所说的话 是在蒙骗自己的 可自己的嘴巴 不会欺骗自己 这些灵药 也就是表面上 看着灵药浓郁无比 可实际上 里面就是一包豆腐渣 根本就没有更多的灵气 这就像是一些黑心珠宝商 为了骗人 故意在银首饰外面 镀一层金 然后就把整个首饰 当今的去卖一样 表面上看首饰 金黄黄的格外眨眼 可实际上 这就是一件银器 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秦妃这次也上当了 他哪怕是利用透视 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难怪他拿这些灵药 来炼制丹药 一碰就炸 因为这灵药彻彻底底 就是个冒牌货 又怎么可能练得出丹药呢 假的就是假的 他成不了真 之前他以为是 自己的心境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金龙顶出了问题 但现在看来 真正出问题的 还是这些原材料 柳红被那个神秘人骗了 慕容卿也被王家人骗了 而自己 则成为了被骗的中心 丢你罗魔 看着这满满一地的灵药 秦妃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被猛的刺了一下 这可都是钱啊 理智此刻正告诉着秦妃 他应该把这些灵药拿出去 换成钱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可他的良知又告诉他这些东西 就是专门坑人的玩意 不能让气流入市场 想到这秦妃深入了一口气 随后他身体内 忽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瞬间就把地上的这些灵药 碾压成为了粉碎 他已经被骗了 他不能让更多的人继续被骗 慕容卿是自己人 其中大部分灵药 都是今天晚上他带回来的 所以秦妃肯定不能找他去算账 这个亏只能由他自己吃下 一下子就毁掉了几百株灵药 秦妃一时间只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哪怕是沐浴着无比浓郁的灵气 他也高兴不起来 不过为了实验自己的炼丹水平 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他还是取出了几株之前他得来的灵药 将真火重新点燃 随后秦妃将其投入到了金龙顶之中 若是按照之前的路子 他只要一开始拿真火淬炼灵药 那金龙顶当中必定就会传来炸响 但这一次不同 一切都显得异常的顺利 灵药没有炸开 很快就变成了纯粹的灵液 在之后的宁丹也异常迅速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秦妃就已经把一枚宁气丹炼制了出来 果然还是灵药的问题 看着手心中这一枚圆滚滚的丹药 秦妃心底松了一口气 只要自己的炼丹术没有出现问题 那一切都好说 武安局这边既然已经发现了假药的问题 那他们肯定会着手解决的 所以这玩意应该会从华夏灵药市场上 慢慢消失 心情似乎一下子就变好了 接下来秦妃没有再迈出自己的房门一步 他闷头就开始炼制丹药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进入到那种忘我的境地 因为他还要提醒慕容卿 今天他能在王家那里收到假药 那明天他就能在其他地方收到更多的假药 如果这种事不能够及时止损 那到时候蒙兽损失的可能还是自己 因为现在明月山庄所收来的大部分灵药 都流入到了秦妃腰包 帮慕容卿就等同于帮自己啊 秦妃怎么可能不上心 天刚放亮 秦妃就从自己的房间中出来了 提前跑去厨房把粥熬上 随后秦妃这才坐在了客厅里打开了电视机 话说自从搬进这个家里之后 秦妃几乎就没有看过电视 一是他对看电视不感兴趣 二也是看这个玩意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他既不喜欢那些三角链 也不喜欢那种狗血剧 有这时间还不如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修炼一番 不过现在他闲来无事 倒是可以看看 随便打开一个频道 只见里面播放的是一则龙都的早间新闻 说的是某乡下农民在自家地里 挖出了一件国之重宝 随后有关部门飞速行动 在半个小时内就给这位老农 送去了一面锦旗以及五百元现金 老农领钱和锦旗的时候 那感动得眼泪汪汪的 隔着屏幕 秦妃甚至都感觉到了这个老农的心酸 明明发财致富的机会就在眼前 但却被硬生生夺走了 估计接下来他绝对睡不好了 早间新闻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和舞者相关的更是丝毫踪迹都没有 毕竟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 舞者完全就是传说 这便是不同世界的壁垒下面插播一条新闻 就在秦妃准备关电视的时候 忽然电视里弹出来了一个漂亮女主持人的画面 只见她说了一个距离龙多不远的地名 随后才说到 这是一种奇景 大家可以跟随直播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画面直接转到了山里 里面全是丛山峻岭的山峰 但真正吸引秦妃注意的是 山里有一条血红色的溪流 十分眨眼 这便是女主持人所说的奇景 清澈的溪流秦妃见过 浑浊的溪流她也见过 甚至还有一些煤矿下面的河流会呈现出黑色 这都是正常现象 但这鲜红颜色的溪流还真是少见 最起码秦妃没有在现实见过 当然 她没见过不代表就没有这种现象 在过往的新闻报道中 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这些红色的水之所以会变成红色 那都是有解释的 譬如说 河流途径的地方有红色的岩石 亦或者说是上游有什么污染企业 偷偷排放污水等等 总之理由很多 也基本能说得通 但这一次的状况明显不同 因为在报道中 秦妃隐约听到了 有人说 闻见了一股血腥味 像是新闻媒体的现场人员 几乎就在秦妃听到这道声音的时候 忽然画面中断 随后静止跳 转入到了广告环节 又是哗众取宠 看到这一幕 秦妃摇了摇头 随后直接关闭了电视 这年头的电视机就是这样 每当进展到精彩环节的时候 都会紧跟着播放广告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增加广告的曝光率 进而为电视台带来收益 不过 秦妃可没有闲心等下面的内容了 因为他听到有房门开启的声音 陆雪晴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起床了 嗯 秦妃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该不会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最先起床的人自然是陆雪晴 只见他睡眼轻松的揉了揉眼 随后才问道 你大早上的不带在自己房间睡觉 在客厅里做什么 当然 是给你们准备爱心早餐了 秦妃走进了厨房 随后端出了那一锅自己熬制的米粥 秦妃下厨 那自然熬的不是一般的粥 他在里面加入了灵药 对修炼之人也有避意 阁老远都散发出了一股奇香 快喜说 我先给你们盛出来凉着 秦妃这时开口说道 那真是辛苦你了 我先把思思叫起床 说完这句话 陆雪晴又回了自己房间 随着陆雪晴回房间 后面的慕容卿和染灵也起床了 如果这个时候 观妙一在家 那他肯定会来一句 哇 好香啊 只可惜这句话 秦妃现在听不到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 观妙一和苏妹到底待在非洲的哪个国家 抓紧时间洗漱 一会儿下来喝粥 看着他们两人 秦妃收回了自己的思绪 微笑着说道 那我一会儿 可要好好尝尝 秦妃熬出来的粥 的确味道不错 慕容卿一口气干了两大碗 这才作罢 而陆思思原本也想多喝一点 但却惨遭秦妃的拒绝 原因很简单 这粥里面掺杂的灵气非常磅礴 陆思思一旦摄入太多 以他现在的小身板 根本就承受不住 须不受补的道理 秦妃心中明白得很 所以哪怕是陆思思还想喝他 也不会给 喝一点 他能快快的长身体 可若是喝多了 可能他的身体就会出大毛病 见秦妃竟然不给自己喝粥 小家伙满脸都是忧怨之色 不停的向着陆雪晴告状 说秦妃故意饿着他 妈妈 你快管管干爸吧 你们都能喝粥 凭什么我不能 陆思思多闹着小嘴 表现得一点都不开心的样子 思思 干爸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身体不足以吸收这么多的能量 等你今后长大一点 就可以像我们这样吃了 陆雪晴十分有耐心的 给陆思思解释道 可这粥真的很好喝 听话 楼上抽屉里有巧克力糖 你要是没吃饱呆会 就吃两块糖 陆雪晴伸手 摸了摸陆思思的脑袋说道 那好吧 小姑娘虽然不高兴 可也只能答应下来 思思 没吃饱没关系 一会儿你跟我去我上班的地方玩 我哪吃得玩的多的是 保管你满意 这时慕容卿主动说道 好 谢谢慕容妈妈 听到这话 小姑娘脸上露出了花一般的笑容 第1095章 找上门去 早餐很快结束 饭后 陆雪晴依旧是第一个出门上班的人 在他走后 慕容卿也准备带着陆思思去山庄上班 可他刚刚才拎起自己的胯包 他就看到秦飞走到了自己跟前 秦二 你过来我和你说两句话 怎么了 听到这话 慕容卿放下了胯包 一脸疑惑的跟秦飞走出了别墅 秦二 昨天晚上 冥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咱们华夏的灵药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假灵药 你下次再收购灵药的时候 可要上点心了 一株灵药少说也是大百几万的价格 就算是自己和明月山庄财大气粗 那也不能这样稀里糊涂的把钱骗了出去 啊 听到秦飞的话 慕容卿惊叫一声 随后这才追问道 难道是我昨天晚上 给你带回来的这一批灵药出了问题 那倒没有 秦飞否决了这件事 道 假药的事情才刚刚发酵 没有那么快波及整个市场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说过灵药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鉴别 切不可让别人钻了空子 放心吧 既然你说了 那我肯定会吩咐下去的 灵药价格不菲 外加上这些灵药 又是秦飞要用的 慕容卿自然要上心 不过 就在他准备重新回无灵包的时候 秦飞这才想起 这些假药足以达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 如果不交对方法 他们肯定还要上当 毕竟他自己 一开始也没有看出真假 可见 其鉴别的困难程度有多高 所以 他又连忙叫住了慕容卿 说道 灵药说 这一次制造假灵药的人 十分厉害 单靠肉眼 是无法分辨出真假的 得靠我们用嘴去鉴别 嗯 用嘴怎么鉴别 慕容卿此刻的反应 就和昨天晚上的秦飞一样 根本没听懂话里的意思 对此 秦飞只能把昨天晚上 自己的感受 和慕容卿详细解释了一下 当然 他解释的时候 直接把油透推到了 灵药身上 就说这些话 都是灵药亲口告诉自己的 他可不能说 这是自己的感受 要不然 他拿到假药的事情 岂不是一下子就暴露了 行 我会让下面的人多注意的 慕容卿点了点头 随后又问了一些 有关于灵药的事情 对于这些问题 秦飞自然是把自己 所知道的全部消息告诉了他 也让他千万不要让人给骗了 慕容家里人全部离开之后 秦飞也没有闲着 他跑去车库 开上了自己的车 随后驱车离开了山顶别墅 昨天慕容卿说 他收购来的这一批灵药 是从王家流入到他们明月山庄的 既然现在这一批药 已经被证明是假货了 那秦飞又怎么可能会饶过王家呢 王家欺骗自己可以 但欺骗自己的女人 确实不行 所以秦飞现在就要去王家 给慕容卿讨回一个公道 驱车来到王家大门口 秦飞也懒得叫阵了 他直接在这儿显露了自己的气息 而作为回应 王家内部 也立刻有数股强大气息生腾而起 王猛第一时间 从里面冲了出来 湛王 看见门口的人是谁 王猛先是一惊 随后才满脸的诧异 怎么 你王家不欢迎我 秦飞反问道 湛王您这说的是哪里话 你是咱们华夏的守护神 我们王家自然是欢迎之至 王猛虽然知道 秦飞很有可能来者不善 但此刻 他还是只能陪着笑脸 把秦飞请进了王家大院 让你们王家老祖出来见我吧 我有点事情 要和他谈一下 刚迈步走进来 秦飞便开口说道 好 我这就去请 湛王来访 我理应主动相迎才是 说请这个字 就太严重了 这时 王家大院的深处 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紧接着 王家老祖 从他的闭关之处走了出来 看着郑主出来 秦飞也不用和王猛 这种王家小辈对话了 他直接把目光 锁定在了王家老祖的身上 问道 听说 你们王家这两天 卖了一批灵药给明月山庄 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 卖灵药给别人 王家老祖被秦飞问得微微一弄 随后他看向了王猛 可有这回事 要知道 灵药对于任何一个 王家老祖虽然很少过问家族内部的事情 但作为曾经的王家领袖 他知道 王家应该是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只是王猛的回答 出乎了他的预料 老祖 的确有这回事 不过咱们 这都是正规合法的交易 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咱们哪来的灵药往外卖 王家老祖偏了王猛一眼问道 这 被这样一问 王猛立刻就有些支支吾吾了起来 因为这灵药的来源 可是剑步的光的 如果在场只有老祖在 他倒是可以放心大胆地说 可关键是秦飞也在这儿啊 他可不想让秦飞抓住什么把柄 不过 他不说秦飞也能猜到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家都不够用的东西 他们王家却选择外卖 这其中肯定有鬼 想到这儿 秦飞也懒得和他们废话 他直接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枚假药 随后放在了王家老祖面前 你们看看 这像不像你们王家卖出去的灵药 秦飞淡淡问道 战王 这灵药上面又没有写名字 你怎么就一定说 这灵药是我们家的 王猛还在据理力争 只是秦飞都懒得搭理他 他直接对王家老祖说道 你们王家卖给明月山庄的灵药 现在全部都已经到了我手里 这一株灵药就是其中之一 任你如何狡辩也无用 今天秦飞过来 可不是为了和他们王家讲道理的 这卖灵药的钱 他们是怎么样吃进去的 那他们接下来就要怎么样吐出来 战王 这一株灵药灵气磅礴 难道是有什么问题吗 这时王家老祖开口询问道 以他的眼力 他自然看得出这一株灵药的宝贵之物 灵气这么磅礴 乃是难得一见的宝贝 至于问题 说实话 他还真没看出来 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把这株灵药吃了 不就明白了 秦飞看着王家老祖说道 那行 人家秦飞都叫自己吃了 王家老祖虽然不知道 秦飞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但这灵药的确是货真价实的灵药 他吃起来倒也不担心 而且秦飞如果真是来找他麻烦的话 那他恐怕一进门就直接开打了 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周折 第1096章 任务下达 作为一个盛进中期的强者 王家老祖在过往的修炼历史当中 自然是吃过不少的灵药 可以这样说 灵药已经成为了 他身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对灵药自然是无比的熟悉 可当他把秦飞拿出来的这一株灵药 放进嘴里之后 他的脸色却陡然间大变 他不傻 知道自己刚刚吃下去的那一株灵药 意味着什么 这玩意看起来的确像灵药 可实际上 他就连灵药的根须都算不上 老祖 难道真有问题 看到自家老祖的表情变化 王猛的一颗心 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知道 老祖这是什么意思 呸 用力将嘴巴里的东西吐出 王家老祖的神色 已经难看到了极致 只见他用压抑着怒火的声音 向王猛询问道 我问你 这些灵药 你们究竟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我 我们找人收购的呀 王猛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 我马上就可以废了你的修为 并且将你逐出家族 现在 我再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一株灵药 竟然没有后续的力量跟上 王家老祖修炼这么数百年 他也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倘若秦飞拿来的这些灵药 真是他王家卖出来的 那秦飞过来心事问罪 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在这之前 他还是得把整件事给弄清楚 一是为了给秦飞一个交代 二也是想看看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扑通 王猛可能也是第一次 见老祖生这么大的气 所以 他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急忙说道 这些灵药是 我们拿东西和一个神秘人兑换的 什么神秘人 王家老祖继续追问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只知道对方手里 握着大量的灵药 只要我们能拿出他 所需要的东西 那我们便可以从他的手里 获取到大量的灵药 事关自己的前途和小命 王猛哪还敢有半点隐瞒啊 将自己所知晓的事情 全都抖了出来 至于秦飞听不听他 已经顾不上了 此刻他只想保住自己的这一身修为 那他需要什么东西 王家老祖又问 血 无止的鲜血 王猛低下了头 不敢去和老祖对视 因为这种事 单时一听就充斥着邪恶 正常人谁会要鲜血啊 哼 想不到我王家有一天 竟然沦落至此 你可知 他换给你们的灵药是什么 王家老祖脸上露出了一丝悲怆之色 开口询问道 老祖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猛被老祖问得神色一变 你去把所有换回来的灵药 全都给我拿出来 然后我再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家老祖应沉着说道 是 王猛点头 随后他硬着头皮去宝库里 把他们前段时间所换取来的灵药 全都拿了出来 灵药很多 估摸着得有上千株 堆了一地 灵气格外浓郁 老祖 灵药全都在这儿了 王猛对自家老祖说道 来 你把这株灵药吃了 再和我说话 王家老祖随便从其中 挑选了一株灵药 递给了王猛 而王猛也没有犹豫 立刻就把灵药放进了口中 灵药对修炼之人大有弊意 这东西他可吃过不少 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抗拒心思 只是他现在吃的这株灵药 可和他平日里服用的灵药 大为不同 刚一开始 他的确是感受到了一股 极其磅礴的灵气 可下一秒 他的脸色却陡然间一变 因为灵气似乎一下子 就被消耗殆尽 而被他吃进嘴里的灵药 现在也变成了枯木一般的东西 如同嚼辣 呸 将嘴里的东西吐出 王猛连忙向老祖问道 老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哼 你还有脸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问问你自己 王家老祖神色冷冽地问道 我 王猛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满脸都是猛逼之色 你们这一次是被人骗了 而且你还拿着假药 骗了人家湛王 啊 王猛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竟然也能波及到湛王 要知道 他们王家现在最不愿意招惹的人 就是秦妃 可今天 他却偏偏主动找上门来 湛王 此次事件 我王家应该也是受害者 但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我王某人也不是个赖账之人 这样吧 你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王家全赔 这个处理结果 你可还满意 当然不满意 如果只是单纯的让他们王家赔一点钱 那秦妃完全没必要亲自跑这一趟 只见他淡淡说道 现代社会网购都讲究一个假一赔十 此次涉及金额较大 我也不让你们王家一赔十了 你们给我安排一个假一赔三吧 好 那就赔三 对秦妃的建议 王家老祖并没有提任何的反对意见 毕竟这个时候 一切以解决问题为重 若是矛盾进一步计划 那吃亏更多的 恐怕还是他们王家 老祖 这件事儿是不是还要再商量 怎么 我现在就连给家族做主的权利都没有了 是吗 王猛话还没说完遍 迎来了老祖那冷冷的目光 吓得他后背都忍不住 骑满了一层汗水 哪里还敢说话 其实他想说 这次他们灵药 一共卖了十几亿 如果按照秦妃所说的赔三 那他们王家一次性就要损失好几十亿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不过 老祖选择了强压他 那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多谢 见王家愿意赔钱 秦妃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要自己没吃亏 那就可以了 不过这件事儿 一码归一码 赔钱那是因为 王家卖了假货给自己 而在秦妃收到了这几十亿的赔偿之后 他又重新来到了王家老祖的面前 刚刚我是代表个人来向你们索要赔偿 而现在 我将代表武安局来和你谈话 希望你们能配合我 你 王家老祖 让秦妃这一套一套的 弄得头都快大了 有什么话 不能一次性说清楚 不过他也不想得罪秦妃 只能耐着性子问道 不知湛王还有什么吩咐 是这样 我想向你们着重了解一下 那个神秘人的消息 秦妃下意识看向了王猛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负责和神秘人接头的人 就是他 好 我会让下面的人配合你 王家老祖点了点头 随后他 直接把王猛推了出来 人家湛王来 我们王家调查清楚 你知道 什么就说什么 是 其实秦妃问的一些问题 也都是一些 他现在所了解过的 当他问及 有关于神秘人 更多的线索之时 王猛也是一脸的茫然 而且通过他自己的叙说 他和那神秘人的接触 也是惊人所介绍 并没有太过于深入的了解 所以他也不知道 那神秘人究竟是谁 线索至此算是断了 柳家不知道神秘人是谁 王家这边一样不知道 甚至秦妃怀疑 龙都的各大顶级势力 恐怕都和这个神秘人 接触过了 毕竟如此轻易就能得来的大批灵药 相信没有人会不心动 就算是自己用不上 那拿去换钱 也是一笔大赚的买卖 一个假药 直接搅动了龙都的风云 不知道多少人都因此而上当了 秦妃的损失 还可以找王家索赔 可其他人呢 对此 秦妃没有深想下去 因为他知道 自己就算是知道别人损失惨重 那他也做不了什么 只希望跳楼的人 能够少一点 从王家离开 秦妃原本是想去武安局的 可他才走到半岛 就接到了冥王的电话 秦妃 局里出了一个紧急任务 武王的意思是 希望你过去领导整个工作 冥王在电话里说道 什么任务这么紧急 还需要用上我 秦妃疑惑问道 是这样的 在距离咱们 龙都大概200公里开外的地方 出现了一条血河 这件事你知道吗 血河 听到这话 秦妃眼前立刻就浮现出了 早上他通过电视早间新闻看到的画面 那条血河 现在经见别全是人血 所以武王命令我们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 我靠 冥王的一句人血 惊得秦妃眼睛都瞪得老大 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能够把一条河都给染红的鲜血 那得是从多少人体内流出来的 武安局这边会派遣姚江来 充当你的得力助手 你能接下这个任务不 冥王再度问道 任务可以接下 但我不确定能否完成 死的人能把一条河染红 可见死的人肯定有很多 对于这些凶杀案件 调查起来本就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 所以秦妃也不敢打什么包票 他过去有可能调查出凶手 也有可能一无所获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能把话说满 不然到时候一旦啪啪打脸 那可就好看了 行 局里这边可以给你三天的时间 冥王想了想说道 这件事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发酵起来 可一条血河实在是太害人听闻了 所以武安局这边必须要抓紧时间调查 最起码他们得给上面一个交代 第1097章 龙都最帅的男人 武安局是国家安全部门 用的资源也全是人民所给予 所以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那武安局肯定要给上面一个交代 特别是坐在最高位的人 不管有没有结果 那都得汇报上去 这是武安局的职责所在 那女人现在在哪 要不要我让人过来接你 冥王问道 用不着接我了 我已经快到咱们武安局了 秦妃来武安局 其实是想要找冥王具体了解一下这假药的事情 可没想到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会来一样 半岛就给自己打电话下任务了 行 那我让姚江这边马上做准备 挂断电话 秦妃仅仅只用了两分钟就来到了武安局门口 进入到基地里面 只见一支已经装备好的队伍 正在整装待发了 为首的正是姚江 战王 我们已集合完毕 接下来将全程听从您的指挥 见秦妃到场 为首的姚江大喝一声 顿时整个小队伍的人 全都站得宛若标枪般笔直 这些人当中 属姚江修为最高 其他的基本都是一些 最近才加入到武安局的成员 不过 秦妃并没有小瞧任何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能进入到武安局行列的 那都是翘楚 都是有过人本事的 不像自己 除了帅和一身修为 简直一无是处 先原地待命 留下一句话 随后秦妃直接找冥王去了 来到冥王所在的房间 秦妃目光往里面扫了一下 顿时他没有再发出声音 因为房间里的冥王此刻 正在聚精会神的炼制丹药 虽然他炼制的丹药 只不过是补气丹 但补气丹的原材料 好歹也价值百万网上 秦妃可不想平白无故的 来当这个赔钱货 所以他现在只能站在他的门口的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炼丹 秦妃发现冥王的炼丹效率 已经提高了不少 不管从成功率 还是从熟炼度 上面来说都好过一开始很好 而眼前这一枚补气丹他 用了大概25分钟左右的样子 就成功炼制了出来 不得不说 现如今的冥王 已经足以称得上 是一位合格的炼丹师了 咚咚咚 看着冥王已经把丹药炼制成功 为了防止他再一次炼丹 秦妃选择了敲门 谁啊 密室里传来了冥王的询问声 是龙都最帅的男人 秦妃慢悠悠地回答道 咱们好好聊天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放屁 一句秦妃被感耳熟的话 从冥王的嘴里说出 紧接着密室大门打开 冥王现身在了秦妃跟前 你要是龙都最帅的男人 那恐怕母猪都能上述了 冥王白了秦妃一眼 问道 这个时间点 你不是应该再出任务吗 跑来我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主要就是想过来 问问你有关于这血河的更多情况 秦妃随口胡周到 原本秦妃过来 是打算问问 冥王有关于那神秘人的情况 可话到嘴边 秦妃却突然想起 如果冥王并不知道这神秘人的事情 一旦自己解释不清 那他岂不是又要被冥王嘲笑说 弄到了假货 所以他果断选择岔开了话题 反正自己这句话 又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更多的情况 不是应该你们去现场调查之后才知道吗 你难道还以为 我已经去过现场了 冥王没好气地说道 算了 问你也是白问 我走了 留下一句话 秦妃转身 就朝着姚江他们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 而等到他走了之后 冥王这才小声地说了一句 这不纯纯的神经病吗 故意来影响我炼丹 战王 这次上面分发给我们的任务十分紧张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当秦妃回到姚江他们集结的地方之时 只见这一群人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不过 他们表情虽然有些毛躁了 但嘴上却是谁也不敢多言 毕竟秦妃是他们所有人的上司 那是丝毫都不能顶撞的 出发吧 任务是自己亲自接下的 所以无论如何 秦妃也要前往现场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目的地距离武安局基地比较近 所以秦妃他们选择了陆地交通工具 也就是军用车辆 200多公里的距离并不算远 秦妃等人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便抵达了事发地 刚刚才下车 秦妃敏锐的嗅觉 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气味 这一股气味 已经完完全全地溢散在了空气中 只要嗅觉稍微好点的人都能够闻到 前方不远处 有大批大批当地的刑机局和特警正在执行 这儿已经被完全封锁了起来 禁止任何无关人员靠近 至于一开始涌入这里的记者媒体 也全被赶了出去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那些发上去的新闻稿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截留了下来 毕竟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让太多公众知道的好 一开始 这里就是刑机局的人最先过来 而当他们发现 这里一条河竟然全是鲜血的时候 他们也被吓坏了 并立刻选择将情况上报 在经过了层层消息递进之后 最后这件事落在了武安局头上 因为只有武安局才拥有极高的权限 调动各种资源参与调查 像是当地刑机局 那显然是不行的 从现在开始 在场的所有人都统一听从我们的调配 明白吗 一到场 姚江便主动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大声说道 听到他的话 在场的这些刑机局成员面面相去 按道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说话的口气这么嚣张 不过 也有眼力见比较深的人猜到了秦飞他们的身份 并且立刻从刑机局的队伍中走了出来 几位长官 现场已经被我们彻底保护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做 第一 继续封锁现场 禁止任何人靠近 特别是媒体记者更是要全部拦着 第二 给我们在当地弄一架直升机过来 我们马上要用 好好 我这就去办 一条河全变成了红色 他们肯定需要在高空府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走 我们先进去现场实地勘察一下 交代好了事情 姚江没有犹豫 而秦飞则是跟在了他的身后 目光不断地环视着四周 对普通人来说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太过于诡异 而且河里的红色液体也早就已经化验过了 的确是人血无疑 而在秦飞的透视能力下 他看到四周飘散的全都是浓郁死气以及怨气 想来这些人在死亡的时候 肯定是带着巨大怨气 不然不会如此 看 就是这条河了 就在这时 走在最前面的姚江停了下来 用手指着山沟里的红色河流说道 第1098章 扶摇踪 顺着姚江所指的方向看去 秦飞发现 这条河的确是红的发亮 当他们把脑袋探出去的这一刻 一股风吹来 夹杂着浓郁无比的血腥气味 那味道简直不要太上头 纵然是秦飞都忍不住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得死多少人才能造成这般惨烈的景象 不过就在秦飞开启自己的透视能力 准备看看这源头的时候 他的瞳孔却在这一瞬猛的一缩 因为他看到了河水底下 那密密麻麻的尸体 整个河床上已经铺满了尸体 正是由于这些尸体还在源源不断的渗血 所以河水才会显现出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般颜色 而且让秦飞意外的是 这些尸体无一例外 全都是修炼有成的武者 如此之多的武者竟然全部葬生于此 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直升机来了 就在秦飞看着这些尸体发呆的时候 忽然他们头顶上方传来了螺旋桨的轰鸣声 抬起头一看 只见一架挂着十字架的一用直升机 来到了他们上空 应该是被当地刑机局临时征用过来的 毕竟一般的刑机局 是不会配备直升机这种东西的 他们如果要用 也只能向他人借或者是征用 站在这下面看不到什么东西 咱们直接上飞机吧 上面能看得更加直观清晰 好 姚江是处理这些事情的老手了 现在听他的准没错 而秦飞虽然是武安局战王 但这种时候 还是听老人的建议没错 秦飞一行人总共是来了二十个 而这架小小的直升机 显然是装不了这么多人的 所以最后只有秦飞 姚江以及另外三个人坐上了飞机 而剩下的这些人 秦飞也没有让他们闲着 他直接命令这些人 指挥外围的那些刑机局成员 打捞河里的尸体 尸体长期浸泡 在河里肯定不合适 其不仅会污染地下水 同时一旦开始肉身腐烂 那气味只怕是隔着十里地都能闻到 所以秦飞的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尸体打捞上岸 能把一条河都给染红 这一般的杀人狂魔 恐怕都干不出这种事来 坐在飞机上 每个人都能清晰地看到 这一条蜿蜒盘旋在山沟之中的红色河流 简直是触目惊心 秦飞他们因为是修炼之人 对于这般浓郁的血腥气味 尚且能够忍受 可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就不行了 只见他一边驾驶着飞机 一边不停地干呕着 导致直升机一直在剧烈摇晃 仿佛摇摇欲坠的样子 很显然 他已经快受不了了 这心理承受能力 未免也太差劲了吧 看到这一幕 姚江微微摇头 随后 他对坐在身边的一个人 使了一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并且起身抓住了这个飞行员 把你的位置让出来 我来看 武安局人才积极 各行各业的高手都有 所以简简单单的一个开直升机 自然难不倒此次情非所带出来的人 可以这样说 来的这二十个人中 恐怕有一半都会驾驶飞机 哪怕是姚江也不例外 毕竟这东西又不难学 只要大家肯花时间 可能一天时间就有可能学会 只不过 他现在段位比一般的武安局成员要高 必要轻力轻微 飞行员换人之后 的确平稳了许多 沿着河滩一直往上游飞 这时秦飞下达了命令 是 在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当中 秦飞他们的直升飞机 一直在往河流的上游飞 飞了大概有好几公里地 他们终于看到了河流的断层 也就是红色河水和清澈河水的分界线 两者精卫分明 互不相扰 而河水之所以在这个地方 演变成为了红色 那是因为旁边那座山上 还有源源不断的鲜血 正在流淌下 正是这些鲜血 把整条河都给染红了 队长 根据咱们武安局的资料 这山里有一个影视的修炼门派 这时 一位武安局成员 查看了一下平板电脑里面的资料 开口对秦飞说道 走吧 找个地方放我们下去 秦飞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影视修炼门派 恐怕已经被集体灭门了 这个门派有多少人 这时 姚江开口问道 大概一千左右的样子 负责查资料的人回答道 哎 又是一笔滔天血债啊 叹息一声 姚江也明白 底下发生了什么 这个门派 怕不是得罪了什么大佬 然后一夜之间被灭门了吧 真是够惨的 从直升机上面下来 众人沿着一条小路 来到了这个门派的入口位置 这里的血腥气味 已经上升到了极致 熏的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而在入口的地方 还摆放着一块人为雕刻的石头 上面写着 这个门派的称呼 扶摇踪 扶摇直上九万里 名字倒是个好名字 就是命运多舛 全都上了天堂 看着这个名字 姚江不由地感叹了一声 启禀湛王 洞府内全是死尸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活口了 就在这时 负责探路的人回来了 带回来了第一手消息 进去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说话间 秦飞率先脉步进入到了洞府内 而在他的后面 姚江等人也迅速跟上 相比外面浓郁的血腥气味 这洞府里面 直接浓郁到了极致 入眼处 全是蚕食断壁 简直惨慕人堵 上至老者 下至小孩 男女妇孺一个都没有跑掉 而且 每一个人的死状都极惨 还好这里的景象 没有直接显露在公众面前 要不然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因为眼前这种画面 而惊吓得睡不着觉 好狠 看到这一幕 姚江他们每个人 都几倍声寒 就算是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也不应该把事情做这么绝吧 那些孩子 又何罪之有 而且当时的情况 应该是大量的人 都想要通过大门口离开洞府 只是没有一个人成功 因为在入口这个地方 丢掉性命的人最多 简直堆积如山 你们其中一个 负责统计人数 另外两个寻找线索 这时 姚江主动指挥起了行动 是 听到这话 大家立刻行动了起来 而姚江自己也闲着 他开始在洞府内 仔细观察了起来 只是他的观察水平 哪比得上秦飞啊 不过片刻功夫 秦飞就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他发现 这些人的死因 都出奇的一致 全都是内脏被震碎 也正因如此 他们出血量才会这么大 导致染红一条河 至于那些断臂秦飞猜测 可能是受到猛烈力量冲击造成 可见 杀他们的人实力非常高 远远超过了他们 这就是一场碾压式的屠杀 死状一致 说明杀他们的是一个人 这时 姚江这位老五安局成员 也非快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因为内脏被震碎 这些人全都是蹊跷流血的模样 即便姚江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 是这么一回事 快来 这边有发现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出了一道惊叫声 听到声响 秦飞和姚江都立刻赶到了这个人的身边 只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方血池 血池直径大概十米左右的样子 当中还有未干涸的鲜血 而血池旁边还有许多的大桶 当中也全是鲜血痕迹 显然是被使用过的东西 这扶摇宗 该不会是个邪恶势力吧 在他们的洞府内部 竟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血池 一时间 姚江的脸色也难看得吓人 种种痕迹都表明 扶摇宗内部正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不然眼前这景象该怎么样解释 资料显示 扶摇宗一共存在了1300余年 期间也向我们武安局输送过人才 也出过大善人 这 这时负责查阅资料的人呢难说道 他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说什么了 从资料上看 扶摇宗就是一个名门正派 因为他们若是邪恶势力 武安局又怎么可能会接受他们的门人 战王 你见多识广 你觉得这个血池是干什么的 这时姚江将目光放在了秦飞身上 毕竟秦飞是此次行动的总负责人 大家都不知道这血池的作用 只有把难题抛给秦飞了 如果不出预料的话 应该是炼化鲜血所用 秦飞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灵药被炼化后可以炼制成为丹药 而人血被炼化后应该也可以拿来修炼 只不过这都是邪恶势力的做派 正常人显然不会干这些的 卧槽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就在这时 姚江忽然一拍自己的大腿大叫道 姚队 那您快说说 几个武安局成员 全都把目光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迫切的想要听到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 我们在资料上所看到的一切 全都是幌子 表面上这扶摇宗 维持着正派作风 可在我们不知道的暗地里 他们却一直在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们都被骗了呀 俗话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扶摇宗地处偏僻 而且这上山的路还不好走 他们如果要在这里炼化血液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姚队你推测的很有道理 武安局这边是有扶摇宗的资料不错 可平日里谁嫌着没事干会来他们这里 所以资料作假也不是没可能 或许你们大家都猜错了 就在这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从秦飞口中发出 他一下子就取代姚江成为了人群焦点 第1099章 合理的资源利用 湛王 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姚江率先开口问道 他的问题也是目前大家的问题 要知道 姚江推测的并没有毛病 而且 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大 常言道 人心隔肚皮 面对面都有可能认不亲人 更何况是这个呆在山里的扶摇宗 他们在这里偷摸坐见不得人的事情 武安局不知道的也正常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很像是毁尸灭迹的现场吗 秦飞淡淡说道 看到了呀 大家齐齐点了点头 那你们能联想到什么 秦飞又问 联想到扶摇宗一定在坐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时 一个新进武安局的人 十分认真回答道 听君一席话 等于听了的寂寞 秦飞心中无语 随后他这才看向了姚江这个老牌成员 问道 听我说这些 你联想到什么了 你的意思是 这个血迟很有可能不是扶摇宗所搞 而是这个杀他们的人 姚江很聪明 一下子就领悟到了秦飞话里的意思 如此可教掖 秦飞欣慰的点了点头 随后解释道 扶摇宗虽然是一个存世千年的门派 可他们的整体实力并不强 但凡来一个他们对抗不了的强者 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 所以我觉得 这个血迟应该是别人威胁他们所建造 并且为其服务 那如此说来 这个凶手 未免也太不是人了 一方面要服务他 而他最后竟然还要灭口 这不是典型的杀鸡又取卵吗 他估计也是想要毁尸灭迹外 加上抹除痕迹 秦飞冷笑一声 随后他踢翻了血迟旁边的一个桶 他走得很匆忙 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彻底处理干净 你看看这桶底部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姚江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随后他伸出手 在充满鲜血的桶里 抓出了一把枣 以凝固的血块 好强的灵力波动 看着手里的暗红色硬块 姚江满脸都是金色 他们竟然拿这些鲜血 来炼制这种类似于灵药的东西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姚江整个人都骂了 几倍深寒 邪羞 坏到了骨子里的邪羞 可惜了 扶摇宗这么一个大好势力 竟然就这样没了 其实 当秦飞看到这个血迟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晓 谁是凶手了 试问 最近这段时间 龙都是谁在大量收集鲜血 除了那个拿贾灵 要出来忽悠人的狗东西 恐怕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 他应该是把自己收集而来的鲜血 拿到了这幅姚宗家 以炼化 然后再获得成品 说白了 这里就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加工厂 而替他打工的 正是扶摇宗的这些人 只是他没想到 自己会这么快暴露 所以 他不得不战术性的撤退 不过 而在他撤退之前 他肯定要把自己所做的东西毁掉 而扶摇宗的这些人 知晓他在干什么 所以 他不会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毕竟一个活口 就等同于一个把柄 反正这些人 是他抬手可灭的蝼蚁 他自然要在离开之前 全部灭杀掉 不过这神秘人的事情 目前还不是很多人知晓 所以 就算是秦妃心中有结论 他也不能够拿出来说 等啥时候 明王他们调查到了这个神秘人 那一切 自然也就说得通了 启炳战王 整个洞府里 一共有死尸1354局 外面的还没有统计出来 这时负责统计数量的武安局成员走了上来 用十分沉重的语气说道 每一个数字背后 就代表了一条生命 在华夏境内 一下子就死了这么多人 并且还都是修炼之人 说实话 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如此之多的尸体 咱们要如何处理 这时 姚江看向了秦妃 还能怎么处理 当然是原地烧了 武者的尸体 如果让世俗界殡仪馆的人过来运走 怕是一般的焚烧炉 根本就烧不了 因为其筋骨远胜过普通人 外加上尸体一多 容易滋生各种细菌病毒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原地掩埋 或者是焚烧 以秦妃当前的手段 他当然觉得 全部烧了速度最快 不过就在姚江准备让这几个人 去搬运尸体的时候 秦妃却叫住了他们 那个凶手离开的时候走得急 我看这些死者身上 还有不少值钱的物件 大家辛苦一下 把这些东西全部拿下来吧 战王 咱这样做 是不是不太好 一听秦妃这样说 姚江等人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为难之色 本来这副姚宗的人就够惨的了 可现在秦妃既然还要摸尸 这对他们是不是不太敬重 有何不好 秦妃瞥了姚江一眼 亏你还是老的武安局成员了 我问你 他们身上的东西 究竟是烧了好 可惜还是留下来 继续发挥作用更好 自 自然是留下来更好 姚江让秦妃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反正人都已经死了 他们留下来的东西 不用白不用 与其让他们带进坟墓 倒不如留下来 给我们武安局壮大实力 合理的废物利用都不懂 我看你应该重新学习一下了 是是是 湛王教训的是 姚江让秦妃说的 有点无地自容了 的确 扶摇宗 权宗上下一个火口都找不到了 他们的遗物 与其拿来烧了 倒不如让他们武安局的人使用 不管是武者所用的修炼物资也好 现代金钱也罢 那都能派上用场 都别磨蹭了 赶紧搜东西 搜完咱们 好早点收担 秦妃摆了白手说道 是 一千多号人的遗物 那收拾起来 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是姚江等人 一刻都不停歇 他们几个人 也足足在这忙活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结束 而他们搜出来的东西 也五花八门 其中有十几株灵药 也有现代纸币 以及金银首饰等 一个新来的武安局成员更是搞笑 他竟然连儿童玩的玩具 也搜集了起来 这东西屁用没有 哪怕是拿回武安局 恐怕也是当垃圾处理 物品的总价值 大概有几个亿左右 也不算白忙活 把人堆起来 我来亲自送他们上路 这时秦飞长出了一口气说道 是 一听秦飞这样说 姚江等人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第一千一百张 还得是你狠啊 普通的火烧不了修炼有成的武者 可秦飞的真火 却能轻而易举的 将他们的肉身烧成虚无 看着眼前这些尸体 正在火焰中不断的消亡 姚江等人也纷纷自发 站立成了一排 低头行目哀礼 不管扶摇宗的人之前做过什么 亦或者说是帮别人做过什么 那都不重要了 因为从今往后这个势力 恐怕要在华夏舞者界除名 人死如灯面 自然也可消除一切罪孽 视频录好没有 这时姚江看向了一旁的武安局成员 开口询问道 此次他们出来执行任务 可是武王亲自下达的 所以哪怕是他们在这烧尸体 自然也要全程录像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回去后才能够交差 放心吧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这个被问话的人 拍了拍手里的摄影工具说道 走吧 去外面看看 这幅姚宗的洞府内 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 值钱的东西 让秦飞他们收走了 而作为报酬 秦飞也把他们烧了 避免他们暴尸荒野 亦或者成为野兽的口粮 来到一开始 他们乘坐直升机的地方 只见剩下的这些武安局成员 和大批刑机局的人 已经把河里的尸体打捞上岸 相比洞府内死亡的人数 这河里的数量一样不少 摆满了一大块空地 一眼望去 怕是有几百具 这些人应该都是 从洞里面逃出来的 只可惜 他们修为不及 那神秘人最后全部被涂漏 现场血腥气味浓郁 一些胆小的刑机局成员 都不敢靠拢过来 还有一些人 则是把自己胃里的东西 全都倒了出来 吐得脸色苍白 险些虚脱 或许在他们 整个刑机局的执法生涯中 他们都很难见到 这样的大场面 弄不好一些人 还会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还是执行老办法吧 这时秦飞转身 对姚江说道 明白 姚江知晓 秦飞说的老办法是摸尸 反正刚刚这种事 他们已经做过了 现在做起来 自然是驾轻就熟 而一旁未曾参与摸尸的 这十几个武安局成员 以及那一众刑机局的人 都给看猛了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华夏人常说死者为大 他们这样做 岂不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不过命令 是秦飞亲自下的 大家虽然心头猛逼 但却谁也没有开口 多说一句话 任由姚江等人 在死者身上 搜索有价值的东西 相比先前 他们在扶摇宗内部的收获 这些死在河里的人 宝贝就少多了 只有随身携带的那点东西 至于空间戒指 这种东西 姚江等人 是一个都没看到 想来是那个神秘人 离开之前 就给扒拉走了 毕竟空间戒指 是可以拿来存放 各种宝贝的 既方便携带 而且空间还大 如果自己是神秘人 恐怕也会在第一时间 把这种宝贝收走 姚江 让无关人员先撤了吧 这里的事情 不用他们再管了 这是秦飞淡淡地 对姚江说道 明白 姚江知道 秦飞是不想在普通人面前 显露神通 所以 他当即就开始驱散人群 刑集局在外人眼中 是一份高大上的职业 可在武安局的面前 刑集局只能算弟弟 所以 当姚江开始驱散人群之后 这些刑集局的人 自然不敢久留 纷纷撤退 等到这些普通人都走了之后 秦飞这才让人 把这些尸体堆积在了一起 随后一把火点燃了 望着那冲天的黑烟 秦飞久久都没有说话 弱者在强者面前 真的是毫无反抗之力 人家要你三更死 那你绝对活不过五更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若本身就是一种罪 真火的温度极高 这些人的尸首 很快就被烧成了虚无 连坟墓都省了 姚江 完整的报告弄出来没有 这时秦飞开口问道 回禀战王 已经弄好了 他们是接受了任务出来的 既然现在事情结束 那他们手里应该出具一份报告 这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给我看看 秦飞伸出了手 好 姚江从一个下属手里 接过了一个文件夹 顺手就递给了秦飞 目光从报告上面一扫而过 秦飞点了点头 报告上面写了 扶摇宗室 被一个神秘强者所灭 而血池也有描写 以武安局的能量 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说不定真能揪出这个神秘人 也说不定 随着尸体烧光 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只见姚江看着这一条血色河流 担忧问道 鲜血太多 河水已经被严重污染 我们要怎么处理 啪 随着姚江声音落下 一只手直接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我们这次出任务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真相 现在真相已经摆在了我们跟前 你还管其他事情做什么 这种小事 交给当地的有关部门去处理就行了 犯得着我们再出手吗 那倒也是 听到这话 姚江顿时眼前一亮了 对啊 他们的任务只是为了调查真相 至于其他的 管他们什么事 那咱们现在就说对 姚江询问道 废话 当然说对了 走吧 兴许咱们现在赶回去 还能赶上局里免费提供的午餐 任务相对简单 回到武安局之后 秦飞也当即将报告提交给了武王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只是武王都没有看一眼秦飞拿出来的报告 他平静地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暗魂组织 在咱们华夏活动频繁 你有感觉没有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方面 秦飞问道 哪方面你不是很清楚吗 武王已有所指的说道 你 秦飞实在是受不了武王的这些弯弯绕绕 他索性开门见山地说道 有什么话你直说就是 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里猜谜语 你要是不说我就回去了 那个在龙兜作乱的神秘人 已抵达我华夏边境 不日便可出去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去留下他 武王直接对秦飞说道 听到这话秦飞先是一愣 随后这才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要知道神秘人的事情 截至目前就连冥王都没有提及半点 可见冥王应该不知道这神秘人的事情 但武王竟然叫自己 直接去杀了对方 这消息未免也太灵通了吧 有些事情我可以知道 但却不一定要说出来 但对方现在造下这般杀念 如果我们武安局不能将人留下 怕是整个武者界都将迎来一次动荡 所以这件事得由你出马 武王的声音很平静 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 但秦飞却不乐意了 既然你早就已经清楚了对方的动向 那你为什么还要指使我去调查这幅谣踪 你这不是典型的浪费时间吗 不不不 武王摇头 随后这才恶心巴拉的说道 你知道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方式是什么吗 弄死对方 秦飞问了一嘴 杀人只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但却不是最能折磨人的方法 我就是要给予对方希望 然后再让他的希望在无尽的深渊中死去 靠 果然还是你更狠 听到这话 秦飞不由地对武王刮目相看 时间紧迫 你恐怕得马上出发了 这时武王对秦飞说道 行 你把对方的具体位置给我 我赶过去收拾对方 不说这神秘人灭了扶摇宗这个门派的事情 单单是对方放自己鸽子 外加上拿假药忽悠自己 那秦飞就一定要找到对方 我现在这里没有具体位置 而且对方每时每刻都在赶路 你以为他会在原地等你吗 我只能给你一个 他必须要途径的位置 然后你在那里埋伏即可 埋伏 再一次听到这个词 秦飞不由地想起了之前 他在天台埋伏 被对方所发现的事情 想到这儿 他不自禁地多问了一嘴 这神秘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还能是什么来头 当然是咱们最讨厌的狗了 好 那你给我位置 我马上就过去 既然对方是讨厌的狗 那秦飞肯定不会让其好过 他之前在美洲那边的仇 还没有报呢 现在正好收回一点利息 从武王这儿 拿到了自己埋伏的地点之后 秦飞没有犹豫 立刻通过武安局的地下通道出发了 他来到了城外的出发基地 随后他选成当前武安局速度 最快的超音速飞机 根据武王所说 他必须要在半个小时内 赶到埋伏的地点 要不然一切皆休 只要对方逃出了国 到时候 他们就算是想追 恐怕付出的代价 也会成倍增加 而且国外现在 还有大量暗魂组织的强者证 等着秦飞出去呢 所以 他断不能让对方 活着离开华夏 他杀了扶摇宗这么多人 秦飞身为正派人士 那自然是要为这些人报仇的 飞机的速度飞快 别看武王给秦飞发的位置很远 可实际上 在超高音速的飞机的运输之中 秦飞用了大概20分钟 就已经抵达了埋伏的地点 只见这里 是一座座延绵起伏的雪山 一眼看不到尽头 而在其中两座雪山的中间 秦飞在那个食品厂埋伏的时候 被对方给发现了 而现在 他学聪明了 他直接在雪地里 挖出了一个大洞 随后整个人都钻了进去 之后 他更是拿白雪把自己掩埋 只留下了一个 观察外界的洞口 他不信 自己这样还会被暴露 至于对方一开始 就会拿卫星来看这里 说实话 秦飞还真不担心 武王什么人 他既然敢叫自己来这埋伏 那就说明他 肯定算到了这些 所以 秦飞现在只需要守株待兔即可 第一签101章 一箭斩杀 雪地里很冷 周围也没有任何动物活动 毕竟人在这种环境下 都冷得打哆嗦 动物更别说了 很多生灵 都已经进入到了冬眠状态 所以 周围的一切 都是静悄悄的 甚至静谧的 有点让人恐慌 而那个神秘人 也没有 让秦飞等太久 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过后 忽然秦飞听见 远处传来的动静 抬起头一看 只见一道人影 正在雪地里飞快移动 其目标 正是自己所在的这条峡谷 如果是使用交通工具 那锁过之处 肯定会白雪满天飞 很容易就会被人看到 所以 这个神秘人选择了不行 他每一步迈出 都能移动数十米 并且不会激起雪花 这不比汽车更快 比汽车更安全 只要过了眼前这一道关卡 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望着近在咫尺的滑下边境 这个人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丝冷笑 随后他脚下速度 进一步加快 其实他原本是想要通过 乘坐飞机出境的 可以想到龙都这边的 已经开始注意他了 他害怕被堵住 所以 这才连夜离开龙都 并且一路朝着边境奔袭 只要出了华夏地界 武安局就算是再厉害 也别想再留下他 因为外面可就是他们 暗魂组织的势力范围了 快了 马上就要出去了 心中激荡 他也没有多想 很快就进入到了 秦飞所埋伏的峡谷中 哼 你这只臭老鼠 终于让老子给带住了 见对方并未发现自己 秦飞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他 直接就是抱起一剑 无影神剑 这一剑 秦飞没有留守 出手便是权力 哼 伴随着一声雷鸣般的炸响 秦飞整个人 跃起数十米之高 强大的气息 从他体内席卷而出 死死地锁定住了对方 这一剑 秦飞要对方苟命 一切说来迟缓 可实际上 都在一瞬间发生 当秦飞从雪地中 跳出来的这一刹那 神秘人脸色狂变 而后他急忙伸手反抗 不过他的反应 还是太慢了 等他出手的这一刻 秦飞的九幽剑 已经落了下来 噗哧 就像是切一块豆腐一般 这个神秘人 纵使有万般本领 没有施展 但都已经失去了机会 因为秦飞的这一剑 直接将他的身体 一分为二 鲜血飙射 伴随着生命气息的消散 这个盛境中气的神秘人 甚至都还没得 急出招就没了 现场可谓是惨烈至极 你 虽然肉身被秦飞一剑 一片劈成了两半 但这个神秘人还没有死 他那一张猙獰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 他万万没想到 秦飞竟然会在这个地方 埋伏自己 他是如何知晓 自己动向的 狗东西 拿假药出来骗人 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秦飞冷冷呵斥的 呵呵 听到秦飞的话 神秘人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惨淡的笑容 你真的以为你胜了吗 几乎就在他口中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秦飞敏锐地感觉到 国境县之外 有树骨强大的气息升腾而起 这些人应该是在国门之外 接应他的团队 不管我胜没胜 但你肯定是活不了了 如果对方没有人来接应 秦飞说不定还会给他治疗一番 因为这种人口中 肯定有什么大秘密 带回去审查 可能还有意外收获 但他的帮手都已经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 秦飞还带着他这个雷坠 一起行动的话 那无疑是自掘坟墓 所以秦飞一键就扫掉了 对方的脑袋 然后把他尸体 塞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 国门外最起码四道圣进后期气息 秦飞傻了 才会留下来和他们作战 而且他一边退 一边还开始拨打五王的电话 这种时候 整个华夏能帮他的 恐怕就只有五王了 鬼知道 后面这四个人 会不会像疯狗一样来追击他 毕竟暗魂组织的疯狂 他在美洲的时候 就已经领教过了 这么快任务就完成了 电话里传来了五王的声音 任务是完成了不错 但人家 在咱们华夏国境外之外 还有几个圣进后期的帮手 他们正向我追上来 秦飞急忙说道 没事 你让他们追 你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 指我华夏腹地 五王的语气很轻松 可他能轻松 但秦飞不行啊 后面四个人明显是 发现了他的身份 一边追还在一边大喝 秦飞 今天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我们也要斩杀你 秦飞的存在 对暗魂组织威胁太大了 而且 现在秦飞当着他们的面 又杀了一位尊主 那他们更加不能放秦飞离开了 毕竟那个神秘人 此次入华夏的一切收获 都还在他的手上 这些东西 他们必须要拿回去 没事 我不会去天涯海角的 你们若是真行的蛋疼 那就来追吧 五王刚刚 和自己说话的口气这么轻松 可见他已经有所准备了 既如此 那秦飞还怕什么 直接把他们往龙兜方向带 就是了 拼战斗力 他不如后面这几个人 可要是拼速度 他不会比这几个人差 怎么办 这小子根本就不给我们机会 后面追击秦飞的 的确是盛进后期 他们负责在这里接应产品 可没想到 半路却杀出了秦飞 这么一个狗东西 曾经五王有言 他们暗魂组织的人 若敢大量侵入华夏 那他们势必会遭受 毁灭性打击 这句话 他们几个人 绝做不到无视 因为他们 哪怕是几个人加起来 恐怕也不是人家五王的对手 差距很大 甚至称得上是悬殊 可眼睁睁地看着秦飞 在他们不远处跑 他们又无法做到无视 不管了 此地距离龙兜 还有很远 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秦飞在他们暗魂组织看来 实在是太惹人恨了 所以 每一个人现在都恨不得抓住他 然后将其大卸扒快 只可惜 他们速度快 秦飞也紧跟着快了起来 双方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 不行 我已经受不了 我今天必须要弄死他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暗魂组织的尊主立合一声 随后他脖子上脸上的血管 全部都在这一刻暴起 他赫然是要施展一种可怕秘书了 第一签一百零二章 下药 当初秦飞在美洲被困 当时暗魂组织为了他折损了大量的尊主 而这个施展禁术的人 就和其中一个死去的尊主 是兄弟关系 因为秦飞 他的兄长死了 所以 他今天既然碰到了秦飞 那他无论如何 也要为自家兄长报仇 看到 他竟然施展禁术 其他三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并未多说什么 秦飞这狗东西跑得快 他们的确需要以更快的速度来追上他 只要秦飞能够被拖延住 那么等他们几个人赶上去 那秦飞就算是有一百双翅膀 也别想再逃 妈的 看到身后其中一个人的速度 陡然间加快 秦飞脸色也猛的一变 他没想到 暗魂组织的这些人 还真是疯子 为了追自己 竟然不惜动用禁术 看着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秦飞的一颗心 也瞬间沉入到了谷底 禁术这东西 他秦飞也有 只是他之前在美洲施展禁术之后 他的生命力 已经所剩无多 如果他现在在强行施展化血大法 恐怕都不用后面几个人出手杀他了 他自己都能把自己活活玩死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能动用这化血大法的 用了就是在自掘坟墓 怎么办 双方的直线距离 恐怕不会超过一千米 而相隔如此之近 秦飞甚至都能清晰感受到 身后之人所传来的盎然杀鸡 他感觉 最多再有个一分钟 恐怕就会被后面的人碾上 届时 他拿什么去和人家一群人斗 有了 忽然秦飞眼前一亮 他想到了自己手里的一样东西 是他从蓝丝 福克斯身上搜来的 其药效之强 连蓝丝 福克斯本人都受不了 当场就失了痣 而身后追击自己的人 虽然是圣经后期 可他们若是吸入了这透明液体 那搞不好 也会精神失常 到时候 几个圣经后期的男人相互巴依 那场面想想 都令人心迟神往 想到这儿 秦飞没有犹豫 他立刻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那个透明小瓶子 随后一把捏碎 大量的透明液体 溢散在了秦飞后面的空气中 这个时候 他肯定没空 再去给人家偷偷下毒了 他只能选择这种粗暴的方式 来给他们下药 至于后面的人会不会吸入 那就得看天意了 他的动作很快 也很隐蔽 后面追他的几个人 似乎并未发现这些异常 几乎是一眨眼 就从那团携带了 透明液体的空气 一冲而过 不过就是片刻的功夫 追秦飞最紧的 这个暗魂组织尊主 突然猛地甩了甩头 因为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竟然感觉自己 眼前的世界哗了一下 要知道他可是 盛进后期的修为 是绝对不可能 凭空出现幻想的 难道是因为自己太过心急 所以气急攻心了 想到这儿 他愈发恨情非 他必须要弄死对方 而在他的后面 另外三个人 也没有察觉到 空气中所弥漫的 那透明液体 毕竟这东西无色无味 他们就算是吸入了 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而等到药效发作之时 恐怕什么都晚了 哈哈 刚刚后面追自己 这个人甩头的动作 情非自然也看到了 此刻他的嘴里 发出了一道大笑声音 随后他的头 也不回地 继续往前面猛跑 他知道是要笑发作了 要知道 很多药都是通过 人体血液来发挥作用的 对方越是追自己狠 那他浑身血液流动的 就会越快 自然要笑 也就越快发作 等到他们神志 彻底丧失的那一刻 也就是自己变得安全之时 甚至还有机会 反杀他们几个圣经后期 这种级别的强者 走到哪儿 都是一等一的战力 情非自然希望 把他们全部灭杀在华夏境内 暗魂组织 不是家底丰厚吗 那情非倒是很想看看 他们暗魂组织 究竟有多少尊主杀不完 混蛋 有本事别跑 眼瞅着情非离自己越来越近 这个动用尽数的尊主 也感觉自己身体愈发燥热 他觉得 这一切都是情非害的 而且 一股最原始的欲望 此刻 正在他的心中滋生而起 让他神色微微一变 他不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那种冲动 正变得越来越强 也让他越来越热 身体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 迫使他一边追 一边不断撕扯自己的衣服 他 他这是在搞什么 情非二人的身后 当这三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看见自己人竟然在撕衣服 一时间 他们三个人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不解 不知道 有可能是禁术 所带来的后遗症 其中一个人 想了想之后 回答道 不好 他慢下来了 这时 他们发现了 这个追击情非的人 速度陡然放缓 并且回头就看向了他们 你不去追人 你看我们做什么 其中一个尊主大喝道 呵 听到他的话 这个追情非的尊主嘴里 发出了一道 不似人类一般的声响 随后 他猛的一下子就扑了过来 他体内的药效 已经在这一刻 彻彻底底的发作了 他的神智受到了巨大影响 此刻他只想宣泄 至于对象是谁 那无所谓了 因为禁术效果还在 他的力量要胜过这三人 所以 在他这猛的一扑之下 这个人直接被他摁在了地上 被扑之人刚想问他干什么 可下一秒 对方那心臭的嘴 竟然直接对着他的嘴亲了下来 哦哦 双目瞬间瞪得老大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 就陷入到了空白 卧槽 老四你在干什么 一旁的两个人 看到如此辣眼睛的一幕 也呆麻住了 这事发生了什么 别TM看戏了 快把他丢弄开 就在这时 被压住的人疯狂大叫道 哦 听到这话 这两人反应了过来 连忙一边一个 把这个已经陷入疯狂的老四拉开 可不知为何 当他们看到老四这光膀子的身体时 他们的内心中 竟然也出现了一丝悸动 就好像 他们也想到啥 我靠 我一定是疯了 这时 其中一人猛地一咬自己舌尖 随后他眼前的世界 这才慢慢恢复了清醒 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往那种药上面想过 毕竟他们实力这么高 早就已经对一般的药物免疫 再者说 他们什么也没吃 什么也没喝 自然不存在被下药的可能 肯定是老四动用禁术后的后遗症爆发了 这才把自己弄成了这个鬼样子 狗日的秦飞 算他运气好 因为中途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几人现在肯定也顾不上追击秦飞了 可出乎他们的预料 当他们在这停下了之后 秦飞竟然也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哟 竟然还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真是精彩啊 秦飞拍手说道 甚至为了吃这么猛烈的瓜 他还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出了一张凳子 以及一包瓜子 玩 你们继续玩 不用管我 秦飞摆了摆手说道 我杀了你 秦飞实在是太气人了 他不仅坐在那儿嗑瓜子 甚至他还拿着手里的手机 正对着他们 不用他们心中也清楚 秦飞定然是在给他们设想 刚刚发生了这么辣眼睛的一幕 倘若被秦飞传出去 那他们暗魂组织的颜面 今后往哪个 秦飞的做法 的确是激怒了对方 可就在这个尊主 准备运功来攻击秦飞的时候 他却感觉自己眼前一花 紧接着回头一看 他的几个队员 竟然全都变了性别 特别是那个没穿衣的尊主 更是让他欲望爆发 咕噜 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他想要极力压制 自己内心中的那种欲望 可他越是压制 这种欲望就越是强烈 弄到最后 他几乎是下意识 撕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你也疯了 看到这一幕 仅剩下理智尚存的人 再度瞪大了双目 我没疯 我只是 想 说完这句话 他就像是一头恶狼 直接扑了上去 妈的 真是辣眼睛啊 不忍直视 不远处 当秦飞看到这一幕之后 他连忙别过了自己的头 不过 他虽然没脸看这一幕 但他的摄像头 却是稳稳地对准了他们 力争将最精彩的画面拍摄下来 一开始 只有一个尊主失去理智 但现在却变成了两个 很快 这两个人又变成了三个 直至最后 他们四人都彻底沉沦 那画面 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想不到这药竟然如此可怕 连圣经后期都扛不住 秦飞呢喃自语 后背也忍不住惊出了冷汗 还好之前 他察觉到了纳兰斯 福克斯的想法 并及时出手阻止了 要是陆雪勤中了这种药 那下场秦飞不敢想象 看来 自己得多倍点这东西才行了 兰斯 福克斯修为不高 但他的这东西 还真是好用 秦飞甚至都在想 自己要不要主动 跑他们家族一趟 问他们再弄点这东西 可以想到暗魂组织 他最后也只能暂时 将这种想法按捺了下来 差不多该我出手了 将手机里拍摄的视频保存好 随后秦飞取出了 自己的九优件 他要亲手结束 这几个人的性命 暗魂组织这种邪恶势力 人人得而诛之 而自己和他们有大仇 他更加不可能放过 这几个人了 圣经后期又如何 众位要一样的死 第一签一百零三章 好一场戏 武王这边 当他接到秦飞的 求救电话之后 他也没有闲着 第一时间便离开了龙都 直奔秦飞这边来 怎么说 秦飞现在 也是武安局的领袖之一 外加上他天赋出众 随时都有可能 突破到更高境界 如此优秀的一个后生晚辈 他自然要保 现在他只希望 秦飞能够多抗一会儿 只要自己感到 那几个暗魂组织的人 自然是有来无回 是一武王 从一离开自己的修炼密室 便是全力赶路 他的速度非常快 可能前后 也就是几分钟 他便横跨了数百公里 最后抵达了秦飞 埋伏击杀神秘人的地方 看着雪地里 那一团烟红之色 武王神色微变 不过当他看清楚 那遗留在地上的头颅之时 他这才放心地 输了一口气 之前在电话里 秦飞说他的任务 已经圆满完成 这应该就是那个 在华夏境内 肆意猖獗的杀人凶手 看了一眼雪地中的痕迹 武王立刻朝秦飞 他们所在的方向冲了去 可能前后 也就是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他看到了雪地里的 暗魂组织四兄弟 同时也看到了 正举着剑准备下手的秦飞 住手 眼瞅着秦飞要下杀手 武王立刻大喝了一声 四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现在都已经失去了神志 变成了几只待宰的羔羊 而就在秦飞准备下手之时 忽然出现的乍响 让他手臂一抖 厚重的九幽剑 差点就砸到自己脚上 抬起头看向远方 只见一道影子 正在飞速地朝他这边靠近 不过一个呼吸的功夫 武王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活着的人 永远比死去的更有价值 他们还有用 武王急忙开口说道 但他话才说完 他便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况 一下子就呆住了 他们 这是在干什么 四个大男人 竟然在这雪地里玩游戏 饶使武王见多识广 他也让眼前这一幕 落得有些睁不开眼 要知道 他们四个人 可都是圣经后妻啊 若非亲眼所见 他绝不相信 这等级别的人 竟然还能干出 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这时 武王开口问道 也没做什么 就是给他们用了一点特殊药剂 然后他们就开始搂搂抱抱了 你是不知道 之前他们还要疯狂一些 我这儿还有视频 什么 还有视频 武王似乎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连忙说道 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行 你看吧 武王都到了 这四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自然也就不足为虑了 莫说他们现在神志不清 就算是他们还处于巅峰境界 那恐怕也是白大 武王一个人 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了 有了这视频 我这下可以好好恶心一下 这些烦人的狗东西了 说到这儿武王直接将秦飞的手机 装进了自己兜里 手机很不错 现在我征收了 武王淡淡的对秦飞说道 卧槽 直接硬抢 听到这话 秦飞傻眼了 那可是自己刚买没多久的手机 他竟然就给揣兜了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什么叫硬抢 我这是合理合法的征收 武王板着脸说道 你要里面的视频 我大可以发给你 你把手机还给我吧 秦飞沉着脸说道 行行行 瞧你这小子抠嗽样 我把手机重新递给了他 只是看着武王递过来的手机 秦飞却被气笑了 我一个上万块的智能手机 怎么到了你包里 就变成价值几百块的老人机了 反正都是一样 有什么区别 武王贴了秦飞一眼 而且你也知道 老人机是不具备接收视频功能的 所以 你的手机我还是要征收 行行行 你愿意征收就征收吧 等回头我找局里报账十万块 秦飞说 不过武王 索性也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 反正武安局财务那里 钱多的是 等回头 领了钱 他一次性买十部手机 搁家里放着 等等 等等 你刚说报销多少来着 也没多少 十万 秦飞有气无力的回了一句 你小子岁数不大 这心倒是挺黑啊 你怎么不说一百万呢 武王翻了翻白眼说道 你要说一百万的话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就是有点难为情 毕竟 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滚 武王让秦飞这种无赖给气到了 那你把手机还我 我马上就滚 要手机没有 要补偿也没有 你如果真有本事 那你就来我手里抢 武王用一种近乎俯视的语气 对秦飞说道 你特吗 武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拿实力 来压制自己了 对此秦飞很生气 不对 是非常生气 如果此刻 武王再来上一句 你来打我呀 那秦飞肯定会原地爆炸 气不如人 就不要在 我跟前唧唧喳喳的 等你啥时候 能打过我再说 说完这句话 武王敏锐地察觉到 这四个在一起搂搂包包的人 似乎有苏醒过来的迹象 低头一看 最开始 陷入到意识混乱的人 果然眼神逐渐变得清明 怎么说 他们也是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就算是秦飞洒在空气中的药水 具备强大功效 可随着激情退去 他的神智 自然也要慢慢恢复过来了 这是他们强大的身体机能 所带来的好处 自动便能清除一些 对身体不利的东西 啊 看到眼前的景象 这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先是一愣 随后他的嘴里 才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他要疯了 他不敢想象 自己之前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他的荣耀 他的颜面全 都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搞急这么舒服的吗 竟然还发出了这么畅快的声响 就在这时 一旁响起的声音 将这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强行拉回到了现实 侧目一看 只见秦飞竟然还站在他们身边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我今天便杀了你替我凶报仇 体内力量轰然运转 他抬起自己的拳头 就准备结束秦飞的性命 可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 他的左侧还站着另外一个人 看着对方的拳头朝自己砸来 秦飞不偏不倚 也不躲闪 就好像是站在原地等死一样 可当他的拳头 即将落在秦飞身上的时候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随后就是令他窒息的死亡危机感席卷而来 他被五王一拎 随后 整个人都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第一签104章 索要奖励 砰 伴随着一声乍响和漫天飞尘 堂堂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在五王面前 简直就和一个人形玩具没有任何分别 五王不过是随意一拎 这个人浑身的骨头 起码就已经被砸断了大半 躺在大坑里不停可写 看来暗魂组织的人 还真是鼻孔大眼睛小 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这儿 竟然都没看到 而且还想当着我的面鸡杀 我五王局成员 不得不说 我很佩服你出手的勇气啊 五王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 五王 听到这道令他们暗魂组织尊主胆寒的声音 这个尊主终于看清楚了 是谁出手对付了自己 瞬间被吓得胆寒 如果只有秦妃在这儿 他就算是杀不了对方 那他也可以从容离开华夏 可现在五王清灵 他就算是背上长了一万双翅膀 也不可能逃出去 对他们来说 五王的存在就是一座坟墓 遇上了就不可能走掉 曾经我和你们暗魂组织有过约定 若是你们的人大举进入华夏 那便会被视为入侵 看来你们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我 我们只是路过 听到这话 这个人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忐忑无比地说道 来都来了 那待会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说完五王手臂一挥 顷刻间一股狂躁的力量 作用在了这个尊主身上 当场将其打得昏迷了过去 而之后 另外三个苏醒的人 也遭遇了同等待遇 甚至他们都还没来得及说句话 就直接被五王给做趴下了 修为的差距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妃对抗不了的盛进后期 到了五王面前 简直就和小孩子没有分别 一巴掌一个 不多时 秦妃他们头顶上 有轰鸣声传来 一架军用直升机来了 此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还额外捕捉到了几条大虫 你立功了 在直升机盘旋降落的时候 五王拍了拍秦妃的肩膀说道 立功又没有奖励 说了等于没说 秦妃哪里还不知道五王的尿性啊 他也就是嘴巴上说说罢了 秦妃都不指望 能从他这儿捞到好处了 他之所以接下这个任务 那完全是出于对神秘人的憎恨罢了 这个狗东西放了自己鸽子 当然该死 咱们武安局向来是论功行赏的 你都不问 你怎么知道没有奖励 五王反问道 嗯 那意思是有了 秦妃的眼神中 一瞬间就绽放出了光芒 当然有 说着五王用手指了指 已经停在不远处的直升机 此行回龙都路途遥远 你是功臣 所以我免费请你坐一趟飞机 我坐你大爷 本来秦妃还满怀期待 可一听五王这样说 他当即就炸毛了 看到秦妃这般生气 五王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他发现 其实有时候捉弄秦妃还挺好玩的 他就喜欢秦妃奋自己 又打不过自己的憋屈样子 来来来 不服的话可以向我出手 我让你两条腿 以及一只手 五王淡淡说道 算了 我既不如人 不想自去欺辱 秦妃就知道 五王是个抠门至极的人 连坐飞机都能被他当成奖励 还有比这更坑爹的吗 至于他让自己两条腿和一只手 秦妃全当时没有听到 说什么笑话 圣经后期在他面前都和玩具一样 秦妃恐怕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 自然不会如他所愿 他估计正想找机会收拾自己呢 秦妃不会上当 把人弄上飞机 咱们回龙都 五王对秦妃下达了命令 呵呵 要弄你自己弄 我刚刚战斗伤了手 已经使不出力了 说完 秦妃一个巴拉 就坐进了飞机里 这是命令 今天这四个人 必须要你亲自搬上飞机 见秦妃竟然和自己畅反调 五王的脾气也上来了 当即呵斥的 对不起 你说的我全没听见 秦妃指了指自己耳朵上的防噪耳机 你这个混蛋 给我装聋嘛 五王让秦妃给气笑了 不过他和秦妃都是武安局的领袖 外加上直升机 还坐着几个武安局的普通成员 他也不想让他们看笑话 只能自己搬人上飞机了 不过他搬运的方式 和可大家理解的搬不同 只见他一脚一个 直接将四个人 精准无物的踢进了机舱中 圣经后期 再度坐实了人形玩具这个事实 你小子公然抗恋 等回去后我再来收拾你 五王也紧跟着上了飞机 不过他才刚刚坐下 他立刻就瞪了秦妃一眼说道 对这些话 秦妃似乎早已经形成了免疫 淡淡说道 军令可以拿来束缚别人 但你觉得在我的身上好使吗 我现在完全可以做规矩的制定者 所以有些规矩我心情好就可以遵守 心情不好 我不遵守也可以 秦妃的语气很轻松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的确拥有了非常大的话语权 只是他话才说完 就听到五王说道 规矩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维持公平正义 如果连我们这些规矩的制定者 都不遵守规定 你还指望下面的人能听你的话 不用给我洗脑 我要休息了 秦妃懒得和五王多说 直接闭上了眼 不过下一秒 他忽然又睁开了眼 当然 如果你真的愿意论功行赏 我还是会做规矩的坚定拥护者 说白了 秦妃还是在讨要好处 哪知听秦妃说完这句话后 五王的脸当即就拉下来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真正的奖赏你 早就已经拿到了吧 胡说八道 你什么时候给我东西了 秦妃双目一瞪 咱不带这样睁眼说瞎话的 自大五王来了之后 他除了欺负自己 什么时候给过自己好处了 别的不说 五王局的手册上明确标明过 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五王局成员 只要是在任务过程中缴获的战利品 都必须上缴局里 然后再由局里统一分配 你之前斩杀那个人的战利品呢 五王转头看着秦妃 笑盈盈的问道 哪来的什么战利品 他早就把自己的东西 通过秘密方式送出华夏了 秦妃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答道 那个神秘人的空间戒指 的确在他手上 秦妃到现在 都还没有来得及看 现在当着五王的面 他更加不能看了 所以他哪能把这些说出来 至于上交 这是自己凭本事缴获来的 怎么可能上交 一句话 他手里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你敢不敢把你的空间戒指打开 让我瞧瞧 这时五王问道 五王大人 这样窥探他人隐私 是不是不太道德 那你怎么不把你的空间戒指给我看看 秦妃瞥了五王一眼 那好啊 咱们各自把空间戒指打开 这样谁都不吃亏了 五王一脸轻松的说道 不行 我要睡觉了 你别打搅我 秦妃别过头 直接不打理五王了 那神秘人的空间戒指里面 到底有什么 秦妃不知道 但想来肯定是宝贝众多 就比如说 他在扶摇宗那个血池旁边 看到的那些固化血块 每一个血块里 都蕴含着极其磅礴的力量 这些力量 虽然来源相对邪恶 但力量这种东西 又不是自己干的 秦妃心里自然没有丝毫压力 到时候 他看自己能不能 直接吸收里面的力量 如果能行 或许他的修为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够突破 幸好 你没有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要不然我看五王局的未来 堪忧啊 见秦妃不搭理自己 五王忍不住摇头说道 切 你哪怕 是把位置主动让给我 我还不想做呢 有多大的能力 就做多大的事 五王身上肩负着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责任 秦妃达不到五王这样的战力 自然也对他的位置不感兴趣了 更重要的是 五王一天天屁事太多了 秦妃才不想管这些 他就连自己的公司都不管 更别提是统筹规划了 他觉得 自己还是一个人 更潇洒快活 又没人管 又可以腾出时间来修炼 闲暇之余 想干点什么 就干点什么 这不比五王更爽 一路上 秦妃都没有找五王说话 而五王更不会主动 来找秦妃聊天 两人就这样避着双目 各自养神 五王大人 我们到了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当秦妃睁开双目的时候 他们已经来到了 五王局的出发基地了 而在飞机之外 明王正在等候 他手里还抓着 几幅特制的银手镯 闪耀着光芒 很显然 这是出自特殊人才 练制的手铐 而非外面那种常见的 先把人靠起来 然后严加审问 五王低刻道 是 听到这话 明王立刻走上飞机 给这些人戴上了手镯 秦妃 明王实力较低 我怕他审不出什么来 要不这件事 由你来主导 这时 五王突然看向了秦妃问道 想要马跑 又不给马吃草 除非这种马是啥马 秦妃淡定地说了一句 得得得 这里有石珠灵药 算是你此次任务的奖励 这总可以了吧 五王没想到 秦妃竟然如此执着 非要问 自己要奖励 自己当五王这么多年 他还从未见过 像秦妃这样的人 所以 他不得不拿出石珠灵药 交给了秦妃 这小子 还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如果不是秦妃 展现出了过人的修炼天赋 恐怕五王都忍不住 一脚踹他身上了 这小子实在是 有点蹬鼻子上脸了 早这样不就完了 拿着五王给的灵药 秦妃下意识 拿起其中的 一珠咬了一口 他得确认 这些灵药全都是真的 这就是被骗之后的后遗症啊 第1105章 审讯 确认灵药是真货之后 秦妃果断收了起来 随后对冥王说道 先把这几个人弄下去 咱们马上就开始 对他们的突击审讯 是 一次性抓获 四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这对武安局来说 绝对是很少有的大事件 每一位暗魂组织尊主 那都是他们组织的中流砥柱 如果能撬开这些人的嘴 那他们的价值 将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 整个武安局上上下下 现在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不用紧张 这几个人的实力 都已经让五王给封印了起来 现在估摸着一个宗师 都能随意扇他们大嘴巴子了 秦妃这时淡淡说道 五王实力远胜过这几人 所以要封印他们的力量 自然也是简单无比 现在这几个人 就相当于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罢了 既然是突击审讯 那四个人肯定不会关押 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将会被分别关押 在不同的审讯室 然后由秦妃 明王 秦杰以及秦初龙 分别审讯 为什么会是他们 那是因为 他们在武安局的实力最高 五王倒是可以参与审讯 不过他代表的是武安局的牌面 还不至于给这几个混蛋 这么大的面子 你没受伤吧 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一下子抓捕几位尊主 纵然是秦初龙 也感觉不可思议 毕竟每一位尊主代表的 都是圣境战力 当他听说 秦妃抓到几个暗魂组织尊主的时候 他当场就被吓得半死 还好秦妃现在四肢健全地站在这里 要不然 他是真怕自己妻子 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区区几个垃圾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你的担心纯属多余了 这一次 这四个暗魂组织尊主 的确是全栽在他手中了 就算是五王不来 秦妃也可以将他们四个全部处理掉 所以他自然有狂妄的口气 当然 秦妃也明白 这几个人之所以阴沟里翻船 那全靠了兰斯 福克斯的神奇药水 如果没有这东西 秦妃甚至都有可能 坚持不到五王感到 时间宝贵 抓紧时间审问吧 说完 秦妃一头 就扎进了一间审讯室里 审讯室里 四位尊主的其中一位 已经被绑在了审讯椅上面 他还处于昏迷状态 房间的几个五王局成员 已经做好了摄像记录准备 整个审讯室内的氛围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紧张 开玩笑 这里坐着的 可是一位来自于 暗魂组织的强大尊主 并且还是盛进后期 此等级别的对手 他们这些人 恐怕一辈子也不会遇到 级别相差太大了 说句难听一点的话 对方哪怕是吹上一口气 恐怕整个审讯室里 除秦妃外都得死绝 连只苍蝇也跑不掉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怎么可能不紧张啊 而秦妃也看出了 审讯室里气氛不对 拍了拍手说道 对方只是一个 被封印了修为的敌人 他既不能出手打你们 也不能杀你们 怕什么 湛王 我们不怕 只是六位有些紧张 其中一个五王局成员回答道 紧张就是害怕的表现之一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咱们审讯马上开始 是 听到这话 房间里的人神情一震 纷纷进入到了状态里 湛王 可是人还没醒 咱们怎么审 有人询问道 这里是审讯不是睡觉的地方 该怎么样把人弄醒 难道还需要我教你 秦妃看向了这个问话之人 问道 不敢 说话的人连忙低下了头 随后跑去外面 端来了一盆冰水 哗啦 没有丝毫犹豫 他将满满的一盆水 全部都泼在了这个 暗魂组织尊主的头上 冰水的刺激作用 无疑是很明显的 这个已经昏迷超过半个小时的尊主 直接浑身一击灵 随后苏醒了过来 他的眼神中先是迷茫 随后暴怒 因为他看到了秦妃 这个人正是那个施展竞术来追击秦妃之人 你害我兄长 我今日便要报仇雪恨 这个人坐在椅子上疯狂挣扎 可当他准备爆发气息的时候 他却骇然的发现 自己体内的修为 就像是泥牛入海一般 根本就不听自己使唤 不用浪费力气了 你的修为已经被封印 你现如今 已是我五安局的阶下囚 秦妃面无表情的说道 什么 听到这话 这个人面露骇然之色 我问你 你们在我华夏境内收集鲜血是为了什么 秦妃懒得搭理对方 他直接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既然是审讯 那他就要开始审对方 无关的话 他没有必要和对方说 哼 你不管问什么 我都不知道 听到秦妃的话 这位尊主直接把头别到了一边 冷笑道 嘴硬是世界各大组织的最基本的素质 对此秦妃也并不例外 因为对方若是一开始就什么都说的话 那自己反而不会相信 既然不知道 那就不知道吧 说到这秦妃不再说话 而是从自己的兜里 磨出了一支烟 随后默默的给自己点上 秦妃不说话 审讯室的其他人更不会说话了 整个房间里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了秦妃吞云吐雾的声音 气氛正在一点一点的变得压抑 原本这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还以为秦妃会对自己施加酷刑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秦妃就很平静的坐在那里抽烟 这让他的心理压力陡然增加 他弄不明白秦妃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起不说话 他更愿意承受酷刑 一支烟抽完 秦妃没有说话 他很快又点上了第二支 气氛到这一刻变得更加压抑 每一个人的胸口 都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一般难受 但秦妃不说话 大家也不敢催促 只能大眼瞪小眼的 看着他一个人吞云吐雾 终于 当秦妃点燃第三支烟的时候 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 终于忍不住了 他主动开口问道 秦妃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不是心中早就明白了吗 秦妃冷笑一声 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淡淡说道 而且 我还在等人 等人 等五王吗 暗魂组织的尊主 冷笑了起来 那你可就猜错了 我不等五王 我在等你的同伴 过来陪你一起玩 一句话说出 立刻下的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 脸色惨白 第一千一百零六章 血块的作用 对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来说 之前发生在华夏边境的事情 是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所以 当他从秦妃口中听说 他在等自己同伴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联想到了那种事情 怎么可能不害怕 要知道的 可是男人 是男人 而秦妃似乎早就知道 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补充了一句 你不想告诉我 秘密也可以 反正我手里那种药水还多 足够你一个人用 你放心 你的那些同伴 我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叫过来 我相信 他们一定可以 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你 听到这话 这位尊主脸色更加沙白 他很想说秦妃是恶魔 可话到嘴边 他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因为之前发生的那种事 他已经不敢再想象下去了 那些画面 已经成为了他的梦魇 现在看看时间 他们那边也应该审讯结束了 要不要告诉我一些我想知道的 你还有一点机会 你想知道些什么 终于 这位尊主 还是屈服在了秦妃的淫威之下 默默地低下了头 从加入暗魂组织的那一天开始 组织里就教导他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为此 他们可以付出生命 而大多数加入这些组织的人 哪怕是各种酷刑下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秦妃所用的方法 实在是太邪恶了 组织只教他们管好嘴巴 却没有教过他们 怎么样去面对同性别的男人 所以他怂了 他可以死 但却不能这般屈辱地去死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 活着回到组织了 所以 他只能拿一些不太重要的秘密 来和秦妃兑换条件 刚刚我已经问过了 你们在华夏收集鲜血是为了什么 秦妃平静问道 为了修炼 如何操作 先提炼出鲜血中的力量 然后得到凝炼的血块 再之后 服以一道特殊功法 吸取里面的力量 和直接服用灵药相比起来如何 秦妃连忙追问道 相差不大 嘶 听到这话 秦妃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暗魂组织 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把人送到华夏来收集鲜血 如果那血块的作用 当真和灵药无异的话 那他们 这不是等于另辟了一条西径吗 暗魂组织果然够邪恶的 连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那你和我说说 你们的特殊功法是什么 震惊之余 秦妃又问道 我不知道 对方直接回答道 你不知道 秦妃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以你的修为 哪怕是在暗魂组织中 肯定也属于绝对的核心层 你觉得 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既然你知道我是核心层 那你觉得 我有可能把组织彻底出卖吗 忽然 这个狗东西 冷笑了起来 他是可以拿一些秘密 来和秦妃兑换条件 可这并不代表 他就一定要出卖自己的组织 人活着都是有信仰的 他只是 不想遭受特别的屈辱 才愿意和秦妃说一些秘密 可如果秦妃要向他探听 组织的核心秘密 呵呵 那他一概不知 没事 咱们有时间 可以慢慢来 说完这句话 秦妃直接起身 离开了审讯室 反正对方关押在这里 也跑不掉了 今天能从他口中 掏出一点有用的消息 那明天就能掏出更多 人的意志力 不可能一直都维持坚定 所以秦妃丝毫不慌 现在他才是占据 主导地位的一方 几乎就在秦妃 离开审讯室的时候 其他三间审讯室的大门 也被打开了 凌王 秦杰以及秦初龙 相继从审讯室里走了出来 只见他们相互之间 进行了一个眼神交流 随后每一个人 都忍不住摇了摇头 很显然 他们的审讯过程并不顺利 并没有什么收获 人家是圣禁后期 而他们修为太低 人家压根就瞧不上 更何况 秦初龙和秦杰 现在的境界才神静 这差距更是太大 他们别说是审问了 人家就连一句话 都懒得和他们说 秦妃 你这边情况如何 三人都没审出东西 所以 他们只能将目光 放在了秦妃身上 有点收获 但不多 说话间 秦妃给他们三人 每人发了一支烟 以你们的修为 我估计也问不出个什么 先让我来问问吧 行行行 你问就你问 其实刚刚有些话 他们没说 他们不仅没问出什么 而且还被人家反辱骂了一番 如果不是修为不如人 他们都想要 把对方活活掐死了 倒是冥王神色如常的 对秦妃说道 这些人的嘴巴非常硬 你得有心理准备 嘴巴在硬有我的拳头硬吗 冷笑一声 随后秦妃直接进入了 其中一间审讯室 湛王 你会不得好死的 秦妃前脚才刚迈进审讯室 后面立刻就响起了 对方辱骂的声音 对此 秦妃没有殴打对方 也没有说话 他就像是 没有听见对方说话一样 淡淡地对着审讯室里面的人说道 我看他在这儿做这么久 也渴了 给他先倒杯水喝喝吧 湛王 他是敌人 难道我们还要让他好过 听到秦妃的话 房间里的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们华夏一直都有一个 优待俘虏的传统 而且我的命令 你们现在也不听了 不敢 秦妃拿身份来压他们 这些人自然是 不敢有丝毫的反驳 连忙倒水去了 湛王 你到底想怎么样 见秦妃竟然让人给自己倒水 一时间 这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神色变得阴沉了起来 就和他之前的同伴一样 他也猜不透 秦妃的心思到底是什么了 当然是想听听你口中的秘密了 秦妃丝毫不慌 坐在椅子上 就点燃了一支烟 过程其实就和之前的差不多 仅仅只是一个沉默 便可以让对方感觉到巨大压力 只不过相比起第一个人 这狗东西的嘴巴 的确要硬得多 他并没有主动开口询问 而是目光死死的盯着秦妃 他似乎想要通过查看秦妃的神色变化 来看看秦妃的目的 只可惜他失望了 他除了看到秦妃吞云吐雾之外 什么都没有观察到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终于当秦妃点完第四支烟的时候 他自己率先忍不住了 开口询问道 哼 我的命是组织给的 你休想从我嘴里打听到半点有用的消息 没事 从你嘴里打听不到 那我完全可以从别人的嘴里打听吗 就比如说 你们组织拿特殊功法 来吸收血块的事情 你 谁告诉你的 听到秦妃的话 这位尊主身躯一阵 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你不说 自然会有人说 而且 我对不开口的人 通常还有额外奖励 说到这儿 秦妃直接从自己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透明小瓶子 你猜 这里面是什么动线 秦妃两根手指着夹着小瓶子 饶有兴致的问道 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不 你有兴趣知道 而且也应该知道 说到这儿 秦妃拧开了盖子 淡淡说道 之前你们在边境的时候 之所以会相互摩擦 那完全是因为 我在空气中 给你们撒了我手中这种液体 所以 待会我就让你的同伴过来一个 并且给他也喂点这个东西 我相信 你们两个人 一定可以擦出无比绚丽的火花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就和之前那个尊主相同 秦妃的这句话 也给这个人 带去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毕竟这种事 他们经历过一次 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他现在都还感觉 自己的某个地方 隐隐作痛呢 这都是忠妖过后的后遗症 秦妃抬起头淡淡的问道 呵呵 如果你问别的我 或许还能告诉你 但你这个问题 我无可奉告 忽然 这位尊主冷笑了起来 那你跟我说说 这别的是指什么 秦妃问道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问什么的话 我又凭什么跟你说这些 你真当我傻吗 你傻不傻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屁肯定是痒了 说到这秦妃站起身来 随后他走到对方跟前 直接就是一根骨针 扎进了他的某个人体穴位中 这个穴位并不会要了对方的命 但却能够给他带去最极致酸爽的体验 就比如说痒 原本抓痒可以让人觉得很舒服 可这种痒 要是痒到了某种极致的话 那剩下的便只有无尽的痛苦 你先好好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吧 什么时候想好了 什么时候再叫我 此次一共抓捕回来四人 眼下这才审问两个罢了 所以秦妃一点也不着急 他得先把四个人 全部都问过一遍后再说 来到第三间审讯室 秦妃一改之前的审问姿态 他进来就直接走到了那个尊主面前 啪 秦妃直接就拎住了对方的衣巾 我问你 你们暗魂组织 用来吸收血块的特殊工法是什么 不用问了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的 这位尊主 虽然一身修为之力 现在用不了了 但他的眼神 却还是异常的凶狠 仿佛要责人而是一样 想死容易 可我却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到这儿 秦妃直接对审讯室的人 下达了命令 去把我一开始审讯的那个人带过来 我要让他们两个人 当着大家的面 上演一出好戏 第一千一百零七章 我说 我都说 你 你想干什么 似乎察觉到了 秦妃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这个尊主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恐惧 脸色一度变得雪白 当然是让你们兄弟近距离接触了 秦妃冷笑一声 你竟然觉得 自己的名声比秘密更重要 那咱们还多说 那些干什么 反正我这儿要水还多 说话间 秦妃将先前那瓶自己罐中的白水拿了出来 放在这个尊主眼前晃了晃 据说这东西霸道无比 可以轻而易举 吞噬圣经后期的神智 你对这东西应该不陌生吧 魔鬼 你是个魔鬼 正所谓往事不堪回首 之前他就在猜测 自己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会失了智 现在看来 果然是秦妃在暗地里搞的鬼 可是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下手的 比起当你们眼中的弱者 好人 我更宁愿当这个恶魔 打不过自己的弱者 才会认为自己是恶魔 所以 这个魔头秦妃自然很乐意当 他巴不得整个暗魂组织的人 都称自己为恶魔 可知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大门打开 两个武安局成员 正驾着一个眼神凶狠的男人走进来 秦妃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来人一看到秦妃 立刻就咆哮了起来 你这位兄弟 不想告诉我一些 我想要知道的消息 所以 我只能安排 你们两人相见了 说到这儿秦妃 将自己面前的透明杯子 凑到了她的面前 做事就要往她的嘴里灌 而对方显然知道 秦妃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玩意 一时间 他疯狂挣扎了起来 哪怕是没有修为之力傍身 架住她的这两个武安局成员 都差点摔倒在地上 不喝 我不喝 她疯狂地摇头 因为情绪过分激动 她身躯甚至都在微微颤抖 她绝不想在发生之前那样的事情 这比杀了她 还要让她难受 看到这一幕 秦妃心底有点想笑 她忽然想起了 她在某部电视剧中看到的一句台词 来 大郎你该喝药了 不过这句话她没有说出口 因为她可不姓潘 既然你不喝 那我就默认你是兽 说话间 秦妃将目光放到了另外一个尊主身上 她是兽 那你就是公了 这瓶药 看来只能你喝了 说话间 秦妃用手捏住了对方的嘴 随后就要把白水倒进她的嘴里 而就在水即将落出瓶口的时候 这个被秦妃捏住嘴巴的人 终于服软了 我说 我都说 眼泪不争气地 从她的眼角滑落了下来 噩梦般的场景 她根本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无论是公是兽 是前世后 她都无法接受 而且在场还有这么多人 她更加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了 你混蛋 你难道要出卖组织吗 听到这话 那个差点被秦妃喂下白水的尊主 立刻大喝了起来 他们是暗魂组织精心培养出来的圣经 从小便接受的教育 便是不能背叛和出卖组织 而且 这种教育 早已烙印进了他们的内心深处 所以 大多数时候 他们的嘴巴 简直比毛坑里的石头还要硬 但现在 秦妃要拿他们的清白 来威胁他们 说出一些 他们不想要说的东西 可最后他们也只能够屈服 我如果不屈服 难道你真想要咱们两个人喝这个东西吗 被秦妃捏住嘴的人 惨笑一声说道 他不想喝这个东西 同样也不想让自己的同伴喝 因为他们二人 不管谁喝这个东西 他们两个人的下场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这是在自救 功法我可以给你 但我有一个 要求你必须要答应 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位尊主拿眼神死死的盯着秦妃 如果秦妃不答应 那么他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再开口 行 你先说说你的条件 秦妃想了想后说道 我可以把功法告诉你 但作为条件 我说了之后 你就给我一个痛快 可以吗 这位圣经后期的暗魂组织的尊主 自知已经无法离开这个地方了 外加上 他也不想再受到秦妃的这些威胁 所以他宁愿选择死亡 只要自己死了 那秦妃就不能够再拿之前雪地里的事情来威胁他 求死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就这么想死吗 听到这话 秦妃满脸都是意外之色 他还以为对方会说 让自己放过他之类的什么话 却没想到 他竟然是求死 大家都是明白人 你们武安局不可能放我们离开这里 而我们也不可能逃出去 所以 这个要求你要不要答应随你自己 严禁于此 暗魂组织的确是教过他们 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因为一旦有秘密泄露出去 那他们肯定会遭到组织的打击报复 到时候 肯定是生不如死 可如果他早先一步结束自己的性命 那组织也不能够拿他怎么样 最起码 他现在死 还可以死得体面一点 行 只要你说出来的东西 我可以送你一程 那个神秘人的空间戒指中 肯定保存了许多炼化出来的血块 而每一块血块的作用 都等同于一株灵药 如此宝贝秦妃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 他必须要弄到 他们嘴里所说的特殊功法 拿纸笔来 既然心中都已经有了决定 所以这位一心求死的尊主不再犹豫 立刻在纸上把特殊功法写了出来 只是在秦妃把纸接过去之后 他却没有着急出手击杀对方 因为秦妃不知道 这功法究竟是真还是假 他得验证一下真伪再说 你这个混蛋 组织是不会放过你的 见自己人竟然主动把功法写给了秦妃 一时间 那个被嫁进来的人 立刻放声辱骂了起来 人死如灯面 组织爱怎么样 我已经管不着了 比起被侮辱 我宁愿一死 给我一个痛快吧 这时 这位选择泄密的尊主 对秦妃说道 不着急 先让我试试这功法的真假再说 说完这句话 秦妃让审讯室里的人把人看好 随后他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他得马上把那个血块拿出来试试效果 第一签108章 特殊功法 进入到审讯室不远处的卫生间里 秦妃直接在门口布置了一道小型阵法 随后他翻手 就取出了那个神秘人的空间戒指 这个戒指里面的东西 秦妃至今都还没有来得及看 之前他不想看那完全是因为害怕五王会抢 可现在五王都已经知晓这件事了 那秦妃还怕个毛 看就完了 而且秦妃知道 五王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这边 他布置阵法 只是不想被太多人知晓 可防不住五王 这老东西贼着呢 灵魂力侵入到空间戒指中 顷刻间让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 震惊到了 正如他自己所想的一般 这个神秘人的空间戒指中 的确保存着大量的未曾运送出华下的血块 每一块血块中都蕴含着滔天能量 全都是他们从武者血液中提炼出来的 一眼看去 密密麻麻的少不了上万块之多 除了这些堆积如山的血块外 秦妃还看到了大量的灵药 每一株都在散发着灵气波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神秘人就是拿这些假货来蒙骗大家的 取出其中的一株灵药 秦妃一口就咬在了上面 果然 灵药刚入口 的确灵气异常爆炸 但下一秒 这些灵气就直接变成了虚无 上面就只有这一点能感受到的力量 不存在任何的后续 假货害人啊 看着如此之多的假药 秦妃说不心痛是假的 这里面的灵药数量 最起码还有几千株 如果这些灵药都是真的 那绝对是一笔滔天财富 但可惜的是 这些灵药都是假货 根本就没多大的用处 灵药的事情 让秦妃被感心痛 但他现在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灵药 而是那些血块 取出一块血块 秦妃将其拿捏在了手中 这经过炼化之后的 血块分量挺重的 就像是一坨钢铁一般 拿出之前那个暗魂组织尊主 交给自己的功法 秦妃瞬间就开始修炼起来 以他的天资 他修炼功法自然简单 前后也就是几分钟时间 他就已经按照功法上面的 记载将功法修成 并且开始运转起来 好像没什么问题 透视能力 内视自己的身体 秦妃发现 这功法运转的时候 并不迟滞 可见那个尊主 并未欺骗自己 功法修成 接下来 秦妃就是吸收 这血块当中的力量了 将先前拿出来的 那血块拿起 随后秦妃 开始吸收其中的力量 哇 功法原本就是为了 吸收这血块 而量身打造的 所以 当秦妃将功法 运转起来的时候 他的手掌 开始疯狂吸收 血块之中的力量 果然可行 察觉到这样的变化 秦妃脸上浮现出了喜色 只是他的惊喜 还未维持三秒钟 就被彻底终止 只见他的眉头微皱 随后他将自己的功法 停止了下来 因为 在他吸收力量的时候 他敏锐地察觉到 有一股狂躁力量 正在不断地影响着 他的神志 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 秦妃感觉自己脑袋 一片混沌 并且心底 有一股杀鸡 正在滋生而起 很显然 这血块当中 蕴含的可不仅仅是力量 还有其他未知的东西 就比如说 煞气和怨气等 这些东西 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神志的 若是无法压制 这一股特殊力量 弄不好吸收力量的人 还有可能走火入魔 血块竟然还有这种弊端 这是秦妃有点没想到的 看来他们在扶摇宗 所谓的炼化 也只是最基本的炼化罢了 其中的负面东西 根本没能清除出去 不过转念一想 秦妃又觉得十分正常 因为扶摇宗的人并不强 他们能做到 其需要特定的生长条件 更需要海量的时间 两者的缺一不可 这才造就了灵药的稀奇 但这血块 可是人为搞出来的东西 甚至可以批量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血块携带一些副作用 也就不足为奇了 血块当中所蕴含的煞气 可以对秦妃造成一定影响 但却无法左右他的神志 他感觉自己完全可以承受 其中的副作用 想到这儿秦妃不再犹豫 他开始运转功法 吸收这血块当中的力量 咔嚓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秦妃将血块中的力量 完全吸收殆尽的时候 血块直接发出了一道声音 随后四分五裂 而秦妃的眼睛里 现在也全是迷惘 毫无正常人应有的灵动 哼 下一秒 一道冷哼声 从秦妃口中发出 紧接着他眼神中的异样 全部消失 那些正在影响他神志的力量 全部被击溃 果然是邪恶势力 才会用的玩意 仅仅一块血块 就让秦妃受到了 如此之大的影响 秦妃估计 自己要是一整天 持续不停地吸收这血块力量 那搞不好 他都会走火入魔 这东西的确有一定作用 但却不能多用 细细感受了一下体内的变化 这块人为制造出来的血块 的确相当于灵药 而且秦妃还发现 他在吸收了这血块之后 他的生命力 仿佛也恢复了一些 血肯定是从活人身上取的 而活人本身 就是生命力旺盛的生物 现在秦妃靠吸收这血块 竟然也能补充一些兽源 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只可惜 相比他施展竞数所损耗的兽源 这点只能算杯水车薪 抵不了多大作用 功法没问题 血块也的确拥有力量 两相印证之后 秦妃没有犹豫 他直接撤去了阵法 他还要回去 继续审问那几个暗魂组织的尊主 这些人就是一个移动的人形宝库 就等着他去挖呢 回到之前他离开的审讯室 直接那位提供功法的尊主 早已望眼欲穿 战王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说出了你想要知道的消息 就给我一个痛快 你堂堂五万局战王 难道还要做背信弃义之人吗 你让人什么 老子不需要先检查一下功法的真伪吗 秦妃神色一尘 随后这才走到了这个人面前 我之前答应过 你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但这个世上 从来都没有免费吃的午餐 你想要我帮你解脱 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如何 你 你不讲信用 听到这话 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 神色立刻一变 放心 我只是问你一个小问题 只要你答上了 我马上就可以送你上路 好 那你问吧 事已至此 他们这些人 其实就和砧板上的鱼肉没有分别 为了达成被杀的目的 他也只能耐心地听情非想要问什么了 我问你 你们暗魂组织制造了多少假灵药 又是谁在背后制作的 假灵药 听到这话 这位尊主脸上露出了一丝追忆之色 据我所知 灵药的制造 从去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 至于数量有多少 我只能说 不计其数 第1109章 宁与畜胜为伍 暗魂组织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他们的据点 早就已经遍布各个地方 甚至就连华夏 都有可能有他们的据点 这血块的炼化计划 他们早就已经在实施了 只不过 华夏因为有五王坐镇 所以才选在了最后一批 像是其他穷苦一点的地方 可能早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所以 这假灵药 终究制造了多少 这位尊主也不清楚 他只能用不计其数 这个成语来形容 至于制造假灵药的人 那自然是比圣境级别 更高的人干的 因为只有修为达到 他们那样的地步 才有可能再释放了 自己的力量后 保持长久不散 灵药上面 就只附着表面那一层力量 若是早早的就散了 那他们还怎么蒙骗别人 一句话归总 现在全球的修炼界 都有可能被假药所充斥 彻彻底底被扰乱了市场 扑吃 随着这位尊主 将最后一句话说完 秦飞也没有犹豫 当即就挥出了一件 伴随着一道血柱冲天而起 这位实力达到了 圣经后期的超级强者 就这样成为了一具无头尸体 暗魂组织人人得而诸之 这次就算是便宜你了 秦飞是当着大家的面 答应对方的 所以 现在对方既然都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那秦飞当然要履行自己的承诺 老三 看到秦飞竟然出手杀了同伴 审讯室里的另外一位尊主 立刻就开始目自欲裂 他没想到 秦飞竟然真的会下杀手 并且还如此的果断 不要叫嚷了 对你们来说 现在能死绝对比活着舒服 你有没有什么秘密要后说的 这时秦飞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 哼 死心吧 虽然同伴现在已经获得了解脱 但他不可能出卖自己背后的组织 所以 他当即就冷笑了起来 而几乎就在他的声音 才刚刚落下的时候 忽然审讯室的大门被打开 一位武安局的成员走了进来 湛王大人 旁边审讯室里的人扛不住了 他好像有情况要汇报 来人急急忙忙说道 听到这话 秦飞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随后他看向了这位不肯服软的尊主 你瞧 你不说自然会有人说 有价值的人才会有人喜欢 而那些没有价值的人 最后都会被无情遗弃 说完 秦飞转身就离开了审讯室 哈哈 来到另外一间审讯室 秦飞都还没有推门进去 就已经听见了大笑声 那位被他赐了学位的尊主 已经笑得上其不接下气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在不断发出狂笑 他的眼角全是止不住的眼泪水 他已经笑得脸色苍白无比了 如果再不停止下来 有可能他会成为整个人类 武者世界中 第一位被活活笑死的圣经强者 哈哈哈哈 救救我 见到秦飞进来 这个尊主一边大笑 一边求救 他真的已经扛不住了 瞧你笑得这么开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家老母猪下崽了呢 没事 你先多笑一会儿 我有的时间听你笑 秦飞神色淡然 也没有第一时间 取下对方身上的骨针 这些个尊主嘴巴硬得很 对方都还没有达到极限 秦飞要让对方彻底吃尽苦头再说 毕竟这些混蛋 各个手上都沾染过血腥 他们全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 自然得遭受惩罚 求 求 哈哈 这位尊主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可以笑得这么痛苦 他很想开口求饶 可话到嘴边 他却怎么也说不原 他现在只想笑 笑到天荒地老那种 之前我出去的时候和你说过 你组织好语言在说话 可你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 既如此 那你也只能慢慢笑了 我 我说 听到秦飞的话 这位尊主强行压制住了 自己内心中的笑意 连忙说道 早这样不就完了 来到对方跟前 秦飞手掌在他的身上一拍 顷刻间一根骨针从他的体内飞出 他之所以狂笑不停 甚至笑到都快咽气 其缘由也不过是这一根小小的骨针造成 我问你 前段时间 你们暗魂组织的人 在欧洲北部聚集 你们是为了做什么 秦飞想起了之前秦出龙 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 所以 现在正好拿出来问这个人 我们组织里的人 在欧洲北部的山里 发现了一个洞府 我们是为了探寻里面的宝贝 这位尊主没有隐瞒 当即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洞府的探寻早就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算是秦飞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所以 这根本不算是什么秘密 你们暗魂组织 有几个圣境之上的强者 秦飞又问道 对方的情绪已经被击溃 现在如果不成圣追击 多问点问题 一旦等对方缓过神来 恐怕他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据我所知 超过十个 操 这么多 秦飞心头一惊 万万没想到 暗魂组织竟然这么强大 他原本还以为暗魂组织能有两三个圣境之上 就十分不错了 却不想 对方竟然说超过十个 难怪他们可以制霸全球舞者界 甚至连舞王也奈何不了他们 毕竟这么多的强者齐聚一堂 试问 有谁可以抵挡 那你们圣境后期有多少 秦飞又问 二十几个 那圣境呢 差不多一百 暗魂组织的神境舞者多达数百 圣境有一百多也正常 只是让秦飞觉得离谱的是 他们圣境之上的强者 竟然超过十个 就这样的一股势力 恐怕可以横扫世界上任何一个势力 难怪这么多年 暗魂组织一直都没有被打垮 只要有这十几个人存在 恐怕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二十几个圣境后期 这一次就折损四个 即便是暗魂组织 也称得上是损失惨重 不过就在秦飞询问他们 暗魂组织接下来的计划之时 这位知无不言的尊主 却闭嘴了 战王 此事已涉及到我组织的核心机密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都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竟然还要假装正经 你现在就算是和我说了 你们组织里的人也不会知晓的 这丝毫不影响你下地狱的速度 秦飞冷笑道 战王 人活着是需要有信仰的 组织养育我培养我 这就相当于是我的父母 我可以纵容别人打他 但却不能允许别人杀他 所以你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给我一个痛快吧 暗魂组织的发展计划 肯定关乎他们组织的未来布局 所以他即便是死也不可能说的 你就不怕我给你找同伴过来 秦飞冷笑道 我的一切都是组织的 别说你找我同伴了 就算是你找一条畜生过来 我也是这句话 好 马上去把咱们局里内部的基地 全弄一条来 听到这话 秦飞点了点头 随后立刻对审讯室里的人 下达了命令 听到秦飞的话 这位尊主神色猛的一遍 他没想到 秦飞竟然如此不按套路出牌 和人亲密接触就算了 可秦飞如果真的弄一条狗过来 那他即便是死了 恐怕也没脸去见自己的先辈 秦飞这是要把他踩在地上侮辱 战王 你怎么说 也是武安局的领袖之一 你怎么能这样做 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急了 当即大叫了起来 什么这样那样的 是你自己说 找一条畜生过来的 我现在不是正在听从 你的吩咐 帮你如愿吗 说到这儿 秦飞一拍自己的额头 那难道 这年头的好人 还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不过片刻的功夫 审讯室外面有狗叫声传来 听到这声音的刹那 可以看到 这位尊主的脸色一度变得惨白 他不知道秦飞会不会真的 让一条狗来和他干那种事 但这种场景 他哪怕是微微一想 都感觉到头皮发麻 秦飞不是正常的武安局成员 他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你要的畜生已经在门外了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说点的 这时秦飞被靠着审讯桌 淡淡地问道 死心吧 我为了组织什么都可以付出 尽管来吧 这位尊主闭上了眼睛 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把狗牵进来 听到这话秦飞也不迟疑 立刻就让人把狗牵了进来 这是一条长得差不多 有一米的大型军用群 估摸着 他要是跳起来 肯定能超过两米 十足的高大威猛 兄弟们 待会咱们就好好欣赏一场人狗大战 人狗都已到齐 秦飞立刻就开口说道 姓秦的 你会不得好死的 知道秦飞接下来要对自己做什么 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 当即脸色惨白 放声大叫了出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只不是我死的 肯定要比你晚 其实 你现在要是肯开口的话 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 让你免受侮辱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秦飞开口询问道 尽管放心大胆的来吧 我的心早已坚弱磐石 这位尊主闭上了眼睛 看来是放弃了 扑哧 几乎就在他声音落下之时 秦飞出手了 他一剑就将对方的头颅削了下来 血竹飞得老高 天花板都没能幸免 都已经到这个时候 他竟然还是不肯服软 说明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 只能将其灭杀 第一千一百零一十章 你想说我还不想听呢 湛王 您看到秦飞竟然出手将对方面杀 一时间 整个审讯室里面的人都有些傻眼 大家都不明白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秦飞一转眼就把人给宰了 此等人物留着就是大祸患 必须要斩草除根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秦飞的目光左右横扫了一圈 开口问道 没有了 秦飞要杀暗魂组织的圣经 这些人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而且秦飞说的话不无道理 这个组织的强者若是不除 那今后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之人 丧生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下 当然要杀了 活着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比如说 他们被人给捞出去等等 可只要他们死了 那这种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 糟 而下一个人那里 接连斩了两个暗魂组织圣经后期 秦飞脸上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这些人之前在华夏边境的时候 就差点死在了他手里 现在 他们又因为审讯多活了几个小时 所以怎么看 他们都是赚的 此次一共抓回来了四个圣经后期 秦飞还没有闪过了 当秦飞来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 这位尊主立刻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很显然 在没有人进来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过得也异常煎熬 人都说死那一瞬间不可怕 可怕的是 等待死亡和审判的这个过程 这位暗魂组织的尊主 就是经历了一场这样的心境变化 额头上全是汗水 他不知道自己被晾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这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看你这一头大汗的样子 他不是等急了吧 一进屋 秦飞便看到了对方脸上的汗水 戏血问道 你有种就给我一个痛快 望着秦飞 这位尊主也表露出了求死的决心 不过秦飞都还没有开始审问 他又怎么可能会出手灭杀对方呢 杀你的事情不急 咱们先来说说 你暗魂组织 接下来有什么重大计划 或者说 你知道一些什么计划 秦飞目光盯着对方询问道 抱歉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秦飞瞥了对方一眼 冷声道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渴望获得痛快 你怕不是瞌睡没睡醒吧 秦飞满脸都是冷意 你的几位同伴 现在都已经被我送上路了 而他们 也都相应的付出了代价 你想学他们的样子被杀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们 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这位尊主神色异灵 开口问道 当然是拿你们暗魂组织的秘密 来和我交换条件了 秦飞摆了摆手 只要你能说出一样 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一个痛快 敌人嘴里的话是最不可信的 你也不用 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要杀药寡 习听尊便 这个尊主并不相信秦飞所说的话 自然也没有要泄露秘密的意思 只见他昂起自己的头颅 仿佛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啪 看到他如此装逼 秦飞哪里还受得了 他当即就是一巴掌甩了过去 扇得对方嘴角都流出了烟红的鲜血 我的耐心已经快被你们消磨完了 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 这秘密 你说还是不说 不说 既然不说 那你先好好在这待着吧 取出一根骨针 秦飞直接扎在了对方身上 再之后 他起身就离开了这里 和一个硬骨头 没什么好说的 先让对方吃点苦头再说 而且秦飞自己也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接连审问这么好几个人 他的耐心已经被消磨光了 以这些人的尿性 估摸着他们就算是死 恐怕也不会透露和暗魂组织的核心机密 既如此 那秦飞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浪费时间呢 战王 看你忙前忙后的 审问出什么东西了 当秦飞从这最后一间审讯室出来的时候 早就已经等得望眼欲穿的冥王等人 立刻迎了上来 他们都很想知道 这审问的结果 你岁数比我大 接触暗魂组织的人 肯定也比我多 他们什么德性 你难道不清楚吗 各个嘴巴硬的 跟毛坑里的石头没分别 虽然交代了一些情况 但根本就触及 不到暗魂组织的真正核心 秦飞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说道 他虽然也想知道 这些人脑子里的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但奈何他没有办法撬开对方的嘴 只能作罢 暗魂组织的人向来是如此 从小便开始洗脑 就算是洞库行也没用 罢了 审不出就审不出吧 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这些圣经后妻 肯定知晓暗魂组织的一些秘密 但他们不说 武安局这边也没办法 秦飞在传承中 倒是看到过一种搜魂之术 强行搜索对方的记忆 就算对方不说也没事 只可惜 他距离施展搜魂之术的要求 还相差甚远 只能望洋心叹 秦飞 这几个人你打算如何处理 这时冥王又开口问道 既然没有审问出东西 那这几个人的安置就成了问题 这些人作恶多端 早就是该死之人 我们武安局 可不能在他们的身上浪费粮食 全杀了吧 秦飞摆了摆手说道 审问到现在 秦飞也差不多摸清楚了这些人的性格 只要是涉及到他们暗魂组织核心机密的他们 统统不说 而其他的那些破事 自己就算是知道再多又能怎么样 而且鬼知道 暗魂组织会不会因为他们 而展开一次大型营救活动 所以还是全杀了最为保险 行 那都听你的 冥王修为太低 人家随便一个圣经后期的尊主 都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觉得留下这些人是隐患 反正他们身上也掏不出更多的秘密了 杀了也算是为过去武安局那些牺牲的同胞报仇 湛王大人 这里面的人想要说话 就在秦飞打算离开这里的时候 忽然最后一间审讯室里 跑出来了一个武安局成员 在古真的折磨之下 这个人扛不住了 欲要和秦飞对话 而秦飞听到喊声之后 倒也没有急着离开 他重新回到了审讯室当中 将对方身上的骨针取走 随后秦飞一拳就轰在了对方脑袋上 碰 宛若西瓜炸开 这位圣经后期的尊主 当场死亡 之前让你说你不说 现在你想说 老子还不愿意听吗 冷笑一声 秦飞离开了审讯室 只剩下了一屋子满脸呆滞的人 第11111章 蓝丝家族 四个审讯室 三个都充斥着大量鲜血 而这最后一个秦飞更是凶残 连个全尸都没留给对方 正如之前明王所说 这些人嘴巴都硬得很 就算是他开口了 恐怕说的也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秦飞现在要听的是 他们暗魂组织的核心机密 他老挑一些自己不想听的 那他当然没兴趣 继续和对方浪费时间 都别愣着了 打扫一下现场 该休息的就休息 来到审讯室外 见所有人都在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看 秦飞开口说道 你这也太狠了吧 咱们好歹听下他说些什么呀 明王等人完全是亲眼看着秦飞 终结了对方的性命 那过程才叫一个快啊 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有什么好听的 纯属浪费时间罢了 说着秦飞拍了拍明王的肩膀 道 四个圣经后期目前还剩下了一个 这个就留着给你过手影吧 我先撤了 说完这句话 秦飞身影一闪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这小子办事太不靠谱了 看着秦飞离开 明王摇了摇头 要知道 每抓住一位暗魂组织的人都不容易 可他竟然就这样把人给灭了 错失了一大深入了解暗魂组织的机会 从审讯的地方出来 秦飞便直接回家去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检查一下 之前独孤英雄给自己的灵药 要知道 那可是几千株灵药 谁知道 里面有没有混暗魂组织的假货 他们的血块计划 早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也就是说 假药在国外的流行时间 远远超过华夏 所以秦飞得仔细检查一下 假药无法拿来炼制灵药 一碰真火就炸 如果说一炉子全是假药 那秦飞上且可以接受 可要是真药里混杂着一株假药 那可就是要人命了 假药完全可以把真药一起毁了 为了今后的炼丹顺利 秦飞必须要回去 好好鉴别一下真伪 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他也没有办法 混蛋 到底查清楚了没有 欧洲某个古老家族内部 伴随着一道怒斥声响起 整个大厅里 无一人敢说话 此刻正在发火的人名为 兰斯对古露 他是兰斯福克斯的父亲 同时也是兰斯家族的现任家主 儿子去了华夏 久久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兰斯 古露一开始也没当回事 毕竟儿子都这么大的人了 外加上他玩心很重 不接电话也正常 一天不接电话正常 可两天乃至三天不接电话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兰斯 古露马上下令华夏那边的人 去寻找他们家族的少爷 首先 他们找的人就是方显 因为儿子去华夏 就是为了何方 显谈圣意 只要找到了这个人 那他们就能找到兰斯 福克斯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方显这个人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仅找不到他的人 甚至连带着他的公司都没了 这下兰斯家族慌了 少爷不见了踪影 他要见的方显 也人间失踪 种种迹象都指出 他们兰斯家族的大少爷 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故 家主大人 我们的人在华夏行动不变 一些地方也不是他们 能够探查的 继续派人 一定要把人找出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兰斯 古路粗暴无比地打断了吓人的话 他可就福克斯这么一个孩子 一旦有什么闪失的话 他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家主 华夏那边有眉目了 就在这时 一个兰斯家族的仆人 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因为跑得太快 他额头上全是汗水 说 看着来人 兰斯 古路当即立刻一声 根据华夏那边传回来的最新消息 大少爷自从进了一家 名为云顶的酒店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期间那姓方的倒是出来了一次 至此就彻底失踪 不见踪迹 云顶酒店 听到这个名字 兰斯 古路眼神中闪耀着寒光 不管儿子的失踪 和这酒店有没有关联 但他既然 是在这里消失不见的 那他们 肯定脱不了干系 马上联系华夏那边的分部人员 让他们 去要求云顶酒店 把人给交出来 兰斯 古路的声音很霸气 更蕴含着一股滔天怒火 要知道 他这些年为了培养儿子 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如果这个酒店真的和儿子失踪有关 那他肯定不会放过对方的 不对 就算是和儿子失踪没关 那他一样 不会放过 兰斯家族 绝不允许任何人 踩在他们头顶上 这边兰斯家族 很快就下达了命令 而位于龙都的兰斯家族办事处 他们当即也派出了人 前往了云顶酒店 只是在前往酒店的路途之中 负责开车的司机 却对坐在后座的一个金发男子说道 哈伦先生 据我所知 这云顶酒店的背景并不简单 就让兰斯 哈伦给强行打断 我兰斯家族 纵横欧洲大地两千余年 论背景 区区一个酒店 岂能与我们相提并论 而且 少爷失踪 的确和他们酒店有莫大关联 这件事我们占领 你需要再多说 是 司机只是一个负责开车的 他本来想说 这酒店背后站着的人是秦飞 可这个金毛狗 既然口气这么狂 那他还能说什么呢 人家秦飞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如果这金毛狗 待会要在酒店里乱来 那他可得多远一点 毕竟他只是一个拿工资的人 犯不着陪着这金毛狗玩命 车子行驶的速度很快 约某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将车子开到了云顶酒店的大门口 欢迎光临 车子才刚刚停稳 酒店门口 立刻就有两位服务生 恭敬地走了上来 其中一个人才 刚刚伸手拉开后座车门 他迎面便和哈伦的冷冽目光撞上了 滚 哈伦一声大喝 顿时服务生的脚步 登登登地后退了数步 他差点被对方的冷冽气息 压迫地窒息 喝退了服务生 哈伦没有犹豫 他直接从车上走了下来 随后就站在酒店门口大喝道 让你们酒店的老板出来见我 这人谁啊 口气这么狂 见哈伦在门口大喊大叫的 不少酒店的客人都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不知道 可能是脑袋让驴 给踢了吧 谁不知道 云顶酒店是秦飞的产业 而负责管理酒店的陆雪芹 更是秦飞的女人 自打云顶酒店开业以来 他们恐怕还没有被谁踢管过 所以 哈伦现在的粗暴行为 自然让大家倍感诧异 看来这是准备和清飞叫板啊 估摸着 有一场好戏好看了 这时有人低语 默默地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包瓜子 酒店门口禁止闹事 赶紧滚 要不然别怪我们大会收拾你 哈伦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酒店的保安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当即就有三个保安 手持着警棍走了上去 又要驱赶哈伦 可哈伦是什么人啊 他出自兰斯家族嫡系 修为更是达到了神静后期 区区几个保安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中 滚 只见他口中发出一声利贺 紧接着 几个保安就如遭雷击 全部倒在了地上 浑身抽搐不止 他们是被哈伦的气息所伤 哗 看到这一幕 周围这些吃瓜群众 也终于感觉到了害怕 纷纷丢下手里的瓜子跑路 看热闹可以 但他们可不想被殃及吃鱼 陆总 门口来了一个闹事的外国人 看着不太好惹 在酒店的办公楼层 陆雪芹刚收拾完东西 准备下班 紧接着 他的秘书就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脸的焦急 闹事的 还是外国人 陆雪芹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问道 酒店保安呢 他们难道都是吃干饭的 陆总 保安上去驱赶过了 但他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出手 就被对方给打趴下了 对方估计是来者不善 咱们要不要从后门离开 秘书问道 不用 陆雪芹的正坐的端 自然也不惧怕别人 再者说 人家都跑来他酒店大门口闹事了 如果他不出面 那别人岂不是都认为 云顶酒店是好欺负的 而且 他略微感受了一下 整栋酒店大楼的强者气息 对方也只是神劲罢了 还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想到这儿 陆雪芹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夸包 对秘书说道 给我按电梯 咱们下去会一会的 好 秘书很听陆雪芹的话 见状他立刻跑去按电梯去了 不过 作为一个心思玲珑之辈 他担心陆雪芹一个人下去会吃亏 所以 他还是极不情愿的 给秦飞偷偷发了一条信息 对方很强 如果陆雪芹奈何不了对方 那最后 恐怕就只有靠秦飞救场了 人呢 让你们酒店的老板滚下来见我 酒店的大堂门口 哈伦愈发嚣张了 只见他脚下还踩着一个酒店保安的脑袋 这个时候 他只要稍微一用力 这个保安恐怕就给领盒饭 而除了这个保安 不远处的地方 还躺着一众保安 少不了十个之多 可以这样说 酒店的所有保安都已经让哈伦暴揍了一顿 他脚底下踩的 更是酒店的保安队长 如此肆意欺负我酒店的人 你是觉得 我们酒店无人吗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陆雪芹从专用电梯里走了出来 第1112章 陆雪芹迎敌 陆雪芹的出场 仿佛给酒店的众人 打上了一针强心劲 因为现在的他 代表的就是秦飞 终于啃露面了吗 看着缓缓靠近的陆雪芹 哈伦没有一脚踩死脚下的人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 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只见他一脚踢在了保安队长的头上 顷刻间 对方就像是一枚贴地炸弹一样 静直滑出去了十几米远 正好落在了陆雪芹脚下 你是什么人 看着已然昏迷的保安队长 陆雪芹的脸色 瞬间冷到了极致 当着他的面一脚 踢晕酒店的保安队长 这就相当于 是一记耳光 直接打在了他的脸上 他有些下不来台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欧洲高贵的兰斯家族 我叫兰斯哈伦 我今天来你们酒店 只为一件事 我兰斯家族的大少爷 自打来了你们酒店之后 就没有再离开 请你们把人给我交出来 哈伦的声音很霸道 更有些狂妄 可他有狂妄的语气 因为他背后是一棵参天大树 也就是这儿不是欧洲 如果是在他们当地 可能他早就已经带人抢搜了 别说人没有在我们这儿 就算在 我也不会交给你 人家都已经开始打脸了 陆雪芹又怎么可能会委屈求全 兰斯家族的那个少爷 他亲眼看着被秦妃活活淹死的 所以酒店方面肯定是拿不出人了 但他那是罪有应得 谁让他心怀不轨 这种人死了也就死了 陆雪芹可不怕眼前这个金毛狗 好 够狂 原本兰斯哈伦就一肚子火 现在一听陆雪芹这样 说他更是怒意滔天 要知道 他之前在电话里 可是让家主好一通吗 说他不负责任 连自家少爷都看管不好 他正愁肚子里的火没出仨呢 却没想到陆雪芹竟然主动往枪口上撞 不管我家少爷有没有在你酒店里 就冲着你刚刚说的这一番话 你就值得我亲自出手教训 说话间 兰斯哈伦主动释放出了自己的神经后期气息 顿时压得整个酒店大堂里面的人脸色大变 陆雪芹虽然也是聚气中期的修为 但他当前的实力顶多同神经中期对抗 而兰斯哈伦的神经后期修为足以压制他 看招 陆火的矛头全部都对准了陆雪芹 兰斯 兰斯哈伦出手急如闪电 几乎是瞬间就抵达了陆雪芹身前 碰 一道毫无花哨的寸拳从兰斯哈伦手上爆发 陆雪芹虽然及时的出手抵抗了 但强大的冲击力还是将他轰飞了十米开远 嘴里猛壳不止 兰斯 哈伦在面对陆雪芹这么一个女人之时 竟然丝毫都不心软 一时间周围这些围观的人全都辱骂了起来 臭不要脸的 竟然出手打女人 一会等 战王过来打死你 有人站出来替陆雪芹打抱不平 可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兰斯哈伦盯上 随后 兰斯 哈伦猛的就是一脚踢在了他的身上 咔嚓 陆雪芹怎么说也能和神经舞者搬一下手腕 但这个强出头的人可比不上陆雪芹 甚至他就连宗师镜都没有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 他直接被兰斯哈伦 踢断了浑身的一半骨头 差点当场隐恨西北 谁若是再敢开口 这便是下场 兰斯 哈伦的声音很冷 更充斥着一股杀意 在这样的威胁之下 大家就算是想要替陆雪芹出头 恐怕也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轻重从才行 这个家伙看来是铁了心 要和云顶酒店过不去了 就是不知道 一会儿战王来了之后 他又该如何收场 陆总 您没事吧 这时 陆雪芹的秘术反应了过来 连忙将陆雪芹从地上拉了起来 没事 兰斯 哈伦的攻击虽然强悍 可陆雪芹修的 可不是正常的武者功法 这也导致他的肉身远比一般人强大 所以 即便是应接了对方这一击 他也没有落下什么损伤 相反 他的眼神中 竟然还流露出了 之前从未有过的战役 身在秦飞这样的大家庭之中 苏妹合观妙依 哪一个不是战斗狂人 所以 在耳目熏染之下 陆雪芹也明白 若想变强 那战斗是一条极为不错的捷径 对方看起来的确很强 可自己也不弱 真要对拼起来 他未必就会彻彻底底的落败 更重要的是 他是酒店的经理 是明面上的最高管理者 如果连他都不站出来的话 那酒店还有谁是人家的对手 来站 陆雪芹朝兰斯 哈伦勾了勾手指头 气得后者蹊跷生烟 要知道 他刚刚出手 仅用了自己体内的三分力 他不知道陆雪芹 终究是哪里来的勇气挑衅自己 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男人 他这里不存在任何的怜香惜玉 什么美女罗莉 少傅家人 到头来不还是白骨一堆 既然陆雪芹敢挑衅自己 那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找死 口中冷笑一声 兰斯 哈伦率先选择了动手 本来他战斗力就高过陆雪芹 现在他还要选择强占先机 他根本就不想给陆雪芹留一丁点活络 兰斯家族是高贵的家族 绝不容外人欺负 云顶酒店窝藏他家族少爷 此罪孽必须要鲜血来洗清 神经后期很强 宛若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 令四周的人都无法指示 而作为被攻击者 陆雪芹此刻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单独作战 周围没有帮手 更没有秦妃作证 但这里是他管理的酒店 是他的地盘 那他就不能后退半步 打得过要打 打不过更要打 神经后期又如何 只要杀不了自己 那他就一定要让外面的人看看 云顶酒店不是谁都可以过来招惹的 霸拳 看着已经冲到自己跟前的兰斯 哈伦 陆雪芹的口中发出一声娇和 随后他一拳就轰向了对方 他修炼的是秦妃给的功法 那他的功法招式自然也和秦妃一样 或许他对霸拳的领悟还不够 但这并不妨碍霸拳的威力 其运行方式就是调整体内的力量 汇聚于拳头之上 从而爆发最强大一击 可以这样说 但凡能把霸拳修炼的入门 就可以将自身战力百分百爆发出来 十足的战斗好帮手 第一签113章 秦妃救场 神经后期对聚气中期 两种完全不同的修炼体系 于这一瞬猛烈碰撞到了一起 兰斯 哈伦并没有把陆雪芹当一回事 因为在他眼中 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而往往自负的人 都会因为自己的盲目自信 而付出惨重代价 就比如说 现在的兰斯哈伦 他眼中瞧不起的陆雪芹 此刻迸发出了超级强大的战力 紧紧一拳 就把他轰飞出去了几十米之远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地面开裂 伴随着兰斯 哈伦的一声痛哼 他万万没想到 陆雪芹这么女人 竟然可以在一瞬间 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以至于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操 装逼犯 看到兰斯哈伦被陆雪芹打飞 附近观战的这些人 都忍不住朝兰斯 哈伦吐口水 刚刚还那么嚣张 可现在 他却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 这不是装逼又是什么 陆总 加油 打死这个外国佬 众人纷纷为陆雪芹加油打气 而他们的喝彩 也让陆雪芹的心底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 原来外面的这些所谓强者 也不过如此 他们也就是别人嘴里传的厉害 但真实可能并不是 他以前所想的那般 过分的自信会 让一个人迷失自我 刚刚兰斯哈伦 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他瞧不起陆雪芹 所以 他也没把对方当回事 但他的下场 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 差点被打吐血 而陆雪芹 现在也犯了和兰斯 哈伦一模一样的错 他错误的认为 兰斯 哈伦的神经后期很弱 导致在接下来的碰撞之下 被人家抓住了机会 当场被轰飞出去 并且狠狠撞在了墙上 扑吃 这下陆雪芹没能忍住 当场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看到这一幕 刚刚还在为他 打气加油的人 全都傻眼了 每个人都不敢相信 自己所看到的 刚刚陆雪芹 不是还猛的不像话吗 怎么这才一个回合就落败了 而且 兰斯 哈伦 完全就是想知陆雪芹于死地啊 疯了 这个老外真的是疯了 他这是要把秦妃彻底得罪死 以秦妃的性子 他绝对不可能 放过这个外国佬的 这才是他的真实战斗力嘛 擦去嘴角的鲜血 陆雪芹脸上也写满了凝重 他没想到 对方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强了 我问你 我家少爷你到底藏在哪了 浑身气息宛若沉浮的蛟龙 兰斯 哈伦气势如虹 冷声询问道 不 知道 额头上轻轻爆起 只见陆雪芹一个腾空而起 随后 他竟然主动发起了攻击 碰 可他的速度 没有兰斯 哈伦快 仅仅只在一瞬间 他再度被人家的恐怖力量掀翻 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陆总 看到这一幕 酒店里的这些人全都脸色大变 他们想要帮忙 却又不敢上去 只能心中暗自替陆雪芹着急 今天你们酒店 要是交不出我兰斯家族的大公子 那我就要你陪葬 目光阴冷地扫在陆雪芹身上 兰斯 哈伦更是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杀鸡 放马过来 陆雪芹骨子里也是个要强的女人 见对方已经对自己生出了杀心 他不仅不怕 反而战役还格外高涨 除非把他打死 要不然 他绝不会屈服 那我就给你一个痛款 堂堂神经后期 竟然拿不下一个女人 这在兰斯 哈伦看来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这一刻他没有犹豫 他爆发出了自己的最强攻击 这一击他 势必要陆雪芹香消玉语 强大的压力笼罩全身 陆雪芹也没有想到 对方还有余力 就像是身边出现了无数重大山挤压自己 陆雪芹发现 自己现在竟然连动一下 都办不到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甚至都已经闻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住手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爆合传来 碰 几乎就在这道声音响起的时候 一道人影就已经来到了现场 并且站在了陆雪芹的跟前 顺势将兰斯 哈伦扫了出去 兰斯 哈伦 在面对陆雪芹的时候 的确是占据了各种上风 但当他面临圣境的时候 他却脆弱地挽弱一条爬虫 破 一大口鲜血 从他的口中喷出 兰斯 哈伦此刻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 他甚至就连爬起来都费劲 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消瘦的身影 正站在不远处 冷眼看着他 那是一双冷到了极致的双眸 在这一双眼睛里 他甚至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生机 有的仅仅只是杀机 而在这个时候 这个男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他 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兰斯 哈伦的心脏之上 令他呼吸都仿佛要停滞了一样 终于 数步之后 秦飞走到了兰斯 哈伦的面前 看着这个趴在地上 宛若死狗一样的外国男人 秦飞问道 说吧 谁派你来的 我是兰斯家族的人 你 兰斯哈伦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让秦飞给拎了起来 碰 一拳砸 在对方肚子之上 秦飞出手既狠力又无情 哦 兰斯 哈伦哪受得了如此猛烈的冲击啊 当即就嘴巴一张 喷了一地 不管你是谁 敢伤害我的女人 那你的结局就只有一个 死 秦飞 不要 见秦飞似乎要对兰斯 哈伦下杀手 后面的陆雪晴 连忙大叫了一声 雪晴姐 不必为这种人求情 她伤害你 那就得死 一直以来 秦飞都是一个极为护短之人 更别提兰斯哈伦 伤害的 还是自己最亲密的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 她别说是死一次了 她就算是死十次都不为过 我不是为她求情 而是你看看周围 听到雪晴姐的话 秦飞下意识看向了四周 见大家都在看热闹 秦飞抬起的手 慢慢落了下去 她懂雪晴姐的意思 无非也就是 不让她在人多的地方杀人 毕竟 酒店接下来还要做生意的 一旦在酒店门口 发生了打杀人的事件 那对今后的酒店名声 肯定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在这样情况下 秦飞自然要遵循陆雪晴的意思 诸位 好戏已经落幕 都散了吧 秦飞挥了挥手说道 果然还是战王更强 一来就把这个外国佬给拿捏了 哼 这些个养老外 都以为我们华夏人好欺负 却不知 他们自己也是垃圾 周围的人在窃窃思雨中逐渐散去 而秦飞也拎着兰斯 哈伦走向了陆雪晴 雪晴姐 身上的伤不碍事吧 放心吧 一时半会死不了 咱们先上楼再说 陆雪晴摇摇头说道 走 拎着兰斯 哈伦走进电梯里 等到四周无人之时 秦飞的神色瞬间就阴沉了下去 敢伤害她的人 不管是谁 都必须要付出代价 而在酒店大门口 兰斯 哈伦的司机 几乎是亲眼目睹了人 被秦飞抓走 一时间 她是又惊又怕 她害怕秦飞会把她一并抓去 当同贩处理 又害怕会死在这 所以 她哪里还敢在这逗留啊 转身就跑 连开来的车都不管了 来到陆雪晴的办公室 秦飞直接降门反锁 随后将兰斯 哈伦丢在了地上 雪晴姐 酒店现在 是你负责管理 你想怎么样处理它 虽然兰斯 哈伦是神经后期修为 可在自己面前 她简直就和一条 哈巴狗没有区别 秦飞也不怕她翻起浪花 秦飞 她说 她来自欧洲那边的 兰斯家族 她来我们酒店 是为了找人的 也就是上次那个 被我们淹死那个 陆雪晴连忙在 秦飞身边说了一句 什么 你们竟然杀了我家少爷 听到陆雪晴的话 躺在地上的兰斯哈伦 可谓是大惊失色 要知道 家族可就大少爷 这么一个孩子 陆雪晴他们竟然杀了 他们怎么敢 一个神进垃圾 杀了也就杀了 秦飞瞥了对方一眼 道 而且 你既然这么效忠 你的家族 那待会 你就下地狱 去陪你家少爷吧 这样 你们黄泉路上 起码有个半 兰斯家族传承数千年 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知晓自己可们 已经没活路了 兰斯 哈伦当吉利赫了起来 传承数千年 秦飞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又知道 暗魂组织是什么势力吗 你 你是暗魂组织的人 秦飞的话 指向性实在是太大了 一时间 兰斯 哈伦的表情 变了又变 他当然知道 暗魂组织是什么势力 这简直就是地球上的 头号恶势力 莫说 他兰斯家族惹不起 恐怕任何一个势力 都得罪不起他们 秦飞没想到 这兰斯 哈伦的脑回路 竟然这么清奇 竟然可以 把自己联想成为 暗魂组织的人 这误会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我想说的是 我连暗魂组织都不怕 你兰斯家族 又算什么屌玩意 而且 你应该认识的身份 你是何人 兰斯 哈伦 眼神冰冷地盯着秦飞 他是十几天前 才被派来龙都的人 很多情况他都不了解 自然也不认识秦飞了 如果他长期待在龙都 恐怕他也不敢 大摇大摆的一个人 跑来云顶酒店闹事了 我是号称 圣进终结者的秦飞 同时也是 华夏五安局的战王 这回你认得了 第1114章 欧洲洗脚城 你 你就是秦飞 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要知道 他从家族里面出来的时候 家主曾私底下叮嘱过他 让他来了龙都之后 一定要小心一个 叫秦飞之人 这个人能不招惹 就尽量不招惹 可谁曾想他 现在就被秦飞给带住了 一个能让家主 这样和他说话的人 那岂能是泛泛之辈 而且 他也打听过秦飞 知晓这个年轻人 超乎想象的强大 不仅个人战斗力爆表 而且连暗魂组织 几次都没能将其弄死 呵呵 现在才反应过来 那兰斯 福克斯 就是我亲手杀死的 而且用不着你们来找我 我迟早都会去找 你们家族算账的 说到这儿 秦飞忽然停了下来 他想到了那无色无味的药 这种药的霸道 连圣经后期的暗魂组织 尊主都翻车了 如果可以的话 秦飞当然想多背一点 想到这儿 秦飞看向了地上的兰斯 哈伦 问道 你和福克斯关系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兰斯 哈伦 脸色一变 不想怎么样 就是想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 福克斯手里有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药水 药水 兰斯 哈伦先是一愣 随后他才哈哈大笑了起来 就算我知道了 也不会告诉你的 扑吃 他话才说完 他便迎来了秦飞的致命一击 秦飞一脚 就将他的胸膛 给踩他陷了下去 既然不说 那你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秦飞神色冷烈 出手更是毫不留情 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留着只会浪费空气 你 看着秦飞 兰斯 哈伦满脸 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其实他想说他知道那液体 甚至当初还是他介绍给大少爷的 可感受到生命力的快速流逝 他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说话了 怎么 想说你知道 看到他这副模样 秦飞问道 兰斯 哈伦没有说话 只是猛地点了点头 早这样不就完了 说话间 秦飞从自己的空间介质中 取出了圣镜骨针 随后分别刺入到了兰斯 哈伦的身上 有了这些骨针刺入 兰斯 哈伦竟骇然地发现 自己原本正在流失的生命力 奇迹般地停了下来 这一刻重新恢复了清明 此子 逆天 这是兰斯哈伦 此刻内心中最真实的感受 说吧 那药水从哪弄来的 秦飞这时开口问道 我说了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我离开这里 兰斯 哈伦 目光死死地盯着秦飞问道 可以 秦飞点头 可我要如何能信你 兰斯哈伦再度问道 你在我眼中 就是一只弱小可怜的爬虫 你活着于死了 对我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秦飞淡然回答道 不行 你必须得对天启事 要不然这秘密我宁愿烂在肚子里 兰斯 哈伦 还是不相信秦飞 好 我可以发誓 原本听对方这样说 秦飞心里是很窝火的 但奈何这药水对他而言诱惑力非常大 所以 他只能强忍着不舒服答应了下来 这药水 是我带大少爷 去某个洗脚城购买的 洗脚城 听到这话 秦飞脸上 马上就泛起了冷笑 连圣经后期都抵挡不住的药水 会在洗脚城这种鬼地方卖 糊弄人 也不该用这么瘪脚的理由 没骗你 我真的是在洗脚城购买的 而且 这个洗脚城并不是普通的洗脚城 它只为修炼之人提供服务 而且 他们的老板 也是一位圣经强者 看出了秦飞脸上的不相信 兰斯 哈伦连忙解释道 如果只是普通的洗脚城 那他们卖出来的药水 当然对修炼之人不管用 可如果药水本 就是强大的无者所制造 那效果可就不一定了 谁都可以买吗 秦飞又问 当然不是 想要购买 这种限量版药水 那得先获得资格 然后再拿零药换取 兰斯 哈伦说道 那你把地址给我 我派人去查证一下 好 反正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兰斯 哈伦自然也没有迟疑 立刻把购买药水的地址发了过来 只是当秦飞拿到地址之后 他却有些犯难 因为地址上面赫然写了一个 欧洲洗脚城的名字 欧洲距离华夏差不多上万公里 他总不能自己 现在就飞过去查吧 亦或者说 他现在就施展一个分身术 不过活人终归是不会被尿给憋死的 自己现在的确去不了欧洲 但他却可以找欧洲那边的人 去给自己买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 武安局欧洲分部的人 想到这儿 秦飞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武安局这边的专线电话 湛王大人 有什么吩咐 电话里的声音十分恭敬 帮我找一下 欧洲分部那边的联系人电话 最好是某一个国家的分部 说到最后 秦飞将这个国家地 明报了一下 而武安局这边的动作自然很快 大概也就是半分钟 电话里的人就给秦飞报 来了一串电话号码 挂断武安局这边的电话 秦飞又给刚刚发过来的这个号码 打了过去 电话倒是很快接通 只是里面的人说的 却不是华夏语 而是英语 估摸着也是为了工作方便 所以在国外工作的人 基本都会使用英语 我是华夏武安局战王 秦飞直接先挑明了自己的身份 战王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愣了一下 随即这才反应了过来 用流利的华夏话说道 是这样我想要在你的辖区范围内 购买一样东西 只不过我现在人还在华夏 不方便过来 所以你能不能给我 安排一个人过去买一下 行没问题 战王亲自打电话寻求帮助 电话里的人自然是丝毫不敢怠慢 当即应远了下来 只不过当秦飞说出 那个洗脚城的地址之后 对方的语气却变了 战王大人 这个地方我们的人恐怕进不去 嗯 为何秦飞脸上写满了诧异 不过就是一个洗脚城而已 武安局的人全都是武者 难不成他们不做生意 是这样的 您所说的地方 就是一个典型的三不管区域 任何要进去的人都需要先预约 然后等候对方通知 我们的人都没有资格进去 哼 既然明的不行 那咱们就来按的 我相信你们会有办法的 战王大人 这个地方是有高人坐镇的 任何潜藏进去的萧小之辈 最后都会被逮出来 以前也有别国的间谍想要进去 但最后的下场却是惨死 而且 他的尸体还被挂在了门口三天三夜 目的就是为了震慑外面的这些人 当然 如果您给我们下令 那我们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武安局的人都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秦妃要他们帮忙 那他们可以选择帮 也可以选择不帮 可如果是给他们下军令的话 那他们就算是不惜一切代价 也会潜入 所以 现在对方要的 就是秦妃一个态度 只是这个命令 秦妃能乱象吗 那显然是不行的 下达命令 就等同于是一次正规的武安局行动 秦妃是需要单责的 一旦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出现了死伤 那秦妃就是第一责任人 而且 秦妃也不想因自己的个人利益 去害死武安局的同胞 他还做不出 这么没有道德的事情 好了 这件事你知我知 你们没有必要去冒险 此事我亲自处理 说完 秦妃就挂了电话 他没想到 区区一个破洗脚城 竟然还有这么多规矩 看来他得好好拷问一下 这兰斯 哈伦才行了 他既然能进去 那说明他熟悉 这个地方的规则 回到办公室内 兰斯 哈伦 还是躺在地上没有起来 不是他不想起来 而是他现在根本就起不来 他一身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早已失去了行动能力 我问你 那西角城的情况 你给我详细说说 外面的人如何才能进去 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要先获得资格 兰斯 哈伦没好气地回应道 那资格 又当如何取得 最开始这个西角城成立的时候 是他们面向大家族 主动发出邀请 而到了后面 外面的普通舞者 如果想进去 那就得先缴纳一亿欧 获得入场资格 听到这话 秦妃心中怒骂一声 这一个入场资格 简直就是天价 比明月山庄 当初的入场资格贵多了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昂贵的价格 这时 陆雪晴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 我猜可能 是为了定位精准客户吧 舞者有强弱 也有贫富之分 如果随便一个舞者 都能往里进 那又怎么能凸显出 他们的超然地位呢 兰斯 哈伦想了想说道 他出身大家族 自然拥有随意进出的资格 至于外面的人 要如何才能进去 那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就算是闲暇之余 也不会去主动打听的 我看这个洗脚城 不是一个单纯的洗脚城吧 这时秦飞忽然冷笑了起来 没错 他们表面上是一个洗脚城 实则背地里 是在一个类似于黑市一样的地方 兰斯 哈伦说道 我就知道 会是这样 第1115章 人要有宽容之心 黑市这种地方 秦飞虽然没有去过 但不代表他对其一无所知 像是这种地方 一般都卖外面有 亦或者说 非常难买到的东西 譬如说军火这些等等 当然黑市中卖的最多的 还是违禁品 以及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堪称销赃的绝美去处 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洗脚城 又何必弄出这么多的规矩 而且还要圣镜坐镇 所以秦飞猜测 这个地方不简单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能把圣镜都迷得神魂颠倒的药水 恐怕也只有五者黑市这种地方 才拿得出来了 不过能搞出这种药水的人 也的确是人才了 就是不知道 他是用什么东西提炼出来的 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放我走吧 得知秦飞的身份之后 兰斯、哈伦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心思 他也知道自己不是秦飞的对手 甚至兰斯家族派出最强者 也不一定能拿捏他 现在兰斯、哈伦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先活着离开这里 放心 我发布是不杀你的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说完这句话 秦飞直接抽走了那几根 扎在兰斯、哈伦身上的圣镜骨针 而随着骨针被拔 兰斯、哈伦口中也发出了痛苦的大叫声 因为生命力流失的感觉再度袭来 他眼前的世界正迅速变得混沌 他感觉自己可能活不过两分钟 还没等他主动开口问 他便听见秦飞说道 我的却发过是不杀你 可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估摸着也是死路一条 真是可惜啊 秦飞摇了摇头 随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还是得多谢你的解惑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弄这玩意呢 说完秦飞直接不打理兰斯、哈伦 转头关心陆雪晴去了 区区一个外国佬 死了也就死了 况且他本来就该死 现在多活了这么十来分钟 怎么看都是血传 看着秦飞二人将自己无视 兰斯、哈伦只感觉到 自己胸口仿佛有一口气伤不来 他就这样瞪大了眼睛 缓缓失去了生机 他是被活活气死了 我都要死了 可你们还在那里秀恩爱 简直太不是人了 秦飞 他好像没气了 这时陆雪晴也发现了兰斯、哈伦的状况 开口说道 没事 他反正都是死的 说完 秦飞直接甩出了一缕真火 请客间 兰斯、哈伦的身体 开始熊熊燃烧了起来 如果他是圣经武者 那他的尸首对秦飞来说 还有点作用 但他修为只有神经 所以 他的肉身 哪怕拿来炼制武器 都不够资格 只好就地销毁了 雪晴姐 你身体内伤势不轻 你去休息室的床上躺着 让我先给你治疗一下吧 好 陆雪晴知晓秦飞医术高 所以文言他也没拒绝 当即答应了下来 兰斯、哈伦已死 酒店闹剧到这一刻 也基本结束了 而在酒店之外 兰斯、哈伦的司机 在经历了一开始的 慌不择路之后 他也很快镇定了下来 他知道 自己必须要把这件事 抓紧时间上报 要不然 兰斯家族一旦追究起来 他就算是有九个脑袋 恐怕也不够掉的 来到一个寂静无人的小巷子里 他连忙掏出手机 给家族那边打去了一个电话 并且说明了这个情况 而就在他电话 才刚刚打完的时候 他便看到巷子镜头出现了一个黑影 对方正一步一步的朝着他接近来 他想逃 但他却发现 自己的脚根本就不听自己的使唤 鸡皮疙瘩骑满了一身 两秒钟 他终于看清楚了对方的长相 那是一个长得虎背熊腰的黑胖子 你 这个司机刚想开口说话 随后他便看到一个巨大的麻布口袋 朝自己脸上胡了过来 之后 他便失去了知觉 大哥 这个家伙是那个欧洲老的司机 他应该有点价值 将人扛到云顶酒店 基纳姆低头对秦飞说道 其实之前兰斯 哈伦出手对付陆雪芹的时候 他也来到了附近 只是他的速度晚了秦飞一步 也就没有必要现身了 但他也不是一点作用没发挥 最起码 他看到了这个逃走的司机 并且还将人给弄了回来 将袋子打开吧 别看基纳姆来华夏 没有多长时间 但拿麻袋装人的精髓 他还是学得挺溜 随着麻袋被拉开 里面昏迷的司机 也让基纳姆一脚给踹醒了 别装死 赶紧给老子起来 基纳姆下脚不轻 司机吃痛 一下子就苏醒了过来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啊 这个司机都还没来得及 看周围的场景 立马就放声求饶了起来 我问你 兰斯家族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这时秦飞开口问道 听到秦飞的话 这个司机如遭雷击 随后他抬起头一看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雪白 因为他认出了秦飞 我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个司机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吓得浑身都在站立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那留你还有何用 基纳姆冷笑一声 抬起手就准备压下去 可这时秦飞却阻止了他 区区一个司机而已 用不着为难他 让他走吧 该了解的情况 秦飞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杀一个司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而且 秦飞不是滥杀无辜之辈 他不想徒增杀孽 谢谢 谢谢 听到秦飞说不杀自己 这个司机都不等秦飞多说一句话 爬起来就跑 看他那狼狈逃窜的模样 就好像后面有鬼追他一样 也不怪他跑这么快 实在是他害怕自己慢一步 都有可能把小命折在这里 大哥 对待敌人 咱们不应该心慈手软 看着秦飞不阻拦对方 基纳姆立刻有些急了 那你说说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敌人 秦飞饶有兴致地问了一句 那自然是我们和旗鼓相当的 基纳姆想了想说道 这个司机的修为 连宗失禁都没有 如此一个人在我们眼中 就和一只蚂蚁没有分别 他又有何资格成为我们的敌人 说到这儿秦飞伸出手 拍了拍基纳姆的肩膀说道 做人得有一点宽容之心 对蚂蚁出手 有损我们自己的颜面 而且杀虐太多 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了 基纳姆点了点头说道 老话说 秦贼先秦王 只要最顶部的人被拿下了 下面的这些乌合之众 又能成什么气候 第1116章 蓝丝老祖宗 欧洲某古老城堡当中 啪 伴随着一道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 蓝丝 鼓噜一张脸都扭曲了 家主 大少爷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咱们现在又招惹到了 华夏武安局的战王 接下来 咱们应该怎么做 这时 有蓝丝家族的嫡系族人 开口询问道 这哈伦也是个废物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建议等他回来后 先撤了他的所有职位 蓝丝家族的人还不知道 他们口中的哈伦 已经成为了亡魂 也不知道 他们家的大少爷 也已经领了盒饭 他们现在还在为了秦飞的事情 而焦头烂额 毕竟秦飞的身份可不简单 这个家伙 可是连暗魂组织都头疼的人 现在他们蓝丝家族的人 惹到了他头上 一旦秦飞追究起来 他们蓝丝家族 未必招架得住 而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调查云顶酒店的人也进来了 他带来了一个 让所有蓝丝家族族人 都猛的一尘的消息 根据华夏那边传回来的最新消息 这云顶酒店背后的老板 古路瞬间就变了脸色 变得极为阴沉 儿子最后去的地方 就是云顶酒店 至今都不见其踪影 也联系不上 如果这酒店的幕后老板是秦飞 那他儿子的失踪 是不是就和秦飞有关系 想到这儿 蓝丝 古路的心情又怎么好得起来 他虽然不想招惹秦飞 可如果秦飞真的杀了他儿子 那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马上派人再查大少爷的行踪 一旦有任何蛛丝马迹 马上向我报告 蓝丝 古路怒斥道 是 听到这话 蓝丝家族的这些人不敢多言 纷纷将任务揽了下来 现在他们是不揽都不行啊 因为蓝丝 古路一旦真的发狠 那是连自家族人都难逃恶欲 当初蓝丝 古路就因为一件家族丑事 亲手击杀过自己的亲侄儿 由此可见一般 他人是真狠 要不然 他也坐不稳这个家族之位了 呼 随着所有族人离开了大厅 蓝丝 古路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这才长长的吐了出来 那可是秦妃啊 一个连暗魂组织都奈何不了的人 现如今 他们蓝丝家族摊上了对方 他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当着族人的面 他是狠 也不会畏惧秦妃 可在现在没人的地方之时 他还是能听见自己的心声 他心中其实还是畏惧的 因为 他现在的境界只有圣境初期 一旦遭遇秦妃 那就是一件秒的祸色 人家连圣境中期都能杀 他自然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围经之际 他只有去寝室坐镇家族的老祖 看看老祖打算怎么样做 很快就见到了他们蓝丝家族的老祖 这是一位头发血白 脸上堆满褶皱的老人 看起来十分苍老 可即便如此 他的一双眼睛却是格外的有神 并且随着他的眼睛开合 一股射人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席卷而出 他赫然是一位圣境后期的超级强者 蓝丝家族之所以雄霸欧洲这么多年 无人敢惹 就是因为 他们家族有这样一位超级强者坐镇 圣境很强 可每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却是战斗力的巨大鸿沟 一个圣境后期 可以轻而易举对付十位 所以 蓝丝家族在欧洲地界上 一直都处于超然地位 但圣境后期 现在恐怕也拿秦妃没有办法 只要他躲在华夏 躲在龙都 谁敢去杀他 暗魂组织恨他恨得要死 都不敢有所行动 更别提是他们蓝丝家族了 可不管怎么样 他都觉得 这件事 必须要知会老祖一声 何事 看见蓝丝 鼓露过来 他们家的老祖轻声讯问道 老祖宗 是这样的 我有一件事 恐怕要和您说一声 说到这儿 蓝丝 鼓露没有犹豫 将和秦妃有关的情况 说了一遍 当然 他着重描述了 自己儿子在云顶酒店 失踪的事情 说到底他还是希望 老祖能应允此次行动 因为若无老祖压阵 他一个人对上秦妃 实在是有些虚 一个后生晚辈 你也怕 哪知听到蓝丝 鼓露的一番描述过后 他们家的老祖 立刻就冷声 问了一句 老祖宗 是这样的 这个后生晚辈可不一般 他是暗魂组织 现在的头号追杀目标 同时也是华夏武安局的 领袖之一 保守估计 他现在的战斗力 能与盛进中期匹敌 这么厉害 听到这话 蓝丝家族的老祖宗脸上 终于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个能和盛进中期的 作战的人 那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他 他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 我这才多少年没出关 外界竟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蓝丝老祖宗差一道 老祖 您是不知道 这个战王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达到了现在的境地 倘若他再多一些时日 我估计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新城上最强大的之人 尽管蓝丝 鼓入有意想说动老祖出手 可以想到自己背后的整个家族 他终究还是心软了 他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 就把整个家族 拖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如此一人物 竟然和我们蓝丝家族发生了摩擦 你现在现任家主 你心中有什么想法 蓝丝老祖宗询问道 老祖 此事事关重大 我不管擅自做主 所以我想要过来 听听您的意见 蓝丝 鼓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了出来 此事的确棘手 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 那外界恐怕还以为我们好欺 可若是我们真要和对方撕破脸 恐怕我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说到这儿 蓝丝老祖宗直接没了声音 而蓝丝 鼓入也没有着急着询问 因为他知道 老祖宗是在权衡当中的利弊 终于 当时间过去了差不多三分钟过后 蓝丝老祖宗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这才对蓝丝 鼓入说道 这样吧 既然对方有官方层面的身份 那就由我出面 去和他们武安局的武王交涉一番 看他们能否给我们一个说法 多谢老祖 听到这话 蓝丝 鼓入知道 老祖宗终究还是想为家族出头 毕竟这次受损的是 他们整个家族的颜面 第1117章 你牛 蓝丝家族这边的情况 秦飞并不知道 此刻他正在打一通欧洲那边的电话 既然武安局无法替自己 去那个洗脚城黑市探查情况 那秦飞就要想自己的办法 他在欧洲那边并不认识什么人 唯独一个认识 并且还拥有权势的也就一个 那就是 上次跑来和自己交易的独孤英雄 此人可是雷诺家族说一不二的主 如果能由他亲自出面的话 想必买到那药水不成问题 当然 就算他不出面 他找自己家族的其他人出面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在欧洲的地界之上 雷诺家族的声势 绝对不会比兰斯家族差 那黑市应该会主动给他们送资格 秦小友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是来欧洲了吗 电话里传来了略微熟悉的声音 正是独孤英雄不错 我现在身份敏感 恐怕一时半会来不了欧洲 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一件事 想要委托 你帮我办一下 你看你有空吗 秦飞没有拐弯抹角 当即就把自己的真实目的说了出来 你能找我帮忙 那是我的荣幸 你说 要我帮你怎么做 独孤英雄并未和秦飞绕弯子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结交强者的人 更何况是秦飞这种潜力无双的人 秦飞能找他 这对独孤英雄来说 是一个深度拉拢对方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你知道欧洲很出名的洗脚城黑市吗 秦飞问道 哼 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 我自然知晓 独孤英雄冷哼一声说道 秦飞听得出 他对这个洗脚城似乎并不怎么看好 要不然也不会在电话里冷哼了 那你们有进入其中的资格吗 秦飞又问 就那种破地方 我雷诺家族轻而易举 就可以将其产平 谁敢阻拦我们的去路 独孤英雄十分霸气地说道 我说独孤老头 我是想要拜托你进去 帮我买一件外面没有的东西 你要是派人把他们给踏平了 那我要的东西找谁买去 秦飞没好气地说道 到时候你赔给我吗 只要我家里有的 我一定赔 而且 行刚行 我也不和你说废话了 你找人去这洗脚城邦 我买一样无色无味的液体 对方的要求是拿零要兑换 你先帮我把东西换下来 到时候 我给你报销 秦飞懒得听这糟老头 在电话里避避 直接出言打断了对方 无色无味的液体 这干嘛用的 独孤英雄问了一嘴 而听到他说出这样的疑惑 秦飞又有些犯难了 这效果要是不说吧 他害怕对方会买错 这要是说了 自己身为战王的颜面 又往哪里搁 战王 见秦飞迟迟不说话 独孤英雄在电话里说道 这东西 你恐怕还真的和我说清楚 毕竟我听说 那黑市卖的东西砸得很 到时候 我要是上当受骗了 最终利益受损的人 还是你 行 那液体的作用是 是 说到这儿秦飞 感觉自己的舌头 就像是打结了一样 迟迟说不出后面的话 可以想到独孤老头 说的这种可能性 秦飞又不得不硬着头皮 将这液体的真正效用 说了出来 拉致听完秦飞说的话之后 电话那头的独孤英雄 立刻大笑了起来 战王 这种男人都懂的东西 你就不用藏着掖着了 放心吧 这件事包我身上 独孤英雄 作为执掌一方的大人物 他要买什么东西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困难 甚至只需要他一句话 那洗脚城的幕后老板 都有可能把东西 亲自送到他手上 行 那就先谢过了 既然独孤英雄都这样说了 那就说明 购买这神秘药水的事 以基本十拿九稳 接下来 自己只需要等着收获就是了 大哥 你要这东西 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我们非洲有一种神油 专门增强那方面的能力 要不要我突然给你弄点 这时 姬纳姆开口问道 不知道我买药水的真实用途 你就不要胡乱揣测 像我这么神勇的男人 你觉得 我需要你说的这种玩意吗 秦飞撇了姬纳姆一眼说道 要知道 自己几个女人 都能够和平相处 这和自己的强大能力 是分不开的 神特吗 才需要什么神油 锦上添花吗 姬纳姆憨厚一笑回答道 滚滚滚 该干嘛干嘛去 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见姬纳姆还要说这个东西 秦飞赶紧把他整个人 都给推了出去 天妮媚的花 送走了姬纳姆 秦飞这才一脸无语的 看着陆雪芹说道 雪芹姐 我的战斗力 你是清楚的 你可别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 陆雪芹诧意问道 我买药 纯粹是为了对付敌人 因为这玩意无色无味 如果用在对敌当中 能发挥奇笑 甚至就连那些修为比我更 秦飞还想解释 但陆雪芹却拿话打断了他 你的事情我才不管 只要你别拿其他女人 身上乱用就可以了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可不是福克斯那种烂人 这要我可是拿来 当压箱敌宝贝的 轻易不会动用 好了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吧 我得先下楼安抚一下客人 陆雪芹的伤势 已经在秦飞的治疗下痊愈 所以这个时候 他应该发挥 自己这个酒店总经理的作用了 可他还没走到门口 就让秦飞伸出的一只手拦住了 只见秦飞漫不经心的说道 他们有什么好安抚的 一枚受伤 二没任何损失 不用管他们 秦飞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咱们酒店毕竟是要开门营业的 现在他们受到了惊吓 我们作为酒店负责人 理应安抚他们 这是我们的职责 云丙酒店现在生意并不差 今天的事情虽然发生的突然 可这个金毛狗 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秦飞看来 这并不会影响到酒店的后续盈域 不过陆雪芹飞要这样说 那秦飞也没办法 毕竟酒店运营这一块 是他在亲自管理 他想要怎么做 自然是他的权利 你就乖乖的待在这里等我 待会咱俩一起下班 用手摸了摸秦飞的脑袋 陆雪芹开口说道 行 之前秦飞在山顶别墅 挑选灵药的事情 还没有干完 现在正好可以继续 独孤英雄不远万里 给自己弄来的这些灵药 秦飞已经看了差不多一半 而这一半中 真货占大多数 但也有极小一部分是假货 也就是暗魂组织 批量弄出来的那些 看来暗魂组织 还真的是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全世界各地 搜集鲜血了 连雷诺家族也免不了要上当 毕竟这些灵药 实在是太逼真了 甚至可以达到 以假乱真的地步 如果不清楚内幕的人 很有可能会上当 按照当前这种比例 他从雷诺家族 获得的这些灵药里 起码有两三百株都是假货 又损失了一大笔啊 鉴别灵药 是个比炼丹还要枯燥的事情 哪怕是秦飞用透视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 他只能一口一口地 品尝这些灵药 唯有这样 他才能真正地确认 哪些是真的灵药 哪有又是假的 走吧 我们可以下班了 大概半个小时后 陆雪芹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开口对秦飞说道 咱们要不要去菜市 买点菜回去 这时秦飞问道 咱们现在下班都晚点了 很多菜估摸着也不好买了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吩咐后厨 给我准备了菜 咱们下去直接拿就是了 那也行 回到山顶别墅 陆雪芹这个大姐 大自然是负责起了 煮饭烧菜的工作 而秦飞则是在一旁 给他打下手 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陆琳和慕容青 几乎是一前一后 踏进了家门 陆琳还好 一进家门就主动洗手去了 因为他已经闻见了 浓郁的饭菜香味 但慕容青就不是去洗手了 只见他放下手里的胯包 就直奔厨房而来 秦飞 昨天我给你弄回来的那些灵药 是不是全是假货 跑到厨房门口 慕容青的一双漂亮眼睛 直直地盯着秦飞问道 怎么这么说 秦飞诧异道 今天 武安局已经面向全社会 发布了假灵药的公告 让我们所有机构和组织 都要小心防范 我去山庄仔细查验了 昨天我给你的那一批灵药所剩下的 我发现全是假货 所以你老实告诉我 我昨天给你带回来的那些灵药 是不是全都是假的 慕容青本来是好心好意的 给秦飞搜集灵药 但现在出了假药这么一档子事 他自然心中自责 所以 他打算把这一批灵药药回来 然后把相应的费用 退还给秦飞 因为明月山庄运营这么长时间 靠的就是一个诚信 不管是秦飞还是其他人 只要是他们山庄的责任 那慕容青就绝对不可能逃避 他不能让秦飞 吃这么大一个闷亏 既然你都这样问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 的确全部都是假货 不过你不用担心 费用这一块 我已经找原主报销过了 原主 慕容青一愣 随后问道 你去找王家了 那是当然 他们卖假货给你们 然后又坑了我 我自然得找他们算账 而且 我还让他们退一赔三了 你娘 听秦飞这样话 慕容青不得不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第一签一百一十八张 排查灵药 王家可是龙都的古老世家之一 估摸着整个龙都 也只有秦飞敢这样干了 直接上门找他们要赔偿 退一赔三 亏秦飞想得出来 原本慕容青还觉得亏欠了秦飞 可现在一听他这样说 他也就放下心来 只要秦飞没有蒙受损失 那他就放心了 好了 快去洗手 咱们要开饭了 好 饭后 陆平这才带着陆思思抹黑 回到了家 两人一身都湿漉漉的 像是刚刚才从河里捞上来一样 妈妈 干爸 我回来了 一到家小姑娘就大叫了一声 思思 你这一身怎么都湿透了 快去洗热水 早换衣服 这时慕容青也从屋里迎了出来 见陆思思这般模样 他当即心疼的大叫了一声 要知道 现在可是冬季 外面冷得要命 那冷风一吹 所带来的含义仿佛都能刺骨 陆平 你这个舅舅怎么当的 你到底带他干什么去了 这时 陆雪晴一脸阴沉的贺问道 姐 这事还真不怪我啊 听到姐姐训斥自己 陆平满脸都是委屈之色 今天我带思思去游乐场玩 结果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有其他小孩子在温泉城玩水 他非要加入进去一起吸水 你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 那你是猪脑子吗 你就不知道 找地方给他买一身新衣服去 还是说你姐夫发给你的工资 都让你拿去挥霍了 我 见姐姐如此训斥自己 陆平更加委屈了 之前我说过 要给思思买新衣服的 可他却说 自己干爸医术好 感冒了也不怕 我 听到这话 陆雪晴直接愣住了 以他对自己女儿的了解 他是完全有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秦飞连人命都能救 感冒这点头疼脑热的问题 自然不叫问题 陆思思说 这话 也的确是有几分道理 姐 这次 你是真的错怪我了 要不然一会儿 你亲自问问思思 行行 我向你道歉 不过 我还是得多说你一句 小孩子的无理要求 不能够胡乱答应 这会让他从小养成坏习惯 姐 我也只是 看他玩得开心 才没有阻止 而且 我看电脑上面说 小孩子只有小时候开心了 长大后 才会留下美好的记忆 好了 我们知道 也是一片好心 都别说了 孩子这不也没什么事吗 这件事 就这样过去了 说到这 秦飞对陆平使了一个眼色 道 陆平 这天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洗洗睡吧 是 听到秦飞的话 陆平如蒙大赦 几乎是转身一溜烟 就没人影了 这小崽子 当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看到自家弟弟跑了 陆雪晴立刻回头 怒瞪向了秦飞 我训斥陆平的时候 你插什么嘴 你难道不知道一些情况 如果交代不清楚 那是会害得思思一辈子的 雪晴姐 我看陆平也已经知错了 男人嘛 总归是要点面子的 再者说 他都已经二十多岁的人了 你说两句他明白就行了 没必要说个不停 真是气死我了 跺了跺脚 陆雪晴也不想多说秦飞什么 连忙跑去给陆思思洗澡了 至于吗 看到陆雪晴如此表现 秦飞满脸都是无语之色 他究竟干啥了 怎么好像变成他 惹陆雪晴生气了一样 小女孩洗澡 秦飞这个大男人 自然是不能参与其中的 所以 他又开始清点 自己空间戒指中的灵药 片刻之后 陆雪晴抱着刚洗过头的陆思思 来到了秦飞跟前 秦飞 你先给思思治疗一下 免得明天一早起来他 就感冒了 在这种环境下 思思就算是有寒气入侵 也不可能会生病的 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了 秦飞无奈地说道 是吗 陆雪晴对秦飞的话有些怀疑 我敢拿我的性命担保 倘若明天他生病了 我一定帮他治愈 秦飞拍着自己的胸膛说道 我也只是不想让思思受罪吧 见秦飞都已经这样说 陆雪晴忍不住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雪晴姐 秦飞并非是一个无地放屎之人 既然他都这样说了 那思思肯定会没事的 说到这儿慕容卿伸出手 摸了摸陆思思的小脑袋 问道 思思 你现在脑袋疼吗 不疼 陆思思摇头 你看 孩子自己都说没事了 你就不要担心了 现在都快晚上十点钟了 早点休息吧 那好吧 看陆思思的确不像是要感冒的样子 陆雪晴最后也只能带着孩子 回屋睡觉去了 所有人都回房休息了 秦飞自然也要回房 只不过 他得把自己手头上检查灵药的事情 弄完了之后才能休息 毕竟 他还有大量的灵药 努力于他今后的炼丹 他可不想 今后炼丹的时候 不明不白的就迎来一次炸炉 检查工作很单一枯燥 秦飞足足进行到下半夜 也没有真正完成 毕竟他手上的灵药 可不仅仅是独孤英雄给自己的那些 他手里还有之前明月山庄给自己的那些 既然这一次要检查 那他就要来一个彻底性的检查 而这一检查不要紧 他的确在以前的那些灵药中 发现了少量的假货 妈的 我以前炼丹失败 该不会就是碰见假货了吧 嘴中呢喃自语 秦飞立刻就为自己以前的失败 找到了借口 嗯 炼丹成功而是自己的本事 失败了 肯定就是假药的过 这个狗日的暗魂组织 简直不干人事啊 这边秦飞正在紧密地排查 自己手里的灵药 而在欧洲那边 独孤英雄则是一脸难看 因为他派出去的人 竟然没有在西角城那边 买到秦飞所需要的东西 人家战王不远万里 给自己打来电话帮忙 而自己一开始 还信誓旦旦的说 一定把这件事办成 结果现在倒好 直接打脸了 家主 西角城这边说 药水早已受庆 没有剩的了 负责购买药水的人 一脸惶恐的对独孤英雄 别看独孤英雄现在没有修为 但雷诺家族的人 谁也不敢对他指手画脚 因为独孤英雄 在雷诺家族的余威时 再是太深了 第1119章 公开授课 雷诺家族在欧洲大地上 的确拥有非常强大的威望 可人家西角城那边 已经把东西卖完了 对此独孤英雄虽然心有怨气 但也没有办法 敦促一下他们那边赶紧生产 这东西 我们雷诺家族势在必得 独孤英雄对下属说道 家主 他们那边说了 这东西是他们偶然所得 根本不具备生产能力 现在是属于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绝版了 独孤英雄 行了 你先退下吧 挥了挥手 独孤英雄也没有为难下属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他准备先知会秦飞那边一声 秦飞这边 当他接到独孤英雄电话的时候 他满脸都是意外之色 绝版了 我派去购买的人是这样说的 但我觉得 这极有可能是对方的托词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帮你买这东西 那一定就会买到手 此时我会亲自跑一趟 那 那真是麻烦你了 见独孤英雄这样说 秦飞顿感内心惭愧 自己买的东西 竟然还要独孤英雄亲自跑一趟 难怪这老头 能够在欧洲那地方广结好友 就冲着他这份心思 就很难让别人生起抗拒的心思 挂断电话 秦飞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他觉得独孤英雄说的话有点道理 如果那药水真的绝版的话 那洗脚城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往外受卖 能将圣经都迷惑住的药水 那肯定不一般 如果换作自己的话 一旦这东西真的稀少无比 那自己留着用都还不够 又怎么会往外卖 所以 洗脚城这边肯定是隐瞒了什么 以独孤英雄在欧洲当前的地位 他亲自跑这一趟 还真有可能帮自己买来这东西 所以 秦飞紧皱的眉头 很快又舒展开来 罢了 还是继续检查灵药吧 第二天 天才刚亮 秦飞就收到了一则 来自于武安局这边的消息 秦飞 武安局这边一夜间 抓不到了好几十个 打听你消息的人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电话是明王亲自打的 有人在龙兜范围内调查秦飞 那不是毛坑里打灯找死吗 所以 这些人全部都让武安局的基层成员 给逮捕了起来 目前就关押在武安局某看守所内 调查我 秦飞脸上泛起了一丝冷笑 问道 审出他们来自哪一个势力了吗 问过了 全都是来自欧洲兰斯家族 行 那我过来一趟吧 先来一个名叫哈伦的人送死 后又来一批人 兰斯家族看样子 是想和自己刚一波呀 他正愁找不到地方 弄那神秘药水呢 既然那福克斯手里有 那说不定他的家里也有 如果西角城这边 真的弄不到这东西 那秦飞完全可以打一下 这兰斯家族的主意 挂断电话 秦飞收起真正的灵药 随后将假灵药全部销毁 这些骗人的玩意 就不应该留在世上 该毁的秦飞不会留着 目光看了一眼别墅 见大家都还在睡觉 秦飞没有犹豫 直接上地库开车出发了 来到武安局之后 立刻就有人来给他引路 武安局总部可不会关押普通犯人 因为对外界的人来说 武安局总部到底在哪里 还是一个秘密 他们被关押在了 距离武安局总部 大概几公里开外的一个看守所内 刚刚才来到这 放过我们吧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啪 求饶的话音才刚落下 秦飞又听见了一道鞭子打人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淒厉惨叫 这些蓝丝家族的人 正在遭受酷刑的折磨 毕竟秦飞可是武安局的战王 是领袖之一 这些人既然敢光明正大的 前来打听和秦飞有关的东西 那自然是犯了忌讳 所以他们现在被打也是活该 来了 就在这时 明王出现在了秦飞面前 开口说道 问出些什么没有 秦飞点头后问道 这些人好像在打听他们蓝丝家族大少爷的下落 并且也在搜集有关于你的一些消息 哼 一个死人 有什么好打听呢 秦飞冷笑一声 这个家族目前看来是想要 和我对着干了 你杀了他们蓝丝家族的少爷 明王听出了秦飞话里的意思 顿时无比诧异问道 一个人渣 杀了也就杀了 说到这秦飞随便找了一间审讯室走了进去 只见这里面关着的人 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 此刻正躲在墙角瑟瑟发抖呢 他怎么都没想到 并且还遭受了如此非人的折磨 现在他只想回到自己老家躲着 再也不来滑下了 这儿的人实在是太残暴了 一言不合就用酷刑折磨他们 那这些人 你看要如何处理 明王没有细问这蓝丝家族大少爷的情况 在他看来 秦飞既然杀人 那肯定有他杀人灭口的理由 自己问再多 反而会引起秦飞的不适 再者说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现在谈这些也太晚 先处理好眼前的情况 才是真的 这些人数量不少 处置起来也是个麻烦 这些人留着没什么用 全放了吧 秦飞想了想之后说到 蓝丝家族要针对的人是自己 而这些个小罗罗修为太低 留着也只是浪费粮食 真放了 要知道 他们可是专门来打听你的 明王有点不可置信的问道 不放了 难道还要把我们全部都宰了吗 打听人又不犯法 这些人都是些虾兵蟹将 留着也问不出什么 既如此 那我们何必浪费这等人力物力 那行 既然你这个政主都这样说了 那我待会就把人放了 不过我还是得说说你 你身为武安局战王 三天有两天 你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 下面的人都有意见了 下面的人有意见 秦飞贴了明王一眼 脸上写满了不相信 下面的人都对我毕恭毕敬的 甚至还把我当偶像 你觉得他们会对我意见吗 我看真正有意见的人 是你和武王吧 秦飞冷哼一声说道 不管是谁有意见 我觉得 你都应该没事去武安局做做 常言道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你既然还在任上 那就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现在整个武安局的新晋成员 包括诸多老成员 都在重修你拿出来的功法 你是这功法的最强者 所以你应该给予他们一些 修炼上的指点 这样大家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行吧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我待会就敏为其难的 和你走一趟吧 明王说的有道理 既然功法是从自己这里传出去的 那秦飞里应去看看 其他人修炼的怎么样了 如果能帮他们解解祸什么的 那也是功劳一见 所有人听令 把这里的这些人打一顿之后 就放了吧 明王大喝一声说道 啊 听到明王的话 那些被关押的兰斯家族族人 全都发出了一声哀吼 没搞错吧 他们都已经被打得够惨了 现在还要继续被打 我们走吧 下过命令之后 明王也懒得再管这些人 他直接带秦飞离开了这里 前往了武安局基地 基地内 有一大批武安局成员 都在接受新功法的洗礼 而负责给他们讲解功法的人 竟然是姚江 要知道 姚江自己就是一个半调子水平 他竟然还能给别人讲解 他甚至都比不上自己儿子吧 但别看姚江现在境界不怎么样 可大家对他的讲解 竟然还听得津津有味的 你瞧 这不是有人正在给这些人讲解吗 我用不着出手了 秦飞开口说道 他只是负责最基础的讲解 而对于一些修炼上的问题 你觉得他回答得上来吗 明王反问道 我相信他可以的 秦飞点了点头 见过明王 见过湛王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那些人 也发现了秦飞和明王 纷纷发出了恭敬的声音 姚江回过头一看 见明王和湛王都来了 一时间他身躯一阵 也连忙停下了自己的讲课 一路小跑到了他们两个人跟前 你们怎么来了 是来视察工作的吗 姚江开口询问道 视察工作不至于 你先停下你手里的事情 去把咱们基地内所有修炼新功法 并且还有空的人 都给我交到这里来 现在吗 姚江一愣 嗯 因为马上咱们的湛王 就要亲自开谈授课了 明王用手指了指 旁边的秦飞说道 是 我立刻去办 一听明王这样说 姚江也立刻来了兴趣 虽然他现在暂时充当着老师的角色 可实际上修炼过程中 他自己也有不少不懂的地方 只可惜 秦飞这个家伙 每一天都审出鬼没的 真正碰到想要问他的时候 又找不着人 所以 他既然今天要讲课 这对于姚江这种老油条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看着逐渐远去的姚江 秦飞无语地对明王说道 古时候 只有那些名师大家 才能够开谈授课 你可真是够看得起我的呀 哼 你我之类的人 在云云众生中 不就相当于是神仙吗 况且 你是年轻一辈的偶像 如果说大家知晓 你要开谈授课 恐怕他们的兴趣 一下子就能被提起来 说到这儿 明王瞪了秦飞一眼道 此事关乎着我们武安局的未来希望 可你千万别掉链子 放心吧 如果我连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 我又如何称得上市武安局的战王 秦飞微微一笑 算是把这件事给硬了下来 指导和公开授课 有区别吗 这在秦飞看来 并无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宜罢 若是自己今日的所作所为 真能为一些年轻人指引名录 那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第一签120章 公开授课 二 秦飞要在总部基地公开授课 当这个消息 开始在武安局内部流传的时候 不少选择重新功法的人都疯狂了 要知道 自打他们将功法重新修炼之后 很多人的修炼 都是处于这种自我摸索的境地中 虽然境界的转换 并不会让他们的战斗力减弱 但只要他们碰到了修炼上的难题 那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向身边的人请教吧 很抱歉 大家都是处于同一起点 你都不懂我又怎么会懂 至于找高层反应 很抱歉 人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管他们 可以这样说 当武王最终决定将秦飞拿出来的功法 在整个武安局内部推行的时候 他对于下面的这些人 都是处于一种放养的状态 现在秦飞竟然要公开授课 这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自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虽然姚江已经明说了 有空的人才可以过来聆听教导 但关乎自己的未来和前程 大家又怎么可能会听他的话 一时间很多人都选择了请假 或者是矿工 其目的就是为了听秦飞讲一讲 这有关于修炼的事情 秦飞 这情况好像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 听到下面的人不断传来消息 明王一张脸上写满了错愕之色 他没想到秦飞只是要公开授课 下面的人竟然都像是疯了一样的要请假 据说一些重要岗位的人 哪怕是冒着被武安局开除的风险 也要跑来听课 弄得明王心中自然诧异无比 听各课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要不直接下令休整一天吗 不然我看整个武安局恐怕都得乱套 这时秦飞想了想说到 休整一天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过给他们放半天假还是可以 但这些人实在是胡搞 一些重要岗位是不能够缺人的 说到这儿 明王赶紧从秦飞身旁走开了 他得去谋划一下这放假的事情 武安局的功法推行是在整个系统内进行的 一开始只是附近的人听说了秦飞要讲课 所以大家都在朝着总部这边蜂拥而至 但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武安局 一时间不知道多少人都想要跑来听秦飞讲课 为了防止武安局出现更大的乱子 明王这边的动作也很快 他相继给很多部门的人都放假了 而一些重要岗位 他却下达了死命令 绝不可擅离职守 当然 明王也并非没有为这些人考虑 他在通知中明确说了 会录制整个授课视频 到时候供他们观看 若是有不懂的问题 可以向上面反映 到时候会由湛王亲自给他们解惑 大家都想来 但这些人却来不了 如果明王不出一项这样的通知 恐怕武安局会翻天 只是这样一来 苦的人又得是秦飞了 原本按照秦飞的预计 他就算是要给武安局的这些人讲课 那无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事情 可随着这寿客发酵的愈演愈烈 即便是秦飞也只能暂时在总部等 因为附近的人到了 他还得继续等远方来的武安局成员 他总得等人到齐之后才能开讲吧 要不然一次又一次的讲解的 把他活活累死 在武安局这一年的发展历程当中 上一次总部这边如此热闹 恐怕还是秦飞被封王之时 而今天总部又因为他变得热闹非凡 明王给秦飞说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后开讲 而在距离开谈授课 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 总部这边就已经来了大批的武安局成员 根据秦飞的保守估计 现在整个总部基地内 最起码多了五六千外面来的人 这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来了这么多人 要是再等上个两小时 秦飞估计这里少说 也得有两三万人听课 资料记载 整个武安局现在总共有载边人员五万人左右 其中差不多有一万人分布在全世界各地 也就是那些分布驻扎的人 而华夏大地上大概有四万武安局成员活动 照现在这样的趋势下去 可能会有大半华夏这边的武安局成员汇聚过来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比例 事实正如秦飞所料 当时间过去两个小时之后 总部基地这边已经来了差不多两万人 整个基地内人声鼎沸 就像是感激一样热闹 秦飞 这么多人都为你而来 是不是内心挺自豪的 看着不远处那黑压压的一群人 冥王轻声对秦飞问道 事实上并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自豪肯定是有一点 但更多的却是意外 此次外面来这么多人 都是为了听自己的授课 之前秦飞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如今回想起来 他的确早就应该开课替大家解惑了 因为他自己修炼的过程中 其实也有过疑惑 有过迷茫 但他有姚江秦初龙 以及武王这样的人相助 但广大的武安局普通成员呢 他们可没有任何人指点 有人帮他们指一条名路 之前他们不知道找谁 而现在冥王和秦飞 既然主动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那他们自然要来 而且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来 华夏浮原辽阔 冥王虽然给了其他基地的人 三个小时时间 可一些偏远地区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 秦飞 这人都已经来的差不多了 咱们要不要就开始 看着基地内 到处都是人满为患的场景 冥王开口问道 他给下面的人 只放了半天假期 就眼前这样的情形 他估摸着半天时间 可能是不够了 远一点的地方 一来一回外 加上听课 恐怕一天时间就没了 命令都已经发下去了 咱们也不差这点时间 再等等吧 之前秦飞预计 华夏大地可能会来 两三万人听课 可现在基地内 都已经快接近三万了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秦飞也没想到 会这么火爆 既然要讲课 那当然要汇集所有人 所以秦飞想等人到齐 终于 当时间过去了 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外面要来的五万局成员 终于齐了 大家齐齐站在了基地内平日里 用来训练的广场之上 一排接一排的人 完全就是密不透风 估摸着 连几镜一只苍蝇的都困难 可即便如此 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 更没有人发出吵闹的声音 大家就这样静悄悄地望着高台 他们都在等战王出场 终于 在他们所有人的注目之下 一道销瘦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正是秦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